被胖子给死死压在身下的卢迪 好似根本就没有听到我的话后 却看着我立声反问道 你 你们是什么人 来我的办公室干什么 我 我告诉你 下面的来的警察都还没走 听到卢迪的话后 我退后一步 伸出脚 对着他的脸上 就狠狠地踹了一脚 你大爷的 敢威胁我 我再问你一次 你前后 一起害死了多少女学生 为什么这么做 卢迪此刻嘴角上面 被我踹出了血 看着我摇头说道 我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听不懂是吗 胖子把他给我拽过来 我说着 就朝着他的电脑桌走了过去 打开电脑 把之前胖子翻出来的那些照片 摆在了他的面前 现在 你还想说什么 我冷声看着卢迪问道 卢迪看到这些照片后 先是呆立在了原地 过来一会儿 却冷笑了起来 一脸看透我俩的样子 对我和胖子低声说道 行了 行了 我认栽 我认了 你们俩个要多少钱 开个价 只要别太过分 我开你大爷 我特么想要你的命 听到卢迪的话后 我一直压制在心头的怒火 自己猛地窜了上来 挥拳朝着他的脸上 就打了过去 卢迪惨叫一声 被我一拳打倒在地 我忙对胖子说道 胖子 先特么把他嘴巴给堵住 胖子答应了一声 直接从一旁的纸箱里面 拿出了两个草人揉在了一起 使劲塞进了卢迪的嘴巴里面 看到这里 我伸出手 直接把躺在地上 卢迪的一条腿 给拽了起来 我特么让你这个 没人性畜生 再对学生下手 还钱 钱能买来人命吗 我压低声音喊着 便朝着那卢迪的下体 就狠狠地踹了过去 一脚连着一脚 一脚比一脚用力 在我连着踹了五六脚之后 此刻的卢迪 脸色慢慢变得铁青 满头是汗 全身的青筋抱起 双眼一个劲地往上翻 身子一哆嗦 直接痛得晕厥了过去 师兄 你这 你这下手也太狠了吧 哪有这么打人的 这王八蛋没死吧 一旁的胖子看着躺在地上 昏死过去的卢迪 蹲下了身子 试了试他的鼻息 我则是打眼朝着卢迪的身上一瞧 发现他的全身上下 白色的阳气聚集 并没有要散去的意思 人没死 不过我却在这个时候 看到了卢迪他的胯下之处 竟然有一些十分粘稠的液体 流了出来 难道是 卧槽 他淡碎了 怪不得疼得昏死了过去 看到这里 我把卢迪的大腿放了下去 对胖子说道 他人没死 就是淡碎了 胖子听到我的话后 也朝着那个卢迪的下体之处 就看了过去 发现有液体流出 芒咒没说道 师兄 你 你这下手也太狠了吧 直接往死里整啊 万一真把他给弄死了 咱俩也就摊上事了 我没有说什么 而是走到昏迷过去的卢迪身旁 蹲了下去 先掐他的人中 连着掐了好几次 他依旧昏迷 一点都没有 要醒过来的意思 见此 我忙让胖子 从饮水机里面 接过来一杯凉水 然后接过来 一下子就泼到了卢迪的脸上 他打了个机灵 一下子就醒了过来 现在卢迪他的脸上 带着极为痛苦的深情 双腿一个劲地来回抖动 我看得出 他现在正承受着因为淡碎 而带来的极大痛苦 我看着淡疼不止的卢迪 对胖子说道 胖子 你现在能去帮我一个忙活 胖子听到我的话后 连忙点头 上刀山 下火海 在所不辞 你说就行 帮我去前面的学生宿舍楼 里面找两件这个学校学生 穿的校服来 一件大号 你自己能穿上的 快点去 我对胖子嘱咐道 胖子听到我的话后 不解地看着我问道 师兄 你要他们的校服干啥 别问那么多了 你赶紧去拿 我在这里等你 我对胖子说道 胖子听后也没多问 转身走出了校长办公室 找校服去了 见胖子走出去之后 我先是把手中的 竹笼九缝抵在 卢迪的脖子上面 然后伸出手慢慢地 把堵在他嘴巴里面的 那两个草人拽了出来 要是敢叫一声 我就捅了你 我看着他 语气冰冷地说道 此时的卢迪全身发抖 额头上面都是冷汗 但依旧死死地 闭着嘴巴 一声不吭 在死亡的巨大恐惧之下 多数人都会选择妥协 更何况 这种脑子之中 满是欲望的畜生 我看着卢迪 把之前我在纸箱里面 搜到了那个红色的 五星旗给拿了出来 放在他的面前 开口问道 你仔细看看 这面红色的旗子 是你的吗 卢迪看到我手中的 那面五星旗之后 连忙摇了摇头 不是我的 那他是谁的 你要是敢说谎 老子今天就用这把刀 火刮了你 我看着卢迪立声问道 卢迪听到我的话后 忍不住打了一个冷战 看着我哆哆嗦嗦地说道 你先听我说 这 这面旗子真不是我的 是张扬之前 在我办公室里落下的 我就把他给收了起来 听到卢迪的话后 我身子一颤 忙接着问道 张扬 他是什么人 卢迪摇头 我就知道他的名字 他的身份和来历 我都不清楚 这 这用草人和福祉控制人的邪术 就是他教诲我的 还有 还有我之前所做的那些事情 都是他引诱我这么干的 他们需要处女的破红鞋 所以我猜 我不想听这个卢迪 继续为他自己解释开脱 一个人若没有这种想法 别人再怎么引诱 也不会去做 所以我马上打断了他的话 接着问道 这个张扬 他是男侍女 长得什么样子 男的 短发 很高 长得五大三粗的 全身都是肌肉块 很壮实 对了 在他的左 左脸上面还有一颗黑质 卢迪看着我 全部都说了出来 但是当我听到卢迪的话之后 我当时脑子翁 得一声就炸开了 因为卢迪对我所说 那个叫张扬的人外貌描述 正是龙虎宗的贵点贵真人 看着躺在地上的卢迪 我有些不敢相信 我实在都不敢去想 贵真人 他竟然会勾结这个高中学校的校长卢迪 做出这么丧尽天良的事情 虽然事实摆在我的面前 但是我依旧无法相信 我把手中的竹龙九凤 用力抵在卢迪的脖子上面 看着他问道 你刚才说的都实话 都现在这个时候了 我还有必要骗你吗 卢迪看着我说道 我点了点头 先不去想贵真人的事情 从地上站了起来 朝着身旁的窗外看了下去 发现楼下的警察早已出校 已经空了出来 我接着又抬头 在这个办公室里面看了一圈 发现这里面并没有任何的监控设备 心里当下就做了决定 也就在这个时候 胖子带着两件校服 从外面走了进来 看到胖子把门关上后 我推开窗户 一把从地上拽起卢迪 双手同时用力 直接把他从打开的窗户上扔了出去 随着卢迪非人般的惨叫后 接着我便听到了一声沉闷的落地声 马上四周又响起了 女学生的各种尖叫和喊人的声音 师兄 你疯了 胖子这个时候 双眼瞪着我喊道 我没有理会他 直接从他手上 把一件校服拿了过来了 一边往我自己身上套 一边看着他说道 我没疯 杀了人就得偿命 赶紧把校服穿上 走人 胖子在这个时候也是没了办法 只得快速套上校服 在临走之前 我又拿出了手机 站在窗便把那个躺在楼下校长的尸体 拍了一张相片 保存在手机里面 因为我并不知道 那个叫云子的女鬼 在白天能不能看到玉佩之外的场景 拍这张照片 也为了让他彻底安心地走 收起手机 趁着警察还没来学校 我和胖子一起朝着校长办公室的外面 快步走了出去 把门关上 见楼道的走廊左右没人 我和胖子一路小跑 直接下楼 然后接着趁乱朝着学校前面的大路走去 一路上 我和胖子都尽量走监控设备的死角 走出校门之后 我俩直接上车 开车走人 在车子里 我把校服拖了下来 看着胖子问道 胖子 你有烟吗 赶紧给我一根压压镜 胖子听到我的话后 把车子里面的一盒烟递给了我 嘴上同时说道 我说师兄 你到底怎么回事 这一下咱俩可算是完大了 这故意杀人罪可判得不清啊 虽然那王八蛋有前科 但要是搞不好被逮到了 你最少也得判个无期 我听到胖子的话后 从烟盒里面掏出了打火机 点燃了一根烟 猛抽了一口 被呛得够呛 但是被烟这么一呛 我刚才因为杀人 而过度紧张的情绪 多多少少得到了一丝缓解 我现在什么都不担心 就担心 那个叫李金的校长 我看着手中的香烟 对胖子说道 胖子听到我的话后 也马上反应了过来 看着我说道 那个刘静知道我们 来找那个姓卢的 那王八蛋今天接着死了 他肯定会想到 我们俩头上 草 这一下真完了 听到胖子的话后 我苦笑着对他说道 胖子 不好意思啊 估计得连累到你了 不过你放心 人是我自己杀的 我要是进去 肯定全部都一个人扛下来 胖子听到我的话后 手一拍方向盘 有些不满地对我说道 师兄 你这话啥意思啊 什么连累不连累的 你要是真进去了 我胡胖子就算是倾家荡产 也得把你给弄出来 就你那点家底 我看还是算了吧 给你自己留着娶老婆吧 我看着胖子摇头说道 胖子开车转了个弯 故意走了一个 没有监控的小路 然后看着我接着问道 不过我说实话 师兄 我怎么感觉你 慢慢地有点变了 你以前没有这么杀法果断 你自己或许都不知道 在你动手 把那个王八蛋扔下楼的时候 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那眼神 就和一个专业的杀手 差不哪去 我一笑 你见过杀手 胖子摇头 没有 不过我看到一部叫 这个杀手有点冷的电影 你刚才杀人的眼神 就和那个电影里面的杀手 杀人的眼神一模一样 怪吓人 拜托 下次你看电影的时候 认真点行不行 是 这个杀手不太冷 不是 这个杀手有点冷 我看着胖子矫正道 反正都差不多 你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胖子看着我说道 我摇了摇头 没有说话 心里却在暗自思索 最近我 一直没有在用过那边 玄黄地精 但是我依旧 动不动就起杀意 就想杀人 而且做事十分冲动 甚至不计任何后果 难道说 我现在的心性 已经被他给吞噬了 若是这样的话 即便是我现在不再去用 玄黄地精 也没用了 他吸刮个兔子的 这下我算是栽了 不知道这么下去 我会变成什么样子 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 不能任由自己这么下去 对了师兄 说点实际的 人都已经杀了 你现在准备怎么办 胖子在这个时候 见我一直都没有回答他的话 接着对我问道 收起思绪 我看着胖子 把心中所想说了出来 我打算 先给灵异调查队的队长 刀疤脸打个电话 问问他在这件事情上 能不能帮忙 然后我还要查出 那贵真人的真实身份 他到底是不是 是我们龙虎宗的叛徒 这件事情很重要 行 就这么干 我先带你回 咱们东电市 胖子说着 发动车子油门 再次拐了个弯 朝着南面快速开去 一路颠簸 车子直接从小路 静止开出了南环市区 朝着东电市赶去 见出了南环市 我掏出了手机 找到刀疤脸的电话号码 给他打了过去 其实在打给刀疤脸 打电话的时候 我还觉得有些不太好意思 因为我和刀疤脸 最近一直没有怎么联系 这一给他打电话 就是要他帮忙 有些过意不去 但是这个电话 我还不打不不行 手机里面响了几声 马上就被接了起来 里面接着传出来 刀疤脸的声音 喂 十三老弟 怎么想起突然 给我打电话了 我咽了一口唾沫 开口开门见山地说道 那个乐队 我有件事得需要你帮忙 刀疤脸听到我的话后 马上问道 什么事 我杀人了 我对电话那头的刀疤脸说道 刀疤脸听到我的话之后 先是沉默了几秒 然后接着对我问道 什么 你杀人了 对 我回答道 杀的是什么人 为什么杀人 刀疤脸马上对我问道 听到刀疤脸的问话后 我叹了一口气 接着就把我自己之前在王家村 遇到那个叫云子的女鬼 然后再到南环高校 去杀了那个叫卢迪校长的事情 前前后后 仔仔细细地跟刀疤脸说了一遍 刀疤脸听到我的话后 沉默了好一会儿 才对我问道 十三 你确定那个校长 他已经摔死了 听到刀疤脸的话后 我说道 确定 那是五楼 地面是水泥地 而且我在临走之前 看了一眼那个校长身上的阳气 已经开始自行散去 绝对活不了 你现在在哪 刀疤脸接着对我问道 在东河路上 从南环往咱们东电赶 我说道 刀疤脸听到我的话后 盲对我说道 你们现在 就在这用手机把具体位置发给我 然后在东河路上等我 哪都别去 我马上就过去找你 刀疤脸说完后 没等我道谢 便急匆匆地挂断了电话 胖子停车 在原地等他来 我对胖子说了一句 然后就用手机 把我们当前的所在位置 发给了刀疤脸 过了能有半个多小时后 我远远地就看到了 有一辆越野车 和一辆黑色的轿车 一边响着喇叭 一边朝着 我们这开快速开来 见此 我忙下车看去 只见刀疤脸 从前面的那辆越野车的车窗里面 探出了脑袋 对我喊道 十三 我刚才已经跟南环派出所打过招呼了 你们在前面带路 咱们现在直接去南环高校 好 我答应了一声 再次上车 让胖子发动车子 掉过头 再次朝着南环高校开去 一路上很少有红绿灯 所以胖子把车子开得很快 没多久的功夫 车子便到了南环高校 胖子没停 直接带着刀疤脸等人一起 开了进去 朝着学校后面的 那栋出事的楼开去 到了附近 停车 下去一看 楼下出事地点 再次被警察给拉起了警戒线 周围围着的人也越来越多 甚至还有不少带着摄像机的记者 同一天 同一个地方 连着两次坠楼死人事件 这恐怕要引起整个南环市的关注了 一想到这里 我就忍不住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看来这件事情 即便有刀疤脸出面 也很难办 跟在我们身后的刀疤脸等人 同样也找了块空垫 把车子停了下来 我看到刀疤脸从车子里带着三四个人 一起走了过来 而另外一辆车里面下来的 正是许久不见的赵曼 刀疤脸赵曼等人 朝着我和胖子这边走了过来 走到近前 刀疤脸看着我说道 十三老爹 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会儿 剩下的交给我 一般没什么事 刀疤脸的话 让我多少放下了心 刀疤脸也没多说 拿出证件挂在脖子上 带着人朝着人群之中挤了进去 也就在这个时候 赵曼走到了我的身旁 看着我压低了声音问道 十三 这个校长真是你杀的 我有些不太相信 你这不会再替什么人顶罪吧 我转头看了赵曼一眼 摇头低声说道 赵曼姐 人真的是我杀的 你傻呀 为什么那么冲动 即便他再不是人 再混蛋你 也不能直接把他给杀了呀 赵曼说着 把我拉到了一旁说道 听到赵曼的话后 我摇了摇头 有些无奈地说道 其实说实话 当时我动手杀人的事实后 连我自己都弄不清楚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一瞬间就起了杀意 而且 这种杀意还特别大 杀人之后 没多久 等那股杀意退去的实话 我自己马上就后悔 自己的冲动了 赵曼听到我的话后 不解地看着我训斥道 十三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做事这么冲动 你现在是完全一点 耳朵不计后果 亏着你认识我们 你要是不认识我们怎么办 这牢底够你坐穿的 唉 反正现在事情 都已经发生了 人也杀了 后悔也晚了 我看着赵曼叹了口气 也是有些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看着我说道 行了 这次你就当是个教训 下次可记住了 做事千万不能这么冲动 的确 这个校长他该死 但是你为了这么一个畜生 却把自己的宝贵的性命 给搭进去 就太不值了 嗯 我记住了 对了赵曼姐 乐队他准备怎么帮我 我看四周都是记者 这是恐怕不好办吧 我看着赵曼问道 赵曼听到我的话后 却是微微一笑 好办 很好办 因为这里同一天 同一个地点 连着有两个人坠楼 如果你是一个不明真相的外人 会往哪方面想 而那些为了制造点击率的记者 又会把这两件 和哪方面联系在一起 才能吸引住观众的眼球 听到赵曼对我的提醒后 我想了一会儿 马上就反映了国开 你的意思是说 灵异事件 赵曼点头 对 而乐队正是国家 给予他管辖这些事件的权利 所以任何案件 无论死了多少人 只要我们灵异调查队来了 当地的派出所只能协助 不可插手 所以乐队就是借着这个灵异事件 从而插手 一边把责任从你的身上 推卸到鬼怪身上 一边摸去你的犯罪事实 听到赵曼的话后 我这才焕然大悟 全都明白了过来 谢谢你们啊 要不是你们的话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看着赵曼开口谢道 赵曼摇了摇头 笑着对我说道 不用谢 一来我们是朋友 朋友就是相互帮助的 二来 那个校长也的确该死 如果你竟杀死的是一个普通人 即便我和乐队都是你的朋友 也绝对不会来帮忙 就在这个时候 人群之中突然挤出来一个人 把赵曼叫走了 而这个时候 胖子走到我身旁 看着我问道 师兄 那个大长腿 他怎么也来了 我看了胖子一眼 对他说道 你别给人乱起外号 他来肯定有需要他的地方 胖子听到我的话后 嘴一撇 说道 你可算了吧 这外号多少女人想要 我都不叫 我没搭理胖子 而是一个人走到了一旁的角落里 坐了下去 然后再次把背包之中 跪点的那面红色的五行棋 拿了出来 握在手中看了起来 无论我怎么想 我都无法把贵真人和叛徒 这两个字给联系起来 他在我的印象之中 根本就没有一点叛徒的影子 如果他真的是龙虎宗的叛徒的话 那么他必然是和向田等人 暗地勾结在了一起 如此来说 龙虎宗现在的很危险 因为绝大多数人都蒙在了鼓里 想到这里 我开始从我第一次遇到贵真人的时候 一点点地回忆了起来 我第一次见到贵真人 是在茂兰卡斯特原始森林之中的 那个古墓里面 当时他和陆真人一同前来 我还没见到他怎么出手 他就昏迷了过去 在身为龙虎宗三真人之一的贵点 怎么说都有点说不过去 难道说 那个时候他在故意放水 以此逼着 让陆真人和向田英魂 动用禁术以命相搏 再继续往下想 我们众人在那个古墓之中出来前 贵真人先是一个人走了出去 在我们出墓后 在旅店之中找到了我 给陆真人续上了第一魂 当时我清楚地记得 他在给陆真人续魂的时候 轻轻地拍了一下的肩头 然后从旅店回去 我便受到了那个数千年 阴魂声音的蛊惑 误会我媳妇安如霜 难道那个时候 给我下阴魂咒的是他 想到这里 我顿时感觉 身上好似被人泼了一大盆凉水一般 从头冷到了脚底 我有些反应不过来 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话 那么贵点无疑是一个 城府极深的人 心机重 处事谨慎 而这种人 同样最难对付 不行 我一定得想个办法 查清楚贵真人 他到底是不是龙虎宗的叛徒 但是用什么办法 我却一筹莫展 就在我一个人 有些焦头烂额的时候 胖子和赵曼 朝着一起 朝着我这边走了过来 师兄 乐队说搞定的差不多了 让我们先开车回东店 还没走近 胖子的声音便传了过来 听到胖子的话后 我整齐好思绪 从地上站了起来 朝着他们走了过去 准备打道回府 车子发动 我和胖子 跟在赵曼的车子后面 朝着学校外面开去 出了学校 上了公路 前后两辆车 一起朝着东电市直辈去 一路无话 等我们到达东电市的时候 一直在前面 开车的赵曼 故意放慢了车速 绕到了我和胖子的车后面 一直跟着我们 看到这里 开车的胖子 看着后视镜对我问道 我说师兄 那个大长腿怎么回事 看他这节奏 是想跟着咱俩回家呀 我蹬了胖子一眼 胖子 不是我说你 一整天能不能有个正行 安心开你的车 车子朝着胖子小区 一路开去 而跟在我们身后的赵曼 依旧没有离去 一直跟着我们 进来了胖子的小区 在胖子的楼下停了下来 看到这里 我心里不禁有些疑惑 这赵曼跟着我俩 到胖子家里来干什么 下车之后 赵曼也同样 从车子里面走了出来 见此我便走了过去 看着他问道 赵曼姐 你跟着我们来这里是 赵曼看了我一眼说道 我今天没什么事 来看看 怎么 不欢迎我来 不是 欢迎 我带你上楼 我说着 就和胖子一起带着赵曼 朝着胖子家里走去 上楼进屋关门之后 赵曼自己在沙发上 找了一个位置坐了下去 然后看着我 一脸严肃地问道 十三 之前在外面人多 我也没问你 但是到了现在 你该把隐瞒我的事情 都告诉我了吧 我听到赵曼的话后 先是一棱 然后看着他问道 赵曼姐 我什么事情隐瞒你了 赵曼看着我认真地说道 你一直都没有告诉我 你身上为什么会突然有了 那么重的杀气 别想用冲动两个字敷衍我 听到赵曼的话后 我坐在了他的对面 没有接着回答他的话 而是先低头沉思了起来 我现在正决定 要不要跟他实话实说 因为之前贵真人的事情 让我觉得 这个世间上 能让我彻底信任的人 越来越少了 但赵曼姐她算不算是一个 回想我和她 一起去探险的那些日子 她多次救过我的命 我没一次出生入死 而且 今天也是他们帮我解的威 如果连这样的朋友 都不能相信的话 那么我还能去相信谁 心下有了决定 我便看着赵曼说道 其实我之前得到了一本古籍 叫玄黄地经 上面的字体 几乎没有人能认识 我得上面的第一个字 从而自那本玄黄地经 上面得到了一股未知的力量 那股力量虽然短暂 但却强大 而我也因此动用 这本古籍上面的力量 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和冲动 杀气也越来越多 只要一发火 就想杀人 自己都克制不住 赵曼听到我的话后 用一双漆黑的毛子 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后 才对我问道 十三 那本玄黄地经 你现在戴在身上吗 听到赵曼的话后 我答应了一声 便接着把随身背包之中的 玄黄地经拿了出来 递给了赵曼 赵曼从我手里接过去之后 马上打开来看 但是他看了一会儿 便再次把玄黄地经 和尚还给了我 不行 我这些奇怪的字我不能看 看一会儿就头晕得要命 听到赵曼这么说 我有些疑惑 因为我自己看这本书的时候 虽然看不懂 但是并没有出现头晕的症状 也就在这个时候 胖子从我的手中 把玄黄地经拿了过去 看了起来 不行 这大长腿他说的没错 师兄 你这本书上面的字 一看就头晕 胖子说着 把玄黄地经还给了我 大长腿 什么意思 赵曼听到胖子的话后 看着他不解地问道 啊 那啥 我去上厕所 胖子说着 转身跑了 赵曼也没跟他一般见识 继续看着我问道 十三 如果如你所说的话 都是真的 那么这本书 它不一定是一本好书 或者带着邪性 我说道 好书不好书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他多次救过我的命 要是没有他 我早就死了 我其实我对一样东西的认知 便是这样 不管这本 玄黄地经 它有没有生命 带不带邪性 它都有恩于我 没有玄黄地经 也就没有现在的我 这个是谁都无法改变 和否认的事实 赵曼听到我的话后 点了点头 这本书给你师父 清风道掌 他们看过了吗 看他们过了 我师父 让我以后不能再用 否则我的心性 会被他彻底吞没 从而迷失自己 我看着赵曼说道 说实话 即便你现在不再用它 我依旧不放心 因为我从你的 现在的眼神之中 看到了一样东西 赵曼看着我的双眼 认真地说道 什么东西 我不解 杀气 赵曼看着我 一字一顿地说道 杀气 我 我现在的双眼之中 现在还有杀气 我听到赵曼的话后 有些吃惊地看着他问道 有 虽然隐藏得很深 但是我看得到 赵曼语气 十分肯定地对我说道 听到赵曼的话后 我倒吸了一口气 顿时感觉有些不知所措 我实在没有想到 即便是在 我不发火的时候 身上依旧带着杀气 难道说 我现在的心性 已经被 玄黄地精给吞噬了 十三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赵曼看着我问道 先回青竹馆找我师父 然后准备再去一趟 贵州的茂兰喀斯特原始森林 我看着赵曼说道 你想再次去那个古墓 赵曼听到我的话后 马上就猜测出了我的意图 我点头承认 对 你也知道 我朋友白若彤 他跟木中那个木棺里面的女尸 长得一模一样 我现在经常做梦梦到那句女尸 在不停地虐打我朋友 做梦 赵曼疑惑地对我问道 对 梦很真实 直到现在 我都能把梦中的场景 记得清清楚楚 我说道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前去 赵曼看着我问道 我计划是越快越好 明后天就出发 我说道 因为还有不到一个月 就是中国的四大鬼节之一的韩一节 那个时候 正好阴间的鬼门开 这也是我就安如霜的唯一办法 明后天 这样吧 我最近也没什么事 陪你们一起去吧 赵曼看着我说道 你也去 我有些意外地 看着赵曼说道 对 你们虽然会倒数 但是野外的生存经验明显不足 而这方面 正是我的强项 赵曼看着我解释道 听到赵曼的话后 我马上摇头拒绝 赵曼姐 你的心以我领了 但是这次我决定 自己一个人去 我把心中早已做好的打算说出了口 这次在下那古墓 其中的凶险和危机 都是无可预料的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不想连累任何人 我再也接受不了 朋友倒在我的前面 你决定好了 赵曼看着我问道 决定好了 我说道 赵曼听到我的话后 没有再说话 而是看着我笑了笑道 十三 我发现你真的改变了 变得怎么了 我问道 你变得独立了 我虽然是一个女人 但是我同样懂得一个道理 在这个世间上 任何的强者 都需要独立的磨练 你若是真要想自己去 我不会阻拦你 但你这次能活着回来 我一定会请你喝酒 赵曼留下这句话 转身走人 看着赵曼关门走人 我坐在沙发上面 开始打算 明天 明天我就和胖子 回到青竹馆 把贵真人这件事情 告诉清风道长 然后我便做足准备 一人前往贵州 再次去那茂兰卡斯特 原始森林的古墓之中 找那女师 查清楚 她到底和白若童之间 有什么联系 想到这里 我慢慢地闭上了双眼 可是就在 我刚刚闭上双眼的时候 脑海之中 却浮现出了安如霜的影子 我知道 我又开始思念她了 只要我在想念安如霜的时候 不论在哪 无论心有多乱 但是在这一刻 都会心无旁骛 的确 思念有时候 也是一种纯净 我打开随身背包 看着里面 历经千辛寻找到的 七巧玲珑果和凤凰胆 心中惆怅万分 虽然复活安如霜 所需要的三种一宝 我也已经找齐了两种 但是她现在 已经不在我身旁 如果我这次 我真的能把 她从阴间就回来 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 我也一定要找到 最后一种一宝 落河神水 让她重生为人 风风光光 堂堂正正地 把她取回家 就在这个时候 胖子从洗手间里面 走了出来 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说师兄 我刚才 听到你和大长腿的谈话了 你打算自己去 那什么原始森林中的古墓里 对 你明天就准备准备 先送我回青竹馆 我说道 你自己去哪行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也没个照应 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吧 胖子看着我说道 我摇头 这次我已经决定了 自己去 行了 你别说了 我饿了 咱在楼去吃点东西 我说着 就从沙发上面站了起来 在吃饭的时候 我接到了刀疤脸的电话 他在电话里跟我说 男环校长的那件事 已经处理妥当 让我放心 我对他道谢之后 便挂断了电话 吃过晚饭 和胖子一起回到家中 胖子继续去玩他的游戏 而我现在连一分钟的时间 也舍不得浪费 先是锻炼身体 之后 盘腿在床上练习起了无极争气 只等夜幕降临 把藏在我玉佩之中的 那个女鬼云子的事情处理完 随着我不断地练习无极争气 渐渐地 我甚至都忘记了时间 直接进入了一种忘我的境界 全身上下每一根神经 每一处学到 都被淡紫色的争气 和白色的阳气所充溢 我所有的注意力 全部都集中在修炼之中 心中在此时 没有了一丝杂念 当下脑海之中 只有两个字 修炼 随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我渐渐地感觉 那些紫色的争气 和我体内自身的白色阳气 结合之后 慢慢地好像有了实体 渐渐形成了一个圆形 类似于珠子一样的东西 犹如一颗透明的玻璃珠 大小直径不超过一公分 它沉于丹田之中 缓慢旋转 而这一切 并不是我看到的 而是我感受到的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难道说 这颗珠子 还有什么来历不成 亦或者是修炼 无极争气 所必须凝结出来的东西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我也没什么好担心的 但是我怕就趴在这颗 沉在我丹田之中的怪异珠子 她的来历并不是修炼所得 那么我就需要谨慎了 心里想着 我慢慢地睁开双眼 轻声吐出一口气 猛地感觉到了 在我身旁 有一股阴气的存在 感受到这股阴气后 我忙转头看了过去 同时右手习惯性地 朝着随身背包里面的 铜钱剑掏去 目光所及 在我看清楚后 当下松了口气 因为这股阴气的来源 正是那个叫云子的女鬼 云子 你什么时候 从玉佩里面出来的 我把手中掏出一半的铜钱剑 收回了背包之中 看着云子问道 同时也在心里做了一个打算 以后修炼这无极真气的时候 绝对要找一个隐蔽的地方 因为修炼无极真气 不像修炼阳气一般 它必须要注意力高度集中 但是这样的话 我就没有多余的心神 去提防四周 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 也没多久 高人 我没有打扰到你修炼吧 云子看着我不安地问道 我摇了摇头 对他说道 没有 那个叫卢迪的 畜生校长我帮你 把他给扔下楼摔死了 我说着便把放在床头上的手机拿了出来 找到了我所拍的那张相片 递给了云子 云子没有接我的手机 而是看着我说道 高人 今天白天的时候 我在玉佩里面都已经看到了 听到云子的话后 我马上把手机收了回来 放到一旁看着他说道 既然白天的时候你都看到了 害死你们的 那个卢迪已经死了 现在你们安心地走了吧 云子听到我的话后 想开口对我说些什么 但又忍住了 一副欲言又止 迟疑不绝的样子 见此 我接着开口问道 云子 还有啥是你 直接说出来就行 高人 我知道我这个要求有些过分 但是 这也是我临走前最后的一个要求 我想在临走之前 最后看一眼我的爸妈和我的弟弟 我想他们 云子说到这里 眼角流下了泪水 气不成声 我盘坐在床上 静静地等着 等到他情绪平缓了一些 然后对他说道 你去看看他们可以 但是告别不行 行 能在临走的时候 最后看他们一眼 我也知足 高人 谢谢你 云子站在我身前 对我锯了一个躬 我从床上闪身穿鞋走了下去 然后穿上一件外套 转头看着云子问道 你家离着这里远不远 云子点头 挺远的 就在南环 听到云子的话后 我本来打算把胖子给叫起来 让他开车送云子去他家里看看 但是转念一想 明天胖子还得早起 送我回青竹冠 也就没忍心叫他 带上钱包和云子 直接走出了屋子 准备打个车过去 出了小区 我直接给出租车总台打了一个电话 过了没一会儿 便来了一辆出租车 我和云子一人一轨上车之后 开出租车的大叔回头看着我问道 小伙 去哪 云子 你家在哪 我看着一旁的云子问道 谁知我这句话 一下子就把那开出租车的司机大叔 给弄蒙圈了 他看着我不解地问道 小伙 你 你刚才在跟谁说话 听到前面的那个出租车司机的话后 我这才反应了过来 这出租车司机根本就看不到车子里的云子 哦 那啥 我刚才在发微信呢 去南环北路的风铃院 我看着出租车司机 把云子刚刚报给我的地址说了出来 开车的出租车司机答应了一声 车子朝着前面驶去 在车子 出租车司机 开刚开出东电视 便对我问道 小伙子 不对劲啊 你 你这身上带着空调来的 还是怎么回事 自从你一上车 怎么我老是感觉 脖子后面一直有凉风 听到前面那个出租大叔问我的话后 我笑着说道 师傅 是你车子透气吧 司机听到我的话后 又小声嘀咕了一句 我没听清 不过我却听到了 车子上面的收音机里面 正在播放着 张震讲鬼故事 听到这里 我当下就明白了过来 难怪这出租车司机 大半夜地看着我疑神疑鬼的 我转头 看了一眼坐在我身旁的云子 无奈地笑了笑 用手势示意他 先进入到我的玉佩之中 以免自身的阴气 下到那个开车的司机 车子一路朝着南环北路行驶 到达风铃院的时候 我付钱下车 又多给了司机一百块钱 让他在这里多等我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后 再次把我送回去 下车后 我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 现在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 和云子一起 慢慢地走进他家的小区风铃院 一路上 我都是跟在他的身后 我俩一句话都没有说 但我能感受得到 此时的云子的心情很低落 他带着我在一栋楼前面停了下来 转头看着我说道 高人 这里的七楼就是我家 我抬头看了一眼 点头说道 你自己进去看他们一眼吧 二十分钟后必须出来 我在楼下等你 云子点了点头 身子一飘 直接穿墙而入 朝着六楼飘了过去 我则是习惯性地 找了个地方坐了下去 静静地等着 大约过了能有十多分钟 我便看到 云子双眼通红地 从七楼之上飘了下来 走了过去 我看着他问道 看到你父母和弟弟了 云子哭着点头 嗯 看到了 我看着他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说道 现在我就在这里送你走吧 云子哭着抬起头 看着我说道 高人 我现在真的很后悔 我不想走 我害怕 我害怕这一走 什么都没有了 我害怕失去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不管怎么样 可你毕竟已经死了 现在的你 并不属于这里 我看着云子说道 云子听到我的话后 点了点头 看着我问道 高人 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吗 我一冷 告诉你也没用 来世你的记忆不会再有 云子却笑了 有些倔强地说道 不一定 左十三 想了想 我还把名字告诉了他 云子听到我的名字后 在嘴里轻声念了一遍后 便再没有言语 站在原地闭上了双眼 好似做好了走的准备 看到这里 我单手放于前胸 开始念起了超度阴魂的 杜仁经 十遍经文念完 我看着云子在我面前 渐渐地化为了一道黑色的阴气 从近至远 直到彻底消失 见云子已经去了轮回投胎 我抬起头看了一眼 夜空心中忍不住暗想 我们生命的源头在哪 生命的尽头又在哪 我猜不出也想不透 我们生命的源头和尽头 到底是什么 但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会认同一个人轻声 无论遇到多大的挫折 轻声那是懦夫做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生命 并不只属于我们自己 生命与我们是美好的 至少我们可以感受到 一个自我的存在 这个存在 是自然赋予我们的最大的奇迹 无论我们在生命之中 遇到任何猥琐 哀伤 痛哭 绝望 都要去相信 那只是一段路程的驿站 咬牙坚持过去 在更远的地方 还有更长的路 在等待着我们 因为伴随着风雨过后 会有更为绚丽的彩虹 但 如果倒在了风雨之下 剩下的 只会腐朽发臭 人 生命的重量 真的太重了 从云子家里的小区走了出来 我看到了出租车 依旧在大门前面等着我 上车之后 车子转头朝着东电市开去 我则是坐在车子后座上面 思绪久久都难以平静下来 之前云子临走的时候 说的话 一直在我脑海之中回响 我真的不想走 我害怕死亡 我害怕失去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当我面对它的时候 突然有了一种绝望的感受 那股绝望 都是从我的心里面 一点一点渗透出来的 那力量之坚定 决然 几乎让我完全说不出话来 我站在那儿 手心冰凉 觉得绝望 孤独 甚至想让它继续留在阳间 即便我当时心乱如麻 我依旧还是念出了 杜仁经 因为这样做 便是它最好的归宿 只不过 为何我现在如此抗拒面对死亡 昨天却狠下心来 动手杀人 难道说 我现在 因为借用了那本 玄黄地经 上面的力量 从而变得连我自己都不了解 我自己了吗 我靠在后座上面 看着车窗外的夜色 心中无比惆怅 人生最可怕的事情 并不是看不到自己的未来 而是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却是无能为力改变 五臂三缺 玄黄地经 难道我的未来 都是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不 我不甘心 我一定要找到 这修炼倒数之人 命犯五臂三缺 和玄黄地经 吞噬我心性的原因 和补救之法 小伙子 还是回东殿吧 前面的出租车司机 转头看着我问了一句 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点头 对 你再把我送回我之前上车的地方就行 到达小区门口 我从出租车里面走了下来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我突然看到了一对情侣 也从我身后的一辆出租车里面走了下来 而那个男人好似喝多了 一边晃晃悠悠地走着 一边在嘴里不停地念叨着 李星 你可知道 现在这个社会 有多么的残酷啊吗 竞争压力有多大吗 我死命地工作 拼命地奋斗 早出晚归都算正常 一年没有几天假期 月薪才只有三千多 想想最后 哪个女孩特么地愿意 我嫁 扶着那个喝醉酒男人的她 就回答了那个男人 而我站在一旁 清楚地看到 那个醉酒的男人 同样一秒都没有停留 就哭了 接着 他们谁都没有说话 一起走进小区 我看着他们俩人渐渐地远去 一种为从有过的强烈孤独感 猛然地充斥到了的全身 我承认 我有些嫉妒和羡慕他们了 我承认我 又在想念安如霜了 她不在 我的生活虽然依旧在继续 可是这并不代表 她在我生命之中不重要 我想念她 相思之病 已入膏肓 叹了口气 我忍不住开口 自言自语道 我请四云负秦澜 心忧坤宠然其汉 心如此矣 我负悠然 说必 抬腿朝着小区里面走了进去 回到胖子的家里后 我匆匆地洗漱过后 便用手机订好闹钟 直接躺在床上 昏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 我被手机闹钟给吵醒 洗漱过后 我又去胖子的房间里面 把他给叫了起来 我俩一起吃过早饭 接着一起下楼 直奔北酒水的青竹罐 一路上 胖子把车开得很快 不到中午 我们便到达了青竹罐 等我回去的时候 却意外地发现 青竹罐的罐门依旧紧锁着 这就表明 在我们离去的这两天里 我师父清风道长和陆真人 他们都没有回来过 打开锁 推门走了进去 回到屋子里后 我马上就拿出手机 给清风道长打了一个电话过去 我想在电话里 把贵真人 有可能是叛徒的这件事情告诉他 可是手机里面 却提示不在服务区 这清风道长 现在到底去哪了 我心里想着 同时又编辑了一条短信 给他发了过去 若是他的手机有信号的时候 一定就会看到 发过短信后 我叫着胖子 直接去附近的镇子上 采购些东西 我不准备再耽误了 马上动身前往贵州的 茂兰喀斯特原始森林 去找那古墓之中的女师 查清楚真相 准备妥当之后 中午 胖子便送我到了机场 师兄 你真打算一个人去 那个原始森林古墓 真要是出点啥事 你连个照应都没有 到时候 你自己怎么办 胖子看着我 依旧有些不放心 吉人自有天相 我看着胖子 开了一句玩笑 你可赶紧拉倒吧 胖子回了我一句 我笑了笑 对他说道 行了啊 胖子 我不跟你多说了 你先回去吧 我准备 给我爸妈打个电话 你千万记住了 咱师父要是回来的话 你一定得把贵真人 那件事告诉他 临走之前 我又对胖子嘱咐了一句 胖子听到我的话后 对了做了一个OK的手势 示意我放心 和胖子分别之后 我在登机之前 拿出手机 给我妈打了一个电话 和她聊了一会儿后 挂断手机 关机登机 准备前往贵州利波县 南郊的茂兰喀斯特原始森林 闲话少讲 一路无事 等到我下飞机的时候 已是凌晨三点多 我先是在机场附近 找了一个酒店 洗漱过后 便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醒过来 我立即去了附近的一家 户外用品店里面 买齐了这次 去原始森林 所需要的各种装备 背包 睡袋 防潮垫 手套 帽子 换洗衣物 墨镜 头灯 强光手电 水壶 个人卫生用品 个人药箱 打火机 压缩饼干 固体燃料 攀岩绳索 行军产 植北针 温度计 地图 等等等等 因为这茂兰喀斯特原始森林之中 不光地势险恶 而且不乏有 猴子 香章 华南虎 野牛 熊 豹 白猴等许多古老的野生动物 我不得不做好万全的准备 东西准备妥当之后 我一一回归 然后全部放进了背包之中 带了回去 准备今天就找一个当地的向导 让他领路 前面茂兰喀斯特原始森林 在车站附近 我找了半天 也没找到一个向导 因为干向导这一行的 多半都是兼职 而且现在 又是旅游的淡季 所以向导病得不多 一个多小时候后 我终于经过打听 联系到了一个当地的向导 是一个叫黄晓明的 二十多岁的小伙 见面之后 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不错 很健谈 嘴也能说会道 而且 要价也不高 敲定之后 我们当下一起就坐车 朝着利波县南郊的 茂兰喀斯特原始森林的赶路 中午十点多 车子到达利波县的南郊 下车之后 我和黄晓明 一起雇了一个三轮车 直接让他把我俩 送到了茂兰喀斯特 原始森林的边缘处 我俩从三轮车上面下来 我抬头看了一眼眼前的密林 心中泛起了一种很奇怪的心情 有种物是人非的感觉 掺杂在其中 我说老板 咱现在先是去吃饭 还是马上就进林子 站在我身旁的黄晓明 看着我问道 在这附近有吃饭的地方 我回头看着黄晓明问道 黄晓明对我点头 往南走不到半里地 就有一个饭店 不过价格就是有点贵 那行 咱俩出发之前 先去吃顿好的 然后进了林子 也有力气赶路 我说着 便让黄晓明在前面带路 朝着他所说的 那个饭店赶去 吃过中饭后 我黄子明没有犹豫 一起动身 朝着原始森林里面赶去 其实我顾黄晓明这个向导 是让他帮助我在 寻找到那个古墓地脉之前引路 找到地脉之后 他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 剩下的我自己来 自从我下定决心 要来这原始林森中的古墓 寻找那个女士的时候 我抽空在 茅山道书大全之中 学会了看地脉 寻古墓的风水之术 只要这个叫黄晓明的当地向导 能带着我 找到地图上面那个地脉的位置 我便能顺着地脉 找到那个古墓 这一路上 黄晓明就随身带了一套帐篷和小背包 而我背上的行囊塞得鼓鼓的 走起来多少有些吃力 但是我却没有想要减负 因为进这种地方 还是多背一点比较靠谱 更何况是我一个人 这原始森林之中的多遍之大海 有过之而无不及 进入原始森林后 我渐渐地感觉 四周的树开始粗大和密集起来 脚下的茅草也越来越少了 反倒落叶越来越多 越来越厚 甚至挖很深 也看不见土 全是枯烂的树叶 走在上面 像走在海绵上 空气同时也变得很潮湿 天空蒙蒙一片 不知是雨还是雾 继续往前走了 能有两三里地地下 到处覆盖着青苔 腐烂的枯枝和树叶 完全看不到泥土 眼前有很多的参天大树 还有横七树八 倒在地上的枯树 不管活树 枯树 还是朽木上面 都长满了绿绿的青苔 长长的藤蔓 在它们中间缠来绕去 我和黄子明俩人现在 完全是在古墓碧天的密林之中穿行 四周各种不知名的草 野葡萄 软枣 托盘 五味子 各种山野果子挂在树上 藤子上 接在草上 我随手取来 放在随身背包之中 以做不实之虚 走到我前面的黄子明 一边用手中的柴刀开路 一边回头对我问嘱咐道 老板 你小心脚下别滑到了 别踩到毒蛇 还有脚要尽量踩在一窝窝树叶的间隙中 要不很容易崴脚 在这林片子里面有一种树蛇 它身上的颜色长得和树干差不多 所以一般不容易被发现 这种蛇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 可一旦被惊吓到 也会伤人 而且这种蛇毒性特大 你千万要小心 在赶路的时候 我和黄子明还发现了许多新鲜的熊 野羊 野狼 和不知名的动物的脚印 还有四周树干被熊抓伤了的新鲜痕迹 看到这里 有着丰富丛林经验的黄子明 马上带着我绕路而行 而这一绕路 我们就进入了一片低矮男行的灌木林 走在前面的黄子明 一边用手里的柴刀挑开灌木 一边回头对我问道 对了老板 你今年多大了 我看你应该是个大学生吧 二十 我在自己的年龄上面 多加了一岁多 然后看着黄子明接着说道 对了 黄大哥 你不用叫我老板 我听着别扭 你直接叫我名字就行 我叫左十三 黄子明听到我的话后 一笑 既然你都叫我大哥了 那我就叫你老弟吧 我今年二十七 黄子明看着我说道 行 我答应了一声 继续跟在他身后赶路 黄子明却接着对我问道 我说老弟 那张地图我看了 离着这里挺远的 在林子深处 你一个刚刚二十岁的大小伙子 没事往那跑干什么 我笑了笑 为了心中的探险梦 这个解释 我自己都觉得合理 黄子明听到我的话后 看着我说道 老弟 你探险归探险 不过我得嘱咐你两句 这片林子越是往里面走越是怪 而是野兽毒蛇也多 你别看现在是秋天 还多着呢 我劝你进来走上一圈 我接着带着你出去 我一笑 我这次探险的决心 已定 不到目的地 事不罢休 黄子明听到我的话后 摇了摇头 没再说什么 继续在前面带头赶路 就这样 我俩一前一后这一走 就是四五个钟头 到了天色渐暗 才停了下来 而这个时候 天上也稀稀素素地下起了小雨 我俩马上找了一个相对宽敞的地方 开始搭建帐篷 在搭帐篷的时候 黄子明看着我问道 我说老弟 你以前是不是当过兵 没有 怎么了 我回答道 黄子明听到我的话后 脸上明显有种吃惊的神色 看着我说道 你没当过兵 体力一点都不比我这么经常上下山的人差 你这经常锻炼身体 我点头 算是回答了黄子明的话 帐篷搭建完毕后 我想点燃一堆篝火 但是现在下着雨 四周一切都是湿的 黄晓明倒也有办法 他先是拿着柴刀 砍了一捆竹子 因为竹子里有油 容易点燃 他接着又砍了一些手腕粗的树枝 然后拿出一些没有浇在竹子上 点燃竹子 大火接着引燃了粗大的树枝 俗话说 尸柴怕猛火就是这个道理 虽然有雨 但是这种小雨对篝火没有太大的影响 点燃篝火 我们两个便开始烧水 烤衣物 吃东西 吃饱喝足之后 我又拿着地图 和黄子明商量了一下明天的计划 以他的话来说 如果我们明天不出什么意外的话 天黑之前 绝对就能到达我地图上面所标记的那个地方 也就是寻找那个古墓的唯一线索 古墓风水地脉 商定完之后 我俩决定 今天晚上轮流在帐篷里面首页 黄子明前半夜 我后半夜 我俩前后钻进帐篷 我躺下就打算睡觉 树林之中 细小的雨水吹打帐篷上 劈啪作响 外面的篝火也闪闪烁烁 把树枝的影子印在帐篷上 忽影忽现 我的手不由自主地摸了摸 放在枕头边的竹笼酒缝 太累了 困意终于席卷而来 我闭上眼 睡了过去 迷迷糊糊之中 我再次梦到了白若彤 梦境依旧和上次一模一样 白若彤被捆绑在那幅木棺的棺盖之上 饱受折磨 等我被梦中的场景吓醒之后 我坐在帐篷里 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努力让自己先平静下来 看了这件事情 不像是我想象之中的那么简单 拿出了白若彤留给我的 那个白色的珠子放在手心 看着打量了一会儿 心里却泛起了一种 惆怅的失落和自责感 若不是因为我 白若彤也不会死 叹了口气 我再次把他给放回了背包之中 我看了一眼 直北针上面的时间 现在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 应该轮到我首夜了 想到这里 我便穿上衣服 走出了帐篷 此刻外面的小雨已经停了下来 篝火依旧很旺盛 我朝着黄泽民的帐篷那边看了一眼 发现他正好 也从里面走了出来 黄大哥 你去睡觉吧 后半夜我来看着 我看着黄子明说道 黄子明点了点头 把他手里的柴刀递给了我 然后自己窜进帐篷里面睡觉去了 一夜相安无事 第二天天一亮 我们两个就收拾起了帐篷 用土盖灭了篝火 再次顺着地图上面 风水地脉所在的方向赶去 因为我实在无法相信 他们俩人只是外貌一模一样 因为之前白若彤和我一起 去那个古墓的时候 那古墓里面的虫子 宁愿自己被活活压死 也得救他的命 以此来判断 这白若彤定然和古墓之中的女尸 肯定有着说不清楚的关系 但具体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我就不得而知了 这也是 我必须要去那古墓之中 查清楚的事情 一路上向导黄晓明话 显得特别多 一直在跟我说 他们在这山里面遇到的事情 虽然就我们两个人 但是我这一路也没觉得闷 因为昨天晚上下了大半宿的小雨 所以今天的路并不好走 湿滑得要命 速度自然快不了 行至中午 我俩继续沿着茂兰卡斯特 是些干粮冲击 今天的这一段行程 相对来说比较轻松 因为吸取了昨天的教训 黄子明尽量带着我选 靠近山脉的坡地行走 山脉和森林相接的部分 植物比丛林深处稀疏不少 由于密度适中 简直像是一个天然的空气过滤进化器 既没有丛林中的潮湿闷热 也没有山上海拔太高 产生的憋满寒冷 一阵阵花束的清香浸入心皮 令人顿觉神清气爽 头脑为之清醒 之前一天一夜中的困乏 似乎也不怎么明显了 就此 我俩一起朝着东南方向 走了四五个小时的路程后 眼前的景色全然一变 两旁原本杂乱品种的树木花草 全部都变成了红白黄三色的花朵 数不胜数 这一片树林 林相整齐 环山茂密生长 形成狭长纯林带 树干苔藓第一密布 丝罗悬挂四美飘逸 前面的这一切都充满原始林的神秘 再往前面走 便是一条自然形成的溪水 溪水流过树林 一直往森林的深处延伸 流入远处幽深的山谷 由于植物密集 地形起伏 用望远镜 也看不到前面山谷里的具体情况 见此我再次从随身背包之中 拿出了地图 和黄子明一起研究了起来 从黄子明的口中得出 如果我要是想去地图上面 所标记的那个地方 最近的一条路 就是穿过前面的那个山谷 然后再往前行走大约几里地 也就到了 听到黄子明的话后 得知我所需找的那个地脉快到了 当时就不由得精神未知一震 镜头也就上来了 便一起加快脚步 朝着前面的那个山谷继续前进 快步走了 大约能有二三十分钟 我和黄子明 穿过了一片半人高的米蒿丛 赶到了前面的谷口 我站在这个谷口前面 打量了起来 谷口显得 与周围环境很不协调 显得有些阴暗 四周的草木也稀疏得很 而且这个谷口并不是开放式的 而是像一个天然的山洞的入口 老爹 你看这是什么 突然在不远处的黄子明 好像是发现了什么 回头开口看着我问道 听到黄子明的话后 我忙朝着他那边走了过去 站在他的身旁 我打眼一瞧 在地上有一块 类似于墓碑一样的长方形石头 上面早已布满了深绿色的苔藓 但即使是这样 我也能清楚地在石头上面 看到雕刻着一条很奇怪的图案 像是一个图腾的图案 看到这里 我便上前把那石碑上面的苔藓弄掉 只见那石碑上雕刻着的 并不是一个图腾 而是一只长得好几条尾巴的狐狸 当我看到石碑上面的那个狐狸后 我心里马上就联想到了白若童 果然这白若童和这个古墓里面的女尸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只不过 为何这个雕刻着狐狸的石碑 却在这山谷的入口之间 难道说 这个山谷和之前的那古墓 还有什么联系不成 心念至此 我当下就不再犹豫 想进入这山谷之中一探究竟 从背包之中翻出强光手电 我便和黄子明一起朝着这个山谷之中 走了进去 虽然这是一个山谷 其实看结构 倒是和一个较大号的山洞 差不了哪去 在幽深暗黑的山谷里 不时地传出水滴落下来 打在石头上的叮咚声 滴答 滴答 原本清脆的水滴声 此刻 在这个山谷之中 听在我的耳朵里 是那么的沉闷 竟然让我从心底多出了一种很抗拒 进入这个不透明的山谷之中 好似在这个山谷的深处 有什么危险在等待着我和黄子明一般 在往里走 在这个山谷的顶上 密密麻麻地栖息着一堆堆黑色的蝙蝠 水滴落下的叮咚声 和这蝙蝠的叫声掺杂在一起 给这个幽黑的山谷之中 那更增添了一分诡异 随着我们进入这个山谷 一点点地往深处推移 突然在前面多出了树块石头 它们上面都刻着古怪符文 而在这些刻着符文的石头附近 有着束缚破烂不堪的木棺 木棺之中空空如也 别说尸骨 除了灰尘泥土之外 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看到那些破烂的空棺材之后 心里却生出了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一直跟在我身后的黄子明 看到了那些破烂木棺后 估计是心里有些发出 对我问道 我说老爹 咱 咱这来的什么地方 怎么会有这么多棺材在这里面 听到黄子明的话后 我故作不知地说道 我说黄大哥 你问我 我还想问你呢 你这本地人都不知道 我一个外地人 怎么会知道 难道你们这里 没有什么把死人葬在山谷中的习俗 黄子明听到我的话后 马上摇头 没有 没有 我在这活了快三十年了 就没听说过 哪里有这个习俗 话说老爹 你就一点都不害怕 听到黄子明的话后 我笑着回头对他说道 我说黄大哥 他们拼在一起是棺材 其实说白了 就是一块块的木头 这有什么好怕的 黄子明听到我的话后 点头对我挑起了一个大拇指 行 老爹你这心理素质可真行 哥哥我扶你 我俩说着话 继续往前走 走了没几步之后 我猛地听见 一旁有什么响动 盲转头用手点头照过去 朝着那边看去 随着强光手电的光照 我猛地看到了一个黑色的影子 嗖的一声 朝着我们身后窜了出去 是野猫 在我身旁的黄子明看到后 惊呼出声 看到黄子明这副样子 我有些不解 只不过是一只野猫而已 怎么把他给吓成了这个样子 便开口问道 黄大哥 一只猫怎么还把你给吓着了 黄子听到我的话后 脸色苍白地说道 我说 我说老爹 在外面看到野猫可不是什么好事 很不吉利 要不行 咱先回去吧 看到野猫不吉利 我看着黄子明不解地问道 黄子明说道 我们这个地方有个说法 那就是 猪来穷 狗来富 猫来扯笑步 这意思就是 要是在野外遇到野猫 很可能会带来不祥之事 甚至会死人 听到黄子明的话后 我倒是有些理解了 其实不光是他们这个地方有说法 就连在《茅山道书大权》中 我也曾经看到过 猫通灵 狗通人这句话 而且 在中国的古代传说中 猫是代表不幸 厄运 死亡 神秘 亡灵 死神 早期的西方国家 也同样认为 猫是夜间出来游荡的巫婆的化身 想到这里 我便对黄子明说道 黄大哥 要不你自己先回去 反正穿过了这个山谷 再继续往前走几里地 就是地图上面的位置 也不远 我自己能找得到 黄子明听到我的话后 先是犹豫了一会儿 然后接着开口对我说道 老弟 其实跟你讲实话 我自从一进到这个山谷里面 右眼皮就开始一直跳 心里也压得慌 要不 要不老弟你 跟我一起回去吧 这个地方 我估计真的不是什么好地方 万一 听到黄子明的话后 我一笑 对他说道 黄大哥 我没事 你自己回去的时候 小心点啊 我说着 不给黄子明再次说话的机会 带着强光手电 转身继续朝着这个山谷的深处走去 就在此时 我听到了身后 传来了黄子明 一声长长的叹息声 接着他对我喊道 老弟 你实在不行就赶紧回来 我在谷口外面扎个帐篷 等你一晚上 黄子明说着 就朝着山谷外面走了出去 黄大哥 不用 你自己回去就成 我回头对黄子明喊了一声 不见他回应 也不知道 他到底有没有听到我说的话 我只得摇了摇头 只身一人 继续朝着这个阴暗潮湿的山谷深处走去 自从我踏入这个道家大门后 这还是我第一次 只身一人前往古墓去探险 去对付那个死后不断气 存在着世间 不知道多少年的女士 身旁不再有我的师父清风道长 不再有灵异调查队的赵曼 刀疤脸等人 不再有龙虎宗的高手们 也同样不再有我那个 一直伴在我身旁的鬼媳妇安如霜 因此 我必须要学会独立 无论面临什么 都要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 我一边在心里计划着 一边朝着这个山谷的深处走去 在这个山谷里面不光黑暗 而且空气的流动性很差 到处都充满了一种很奇怪的意味 我在这里面走了这么久 渐渐地觉得有些缺氧胸闷 不行 我得加快脚步 赶紧从这个山谷里面走出去 想到这里 我便把手中强光手电的亮度 给调到了最大 然后加快脚步 朝着里面继续行去 往里走了 大约能有五六分钟 在我前面 猛然多出了一个黑漆漆的深坑 我一个不下心 差点没给摔下去 看到脚下这个深坑后 我盲用手中的强光手电照了下去 这一看 顿时就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因为在这个深坑的下面 有着一团团扭曲蠕动的 青灰色的大头蛇 蛇的种类我不清楚 但是无一例外 每条蛇的脑袋都特别大 成一个三角形的样子 全部都聚集在这个深坑的下面 数量少说 也得有数百条之多 在其中 大的最起码的有成人手臂粗细 小的也有半米多长 个个顶着一个超大号的脑袋 游走在蛇群之中 蛇群之中 有的大头蛇懒懒洋洋地盘着 有的则互相争斗撕咬 张开大嘴 露出了尖弯曲的黑牙 看到我全身起了一层的鸡皮疙瘩 恶心地要命 同时一股寒意 也从心底窜了上来 他吸刮个兔子的 亏着我刚才没掉下去 这要是摔下去了 我还能有的活 也不知道这个山谷 到底是什么地方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 大头蛇聚集在此 我心里想着 慢慢地站了起来 从这个黑漆漆 满是大头蛇的深坑之中 绕行了过去 再次往这个山谷的深处走去 我渐渐地觉得 这个山谷开始狭窄了起来 越往里走 越是像一个 密不透气的封闭山洞 渐渐地我开始有了一种 很压抑的感觉 心头上面 好似有什么东西堵着一板 在之前几次出来的时候 我从来都没有这种感警 因为我们一来人多 可以说说话 缓解一下气氛 二来人多了胆气也足 此刻就我孤身一人 我慢慢地开始感觉 这一个人探险 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但我同样明白 这样才能很快地 磨练我自己的心性 只有通过这样的磨练 我一个月之后 去阴间救安如霜的时候 或许又多出了一分可能 只要一想到安如霜 我身体之后 就有了一股力量 咬了咬牙 继续朝着深处走去 一直到前面看到亮光 我才发现自己 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 即将穿过这个 阴暗潮湿的山谷 在这山谷里面的一路上 我看到了很多很多 之前我都没有见到过的生物 三条腿的大蛤蟆 长得全身是包的怪虫子 长得一圈尖牙的黄蠕虫 甚至还有足足有 半米长的巨型大蚯蚓 不过好在这一路上 有惊无险 虽然遇到了很多 看似不人的生物 但是它们都跟我保持了一个 自然之中 除去捕食之外的规矩 你不犯我 我不犯你 当我全身冷汗地 从这个满是毒虫怪物的 山谷之中走出来后 抬头看了一眼 有些刺眼的阳光 擦了擦额头上面的汗水 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总算是从那里面 给走出来了 我先是站在山谷的出口旁 慢慢地适应了一会儿 外面的亮度 然后从背包里面拿出地图 用纸北针寻找好了方向 朝着南面走去 如果我没有判断错误的话 在这个方向的几里地之后 便是那个神秘古墓的地脉之处 从山谷走出来之后 这里的山路明显不好走 四周满是各种藤蔓缠绕其中 每次我走个几十米 便得绕道行 而且这么走 必须得一直看着手中的直北针 以随时确保方向的正确 所以我这一路走得极为缓慢 抬头看了看天空 眼看这天就要黑了下来 我心中不免有些着急了 因为在这种满是藤蔓的密林之中 根本就无法搭建帐篷 所以我必须赶在天黑之前 找到一个较为空旷的地面 搭建起帐篷 要不今天晚上 在这个满是毒蛇虫椅的原始森林之中 我想休息都是奢望 虽然我心里想着加快脚步 但是客观的条件一点都不允许 四周的藤蔓越来越多 我越想快走 就越快不起来 弄得我心烦一早 不过虽然山路难行 不过好在我的运气还算不错 走过一片藤蔓区后 迎面来的则是一个较为空旷的落叶区域 虽然地方不大 但是足以让我搭建起随身帐篷 看到这里 我心中当下就是一喜 忙朝着前面的那个落叶区域走了过去 眼看天就黑了下来 我一点时间都不敢耽误 先是清理地面上的落叶 然后开始搭建帐篷 帐篷撑起来后 我把随身背包放进了帐篷里面 然后在帐篷的外围 撒下了一圈防虫粉 做好这一切后 我接着开始收集点篝火的木柴 不到半个小时 我便点燃篝火 开始一边吃着压缩饼干 一边烘烤办事的衣裤 吃饱肚子 我开始设置一个防野兽的机关 用一条绳子 把我之前在商店里面的买的铃铛穿在了一起 然后围着帐篷圈了一圈 我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 让这些铃铛给我起一个守夜的作用 只要有什么野兽想接近我的帐篷 便一定会先碰到穿在绳子上面的铃铛 只要铃铛一响 我便能醒过来 不知好这一些后 我蹲在篝火旁 看着篝火上的火苗 心中不免惆怅了起来 其实在动身来这帽兰卡斯特原始森林的时候 我心里一直有个隐患 不知道我这一次来 到底是对还是错 还有在我梦中梦见我那些场景 它到底是真还是假 如果白若同他早已投胎转世 制造出来的假象 那么我这次来 无疑是中了那个女士的圈套 虽然我心里猜测后者的可能性很大 但还是来了 又我不想让那个为了救我而亡的白若同 死后再受到一点折磨 同时 我的思绪又回到了龙虎宗的上面 到底贵真人 他是不是龙虎宗真正的叛徒 胖子现在有没有把那个消息告诉我 师父清风道长和陆真人他们 唉 看着勾点燃的火堆 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这个处处都在草人的阴阳两见 等我再次往篝火堆里面填上木柴之后 当下就回到了帐篷里面 先是把随身背包放在手旁 然后把竹笼酒缝从背包之中拿了出来 放在睡袋之下 钻进睡袋里面就准备休息 这两天连续地赶路 身困心法 所以我刚刚闭眼躺下 没一会儿就昏睡了过去 不知道睡过去多久 我猛地感觉到了 在我右手的手臂上面 隐隐地传来了一阵疼痛感 我心中一惊 猛地就从睡袋之中坐了起来 也就在这个时候 我突然看到 的人头在上面 正长大着一张大嘴 朝着我这边盯着 看到这里之后 我当时就给吓了一跳 喊出了声 身子同时猛地往后一退 右手下意识地 把之前塞在睡袋之下的竹笼酒缝给拿了出来 紧紧地握在手中 朝着那个人头就刺了过去 我之所以直接下死手 是因为我在那个人头附近 看到了黑色的阴气 有阴气 非是即鬼 碰 一声脆响 随着我手中的竹笼酒缝刺中了那个人脸 却好似刺在了一块铁板之上 竟然擦出了火星 见此 我当下就明白了过来 这是遇到僵尸了 哦 此刻在我帐篷上面的那张死人脸 发出一声怪叫 张开大嘴 用嘴里面的长牙 朝着就撕咬了过来 我没有丝毫的犹豫 双脚在地上用力一蹬 身子后一躲闪的同时 我把随身背包也拿在了手中 随着我躲避开那个僵尸的攻击 我快速地从随身背包之中 掏出了一张六丁六甲驱邪符 朝着那个僵尸的前额命关 就贴了过去 符纸贴在那个僵尸的前额之上 砰 的一声 爆发出一道火光 整个把那具僵尸 从我的帐篷里面给弹飞了出去 就在我刚刚想从帐篷底下爬起来的时候 猛地感觉在我后背 有一阵进风袭来 当下一惊 顾不得起身 直接一个打滚 滚到了帐篷边上 刺了 一声 我回头一看 正看到一把明晃晃的长剑刺了进来 看到这把剑 我心里就是一阵后怕 若不是刚才躲闪及时 就这一剑 便能要了我的命 操 他大爷的 我大骂了一声 从地面之上 猛地一用力 整个人就窜出了帐篷外面 外面一片漆黑 还没等我看清楚外面的状况 我就感觉眼前一黑 接着就有一个如影快速地朝着 我就扑了上来 此时我根本就来不及躲闪 只得一咬牙 聚集自身的阳气于右腿 朝着那个黑影 就狠狠地踹出了一脚 砰 一声闷响传来 那个黑影被我踹了出去 但同时我感觉自己的右腿上面一阵发麻 就好似一下子踹在了石块上面差不多 震得盛腾 四周不断有刚才那句僵尸的喊叫声 此时我已经适应了帐篷外面的环境 顺着那些怪叫声 依次看了过去 当下就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心道一声 他大爷的 这一下可算是真麻烦了 因为在我的前前后后 最少能有四具黑色的人影 每个人影的身上都带有黑色的阴气 也就是说 现在围住我的 至少有四具死而不服的僵尸 他吸刮个兔子的 到底这是从哪儿冒出来这么多僵尸 不对 这些僵尸多半不是自己来的 而且有人驱赶控制而来 因为在此之前 有人用利剑偷袭过我 虽然我没有看到偷袭我的是谁 但是绝对不会是僵尸 来的究竟是什么人 他为什么要置我于死地 我看着四周的那几具僵尸 提高了警惕 同时慢慢地把随身背包之中的铜钱剑 给抽了出来 随着一声如同哨子的声音 在四周响起 那四具僵尸 就好像得到了什么命令一般 一起张开大嘴发出怪叫 然后朝着我就扑了上来 见此 我忙咬破自己的手指 把羊血抹在了铜钱剑的上面 只见剑身黄光一闪 羊血起了作用 我当即就挥动手里的铜钱剑 朝着离我最近的那一具僵尸的身上 就狠狠地砍了过去 铜钱剑砍在那具僵尸的身上 马上蹦出一道火花 那具僵尸 一下子就给打退了好几步 我见着铜钱剑有用 忙跨不上前 想趁着这个机会 一下子先把这具僵尸给解决了 可也在这个时候 在我身侧又扑上来一句 我直接对着他一脚踹出 把那具僵尸给踹退之后 接着在我身后又扑上来一句 他们根本就不给我任何再次出手的机会 我虽然心里着急 但是也不得不放弃继续攻击 一举废掉刚才那具僵尸的这个打算 只得收招躲闪 聚集杨气于双脚 我猛地借力一跳 纵身跃了出去 然后快速地把右手上的铜钱剑交于左手 同拿出一张杨符贴在了自己前胸 当我做完这些后 那几具僵尸 顿时就朝着我这边一起扑了过来 看到这里 我大喝一声 就冲了上去 先是用力一脚踹倒一个 然后挥动左手上的铜钱剑 朝着另外一具僵尸的前额命格 就刺了过去 铜钱剑刺 在那具僵尸的前额上面的时候 那具僵尸猛地一颤 立在原地一动不动 我见正式机会 再次用力 铜钱剑猛地 就刺进了那具僵尸的脑袋里面 一股黑水 马上就顺着剑身流了出来 还没等我把铜钱剑给拔出来 另外两具僵尸 已经接踵而至 我来不及把铜钱剑 从那具僵尸的前额之中抽出了 只得快速退后 而那两具僵尸 则是紧追不舍 看到这里 我心中当下就做出了决定 正好拿这几具僵尸 是是我刚刚领悟的 无极真气这道家功法的强弱 心念至此 我忙把丹田之中自身的阳气 和紫色的真气 结合在了一起 快速聚集在右手之上 然后猛地就朝着 其中一具僵尸就冲了过去 挥拳对准了他的脑袋 就狠狠地打了下去 碰 我一拳打在了 那具僵尸的脑袋上面 紫色的真气透出体外 直接穿透了 那具僵尸的脑袋 他身上的阴气 顿时四下而散 这无极真气果然强大 看到这里 我心中不经意洗 目前看来 这无极真气强悍能力 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之外 只一下并能将 其中一具僵尸给秒杀 只不过 随着我这次攻击之后 我突然感觉到了 在我丹田之中 刚刚形成不久的 那个玻璃球大小的透明圆球 马上变小了一半 哦 也就在这个时候 剩下的那两具僵尸 同时张牙舞爪地 朝着我就蹦了过来 我想都没想 挥拳再次打了过去 紫色的真气 从我手中透出 同样把其中一具僵尸 也给打穿前胸 灭倒在地 扑一声轻响 从我身体之中发出 我明显地 就感觉到了 在我丹田之中的 那个透明的珠子 彻底消失 而紫色的真气 同时从我的右手上面 消散而去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我便感觉身后 传来了一股恶风 我一个前扑趴在地上 快速回头一看 身后正是一个 戴着面具的人 挥剑偷袭于我 而那人见一击没有得手 手腕灵活地一转 剑剑朝下 速度极快地 朝着我的后背之上 就刺了下来 当我趴在地上 看清楚 那把朝着我后背之上 狠狠刺下来长剑后 根本来不及多想 身形就地一滚 快速地朝着一旁 躲了过去 刚闪避过去 身后偷袭我之人 手中的那把剑 便直接刺入地面之中 发出了一声 极为清脆的金属碰击声 还没等我从地上爬起来 便再次感觉 头顶上面一黑 接着一股 极为难闻的尸臭之气 就迎着我扑面而来 不用想 是之前的僵尸 心念至此 我躺在地上 再次一扭身子 就地上打了一个滚 闪开的同时 马上从地上弹跳了起来 身子快速往后掠去 当我退出十多米远之外 借着照下来的月光 仔细一打亮 便看到在我对面 站着两个 戴着黑白色相间怪异面具的人 同时在他们两人的身旁 各自站着一个 全身都被青色布条包裹住的僵尸 一直到现在 我才真正看清楚了 来偷袭我的这个两个 从他们的穿着和打扮上 我根本就分辨不出他们的身份 但他们身后 各自背着的那个人形的蛇皮带 我看着却有些眼熟 我想起来了 他们这两人正是敢失派的人 因为在此之前 丘莎莎曾带我去龙虎宗鬼市的时候 我们就是被和他们一起 背着这样蛇皮带子的一群 敢失人给包围住了 只不过据我所知 我们龙虎宗向来和敢失派 没有丝毫的恩怨 他们为什么会突然 对我下次毒手 一上来 就直接想要我的命 打眼朝着四周看去 帐篷前面的铃铛线一段 篝火堆也不知在什么熄灭 这一切 他们都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像是早有预谋 如果不是我之前手臂上面 突然传出来的那股滚烫的触痛感 只不过在那个危机时刻 到底是什么提醒了我 从而救了我的这条命 就在我思索的时候 站起的对面的那两个 戴着面具的人突然开口对我说道 左十三 我没料到你还真有些本事 既然让你命大躲过去了 那么我就给你一次活命的机会 把你身上带着的那本 玄黄地精和无极争气的修炼法门给交出来 我们便留你个活口 当我听到那个敢失人说出的话后 当下心里就是一惊 他们怎么会知道 我身上带着玄黄地精 还有那无极争气的修炼法门 这些事情 我除了跟自己身旁最信任的人讲过之外 没有跟任何外人说过 他们敢失派的人又是从哪里得知的 难道说 是谁把我身上的这些秘密 给泄露了出去 想到这里 我心中不免就多出了一丝疑惑 到底是谁把我身上的这些 不能告知外人的秘密 给泄露了出去 这些秘密 若是让外人知道 就和把我推入万丈深渊 有何区别 喂 小子 本大爷在跟你讲话呢 听到了没有 此刻那两个敢失人 见我一直都没有给他们答复 其中一个开始朝着我骂骂咧咧的 听到那个敢失人的话后 我先生慢慢地从随身背包之中 把那张戒雷符拿了出来 握在了手中 然后我便看着 那个敢失人故作不知地问道 你说什么 什么 玄黄地精 什么无极真气 我自己怎么不知道 其中一个敢失人 听到我的话后 双眼之中明显冒出了一道 红色的绿色的光芒 冷冷地看着我说道 别特么的 给老子装糊头 你要是不想死的话 就识相点 把玄黄地精 和无极真人给我们交出来 否则的话 否则怎么样 我看着那个敢失人问道 我们会对你全家 赶尽杀绝 那个敢失人看着我 语气冰冷地说道 当我听到他这句话之后 一股怒火 猛地就从我的心底给窜了上来 因为眼前的这个敢失人 他触碰到了我的逆灵 我心中马上就气了沙野 任何威胁到我身边在乎的人 我都得让他们死 何况他们来此地 处处都对我下死守 目前的情况对我来说 只有这一条路 不是我死 就是他们亡 不再有有第二条路 心念至此 我试着慢慢地想 聚集起紫色的真气 用来御敌 却发现此时的我 竟然无法感受到真气的存在了 只能感受到白色的阳气 这是怎么一回事 难道 难道是因为 刚才在我丹田之中 消失的那个透明的珠子 他大也大 先不管了 等解决了那两个敢失人再说 想到这里 我忙脚下一动 朝着其中一个敢失人 就快速跑了过去 哼 找死 不识台卷 其中一个戴着面具的敢失人见此 左手一挥 一直站立在一片 一动不动的僵尸怪叫一声 便朝着 我就扑了过来 看到那僵尸 朝着我扑过来的时候 我身子一侧 先是躲避开那僵尸的一双钢肘 然后用手中的铜钳剑 朝着他前胸的命关之上 狠狠地刺了下去 一声轻响传来 铜钳剑直接被刺入了 那具僵尸的前胸 随着一股黑色的液体流出 僵尸全身颤抖倒地 我刚刚把手中的铜钳剑 从那具阴气散去的僵尸胸口拽了出来 另外一具僵尸便接着扑了过来 不给我任何喘息的机会 见此 我一边向后躲闪 一边留意 那两个戴面具的敢失人 以防他们趁乱偷袭 星辰气脸 找准一个时机 闪身之后 我再次快速出手 朝着那个僵尸的背后 就刺出一剑 铜钳剑刺入那个僵尸的后背之后 我双手同时用力 剑身猛地刺穿了那个僵尸的尸身 它发出一声惨嚎 整具僵硬的尸身 一下子摔倒在了地上 也就在我刚刚解决掉 这两具僵尸的时候 突然感觉四周 涌现出了一大股黑色的阴气 紧接着 我便感觉四周一黑 一股股的阴气 从四面八方涌现了过来 朝着我一点点地靠近 看着这里 我心里当下就是一乱 它吸刮个兔子腿的 到底中了他们的计了 随着那一股股阴气 朝着我一点点地涌了过来 慢慢地从那股阴气之中 再次浮现出了 那两个戴着面具的感诗人 小子 这是我们感诗派的 阴海轮回阵 自从我们感诗派立派这么多年 从来就没有人或者鬼怪 从这种折法之中全身脱 莫说是你 就算你们龙虎宗的三真人 被困在其中 也是插翅难飞 其中一个感诗人 看着我 语气冷冰冰地说道 阴海轮回阵 听那感诗人的这句话后 我心机的同时也猛了一下 这阵法的名字 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 对了 之前我在 《茅山道书大全》 之中 看到过我这个阵法 书中所续 这感诗派的 阴海轮回阵 就和我们龙虎宗的 阵法九阳困阴阵差不多 只不过 我们龙虎宗的 九阳困阴阵 用的是天地之前 和道士自身的阳气 而这阴海轮回阵 则是用极为强烈的 湿气和阴气相互结合 然后将敌人困在阵法之中 被尸气和鬼气所侵蚀 很快就能让其化作一滩血水 想起 《茅山道书大全》 上面对这阴海轮回阵描续 我忍不住到吸了一口气 这两个戴着面具的感诗人 到底是感诗派的什么人 竟然为了对付我 动用了阴海轮回阵 这如此大的阵势 不过 虽然这个阴海 轮回阵强大 但是并不是没有破解之法 就是在阴海轮回阵 彻底凝固之前 先杀了布阵之人 心念至此 我不再犹豫 单手掐绝 口中同时大声念叨 魂不破惊气俱宁 瓶中 污名二扬命 龙虎七射印 射 随着龙虎七射印的 第二式的口诀念出 在我右手之上 猛地发出一道黄色的暗光 接着脚下一动 就朝着藏在阴气之中的 那个两个戴着面具的 感诗人冲了上去 其中一个感诗人 看到我朝着他冲过去后 开口说道 这还真的是可惜了 刚才见你逃脱 也算是一个人才 我们本来计划是留你一条命在 但是既然你自己想死 那就别怪我们了 这个阴海轮回阵 无论如何 你都逃不出去 他冷笑着看着我 但绿色的眼眸之中 满是杀意 哼 我看着王夺 冷声开口说道 有些事情你不试试 怎么会知道 我话说完的同时 已经冲到那两个人 感诗人的身前 同时大喝一声 急急如律令 挥起右手 朝着其中的一个 感诗人的前胸命官之上 就用力打了过去 成爷 小心 那小子 用是龙虎七射印 在我近身之后 其中的一个感诗人 盲开口 对另外一个提醒道 另外那个感诗人 听到后 脸色大变的同时 快速挥拳 带着一大股黑色的阴气 迎着我的右手上面 就打了过来 碰 一声响动传来 我右手上面 传来一阵剧痛 接着一股剧力 就把我给打退了回去 连着退后的四五步 我才砍砍停住 同时感觉 全身一阵血脉翻涌 而和我接手的那个感诗人 同样身形褪去 他则是捂着胸口 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脸色铁青地 看着我问道 龙虎宗唐燕兰 所创的龙虎七射印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没有回答 那个感诗人的话 而是一咬牙 再次脚下一动 朝着他们继续冲了过去 因为现在给我 所剩的时间并不多了 我必须在短时间内 杀掉他们俩人中间的一人 以此破解了 这阴海轮回阵 要么等这个阴海轮回阵 他彻底城镇凝固之后 我便真的插翅难逃了 再次冲上去之后 那两个感诗人 明显都对我多出了一丝忌惮 不再跟我硬碰硬 而是一个人双手一挥 结出手印 另外一个人 则是从身上掏出一把黑色的旗子 用力插在了地上 其中一人口中大喝 南武训度门对陈寺 东北七根生门对银丑 西南八昆死门对银煞 西北一前开门换白鬼 银气开 随着他口中的口诀落下 在我身前猛地快速飞来 竖到如剑一般的黑色阴气 看到那一股股阴气之后 我心中马上就有一种 极为大胆的想法 以命搏命 心中定下 我忙一咬牙 身子不躲不避 加快脚步 朝着那些由浓厚阴气所化的黑剑 就跑了过去 眼见那些黑剑就要刺中我 忙快速地往地上一挨身子 整个人朝着前面扑了过去 躲避开头顶之上那些黑剑的同时 再次靠近了那两个改诗人 但是冒险终归是冒险 虽然我躲避过了大部分的黑剑 依旧有两根刺入了我的左肩和右腿上面 一股冰凉刺骨的剧痛传来 让我全身打了一个冷战 我忍住疼痛 豁出去了 大喊一声 朝着其中一个改诗人就扑了上去 很显然 那两个改诗人完全都没有料到 我会这么完命地冲过来 当下有些愣神 我则是利用这宝贵的数秒时间 用龙虎七射印 打在了其中一个改诗人的前胸 同时把一直拿在左手中的戒雷符用了出来 贴在另外一个改诗人的身上 急急如律令 戒雷符 开 我用自身扬气打开戒雷符 接着就感觉前胸之上传来了一股距离 一下子就把我给打飞了出去 摔落在地 我是着想从地上爬起来 但是身子刚刚一动 全身上下就传来了一股剧烈且刺骨的疼痛感 让我站立不止 虽然我这一次受伤不轻 但是拼命却有了成效 在我头顶 天空之上阴云顿起 带着轰隆隆的雷符 遮挡住了附近这一片区域 其中那个被我贴在身上戒雷符的赶尸人 似乎预料到了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忙把自己身上的那张黄色的戒雷符 给撕了下来 丢到地上 看到这里 我躺在地上轻声冷笑 这戒雷符一旦启用 符指贴不贴在目标的身上 都已经晚了 轰隆 随着一声巨大的雷声响起 在我面前白色的雷光一闪 等我再次睁开眼的时候 黑色的阴气之下 多出了一具被雷电给劈的 全身焦黑的尸体 操 左十三 我告诉你 我定要把你给碎尸万段 剩下的那个赶尸人 看到地上焦黑的尸体后 双眼怒灯 朝着我大声吼道 我听到剩下那个赶尸人的话后 先是捂着肩膀 慢慢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抬起头与他对视 看着他认真地说道 我也同样告诉你 你想对我怎么样 我必定数倍奉还 找死 此刻那赶尸人看向的双眼之中 猛地寒光一闪 伸出手一擦嘴角流出的鲜血 朝着我就冲了过来 来得好 见此 我从背包之中 快速拿出了一张洋服 贴在自己的右手手臂之上 同时大喝一声 迎着那个赶尸人就冲过去 龙虎七射印 音煞玄命 碰 我和那个赶尸人 双手打在了一起 他的身子退后两步 站稳身形 我则是连着退后了三四步 才站稳身形 接着我便感觉嗓子一甜 有鲜血从身体之中翻涌了上来 我紧闭着嘴 硬生生地把这一口 窜到嗓子眼的鲜血 给再次咽回了肚子里 抬头看着那个 戴着面具一身黑衣的人 我心中一下子没底了 这两个戴着面具的人 绝对不是赶尸派的小角色 他不同于另外那个赶尸人 即便我现在用出了 龙虎七射印的第二式 也奈何不了他 虽然我杀了他们其中一人 破了部下的阴海轮回阵 但是以现在的这种情况来看 即便是我破了那阴海轮回阵 也难以从这个赶尸人的手中逃脱 而且因为动用了戒雷符 我自身的阳气所剩不多了 除非 除非我现在 动用那本一直在吞噬我心性的 玄黄地精 小子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把玄黄地精给交出来 同时再把无极真气的修炼法门写出来 我便给你个痛快 那个赶尸人说着 一步步地朝着我走了过来 身上所散发出了阴气 也越来越强烈 他竟然给我一种莫名我压迫感 这种感觉 随着他的一步步靠近 越来越强烈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我心中想着 右手慢慢地朝着随身背包之中伸了过去 可就在这个时候 自我脑海之中 突然涌现出了 龙虎七射印第三世的首诀 这龙虎七射印的第三世 之前我只记得口诀 却不记得首诀 这下有了首诀之法后 我心中一喜 忙用右手掐出龙虎七射印第三世的首诀 再次大喝一声 宫中四绝神元兆 念以无存三明开 龙虎七射印第三世 射 随着我这句话喊出之后 我同时感觉 全身的阳气 都朝着自己右手上面涌了过去 这次 在我右手之上 发出的却是暗红色的光芒 站在我前面的那个杆尸人 同样发现了我右手之上的变化 我停下脚步 双眼之中满是谨慎地看着我 不再向前踏出一步 我看到他的反应之后 冷哼一声 身形一动 挥起右手 便朝着那个杆尸人 就狠狠地打了过去 那杆尸人见此 盲从口中喊出一句怪异的口诀 接着他身上黑色的阴气便大层 用双手聚集阴气 与我的右手单手相接 心中的血气 也变得暴虐到了起来 杀一慢慢地延伸了出来 现在在我的心中 就一个一个念头 那就是 杀 用尽全力 我直接挥手 朝着那个杆尸人 就打了过去 我右手与他那杆尸人的双手相接 一股强烈的阳气 从我的右手之上传出 打在了那个杆尸人的双手之上 他的身子 猛地 就朝着后面倒退了出去 那杆尸人往后退去的同时 我马上快步追了上去 再次挥起右手龙虎七射鹰的手印 朝着他的前胸打了过去 他身形快速一闪 躲避了过去 同时从身上抓出了一把血红色的粉末 朝着我就洒了过来 看到此处 我忙闪身躲避 快速朝着后面退去 等那股红色的粉末 慢慢消散在空气之中的时候 我再四下一看 那个杆尸人 早已闪身逃走 见此 我用力朝着空中一挥拳 以此来发现 我心中的怒火和不干 到底是让那孙子给逃走了 叹了口气 刚想走回到身后的帐篷里面 我的右腿和左肩之上 同时传来了一股阴冷刺骨的剧痛 让我全身一阵静攒 顿时就蹲在了地上 我蹲在地上 连着喘了好几口气 才慢慢地缓过进来 拔开衣服 朝着我的左肩上面一看 顿时就觉得头皮一阵发麻 因为在的左肩之上 多出了一块乒乓球大小的黑色斑点 用手轻轻一触 疼痛难忍 而且这个黑色的斑点 竟然在自己慢慢一点点地扩散 心中吃惊的同时 我也明白 这个黑色的斑点 就是在我身体之中的阴气 如果继续让它在我的身体之中 扩散而开的话 只有死路一条 他大爷的 我心中暗骂了一声 盲从身上拿出了一张羊服 贴在我左肩之上的 那个黑色斑点之上 碰 一声很小的爆裂声响起 羊服贴上之后 马上爆碎而开 见此 我心中大害 这他娘的 到底是什么阴气 怎么如此厉害 我接着从随身口袋之中 拿出了朱砂盒 打开后 从里面抓出了一把红色的朱砂 按在了左肩上面的黑色斑点之上 接下来 让我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那些红色的朱砂粉末 竟然以肉眼能看清楚的速度 一点点人变成黑色 只有短短不过数秒的时间而已 在我左肩之上的那些红色的朱砂粉末 已经全部都变成了漆黑的墨色 甚至还冒着丝丝的黑烟 快速地把那些朱砂 从我的肩头之上扫掉 那个黑色的斑点 依旧没有丝毫地变淡或者减小 看到这里 我再次抓了一大把朱砂 按在了尖头之上 结果依旧和上次一样 那些红色的朱砂粉末 慢慢地全都被阴气所侵蚀 变成了漆黑的墨色 顿时 一种不好的预感 涌上了我的心头 看来之前我是低估这些阴气了 要是用朱砂和洋服 无法把这些阴气 从我的身体之内 全部给引出来 那么我现在在这种荒芜人烟的 原始森林之中 无疑是一个绝路 把那些已经变黑的朱砂粉末 从我的左肩之上扫了下去 看着扩散越来越大的黑色斑点 我竟然有些绝望了 不行 我不能绝望 我的父母师父 还等着我养老送终 我的媳妇安如霜还等着 去把她从阴间救回来 重生为人 娶回家门 当然 我还有仇没有报 所以我现在绝对不能死 我得想办法 任何事情 总有有解决的办法 只有肯去想 话虽是这么说 但是任凭我想破脑袋 也只想到了一个最差劲的办法 那就是用匕首 把左肩和右腿上面的 那些黑色阴气 连同血肉 从我身上给挖出来 只有这样 才能阻止那些黑色的阴气 继续在我的体内扩散 目前来说 想活命 别无他法 脊两肉和自己的生命 熟重熟轻 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有了决定 我便不敢再多耽误 开始朝着那堆 已经熄灭掉的篝火旁 走了过去 点燃篝火 我接着把竹笼酒缝拿了出来 握在手中 用篝火上面的火苗烤了起来 以此用高温 来杀掉匕首上面的细菌 十多分钟之后 我把竹笼酒缝 从篝火堆上面拿了过来 同时打开了随身的救济箱 等了一会儿 我深吸了一口气 心一横 牙一咬 便准备用匕首 朝着我的左肩膀上面刺下去 可也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叫住了我 左十三 你住手 在这种地方 我听到那个女人的声音后 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顺着那个声音的源头抬头一看 丘莎莎正朝着我这边快步跑了过来 看到是丘莎莎之后 我当时坐在地上就有些蒙圈了 她怎么来到这里了 又是怎么找到我的 丘莎莎 你 你怎么来了 我看着丘莎莎有些吃惊地问道 这个女孩总是神出鬼没 就好像她在我的身上 安装了一个跟踪器一般 我走到哪都会遇到她 丘莎莎走近之后 看着我问道 怎么 左十三 我看你的样子 好像不喜欢见到我 我摇头 没有 我只是吃惊 你为什么会突然 在这个原始森林之中 又是怎么找到我的 丘莎莎并没有回答我的话 而是靠着我蹲下了身子 先是检查了一下我的左肩 然后从身上拿出了一个白色的小瓶子 从里面倒出了一些白色的粉末 与我左肩之上的那阴气所扩散之处 随之我便感觉肩头之上 好似有一股暖流传来 之前那种阴冷疼痛刺骨的感觉 渐渐地变轻了 丘莎莎 这个是什么东西 我看着肩头之上 那一点点变小的黑色斑点 好奇地问道 丘莎莎看了我一眼问道 你想知道 我点头 我偏不告诉你 丘莎莎说着 就要把手中的那个瓶子给收了起来 唉 丘莎莎 你先等一下 见此 我忙拦住了她 丘莎莎有些不解地看着我问道 怎么了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用手指了指我的右腿 对她说道 再 在这里还有一处 丘莎莎看到我右腿上面的黑色斑点后 没有一丝犹豫 再次从瓶子之中倒出了一些白色的粉末上去 看着自己身上这两处黑色的斑点正在慢慢缩小 我当下也松了一口气 对丘莎莎谢道 丘莎莎 多谢你了 你这药粉之前不 丘莎莎却笑着摇了摇头 把那个小瓶子放回了随身口袋里 然后看着我说道 十三 其实我跟你说实话 关于你的行踪 我是从胖子口中问出来的 至于怎么寻找到你 原因很简单 那是因为你一路上并不怎么懂得隐蔽自己的行踪 所以留下来的痕迹很多 我顺着他们便很轻松地找到了你 听到丘莎莎的解释之后 我点了点头 心中暗想 估计那两个敢逝派的人 也是和丘莎莎一样这么追寻到我的 心里想着 我刚准备从地上站起来 突然想到了贵真人的事情 忙对丘莎莎问道 丘莎莎 咱们龙虎宗的贵点 贵真人 他有可能是叛徒 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丘莎莎听到我的话后 点头说道 我都听胖子讲过了 但是在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之前 我们没法相信 贵真人就是叛徒 不过你放心 我们龙虎宗已经派人暗中监视他了 用不了多久 肯定会查一个水落石出 听到丘莎莎的话后 我点了点头 总算是了结了一桩心事 贵真人的事情 交给龙虎宗去查 肯定能查出事情 对了十三 你怎么在这里 和敢逝派的人动起手来了 在我身旁的丘莎莎 看着不远处地上躺着的 那几具阴气散去的僵尸 对我问道 听到丘莎莎的话后 我先是叹了一口气 然后看着他解释道 他们敢逝派的那两个人 是为了我身上的玄黄地精 和无极真气的修炼法门 丘莎莎听到我的话后 脸上明显也是一愣 他 他们敢逝派的人 又怎么会知道 你身上有玄黄地精 和无极真气的修炼法门 我摇头 就是这一点 我到现在依旧想不明白 到底是谁把我身上的秘密 给泄露出去的 丘莎莎低头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抬头看着问道 说我心直口快 我猜不会是胖子吧 听到丘莎莎的猜测后 我连忙摇头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是他 丘莎莎一撇嘴 十三 这可不一定 虽然那个胖子 他心里是没有什么邪念 但是他的那张嘴 就太不靠谱了 指不定在哪 就给你吹出去了 隔墙有耳 听丘莎莎这么一说 我心里细细一想 以胖子那到哪 都不忘记 先开口吹两句牛的性格 这还真有可能 只不过 这玄黄地精 和无极真气的关系重大 甚至说 这个秘密要是透露了出去 很可能让我就此万劫不复 胖子他 即使再没脑子 轻重也能判断得出来 他虽然好吹牛 但是并不傻 若说是不能胖子 透露出去的 还能有谁 知道我身上这些秘密的 也就只有我师父清风道长 胖子 陆真人 丘莎莎 胖子 萧然 还有赵曼 我思来想去 根本就想不出来 到底是谁把这个秘密 泄露给了感示派 十三 我刚才也只是随便说说 那只是我个人的猜测 你也别太当真 丘莎莎看着我说道 我点头 嗯 我知道 对了 你身上的伤感觉怎么样了 丘莎莎看着我担心地问道 低头看了一眼左肩膀 只见那些白色的粉末 已经把我肩头上面的黑色斑点 吸掉了多半 而且之前那种刺骨的疼痛感 已经减轻很多了 我便对丘莎莎说道 看这样子 已经没什么大事了 对了丘莎莎 咱们龙虎宗 找出向田他们下一步的计划了吗 找到了 但他们行动的时间并不是近期 所以对我们龙虎宗来说 只能按兵不动 后发制人 以免打草惊蛇 等寻找到合适的机会 再动手 十三 我一直都没有问你 你自己只身一人来这里 是不是为了那个叫白若彤的小狐狸 丘莎莎先回答了我的问题后 然后再对我问道 我承认道 对 我想查清楚 之前我们在古墓之中遇到的那个 和白若彤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士 他俩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而且 我最近一直在做一个梦 什么梦 丘莎莎不解地问道 我老是梦到 我自己遇到白若彤 她在一个白茫茫的地方 一直被那目观之中的女士折磨 我看着丘莎莎说道 丘莎莎看着我 红色嘴唇 轻起 所以 你就想再去一次那个古墓之中 寻找到那个女士 查清楚真相 我尝出了一口气 点头说道 没错 我不这样认为 我想这一切 多半是那个古墓之中的女士设下的圈套 她在那古墓里面 肯定是被什么东西给禁锢住 她想引你去那古墓 从来利用 你从里面逃脱出来 丘莎莎对我说出了 她自己心里面的想法 其实这一点 我自己也想到了 即便在那古墓之中 等待着我的90%的是陷阱和阴谋 我也必须得去 因为还有10%的几率 白若彤在受苦 我看着丘莎莎坚定地说道 嗯 既然你下定决心 要去那个古墓 十三 我陪你一起去吧 丘莎莎对我问道 不用了 这次我一个人出来 便打算一个人去那古墓里面 你一个大小贱 何必跟着我一起 去那又脏又臭有 阴暗潮湿的古墓下面冒险 我想都没想 果断拒绝了丘莎莎的这个要求 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人 在为了我自己的事情 身处险境 左十三 我发现你变了 丘莎莎看着我说道 我愕然 我变了 这是我第二次听到身旁的人 说我变了 第一次是赵曼 对 变得越来越独立了 变得杀法果断 变得我越来越喜欢了 丘莎莎用一双漆黑发亮的眼眸 看着我认真地说道 杀法果断 可我并不喜欢杀人 丘莎莎的双眼对视 我马上把自己的视线 转移到了一旁 还有 丘莎莎我并不知道 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喜欢上我 但是有些话 我们还是讲清楚的好 虽然现在安如霜并不在我身旁 但是我依旧不喜欢这种感觉 即便我和丘莎莎之间没有什么 也会让我心中生出一种愧疚感 我懂 你喜欢你那个鬼媳妇 根本就不会喜欢我 让我死心对吗 十三 你别多想 我只是喜欢你 不是爱你 丘莎莎看着我说道 听到丘莎莎的话后 我点了点头 便没再说什么 坐在地上 看着眼前的篝火 静静等待身上的那些黑色的阴气除去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丘莎莎凑了过来 接着对我问道 佐十三 你现在在想什么 我笑了笑 没什么 让我猜一猜 你在想安如霜 我 行了 不逗你了 但这一次 不管你怎么说 我这次都一定要陪着你 去下那个古墓 丘莎莎突然语气一变 从我身旁站了起来 表情严肃地看着我说道 你为什么一定要去 我有些疑惑地问道 因为龙虎宗这一次让我前来 就是要把这些东西 插在那个巨大的青铜光果附近 摆下九阳困阴阵 封印住那青铜光果之中的阴魂 丘莎莎说着 从随身口袋里面 掏出了一根根红色的长钉 之前那个超大号的青铜光果里面 不是象田吗 难道说 那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阴魂不成 我看着丘莎莎吃惊地问道 不一定有 这一切都是我们的猜测 但是因为那个青铜光果 太过于诡异 不得不对她防备起来 不能存在侥幸的心理 若是出事之后 那就晚了 丘莎莎说道 原来是这样 我看着站在我身旁的丘莎莎回了一句 然后抬起头 朝着夜空之上望了过去 丘莎莎她说的没有错 我又开始想念如霜了 也不知道她此刻在阴间过得怎么样 那杭英差因斯有没有难为她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丘莎莎突然开口对我说道 这两天连着追你 没怎么休闲 好累啊 十三 我先去你帐篷里面睡觉 你自己在外面 好好帮我手验 丘莎莎说着 根本不等我回话 自顾自地朝着我的那个帐篷里面走了进去 看到丘莎莎的背影之后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 心中暗自叫苦 唉 这一路上去那古墓多了这么一位大小姐跟着 我难得安稳了 一夜无事 第二天一早 我先是灭了篝火 然后去帐篷里面 叫醒了睡在睡袋里面的丘莎莎 收拾好一切 我俩再次朝着那古墓的地脉走去 在这一片潮湿的原始森林中 再次行走了两个多小时后 我和丘莎莎 终于到达了这个原始森林之中 唯一的一个风水地脉 找到了风水地脉 剩下的事情 也就好办多了 我俩只需要顺着这条地脉走 便能寻到之前我们所去的那个古墓入口 就此 我也有了镜头 带着丘莎莎一起加快脚步 顺着地脉朝着南面走去 我俩一边走 一边啃着压缩饼干和牛肉干冲击 行至中午 我用望远镜 摇摇地看到了一座古代的建筑物 而那个建筑物 多数就是我们一开始来这路所寻找到的那个古庙宇 它同样也是那古墓的入口 看到那个古庙宇之后 我忙告诉了丘莎莎 然后我俩便朝着前面赶去 半个小时过后 我和丘莎莎来到了这个古庙前面 走到近前 当在我看到 眼前这个古庙宇的那扇破破烂烂的木门 还有木门上面的那块破横点 心里就有了一种难以言表的情绪 惆怅万分 走到庙宇的门前 那旁边的两盏随风摆动的白色纸灯笼 早已变得破烂不堪 落满了尘土 推开庙门 我和丘莎莎抬腿走了进去 进入古庙之后 我没有丝毫地停顿 直接朝着后院的空地走去 来到后院 当下我就在后院 找到了之前老刘他们所挖的那个稻洞 走了过去 我把背上的背包放了下来 从来里面翻出来 头戴射灯 登山绳和手套 一旁的丘莎莎 见我在忙活 笑着对我说道 十三 我还真没看出来 你这学得挺快啊 要是再让你下几次古墓 我估计你以后当个专业的盗墓贼 肯定差不了 我说丘莎莎 您就别拿着我开涮了 我自己几斤几两自己清楚 我说着 慢慢把登山绳的一头 绑在了附近的一枯树上面 把绳子从道洞之中放了下去 我先是拿出了一张洋服 贴在了自己的前胸 然后又把竹龙九凤 从随身背包之中拿了出来 转头看着丘莎莎说道 丘莎莎 我先下去 你接着跟下来 丘莎莎点了点头 答应了下来 见此 我把手中的竹龙九凤 用嘴紧紧咬住 戴上手套 双手抓住绳子 身子一跃 朝着道洞的下面 就一点点地滑了下去 而丘莎莎紧跟在我身后 同样顺着绳子 从上面一点点地往下滑 落地之后 我先是顺着头顶之上的 头灯电光亮四下打亮 镇木的入口 还是和我们第一次进来一样 里面的空间极为狭小 四周除了一层层的青砖外 只有在对面 有一扇屋迹斑斑 已经被打开的青铜门 看到那扇既熟悉 又有些陌生的青铜门之后 我马上就朝着它那边走了过去 而丘莎莎紧跟在我身旁 一脸警惕地观察着四周 一句话不说 穿过这扇青铜大门 我一脚刚踏入里面 潮湿的木道的那一刻 突然 一阵阴冷的怪风 从木道的深处吹了出来 让我全身一颤 果然有蹊跷 十三 你小心点提防 这个木道里面有些不对劲 跟在我身后的秋莎莎 看着四周对我提醒道 听到秋莎莎的话后 我点了点头 把自身的阳气聚集到双眼之中 步步谨慎地 朝着木道的尽头走去 我们两人一直朝着 这个木道的深处了 走了能有二三十分钟 渐渐地 我就发觉有些不对劲了 好像这个木道 永远没有尽头一般 而且 我多出了一种感觉 本来是直而平的木道 却多出了一层 只有几厘米高低的台阶 一直往下延伸 就好像永远没有尽头 通往地域一般 继续走了能有十多分钟 我越发觉得不对劲 我们现在肯定是被困住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记得上次 我们一行人 来到这个古墓里的时候 并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而且木道也不长 这次怎么走了这么久 依旧没有一点要走到头的迹象 想到这里 我便想把这个问题 说给身旁的秋莎莎听 就在我刚准备开口的时候 秋莎莎却抢在我之前对我说道 十三 不对劲 你也察觉到了 我忙改口问道 对 我们好像进入了一个古墓的机关 一个让我们永远走不出的机关 秋莎莎看着我说道 机关 什么样的机关 我们上次来的时候 也是路过这个木道 并没有遇到任何机关 只是看到了一个石碑 我看着秋莎莎不解地说道 秋莎莎听到我的话后 先蹲下身子看了一会地面 然后起身对我问道 十三 你身上现在戴着手电筒了吗 戴着 我答应了一声 忙从背包之中 拿出了一个强光手电 递给了秋莎莎 秋莎莎从我手中 把强光手电接过去后 开打后 朝着附近黑漆漆的木墙上面 就照了过去 随着强光手电照在了那面木墙上 我发现 强光手电的光线 开始慢慢地变弱 就好像快要没电了一般 这 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看着秋莎莎问出了声 秋莎莎把强光手电收了回来 关上之后 看着我说道 我们很不走运 来到了这数千百年以来 古墓之中困死人最多 最神秘的机关之一 玄魂梯 玄魂梯 我听到这三个字后 马上就联想到了小说 鬼吹灯 里面 主角胡八一和王胖子 还有大金牙他们三人 在古墓之中遇到的玄魂梯 差点把他们三个给活活地困在里面 当时我只当是小说看的 没想到自己有一天 也真会被这种玄魂梯给活活地困住 走不出去 秋莎莎 这玄魂梯到底是怎么把人给困住的 有没有破解的办法 我回头看着秋莎莎问道 秋莎莎听到我的话后 先是用手指在木道的地面上 测量起这些突然出现的台阶 过了一会儿 才抬起头对我轻声说道 玄魂梯构成的条件相当苛刻 但是它的原理却很简单 我们先假设东面围起点向南走 假设每阶楼梯落差是17厘米 我们把起点的下一阶楼梯水平面 微微往上斜一厘米 这么细小的变化人 在黑暗中是根本体会不到的 那么这玄魂梯一共有23阶楼梯 每阶其实都是斜一厘米的 总共往上斜了23厘米 减掉落差的17厘米 实际上人是往上走了6厘米 再换到西面 还是往上斜一厘米 走完23阶 实际上又往上走了6厘米 加起来就是12厘米 再转到北面 前22阶楼梯都往上斜一厘米 最后一阶直接落在起点上 因为起点是平的 那么实际上这一段只斜上去23 减去17厘米 等于5厘米 再加上前面的6加6厘米的 总和12厘米 正好又是17厘米 如此循环下去 我们便永远走不完 也出去 秋莎莎看着我 很认真的一点点地解释 13 你能听懂吗 秋莎莎看着我 一脸茫然我表情问道 我连连摇头 我能保证不疯就不错了 还懂 往哪懂 秋莎莎 你别说原理了 你就直接告诉我 这玄魂踢她 应该怎么走出去 秋莎莎看着我说道 很简单 闭上眼一直往前走 听到秋莎莎的这句话后 我顿感无语 那你不早说 你刚才说了那一大堆 我一句没弄明白 差点让你给让迷糊了 喂 佐十三 你有点良心好不好 刚才明明是你让我解释 这玄魂踢的原理 我才说了这么多 我出力还不讨好了是吧 秋莎莎看着我怒气冲冲地说道 见秋莎莎她现在这副样子 我连忙摆手 我错了 我错了还不行 秋大小剑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别生气 咱继续朝着前面走 我说着转过身子 闭上双眼 慢慢地朝着前面 漆黑一片的木道之中 走了过去 走了能有几十步后 我就突然感觉 背后被人给轻轻地打了一下 秋莎莎 怎么了 我停下脚步 睁开双眼 朝着身后看了过去 不过我这一看 心里就是一惊 因为在我身后 只有黑漆漆的木道 一个人影都没有 秋莎莎 秋莎莎 我看着四周喊道 没有人回应我 她去哪了 在这个狭窄的木道之中 根本就没有任何 能藏人的地方 就在这短短的 几十步秋莎莎的人 便不见了 还有 要是秋莎莎她人不见了 那么刚才拍打 我肩头的那个人 她又会是谁 想到这里 我当下就冒出了 一身的冷汗 马上聚集自己的 杨气于双眼 朝着身后看了过去 在这个幽黑 又狭窄的木道之中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既没有秋莎莎的影子 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阴气 左十三 我在这里 一个极为妖异恐怖的女人 声音自我脑后的耳边响起 愣是把我给吓个哆嗦 顾不上回头 我身子先是踏前一步 同时 右手朝着随身背包之中 就掏了一张六丁六甲驱鞋服 朝着后面就拍了过去 随着我出手 在我身后的那个东西 一把就抓住了我的手腕 朝着我的小腹就踢了过来 我忙扭动身形闪避了过去 同时聚集杨气于左手 挥拳狠狠地 就朝着那个黑影打了过去 那黑影松开我的手后 身形往后快速一闪 躲避看过去 直到现在 接着头顶上面的射灯 我才看清楚 刚才偷袭我的那个黑影是谁 不是别人 正是刚刚消失的秋莎莎 左十三 你行啊 咱们这才多久没见面 我的身法大涨啊 我都有点对你刮目相看了 秋莎莎笑着对我说道 看到秋莎莎现在这副样子 我一下子全都明白了过去 她刚才根本就没有消失 而是在故意吓唬我 我哭笑不得地 看着秋莎莎说道 我说秋大小姐 您能不能别这样 人吓人会吓死人的 我还想多活几年 还有 咱现在是在古墓里面 可不是在游乐场 你还心思跟我闹 秋莎莎看着我嘟了嘟嘴 开口说道 活该 谁让你刚才那样对我 我顿时无语 秋莎莎 咱 咱现在已经走出那个玄魂梯了吧 我看着四周对秋莎莎问道 秋莎莎听到我的话后 笑了笑说道 肯定走出来了啊 你看你自己脚下不就不知道了 听到秋莎莎的话后 我忙朝着自己的脚下看了过去 果然在我的脚下之前的那些 一层层的台阶不见了 我们再次回到了之前的木道之中 看到这里 我尝出了一口气 把手中的那张六丁六甲驱鞋符 再次放回了背包 对秋莎莎说道 既然咱们走出来了 那就抓紧时间继续前进 走过那让我后趴的玄魂梯之后 我俩继续在这个木道之中 走了能有五六分钟之后 便走出了这个木道 走了木道 和上次我们来的时候一样 前面是一个极为开阔的空地 走过这片空地 前面便是一个殉葬坑 里面布满了森森白骨 看到这个殉葬坑之后 在我身旁一直都没有说话的秋莎莎 皱了皱眉头问道 十三 你们上次来这里 有没有查清楚 这个古墓的主人是谁了吗 没有 别说查清楚这个古墓主人的身份 我们就连这个古墓 到底是什么年代的 都弄不明白 秋莎莎一愣 为什么弄不明白 对 因为在这个古墓之中 金属多数都是用青铜器打造出来的 若是按照常理来说 这里肯定是个商代的墓 但是在这个古墓的机关之中 我们还发现了铁剑 在商代的时候 铁剑决定不会存在 所以这个古墓的主人和年代 我们一直扑朔迷离 我们也无法给它定论 我看着秋莎莎解释道 秋莎莎听到我的话后 点了点头 原来是这样 这么说来 这个古墓之中的秘密 倒是还不少 我越来越好奇了 十三 你快点带我去这个古墓的主墓室 哪有那么容易就到了 我说了一句 带头朝着前面继续走去 我们走过殉葬坑后 对面便是一个空旷的耳饰 和上次我们来看到的一样 这个不算太大的耳饰里面 挂满了各种各种的青铜镜 在这种漆黑的环境 会格外让人压抑 特别是 随着这些怪异的青铜镜子出现 即便我头上戴着射灯 依旧缓解不了 左十三 自从我进入这个墓室里面后 总是感觉 感觉有点压抑 这个时候 秋莎莎开口说道 我也一样 咱快点走 先走过这个墓室再说 我说着 不由地加快了脚步 我们俩人带着这种压抑的心情 走了几步之后 前面四周的墙壁上 多出了一幅幅的壁画 这些壁画被工匠精心地装饰着 而每一幅壁画 都画了一个人 面蜈蚣身子的怪物 当我看到牧师的石壁之上 这些壁画上面 那些人头蜈蚣身子图案的时候 一下子就停住了脚步 愣在了原地 怎么又是这些东西啊 这些人面蜈蚣身子的怪物 到底是什么玩意 之前我在昆仑山的死亡之谷的 其中一个峡谷之中的石壁上 同样也看到了这样 人头蜈蚣身子的图案 这 这到底在预示着什么 难道说 这个古墓之中 葬的就是这种 半人半蜈蚣的怪物 如果这里葬的 就是这种怪物的话 那么在昆仑山死亡之谷也有 这样的图案 又是怎么一回事 左十三 你怎么 走在我身前的秋莎莎 看到我停下了脚步 忙退回到了我的身旁 疑惑地看着我问道 见秋莎莎疑惑的表情 我只好把这个人头 蜈蚣身子图案的事情 和他仔细地讲述了一遍 秋莎莎听到我的话后 沉默了一会儿 开口对我说道 十三 或许这些画中的那个怪物 都是当时那个年代人 信奉的一种东西呢 也不一定就存在 我摇头 不对 我现在 看到这幅画的时候 有种很怪异的感觉 就好像 我画还没有说话 在那石壁画中的 那个入面蜈蚣身子的怪物 双眼之中 猛地迸发出一道血红色的光芒 它看我的眼神之中 充满了憎恨 恶毒 阴险 甚至是杀气 看到我当时 就全身涌起了一阵寒意 等我再仔细看去的时候 那幅画便恢复了原装 好似刚才的事情 没有发生过一般 难道刚才那是 我的幻觉 好像什么 这时秋莎莎见我话说一半 没了下文 便接着对我问道 没 没什么 咱先走吧 我说着 不再去看墙壁上面的图案 转身带着秋莎莎 朝着前面继续走去 走过这个墓室 前面便是一个黑洞 洞不见底的深渊 看到这里 我就知道走对了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 正是我们上次 所掉下去的地方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下面就是底下暗河 把身上的背包拿了下来 放在地上 再次从里面拿出了 一捆登山绳 一头固定好 把剩下的绳子 整个全都 都朝着下面就扔了下去 做好这一切 我看着秋莎莎说道 秋莎莎 我先顺着边缘下去看看 要是没水的话 我再招呼你 然后你再下来 行 秋莎莎点头答应 再次戴上手套之后 握紧绳子 我悬空一点点地 朝着下面滑去 几分钟之后 我感觉脚下一梁 到底了 我忙低下头 用头顶上面的射灯照了下去 看了一圈之后 便在我身子的右边 看到了地面 见此 我双手借力 一晃绳子 跳到了那个地面之上 站稳了身形 我先是检查了一下周围 见没有什么危险后 便开口对上面 等着我的秋莎莎 喊他下来 可是我连着喊了好几声 都没有听到秋莎莎的回应 这种情况 不禁让我心中生出疑惑 难道他 又在故意逗我完 就在这个时候 我突然听到 我秋莎莎的娇喝之声 与此同时 一个极为难听的吼叫声 再次之后响起 听到那声吼叫之后 我忙抬起头 朝着上面看了过去 只看到在上面的 那个墓室之中 多出了一股黑色的阴气 看到那些阴气之后 我马上就反应了过来 定然是在那上面 出现了阴魂 亦或者是古墓之中的 大粽子 僵尸 心念至此 我当下再次跳上了 眼前的登山绳 快速地朝着上面 爬了过去 随着我越来越靠近 上面传下来的声音 就越来越清晰 好似秋莎莎所面对 我不止是一个敌人 听到这后 我一边加快 继续往上攀爬的速度 一边朝着上面大声喊道 秋莎莎 你没事吧 而在上面的秋莎莎 却一直都没有回答我 但是打斗之声 却是不绝于耳 我越发地着急了起来 等我急急忙忙 从下面爬上去的时候 还没站稳了身子 便感觉眼前一黑 有一个黑色的影子 朝着我这边就扑了上来 见此 我忙从地上站了起来 把自身阳气聚集于右拳 朝着眼前的那个黑色的影子 就狠狠地挥出了一拳 充满阳气的右手 打在那个黑色的影子上面后 直接把它给打得倒飞了出去 我则是 趁着这个机会 四下关桥 这一看 当下我心里就吃了一惊 因为此刻在这个牧室之中 竟然有数十道黑色的影子 在围着我和秋莎莎飘来飘去 数量之多 让我心里不由地生出了一股寒意 此刻的秋莎莎 正在一旁用手中的毛笔 打退了数道黑影 然后趁机朝着我这边跑了过来 左十三 你怎么又上来的 秋莎莎跑我身旁对我问道 我怎么可能把你自己里留在这里 我说着 直接从背包之中 掏出了铜钱剑 握在了手中 很小心谨慎地 看着围在我们四周的 这些黑色的阴魂 在这个牧室之中的 那数十道黑色的影子 窜来窜去 这是一群根本就没有心智的魂魄 估计是陪葬的冤魂 被邪术给抽掉的心智 他们既不懂阴魂的修炼之道 更没有自主了意识 所以 他们的本性和目标 只有一个 把遇到任何擅自闯入 这个古墓的活人给撕碎 不管男女老少 皆是如此 虽然我下过的古墓并不多 但是也了解一些 这古墓之中的阴魂 几千年来 因为各种邪术 被困在这儿的魂魄太多了 所有的魂魄 都希望抓住这个 等候了很多很多年的机会 杀了我们 让我们去做他们的替死鬼 这是他们轮回的唯一办法 也不怪他们 随着那些黑色的阴魂 朝着我们再次冲了过来 我心中不再有同情和怜悯 因为在此刻不是我们死 就是他们灭 绝对没有第三条路 而在我身旁的秋莎莎 却比我出手更快 只见她单手握住毛笔 从口袋之中 掏出了一张符纸 轻贺一声 急急如律令 是 皱完 符纸扶空而起 快速化为数道黄色的光芒 分别朝着最近的那几个阴魂 就飞了过去 那些黄色的光芒 就好似是一台无情的收割机 黄光闪过之处 那里的阴魂 就立刻魂飞魄散 在这里只是一群普通的阴魂 他们并没有错 他们也很可怜 被邪术抽掉心智 困在这里不知多少年 来守护一个 害死他们罪魁祸首人的古墓 被邪术囚禁 在这个古墓之中的魂 是永远也无法再次轮回 除非一命换一命 没有人能够违命 要么灭了他们 要么我和秋莎莎来人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这也或许是一种解脱 而却我不能也不想死在这里 这个自然和阴阳两界 同样都有一个道理 物尽天择 适者生存 虽然和残酷 但却是事实 当然 这也是人性之中最大的弱点 人法天 天法地 道法自然 是 随着秋莎莎的一声口诀 再次从他身处飞出去 树道泛着黄色光芒的符指 朝着那些阴魂就飞了过去 见此 我一咬牙 朝着队伍冲过来的那几个阴魂 便刺了过去 我手中铜钱剑刺进了 那些阴魂的鬼体之中 顿时让他们怪叫一声 魂飞魄散 就这样 我和秋莎莎俩人一起动手 没一会儿的功夫 便把这里面的数十道阴魂 全部打得魂飞魄散 剑四周 没了黑色的阴魂 我把手中的铜钱剑收了起来 看着这个空旷的目视 心里有种莫名的伤感 我不知道 我们现在做的时候 到底是对还是错 秋莎莎喘了几口气后 看着我问道 十三 你在想什么 我不知道 我们现在这么做 到底是对还是错 我看着秋莎莎说道 没有对错 之前的局势不是他们亡 便是我们死 而活下去 比什么都重要 这没有什么好矫情的 秋莎莎看着我认真地说道 而且我们这么做 对他们来说 或许是一种解脱 有的时候 灭亡并不是最可怕的 听到秋莎莎的话后 我点了点头 不再去想之前的事情 抓紧时间 再次走到那个深坑前面 顺着绳子滑了下去 而秋莎莎 也跟在我的身后 慢慢滑了下来 随着我俩下来后 我先是把登山绳收了回来 放回到了背包之中 然后找到那个 我们上次攀爬的墙壁 从背包之中 拿出了攀岩所用的装备后 便准备爬上去 秋莎莎 你先在这里等我 等我爬上去之后 给你把绳子放下来 你再上去 我说着 便朝着石壁上面 爬了上去 这一次 不适合刀疤脸攀爬的时候 因为我有了专业的登山设备 攀爬起来便容易得多 十多分钟之后 我便爬了上去 先是在上面休息了一会儿 然后 我便把自己身上的绳索 一头固定好 接着把另外一头 全部给放了下去 让下面的秋莎莎爬上来 再等了一会儿 秋莎莎便顺着我 放下去的登山绳爬了上来 我把登山绳收起来之后 便和秋莎莎 一起继续朝着前面的 那个木道走去 而刚刚爬上来的秋莎莎 看着四周对我问道 左十三 这个古墓 我是越来越好奇了 它究竟是何人的 竟然造得如此巧夺天工 你问的问题 我一直也想知道 我叹了口气 对秋莎莎说道 若是知道了 这个古墓主人的身份 那么 在他那个青铜光果的旁边 的那个墓棺之中的女尸 我们也就能查出一些线索来 也不用想现在一样 处处被动了 随着我俩 朝着前面的那个木道 走了进去 我心跳在此时 不由地加快了起来 因为 因为我知道 在这个木道的后面 便是这个古墓的主墓室 也就是那个巨大青铜光果 和那具女尸所在的墓室 我俩一起走过 这个阴暗潮湿的墓道 和上一次一样 迎着我们出现的 是一个向下的十字台阶 走下台阶 便到了这个古墓的主墓室 走进这个墓室 依旧和上一次 我们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这里摆满了数百个各种各样 用土桃制成人用 左十三 你快看那脸 这个时候 秋莎莎突然用手指着一个方向 对我说道 听到秋莎莎的话后 我忙朝着她手指 所指的防线看了过去 在我的目光所及之处 正好看到了那一口巨大的青铜光果 还有那幅多次出现在我梦中 树立在地的木棺 当我看到那幅立在地上 木质的棺材后 全身的血液 好似都跟着翻涌了起来 这个一直压在我心头的秘密 马上就要解开了 当看到那个木棺之后 我忙朝着那边就走了过去 而就在此刻 秋莎莎却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 拉住了我 怎么了 我回过头 看着秋莎莎不解地问道 秋莎莎没有说话 反而是从背包之中 拿出了树莓铜钱 以此摆在了地上 然后有接着从随身背包之中 拿出了四根墨黑色的箱 点燃之后 擦在了地面之上的砖缝之中 随着那四根黑色的箱点燃之后 秋莎莎从地上慢慢站了起来 手中握住毛笔 谨慎地看着四周 而秋莎莎此时点燃的 这几根黑色的箱 我也认得 因为之前我师父清风道长 她也用过 这是招魂箱 可以引来附近的阴魂 若是在这个古墓之中 藏有阴魂 便可以用此箱引来 因此 我们好提前做好相应的防备 对于这点 我的确是没有秋莎莎这个女孩 心思紧密 随着点燃招魂箱慢慢烧着之后 这个偌大的主墓室之中 依旧没有丝毫的变化 我一直在用双眼仔细地看着 墓室之中 没有任何黑色的阴气 更没有阴魂 一直等到那四柱黑色的箱烧完之后 什么也没有发生 墓室之中 还是静得要命 静得 就连我跳得越来越快的心跳声 我自己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秋莎莎 现在能过去了吧 我看着秋莎莎问道 秋莎莎对我点了点头 可以 不过还是要小心点 这个墓室的风水局有问题 它是按照养尸巨魂的风水格局所下葬 所以 下葬的主人 必须是一男一女 从而均衡 这风水格局中的地气 减少其中留下的弊端 这个风水局 必出汗湿 听到秋莎莎的话后 我点了点头 收敛住心神 又收紧握住铜钱剑 左手则是拿着一张六丁六甲驱鞋符 朝着那个树立在中间的木棺 一步步地走了过去 随着距离那个木棺越来越近 这标志着我离着白若彤 和观众女士之前的真相 也越来越近 我感觉自己的心下要跳出来一般 徘徊 却找不到出口 只知道自己将面临着一向艰难 却又不得不为之的重担 突然之间 有了一种极为压迫的心情 我无法平息自己 只有一步步 继续朝着那个木棺走过去 待我走到那个木棺之前 我先是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然后聚集自身的阳气 于双眼之上 再一次地朝着那个木棺之中看了过去 得到的结果依旧一样 这个木棺里面 我根本就看不透 里面是否有阴气的存在 深吸了一口气 我努力让自己的情绪 慢慢平复了下来 先是把左手上面的那张 六丁六甲驱鞋 服贴在了棺木的棺盖之上 然后伸出手慢慢地 把棺盖一点点地打开 只呀 一声 棺盖被我给打开了一道细缝 与此同时 一股极为浓厚的黑气 快速地从那个细缝之中涌现了出来 看到这里 我忙一拉身旁的丘莎莎 朝着后面躲了过去 随着我俩快速退后的同时 那一股极为浓厚的黑色阴气 快速从棺木之中涌出 但却没有扩散而开 而是慢慢地一起漂浮到了半空之中 慢慢聚集在了一起 看到这里 我心中便生起了一丝疑惑 那棺木之中的女尸 到底在卖什么关子 十三 我突然感觉好开心啊 就在这个紧张的时候 丘莎莎却说出了一句 让我摸不着头脑的话 我不解地转头 看着丘莎莎问道 你开心 嗯 我们认识这么些日子了 这是你第一次主动牵我的手 丘莎莎那一双漆黑发亮的眼眸 看着我说道 听到丘莎莎的话后 我这才发现 刚才因为躲避那股棺木之中的阴气 自己的手一直拉着她的手 我忙把手收了回来 看着丘莎莎说道 不好意思 我刚才真的没注意 可就在我话音刚落的时候 突然 一个极为尖细且刺耳的女人 声音从那木棺之中传了出来 嘻嘻嘻 左十三 你还真是重情重义啊 终归还是来了 听到那个女人的声音后 我忙转头 朝着那个木质的棺材那边 就望了过去 你是谁 你和白若彤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哼 左十三 你个复兴汉 你连我白若彤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 这个时候 棺木之中突然却传出来白若彤的声音 你 你不是白若彤 告诉我 她的魂魄是不是在你这里 你到底把她怎么样了 我看着那个木棺大声吼道 同时踏出了天罡七星部的第一步 随时准备迎战 我就是白若彤 白若彤也就是我啊 左十三啊 左十三 我为了你不惜付出一切 甚至是香消玉允 你就这么对待于我 果然 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棺木之中 再次传出来那个女士的声音 只不过她说话的时候 前半句是一个奸细的女人声音 后半句 则是变成了白若彤的声音 两种声音不停交替 在这个阴暗的目视之中 听到我的耳朵里面 显得极为诡异和恐怖 你不是白若彤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她的魂魄现在到底在哪 一股杀意 再次从我心底涌了上来 使我的血液翻涌 变得暴躁 冲动 试杀了起来 我是不是白若彤 你走过来 打开木棺上面的棺盖 你不就全都知道了吗 那个棺中的女士 笑着对我说道 在她的笑声之中 充满了很明显的细血之意 听到那个女士的话 我冷哼一声 握着手中的铜钱剑 就朝着那具木棺走了过去 十三 你先别过去 这个时候 一直站在我身后 没有说话的秋莎莎 却突然开口叫住了我 为什么 我看着秋莎莎问道 秋莎莎对我轻轻地摇了摇头 做了一个手势 然后从随身的背包之中 拿出了树根黄色的铜钉 和一面黑白相间旗子 然后朝着前面走了过去 走过去之后 秋莎莎先是围着那个青铜棺果 和那木棺周围 插在地面 数十根黄色的铜钉 同时把那把红色的旗子 插在了中间 左十三 你过来一下 秋莎莎把旗子插入之中 回头看着 叫了我一声 我忙朝着她那边就走了过去 把左手伸出来 秋莎莎看着我说道 随着我把左手伸过去 秋莎莎忙 用她手中所剩下的一根铜钉 在我食指和中指上面 各扎了一个口子 让我滴血在那面旗子上面 血迹滴落在那面旗子之上 我隐隐地看到 那面旗子 上面黄色的暗光一闪 紧接着 那几十根被秋莎莎插在地上的铜钉 也跟着泛起了一层暗黄色的光芒 如同流星一般 一傻而逝 秋莎莎 这个就是那九阳困阴阵 我看着秋莎莎问道 秋莎莎并没有回答我的话 只是微微对我一点头 然后她盘坐在其中 伸直头正 双手快速结出一个奇怪的手印 闭上双眼 同时口中轻声喊道 九阳人高 丁丑困阴 人和杜莎 丁有宝泉 人灿管魂 丁似养神 太阴华盖 帝护天门 无形语步 玄女真人 明堂坐卧 隐符藏身 急急如律令 龙虎宗九阳困阴阵 开 随着秋莎莎口诀念完 她猛地睁开双眼 我好似在这一瞬间 看到了秋莎莎的前额正中间 多出了一个红色的小点 与此同时 阵法正中间的那面黑白色相间的 棋子黄色的光芒一闪 接着地面之上 全部都泛起了一层淡黄色的光芒 光芒之中 隐隐有我看不懂符文 在其中不断闪烁 随着那些符文一点点地闪烁 渐渐地地面之上的黄色淡光 慢慢隐去 只剩下那些我看不懂的符文 附在了地面之上 很明显 这九阳困阴气阵 秋莎莎她在现在已经成功布下来 我把头上面的射灯关掉 转头朝着秋莎莎那边看了过 发现她的前额之上 冒出了丝丝的冷汗 脸上发白 坐在地上的身子 也开始摇摇晃晃的了起来 显得极为虚弱 看到这里 我忙朝着秋莎莎那边就走了过去 伸出手把她给扶住 有些顾虑地开口问道 秋莎莎 你 你这是怎么 没事吧 秋莎莎看着我摇了摇头 我没事 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我没有说话 而是从背包之中 拿出了一瓶水递给了她 见秋莎莎喝了点水 发白的脸色好了一些后 我便从地上站了起来 再次朝着那个目观之中看了过去 而此刻的那个目观 依旧开了一道小缝 里面的那句女诗 却没有再说一句话 秋莎莎 你在这里等我 我自己过去看看 我说着 便抬腿朝着那个目观走了过去 十三 你千万要小心点 秋莎莎在我身后提醒道 好 我答应了一声 在裤子上面擦了擦手心上的汗水 再次拿出了一张六丁六甲去鞋符 朝着那个目观 慢慢地走了过去 随着我再一次地 走到这一幅目观的镜前 我吐出一口气 伸出手放在了棺材的棺盖之上 一用力 整个一下子就把那个棺材盖子给打了开来 随着我打开棺盖 一具身穿着古代绿色长衫 长得和白若彤一模一样的 双眼紧闭的不服女诗 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当我再次看到这具女诗之后 心里马上就涌起了一阵伤感的回忆 因为 因为她长得太像白若彤了 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除了衣服不同之外 我根本就无法判断她 和白若彤还有哪里不一样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 我猛地感觉从目观之中 传出来一股巨大的犀利 猛地就把我朝着棺木之中吸了进去 虽然这股强大的犀利来得突然 好在我之前早已做好了防备 当下脚下一动 踏出了天罡七星步的步伐 稳住了自己的身形 十三 快用阳气护住自己的命观 这个时候 在我身后的秋莎莎盲 对我提醒到 听到秋莎莎的话后 我盲用自身丹田之中的阳气 护住了自己的三个命观 可我却小看了这个棺木之中的女诗 随着呼呼 两声 从那个棺木里面传出来的这股犀利 变得越来强 渐渐地我有些难以控制住我的身形 你大爷的 有种的 你给小爷我从棺材里面滚出来 咱刺刀对刺刀的 好好拼上一拼 别特么的搞这些把戏 我此刻朝着那个棺木之中的女诗 开口大骂 而那句女诗 却好似没有听到我的话 依旧经闭着双眼 一动不动 一句话也不说 就好似真的是一个死人一般 但是 这股犀利却一点都没有变小 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大 让我的双腿有些发麻 快要站不住脚了 忽然 我只感觉脚下一滑 我整个身子 就被这股无形且巨大的犀利 给朝着木棺之中给吸了过去 也就是在一二秒的功夫 我人一下子就被吸进了这个木棺之中 和那句女诗前胸贴着前胸 来了一个亲密接触 左十三 随着我被吸进棺木之中后 丘莎莎的声音在我的身后响起 知呀 一声木棺棺盖合并的声音传来 接着我感觉眼前一黑 秋莎莎的喊声也同时断开 好似这个木棺合并 便与外事隔绝 我去你个西瓜兔子的 我在棺中大喊了一声 盲用挥起右手上面的铜钱剑 朝着那棺中的女诗身上 就狠狠地刺了下去 碰 的一声传来 我手中的铜钱剑刺在了 那具女诗的身上 就好似刺在了一块贴板之上 丝毫刺不进去 也不起作用 雕虫小记 区区一把铜钱剑 就想制住我 那个女诗间隙阴冷的声音 在我的耳边响起 听到那女诗再次说话后 我盲用左手的六丁六甲驱鞋 符朝着她的身上贴了过去 可是结果却出乎了我意料 因为符纸贴在了那具女诗的身上 没有起到一丝一毫的的作用 死心吧 左十三 你就当我第一次出关的血迹吧 那个女诗的声音再次传来 你大爷的 我骂一声 想聚集自身的阳气于右手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 让我心里一下子就凉了半截 因为我在这个黑漆漆的棺材之中 竟然感觉不到自身的阳气 好像被一股莫名的力量给阻断了一般 这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现在 你应该把属于我的东西还给我了 随着那女诗说出这句话 我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 从我的随身背包里面 自己窜了出去 也就在这个时候 我猛地听到了一声破碎声响 紧接着 这副困住我的目关 一下子变得四分五裂 四周马上亮堂了起来 我和那具女诗 一起被一股距离给打飞了出去 左十三 我现现的阳气已经用尽 你自己小心点 秋沙沙的声音 从我身后转了过来 我同时摔落在地 而在我身旁的那具女诗 却猛地 一下子 就从地上弹了起来 嘴里却含着 一颗白色透明的珠子 当我看清楚那女诗嘴中珠子的时候 马上就认了出来 那颗白色的珠子 正是白若彤临死之前所化 你特么要是敢吞下去 我就打得你吐出来 我怒吼一声 直接从地上爬了起来 同时把铜钱剑交于左手 右手快速截出龙虎七射印 第二式的手印 口中大声喝道 魂不破惊气俱宁 屏中污名二扬命 龙虎七射印 射 随着口诀念完 右手之上黄光 马上就闪现了出来 我脚下一动 忙朝着那具女诗 就冲了过去 即便是我加快了脚步 但也为时已晚 只见那具女诗脖子一仰 整个把口中含着的 白色珠子吞了下去 特么的 这一切果然是个圈套 看到眼前这一幕后 我只感觉气泄上涌 接着一股火 就从我心里窜了上来 快速靠近那具女诗之后 我猛地挥出右手 用龙虎七射印的第二式 直接朝着她前胸的命关之上 狠狠地打了过去 那具女诗看到我靠近她之后 先退后躲了过去 然后接着身形一转 反而带着一股恶风 伸出手朝着 我就扑了过来 看到后 我一咬牙 直接用龙虎宗七射印的第二式 接了上去 碰 的一声巨响 我的右手和那具女诗的右手 接在了一起 我身子猛地被弹飞了出去 摔落在地 我马上爬了起来 与那女诗对视 茅山派的至高倒数 龙虎七射印 那个女诗看着自己 已经变得发黑的右手 语气之中带着金仪 她再次抬头看向了我 语气透出着一股冰冷的沙印 小小年纪 居然就吸到了第二式 留你不得 我看着那个女诗冷哼一声 右手截出龙虎七射印的 第三式手印 同时大喊道 宫中四绝神圆照 念以无存三明开 急急如律令 是 随着我口诀念完 右手之上的黄光影去 红光接着闪下出 龙虎七射印的第三式 那个女诗看着我的右手 脸色一点点地沉了下去 留着你 后患无穷 那女诗冷冰冰地 对说出这一句话后 身形一动 极为快速地 朝着我快速地冲了过来 看到这句女诗 朝着我冲了过去 我大喝一声 就准备用右手上面 龙虎七射印的第三式 朝着那句女诗 前胸的命关 就打了过去 这可不能怪哥们猥琐 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女诗身上 一共就三个命关 硬堂 前胸和后背 硬堂目标太小 后背又打不到 只得朝着她的前胸的命关下手 只有打齐命关弱点 才有可能将她制服 一阵恶风吹了过来 那句女诗的移动速度很快 瞬间就冲到我的镜前 伸出长满指甲的双手 朝着我的面门之上 就狠狠地抓了过来 同时 我的右手 也朝着她的前胸命关 就打了过去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这一瞬间 那句镜 在我眼前的女诗身子 突然快速一闪 躲避开了我的攻击 同时朝着我的身后 就窜了过去 速度极快 因为我刚才出手的时候 用力过猛 所以牵翼而带动全身 根本就来不及收手闪躲 只感觉后背上面一疼 整个人就被那具女诗 一脚给踹飞了出去 身子摔落在地 我从地面之上 滑出去很远 接着便感觉身后有一个人 挡住了我继续往后滑的身子 我回头一看 正是赶过来的邱莎莎 十三 你怎么样 邱莎莎看着我满脸 着急担忧地问道 看到她之后 我先是摇了摇头 马上从地面之上站了起来 抬头朝着那具女诗所在 我的方向就看了过去 什么都没有 只见在我前面的目视 空空如也 那女诗的影子 早已消失不见 那女诗 她在我们后面 邱莎莎的声音 从我身后传出 接着我便听到她的一声惨叫 整个人就从我的身后 被打飞了出去 邱莎莎 因为刚才布下那九阳困阴阵 她体内的阳气早已透支 所以 面对这具极为强悍的女诗 邱莎莎她根本就没有 一点的抵挡能力 当我看到邱莎莎 就如同一个断了线的风筝 被打飞出去后 心里面马上就火了 转过头朝着那具女诗 就挥手就狠狠地打了过去 那女诗身子往后一躲 闪避了过去 然后站在我身前 双眼盯着我 满是细血地看着我说道 哈哈哈哈 左十三 看起来你不过是 一直只会吓唬人的直老虎罢了 虽然你小小年纪 洗得了龙虎七摄影的第三世 但是修为 身法 速度 力量 阳气 体质 完全跟不上 以你现在的修为 想要除去我 难比登天 我看着那个女诗 冷冷地说道 你话前千万不要说得太满 有些事情 不试试 怎么会知道结果 哼 野狼自大 不知死活 那我就成全了你 让你永世 都留在这个古墓之中 做个无心无知的冤魂 那个女诗听到我的话之后 脸上一冷 身形一动 朝着我就快速冲了过来 速度之快 让我的双眼 都几乎有些跟不上 只感觉眼前一花 身子一飘 整个人再次 被一股距离 给打飞了出去 这次我直接撞到了 身后的那个巨大的 青铜光果上面 眼前惊心一冒 整个人便摔了下去 随之我就感觉 胸口之处血脉翻涌 嗓子眼一甜 一个没忍住啊 得一声 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左十三 不远处的秋莎莎 看到我现在这副样子后 你没事吧 秋莎莎跑到我身旁 伸出手一把 把我从地面之上扶了起来 看着我问道 还没等我说话 那句女士再次追了上来 我一咬牙 刚想冲上去 秋莎莎却拦在了我的前面 用她那娇柔的身躯挡住了我 住手 出乎我意料的是 那女士听到秋莎莎的话后 还果真停下了 站在我和秋莎莎的面前 看着她说道 小姑娘 你现在说这句话的意思 是想跟我谈条件 秋莎莎咬了咬嘴唇 好似下了一个 十分重要的决定 吐出一口气 看着那句女士说道 只要你放过她 我愿意帮你破掉 这九阳困阴阵 你自己也清楚 你现在的道横 根本就没有完全恢复 即便是把我们俩人 都杀死在这里 你也绝对逃不出 这九阳困阴阵 如若我和十三长时间 步回龙虎宗 龙虎宗定然会派高手 前来查看 你觉得 当他们发现 被这九阳困阴阵困住的你 会怎么办 秋莎莎看着那句女士 丝毫没有畏惧地说道 那女士听到秋莎莎的话之后 眉头微微皱起 似乎在考虑着什么 秋莎莎 不要跟她交换 这种害人的女士 绝对不能放她出去 要是今天我们 把她放出去 还不知道 她会在外面 祸害死多少人 我用手一抹嘴角 一出来的血迹 推开挡在我身前的秋莎莎 嗯 英雄主义 舍己为人 左十三啊 左十三 你还真把你自己 当成就是主了 救苦救难的菩萨 那女士一双冷冰冰的眼睛 看着说道 不 我没有英雄主义 我也自私怕死 更不想当什么救世主 我只求活在世上 这一子辈所做的事情 都问心无愧 我看着那句女士说道 哼 问心无愧 她比继续让你们活着 还重要 那个女士说着 朝着我和秋莎莎 这边踏前了一步 你怎么知道 我们若是不放你出去 就一定会死 我同样看着那句女士 踏前了一步 同时我从背包之中 拿出了那本路真人 严禁不准我再用的 玄黄地精握在手中 此时此刻 我已经做好的最坏的打算 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能让这句女士 从这里给逃出去 哪怕为此 我被这本玄黄地精 给吞噬了心性 找死 我看着死的是你 我说着 直接把手中的那本 玄黄地精 朝着半空之中抛去 同时口中大喝一声 赵 刷一声破空的轻响声 从那本 玄黄地精之上响起 同时 书籍伏在我头顶之上盘旋 上面黄光闪出 一下子就照在我的身上 接着我便感觉 全身上下就充满了 一股用不尽的力量 而且燥热得要命 我直接把上衣甩掉 一副太极图案 带着暗光 慢慢地从我的前胸 浮现了出来 不停地旋转 同时在我双臂之上的 那种奇怪符纹 也随之出现 全身上下 都充满了极为强烈的氧气 抬起头 我与那女士对视 此时只见在她的 那双眼睛之中 满是巨异和不安 我冷声说道 今天我就在这里 跟你来个了断 鹿死水手 还未定 那具女尸此刻 连着往后退了两步 满脸惊恐地问道 你 你这是什么道术 不 这不像是道术 道术里面的氧气很纯 根本就没有邪念和杀气 你根本就不是 龙虎宗的道士 到底是什么人 我不想再跟那女尸废话 冷哼一声 脚下一动 朝着她就快速地冲了过去 碰 我挥出一拳 打在了那具女尸的尸身上 直接把她给击飞了出去 那女尸身子横飞了出去 一下子就撞在了 九阳困阴阵的阵壁上 一道黄光闪起 顿时就把她鸽蛋 回到了地面之上 我见此 没有犹豫 再次朝着那具女尸就冲了过去 因为这 玄黄地精虽然强大 却有时间限制 我必须用这一段 有限的时间内 击杀了她 就在我刚刚冲上前的时候 那具女尸突然抬起头 双眼之中满是泪水 看着我说道 三哥 是我呀 我是白若同 当我听到白若同的声音后 心中一震 冲出去的身子 也不由地停了下来 三哥 你难道忘记我了吗 白若同的声音 再次从那具女尸的口中 说了出来 此刻在她双眼之中的深处 我清楚地看到了 白若同的影子 绝对不会有错 你 你真的是白若同 我此刻看着那具女尸 狐疑地问道 但即使是这样 我依旧没有放下防备心 站在原地看着她 没有与之靠近 三哥 真的是我 你快动手杀了这个女尸 不要管我 你能来这里救我 若同就已经知足了 你快动手 千万不要犹豫 那句女尸说着 双眼之中再一次地泛出了泪话 左十三 你千万不要相信她 她根本就不是白若同 她只不过吞噬了白若同的内胆 你绝对不能让她迷惑了你的心智 趁着她潜在倒横 没有完全恢复 一举灭了她 以绝后患 就在这个时候 在我身后的邱莎莎 对我喊道 听到邱莎莎的话之后 我再次看向了白若同 她趴在地上眼中含着泪 一句话都不说 当我看到 她现在这副样子后 我便犹豫了 真的犹豫了 如果此时 那个女尸不断地哀求于我 或许根本就不会打动我 但是她此刻一句话不说 更不辩解 就好似在等待着我 去打散她的魂魄一般 这种感觉 让我无论如何 都下不去手 左十三 白若同她已经死了 魂魄也不会在这里 她根本就不是白若同 千万不要犹豫 别上了她的圈套 此刻邱莎莎 她再次对我提醒道 听到邱莎莎的话后 我一狠心转头 便准备朝着那具女尸冲过去 可就在这个时候 那具本来趴在地上的女尸 就猛地从地面之上跃了起来 速度极为快速地 朝着我就扑了过来 我见那女尸来势凶猛 大有想跟我同归于尽之势 盲快步朝着后面 退去 躲避开来 同时身子一转 向前踏步 对着那具女尸的前胸 就狠狠地踢出了一脚 碰 一声闷响传来 那具女尸 直接被我这一脚 给踹飞了出去 身子接着撞在了 那口巨大的青铜棺果之上 那女尸从棺果上面 摔落到地后 不逃走 不反击 同样也不看我 反而是转身 对着那个巨大的青铜棺木 双膝着地 跪了下去 口中同时大声喊道 大王快救我 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马上就明白了过来 果然龙虎宗和秋莎莎 他们之前猜测的没有错 在这具巨大的青铜棺果之中 除了那个阴魂向田之外 还有一个 大王救我 那个臭道士 想杀了您的女儿 随着跪在地上的女尸 喊出这句话后 那个青铜棺果 并没有丝毫的反应 渐渐地 那个女尸双眼之中 越来越失望了起来 大王 我自十三开始 四奉于你身旁 从无怠慢半分 即便是您临死之前 让我陪葬长眠 我亦没有一句怨言 难道我做的这一切 就换来你如今这么对我 那个女尸说着说着 居然哭出了声 大王 他叫他大王 难道说 在这个巨大的青铜光果之中 藏着的那个阴魂 便是龙虎宗 一直在寻找的那个 想再次重掌天地的 邪恶阴魂 心里想着 我并没有着急冲上前 其实现在我完全可以 趁着现在这个功夫上去 一举把那个女尸给灭了 但是 既然他开口求着 那个青铜光果之中的阴魂 那我就等他从那个 青铜光果之中出来 一起给灭了 我对玄黄地精的力量 有着绝对的自信 可我站在原地等了一会儿 依旧没有见 那青铜光果有动静 里面的那个阴魂不想出来 行 他不想出来 那我就去请他出来 心念至此 我身形快速一动 朝着那个青铜光果就冲了过去 而那具女尸 见我跑了过来 一咬牙 恶狠狠地再次冲着我就扑了过来 我身形一转 伸出手指 对着他前额下面的命关 就打了过去 手指戳在那具女尸的 前额命关之上 瞬间把他给打倒在地 爬不起来 见此 我再次一转身 朝着那具青铜光果之中 一步步地走了过去 我刚刚走到境前 一个极为浑厚的声音 便从那巨大的青铜光果之内 传了出来 左十三 汝虽为道士 但也知天道不可逆 我能留此阳间 明明中乃天道所赐 人欲须留一线 何必如此绝 若阴收手 他日带本王出关 定当重用 听到里面传出来的这个声音后 我当时还有些纳闷 这套台词 我怎么就听起来这么耳熟呢 你大爷的 你特么当你自己是夜凉尘是吧 别给我整这一套没用的 实相的就赶紧给我滚出来 要不我现在就灭了你的女人 我看着那句青铜光果 大声骂道 可是里面再也没有传出来任何声音 不出来是吧 我看着那个青铜光果 直接就走了过去 双手放在光盖和光果之间的缝隙之中 同时用力往反向拉 就想把这个青铜光果给打开 轰隆隆 随着我用力 这个巨大号的青铜光盖 慢慢地被我给打了开来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 从里面同时冒出来一阵极为浓烈的黑气 朝着我就快速涌了过来 见到此处 我没有办法 只得放弃继续开光果 身子往后退去 躲避这些黑色的阴气 就在我刚刚退回去的收 那些阴气 马上回到了光果之中 接着传出 轰隆隆 的声响 巨大的青铜光果 再次慢慢合并 西瓜的兔子的 我还不信之不了你 想到这里 我便准备再次朝着那个光果跑去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 自我身后响起了那个女士奸细的声音 左十三 你站住 要是再往前一步 我便杀了她 听到那句女士的话后 我马上就想到了秋莎莎 忙转过头 顺着声音发出地看了过去 只见那句女士此刻紧紧地 贴在秋莎莎的背后 右手死死地掐住了她的脖梗 把她放开 我说着 转过身子 朝着那句女士 便走了过去 左十三 你可以再往前走一步试试 那女士说着 掐住秋莎莎脖子上的那只手中 加大了力度 秋莎莎的脸色 立刻变得通红了起来 看到这里 我忙停下了脚步 看着那个女士立声问道 你到底想干什么 那女士看着我冷言说道 我的想法很简单 我在这地底下面 待的时间太久了 想出去瞧瞧 不可能 我绝对不可能让你们从这里给逃出去 我看着那句女士果断地说道 哼 那你忍心看着这个一个漂亮的女孩 香消玉吗 我提醒你一句 她若是死在了这里 即便有三魂七魄 也不能再去轮回传世 女士双眼一眨不眨地看着我说道 她若是死了 我定也在此让你魂飞魄散 我看着那句女士杀气顿生 此刻在我心中突然多出了一个念头 杀了她 把那两个女人都杀了 她们死活 与你何干 杀了她们 我努力晃了晃脑袋 不让自己不再去乱想 心智这才慢慢地回复了过来 我刚才那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突然起了那么强烈的杀意 脑海里面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让出现在我眼睛里面看到的所有人都死 难道 难道说 因为我的再次使用这本《玄黄地精》 它现在已经开始在慢慢地吞噬我的心性了 想到之后 我自己会六亲不认 变成一个杀人狂魔的时候 我心中就生起一阵寒意 你若真的不在乎她的生死 想动手的话 那就来吧 现在那个女师已经走到了绝路之上司 毫不在乎我刚才对她的要闲 你究竟想要我做什么 我看着那个女师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 我不能拿着去秋莎莎的生命做赌注 我说过了 很简单 就是要你把这个九阳困阴阵帮我给破掉 让我从这个古墓之中出去 重建天地 那个女师看着我再次把她的要求说了一遍 我看着因被距离掐住脖子 从而脸色越来越难看的秋莎莎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现在的我只能暂时先妥协 只要那女师放开秋莎莎 我便快速冲上去 把她给打个魂飞破散 以防她从这个古墓之中逃出去 为祸阳间 那你还在等什么 我并没有太多的耐心 那个女师看着我再次冷声提醒道 好 我现在就去把这个九阳困阴阵给破了 你手别掐得太紧 我答应了一声 说着就朝着之前秋莎莎所插在地面上 使砖砖缝里面的那些黄色的铜钉 一根根地拔了出来 随着我每次从砖缝中 把拔出一根铜钉后 地面之上的那些道家符纹便暗淡了一分 直至我全部都拔了出来 地面上的符纹彻底消失 看到这里 我慢慢地把手中的那一堆铜钉 放在了地上 抬起头看着那个女师说道 你让我做的我都做了 这九阳困阴阵现在也已经破了 该轮到你放人了 那个女师看着我冷笑了一声 继续说道 左十三 你莫非是真把我当成傻子了 我不知道 你到底用了什么办法 变得如此之强 我承认 你现在想让我魂飞魄散 费不了多大的力气 所以我必须要谨慎一些 我朝着那女师踏前一步 努力压下去 已经开始狂躁起来的血液 盯着她继续问道 你到底还想怎么样 女师看着我露出了一丝冷笑 我得确保我自己能活着 从这个古墓之中逃出去 所以 你必须要离开我十丈开外 好 我点头答应了一声 慢慢朝后退去 直至退到这个墓室的墙壁旁 远远地看着那个女师和秋莎莎 同时我也在心中做了决定 只要那个女师一放开秋莎莎 我马上就以最快的速度追过去 无论如何 都绝对不能让她 从这个古墓之中给逃出去 之所以我这么痛苦地答应她 退开十丈之外 并不是因为我有信心能在十丈开外 瞬间就追上那个女师 而是因为我那本漂浮在半空之上的 玄黄地精 我翘无声息地 让着漂浮在我头顶上的那本 玄黄地精 朝着墓室的顶端飘了上去 然后再慢慢地控制它 朝着那个女师的头顶飘了过去 这便是我心中的打算 用玄黄地精 去追击那想要逃走的女师 那女师见我退开之后 却看着我邪笑了起来 让我心里根本就看不透 她下一步要怎么走 突然 我猛地抓起了身前控制的丘莎莎 把她整个人 用力朝着前面的墓墙上面 就狠狠地扔了过去 同时 她的身子快速化为 一道黑色的阴气 速度极快地 朝着墓室的顶部飞去 我操你大眼 我大骂了一声 忙用尽全速动身 朝着丘莎莎那边就追了过去 同时 让半空之上的玄黄地精 去挡住了那股女师所化的阴气 防止她从这个古墓之中 逃脱而出 身形闪动 我赶在丘莎莎 丘莎莎离着木墙数寸之隔的距离 一把拉住了她 丘莎莎 你没事吧 我把丘莎莎扶住 放在地上让她站稳 擦了擦前额上面的冷汗 看着她问道 丘莎莎此刻一句话都没有说 垂着脑袋 身子也变得软绵绵的 我低头一看 顿时心中一凉 因为丘莎莎现在紧闭着双眼 生死不知 见此 我忙聚集自身的阳气于双眼 仔细看了过去 发现丘莎莎的伸扬气虽然微弱 但是并没有要散去的征兆 顿时松了一口气 慢慢地把她给放到了地上 放好丘莎莎 我再次抬头 朝着木顶之上 那个想要逃走的女士看了过去 只见她所化的那股阴气 一直想绕过挡住她的玄黄地精 但是却次次被阻挡 玄黄地精 上面的黄色暗光闪现 逼得那股阴气连连后撤 看到这里 我心中稍安 还好 没有让她给逃出去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却让我吃了一惊 但见女士所化的那股阴气 好似被激怒了一般 突然间不管不顾地 就朝着挡在她前面的那边 玄黄地精就冲了过去 黑色的阴气 与那玄黄地精 散发出来的暗黄色光芒 交叉在了一起 随之那股阴气穿透 玄黄地精飞了过去 但同时那股黑色的阴气 被玄黄地精 给灭掉了一大半 而剩下的那一小半 快速朝着木顶窜去 只一瞬间就穿过了木顶 消失不见 她吸刮个兔子毛的 到底是让她给逃了出去 看到这一幕后 我肺差点没给气炸 自己豁出去拼了命 依旧让那女士给 从这里逃了出去 这个时候 漂浮在半空之上的玄黄地精 慢慢地朝着我这边飞了过去 飞到我头顶之上的后 围着我慢慢地转了一圈后 暗黄色的光芒 退去 落了下来 我把玄黄地精 接到手里 低头一看 自己的前胸 手臂上面的太极图案和符文 也同时隐去 身体之中的那股强悍的力量 也如潮水一般 快速退去 刚把玄黄地精 小心地放进随身背包之中 接着我便感觉全身无力 发软 眼前一黑 朝着地面之上就倒了下去 完了 这次真的完了 没有了玄黄地精的庇护 那青铜光果之中的阴魂 一定不会放过我和秋莎莎 哥们经得算是栽在这个古墓里面了 如双 对不起 我不能兑现承诺 去阴间救你了 爸爸妈妈 对不起 儿子不能尽孝了 这是我昏倒在地之前 脑海之中想到的事情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迷迷糊糊之中 我好似 感觉有人在推我 渐渐地这种感觉越来越明显 慢慢地我睁开 有些模糊的双眼 朝着四周看了过去 正好看到了秋莎莎 坐在我身旁 她见我醒了过来 忙开口对问道 十三 你醒了 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哪里疼 先喝点水吧 秋莎莎说着 递过了一个装满水的水壶 我现在刚刚醒过来 的确是有些渴了 便从秋莎莎手中 把水壶接了过来 拧开盖子 咕咚咕咚地 就连着喝了好几大口 喝完后 我把水壶放在了地上 朝着四周一打量 发现我们此刻 还在这个古墓之中 秋莎莎 那个女士有没有再回来 我看着秋莎莎问道 没有 秋莎莎对我说道 那 那青铜光果之中的阴魂 也没有趁机出来报复 我看着那个 依旧紧闭的青铜光果 不解地问道 没有 那个青铜光果里面的阴魂 好似还被什么给禁锢 所以她在那里面 根本就出不来 除非她 也能和之前 那句骗你来此的女士一样 找到了打开禁锢的办法 才能从那个青铜光果之中出来 秋莎莎见我心有疑惑 便把她心中所想的猜测 对我说了出来 听到秋莎莎的话 我也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 对了 就在这个时候 我脑海之中 突然回忆起一件事情 让我如遭雷击 怎么了 秋莎莎看着我疑惑地问道 我想起来了 我们第一次来这个古墓的时候 木棺打开 棺中那个长得和白若同一模一样的女尸 她穿的是一身红色的嫁衣 但是我们这次打开棺木 里面的那具女尸 却穿着一身翠绿色的衣衫 我看着秋莎莎 把刚刚想到的这个问题说了出来 当秋莎莎听到我的话之后 也是愣住了 看着我不解地问道 十三 你确定你之前都没有记错 我点头很肯定地说道 我确定 在之前我的注意力 都在那具女尸的脸上 一直没有在意她的衣服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 她的衣服绝对是换了 我记得清清楚楚 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 那具女尸身上穿着的衣服 是血红色的嫁衣 说到这里 我自己都有些迷糊了 按理来说 那棺木之中的女尸 被禁锢之后 无法从那木棺里面逃出来 那她身上的衣服这么换掉了 莫非 莫非是她换了一个 此时此刻 我有些想不明白 对面的秋莎莎 听到我这么说之后 沉默了一会儿后 接着对我问道 十三 或许她身上的那套红色的嫁衣 就是禁锢她的呢 因为你的到来 阴差阳错地解开了 她身上的封印 所以 那女尸身上的衣服才变了 听到秋莎莎的话后 我转过头 直接朝着那个破碎的棺木 走了过去 走进到那个棺木旁边 我朝着里面一看 果然在地上 有一套红色的嫁衣和粪棺 蹲下身子 我把碎棺木之中的 那套红色的嫁衣拿了出来 放在手中仔细一打量 红色的嫁衣 上面满是淡黄色的道家符纹 秋莎莎刚才猜测的 果然没有错 这套红色嫁衣 就是禁锢之前那具女尸而特制的 十三 这套嫁衣是不是有问题 这个时候 秋莎莎从我身后走了过来 看着我问道 听到秋莎莎的话之后 我接着就把手中的嫁衣递给了她 上面满是暗黄色的道家封印符纹 你猜得没有错 这件红色的嫁衣之前 的确是封印那具女尸之用 秋莎莎从我手中 把那件红色嫁衣接过去 拿在手中看了一会儿后 再次把它还给了我 十三 这件嫁衣我们先留着 带回去 说不定以后还用得着 好 我答应了一声 便把那件红色的嫁衣接了过来 叠了起来 放进了一旁的包裹之中 之后 秋莎莎又接着 用那些黄色的铜钉 再次围着那个巨大的青铜光果 一根根地在砖缝之中插了下去 看到这里 我不禁看着秋莎莎 有些担心地问道 秋莎莎 你身体里的阳气都恢复了 秋莎莎头也没回地 对我说道 差不多了 等她把手中的那些铜钉 全部都插在地上之后 秋莎莎再次盘腿坐于中间 又一次地布下了这九阳困阴阵 随着秋莎莎口中最后一句口诀念完 暗青色的地面之上 再次涌出了一层淡黄色的符纹 数秒后 慢慢地引入地面 而刚刚再次布下这九阳困阴阵的秋莎莎 身子一软 差点当场就昏了过去 秋莎莎这个女孩 虽然我认识的时间并不长 但也多少了解她的性子 太过倔强 总是喜欢勉强和透支自己 看到这里 我忙上前扶住了她 秋莎莎坐在地上缓了一会儿后 这才稳住身形 盘腿慢慢地修炼起来 以此恢复自身的阳气 我见秋莎莎双眼睛闭 打坐修炼 便先把地上的东西收拾了起来 也盘腿坐在地上 修炼起无极真气 双目半臂 我盘腿坐在地上 尽量自己的呼吸 慢慢变得平稳和有力起来 渐渐随着修炼的深入 我开始感觉到了 身体周围 突然多出了一股淡淡的气流 正是自然之中的紫色真气 这一股股的真气气流缓缓攀升 最后顺着我的呼吸和皮肤 一点点地钻进了体内 我双目依旧紧闭 手指之间结成的手印 纹丝不动 让自己尽量沉神凝气 心无杂念 保持着最佳的修炼状态 继续一点点地吸取 这自然界之中紫色的真气 真气很温和 进入我体内之后 慢慢地与我自身白色的阳气 相互结合在了一起 顺着骨骼和经脉 游走遍全身 最后沉入了丹田之中 竟然再一次地凝结成了 和上次一模一样的透明珠子 修炼无极真气的时光 缓缓度过 片刻之后 随着身子之中 真气和阳气最后一遍地游走完毕 我沉气于丹田之中 慢慢地睁开双眼 轻轻地吐出了一口气 朝着四周一看 秋莎莎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已经修炼完毕 正盘腿坐在地上打量着我呢 被秋莎莎这么一直盯着 我有些尴尬 咳嗽了一声之后 便对她问道 秋莎莎 你等我多久了 没多久 我也是刚刚才修炼完毕 恢复了一些阳气 秋莎莎看着我说道 听到她的话后 我点了点头 从地上站了起来 环视了一眼四周 对她问道 这青铜光果之中的阴魂 也用九阳困阴症给困住了 咱俩现在也应该回去了吧 我现在之所以这么着急 完全是因为 在这个古墓之中的那具女诗 是因为我的到来 才从这里给逃了出去 我必须得尽快找到她 绝对不能让她为火阳间 秋莎莎好似看出了 我心中所想 没有犹豫地点了点头 便准备和我一起 朝着这个古墓 按照原路返回 收拾好东西 再次背上背包 我和秋莎莎 便一起朝着原路返回 一路上 我俩谁都没有说话 各自闷头赶路 而我的心情也沉重了起来 一来是因为 我自己的判断错误 导致来此地 放出了那么一个祸害 二来则是因为 玄黄地精 玄黄地精之后 不光是杀意越来越强烈 甚至性格也变得自大 狂妄 目中无人了起来 变得一点都不像是我自己 我开始渐渐地不安了起来 若是继续这么下去 我早晚会被这本 玄黄地精 给彻底吞噬掉心性 从而性情大变 到那时候 只有一个取笑的我 还是我吗 越想我心里就越加烦躁起来 心中也随之涌出了一种 极为压抑的情感 让我越发觉得 自己后面的路的难行 甚至可以说是没有路走 一直跟在我身旁的秋莎莎 明显感觉到了 我心情不好 看着我低声问道 十三 你怎么 我感觉你心情很差 是不是因为 古墓之中的那句女诗 听到秋莎莎的话后 我看了她一眼说道 对 但不全是 秋莎莎接着对我说道 十三 其实这些事情 你现在不要太过责怪自己 任何事情 她的发生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这句女诗的气数还未倒 即便你没有来到这里 她也会用别的办法 从这个古墓里面逃脱出去 所以说 我们现在与其在这里叹气自责 还不如早日寻到那句女诗 把她给趁早灭了 听到秋莎莎所说的话后 我点了点头 却没有说话 继续朝着木道的前面 闷头赶路 等我和秋莎莎 顺着我们来时 所放下去的登山绳 爬上地面的时候 外面的天空早已暗下了来 我俩直接在这个破妙语之中 寻找了一个相对算是结实的屋子 走了进去 草草吃了些干粮 然后铺下睡袋 便躺了下去 没一会儿 我便听到了躺在屋子中的秋莎莎 均匀的呼吸声 她太累了 刚刚躺下去 便已经睡着 而我却躺在地上翻来覆去的 怎么也睡不着 此时的我 心中好似 一直有一块石头压着一般 让我有些喘不上气 因为睡不着 我索性 从地上坐了起来 透过破烂不看的窗户 看着外面的夜色 当我看到天空之上 满是星辰的时候 我再一次地想到了卢霜 想到了她坐在草地上 陪着我一起看星星 不过也就在这个关头 突然间 我好似听到了 屋子外面有轻微的响动声 好像是有什么东西 慢慢朝着我和秋莎莎 所在的这间屋子 靠近了过来 听到外面的响动声之后 我第一反应来的 便是那个从古墓之中逃走的女尸 找回来报复了 听到外面的声响之后 我忙从地上站了起来 随手把一旁的随身背包拿了过来 背在身上 同时快速地从背背包之中 掏出了一张羊符贴在了前胸 然后我接着聚集自身的羊气 朝着屋子外面的院中就看了过去 但是结果却是出乎了我的意料之外 因为此刻在院子外面 没有丝毫的阴气 所来的并不是阴邪之物 哐啷啷啷 又是一阵极其轻微的响动声 从外面传了进来 声音很小 但却足以让我听清楚 也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之间 我左手上面那个 一直带着我手链 竟然泛起了一层弹光 好似他发现了什么一样 不对劲 外面绝对是有什么东西来了 想到这里 我慢慢地走到了秋莎莎的身旁 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把他给叫醒 秋莎莎醒过来后 并没有说话 而是有一双 还带有睡意的眼睛 不解地看着我 见此 我忙用手朝着院子外面指了指 低声在他身旁说道 屋子外没有响动 估计是有什么东西来了 秋莎莎听到我的话后 下意识地把手旁边的毛笔拿了起来 握在手中 身子快速从地面上的睡袋中站了起来 我见秋莎莎准备好了 便小心地朝着屋子外面走了过去 只呀 随着我把这扇破旧的木门给慢慢推开 朝着外面看了出去 整个院子里面静悄悄地 空无人影 走到院子中间 我看着四周不断地打量 依旧没有发现丝毫的动静 这个时候 丑莎莎走了过来 站在我身后 看着这个院子对我说道 十三 你不会是听错了吧 被丑莎莎这么一说 顿时我也觉得自己的神经 最近有些太过于敏感了 弄得草木皆兵 听到一点动静 就以为有什么东西来了 我最后环视了一眼院子的各个角落后 见依旧没有丝毫的异常 便回过头看着丑莎莎说道 估计是我最近太累了 有点风声鹤唳 咱继续回去休息 和丑莎莎一起走回屋子里面后 丑莎莎躺下没一会儿 就睡了过去 而我依旧睡不着 就在我躺在地上想着回去之后 怎么去寻找那具女尸 又怎么去阴间搭救如霜的时候 在我左手上面的那个黑色手链 又一次地起了反应 它先是一警 待我朝着那条手链看过去的时候 黑色的手链之上 再次泛起了一层很淡的光芒 看到这里 我心里就起了疑惑 这条手链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也就是下一秒 哐郎哐郎 之前那种极其小的声音 再次从院子里面传了进来 它西瓜的兔子的 到底有什么东西 在外面弄这些幺蛾子 心念至此 我再次翻身 从地上坐了起来 轻手轻脚地 朝着屋子外面走了出去 慢慢地推开房门 走到院子中间 我四处看去 依旧什么都没有发现 这样一次次被耍的感觉 不免让我心中起了怒意 随着这一丝怒意 一股极为强烈的杀意 瞬间就如潮水一般 快速涌上了我的心头 在此刻 我只有一个念头 找到那个声音 发出的罪魁祸首 不管是人还是鬼 统统都给撕碎了它 呼呼 一阵刺骨的冷风 从院子外面吹了过来 一下子让我打了个冷战 随之便冷静了下来 马上在我脑海之中 生出的那股怒意和河沙意 也同样慢慢地退了回去 再次回归沉静和镇定的我 站在院子中间 竟然有些盲目了 我刚才那是怎么了 为什么会突然生出了 那么强烈的杀意 刚才那个人 还是我自己吗 想着想着 我开始有些后怕了 难道是因为 我摇了摇头 没有继续让自己想下去 该来的总归要来了 只不过 我没有想到 他来得这么快 短短的功夫 让我变得 自己都开始不认识自己了 甚至说 我好似感觉自己 正在慢慢地 变成另外一个人 就在这个当头 之前那哐啷啷啷的轻微声响 再次传进了我的耳朵里面 我顺着声音 传来的方向 仔细听了过去 发现声音的来源 是在院子外面的北面 不管怎么样 先去看看 到底是什么再说 要不我今天晚上 是没法继续安心睡觉了 想到这里 我暂时把自己的事情 压了下去 朝着这个庙宇的院子 外面走了出去 我走到院子的外面 继续顺着 哐啷啷啷的声音 朝着这个庙宇的北面 慢慢地走了过去 我一边走 一边从随身背包之中 拿出了一张 六丁六甲驱鞋 扶握在了手中 以防不备 在这个庙宇的南面 便是茂兰喀斯特 原始森林的密林 我听着声音 朝着前面那一片 幽黑的密林 走了过去 这个声音很奇怪 因为它跟这个庙宇 相隔的距离很远 但是声音却始终很小 我根本就想不通 为何如此小的声音 穿透力却是这么强 走了大约能有二三分钟 之前那一阵 哐啷哐啷 戛然而止 我站在原地 顿时就失去了目标 正在我犹豫 要不要先回到庙宇的时候 猛然之间 我感觉好似在我身后 有什么东西来了 我忙转身回头看了过去 之间在不远处 突然出现了一个人 一个身穿着黑衣头 戴着斗笠的男人 不是别人 正是那个消失许久的斗笠男 当我看到是他后 我脑中 马上就跳出了一个问题 他来这里做什么 斗笠男站在我对面 与我静静对视着 就这样一句话都没有说 暗白色的月光 洒了下来 神秘和自信的感觉 他身上所自然散发出的自信 时时刻刻触碰着我的心 就好似我眼前面对的这个男人 他有在弹指之间 就能打败我的自信 这种自信 绝不是伪装出来的 而是一个经历过无数次生死 和血雨磨练出来的真正强者 从那外自然散发出来的 不但有一丝做作 从这一刻开始 我才感觉到 在我前面的这个神秘男人 我一点都不了解他 他的身上到底 背负了多少的溶与乳 又背负了多少的秘密 终于 斗力男他慢慢地朝着我走了过来 走到离着我不足两米的地方 停了下来 即便他黑沙正面 但我还是能感觉到 他那一双犀利的眼神 正在死死地盯着我看 左十三 我问你 你自己的心和本性都去哪了 就在这个时候 斗力男突然开口看着我问道 听到斗力男的话 我身子掀视一阵 接着不受自己控制的脱口而出 你 你怎么知道的 斗力男伸出手 朝着我左手上面的 那条黑色手链指了指 我当下全部都明白了过来 你来这里 就是为了问我这个问题 我深吸了一口气 看着斗力男问道 不知道 为什么我始终 对这个神秘的男人 有着极为强烈的好奇心 想窥看他背后所藏的所有秘密 斗力男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而是语气冰冷地对我说道 不想被那本书给害死 现在就跟我走 他的话语之中 不留有一丝反驳的余地 我为什么要跟你走 我看着斗力男问道 此刻邱沙沙还在寺庙里面 而且我还着急回去 因为寻找到那个女尸迫在眉睫 那你是想死 亦或者是变成一个贱人就咬的疯子 斗力男看着我冷冷地说道 你到底知道些什么 为什么我用了那本书之后 会变成现在这副样子 我看着斗力男 把一直压在我心底的话问了出来 斗力男听到我的话之后 转头看向了我 双目一直盯着我看 过了许久 他才开口说道 玄黄地精 你现在根本就没有能力 让他屈服于你 物所及 人未及 则必反 吞噬你是小 若是让这本能制服阴邪万物的 玄黄地精 变成了一本邪书 那么你就是千古罪人 斗力男此时的话 让我心中不由地未知一震 当下竟然不知道 应该说些什么了 跟我走 斗力男看着我 再一次地说出了这三个字 你要带我去哪 又去干什么 我看着斗力男问道 我现在对他的性格和想法 完全不了解 之前他每一次见我 都会直接对我动手 现在为什么他这一次却要救我 至少我自己 目前是认为他来此事来救我的 到了那儿 你自然就知道了 斗力男看着我淡淡地说道 就在这时 他说完这句话后 猛地身子一转 背对着我 好似发现了什么一般 身形如同一只猎豹 猛地就从原地窜了出去 身法快如鬼魅 等我再去看的时候 斗力男只给我留下了一道黑色的背影 转瞬就消失在黑色的夜色之下 我看到这里 有些没反应过来 这斗力男他刚才到底发现了什么 站在原地 我等了他一会儿后 见那斗力男还未回来 我便朝着来时的路 往之前的那个寺庙赶了回去 路并不远 没多一会儿 等我赶回到那个寺庙的时候 隔着老远隐隐地 在寺庙的周围 看到了几个黑色的人影 当我看到那些人影之后 心中一害 糟了 邱莎莎还在那寺庙之中休息 他身上的阳气 还没有完全恢复 自保都难 想到这里 我心中更是着急 忙加快脚步 朝着寺庙之中跑去 我一边跑 一边聚集自身的阳气于双眼 朝着留在外面的 那个把风的人影 看了过去 只见那个人影的身上 带着白色的阳气 而且还带有丝丝的黑色阴气 存在于他的身旁四周 以此判断 他们都是人 而且八成是赶尸人 难道是赶尸派 又派人来了 多半是之前逃走的 那个赶尸人回去报的信 不过 我没有想到 他们的行动怎么这么快 根本就不给我和邱莎莎 任何喘息的机会 从这个方面 我也看出 这赶尸派此行的决心 他们现在是不得到我手中的这本 玄黄地经 和无极真气的修炼法门 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他大爷的 我按骂了一声 加快了脚步 绕过那个在庙宇大门口 把风的赶尸人 从庙宇的南墙直接翻了过去 轻声落地 随着我落入寺庙的院子里 接着就听到了 在屋子中有人打斗的声音 传了出去 其中就有秋沙沙的交传之声 听到这里后 我什么也顾不上了 直接把竹龙九凤 从背包之中抽了出来 猛地纵身一跃 朝着屋子里面就冲了进去 房门打开 我直接就冲了进去 正好看到了 屋子有三个背着 人形蛇皮带的男人 其中有两个 把秋沙沙死死地 给按在了地上 另外一个满脸一笑 欲加动手 见此 我忙朝着被按在地上的 秋沙沙看了过去 发现她衣衫虽有凌乱 但并没有露出身子 当下便松了一口气 草 回来就好 省得我们动手逼问 其中一个赶尸人 看到我之后 从地上站了起来 冷冷地看着我说道 你大爷 我直接骂了一句 一句话没再说 挥起手中的竹笼九缝 就朝着 刚才那个说话的赶尸人 就冲了过去 对方见此 后退一步 一个闪身避开 身子一顿 三个人同时夺门而出 不站而退 看着那三个人远去的身影 我即便是个傻子 也知道不能追出去 因为此刻 他们在外面定然不下了陷阱 等着我追上去自投罗网 可就在他们 那三个赶尸人 跑到院子里的时候 丘莎莎一下子昏迷了过去 倒了地上 小子 那个女人被我们给吓了尸毒 两个小时之内 若是没有服下解药 必定毒发身亡 解药就在我的身上 有胆子就来拿 说着 那个赶尸人 带着另外两人 朝着寺庙的外面 就跑了出去 我看了一眼 昏迷不行 躺在地上的丘莎莎 有转头看了一眼 那几个跑出去的赶尸人 把心一横 一咬牙 快步追了出去 即便外面有 他们布下的圈套和陷阱 我也得去 不为别的 就为丘莎莎 同样不顾自己的姓名 救过我的命 嗯 必须得报 我跟着那几个赶尸人 后面追出寺庙后 见他们朝着寺庙的后方 快速跑去 接着我便加快脚步 追了过去 跟在那几个赶尸人的身后 连续跑了能有十多分钟之后 一直跑在前面的那四个赶尸人 慢慢地停了下来 转过头 站在原地一起冷冷地看着我 见此 我便知道 现在来到了他们 锁不下陷阱的地方 只得加倍小心 一步步地走了过去 小子 你还算有几分胆色 真的敢追过来 其中一个身材较为矮小 留着胡子的赶尸人 冷笑着对我说道 我没有说话 而是步步谨慎地 朝着他们四人靠近 我现在心中 也同样有自己的打算 我想 没等他们动用陷阱之前 掀下手为强 打他们个出气不易 随着我一步步地靠近 那个小胡子冷笑一声 你想跟我们拼 太天真了 随着他话音落下 接着口中大喝 湿气如蛮腹软绵 明须目夹翘无宣 为防冲关危险计 故意定理任阴煞 四阴九邪阵 随着那个小胡子 没喊出一句话 我便感觉在我四周的 其中第一个方向 瞬间涌起一股大阴气 随着那个小胡子 四句话喊完 四个方向 全部被阴气给封死 把中间的 我给困在了其中 其实我一开始打算 趁着那个小胡子 念口诀的时候 直接冲上去 跟他们玩命 但是我不经意间 在他们眼前的脚下 发现了一张张红色的符纸 虽然我不知道 那些红色符纸是干什么的 但绝对是用来提防我的 所以 我只得暂时按耐住 自己的性子 以进制动 走一步看一步 也就在这个时候 那四个感识人 分别站在我周围 前后左右的四个方向 每个人手中 都握着一个同龄的 随着他们四人站定 其中那个小胡子 看着我问道 左十三对吧 你小子把我们想要的 天皇地精 和无极真气的修炼法门 都给交出来 我就让你们两个人走 要么 要么怎么样 我看着那个小胡子 冷眼问道 要么男杀恋师 女居为奴 小胡子看着我 露出了一丝邪笑 你们怎么对付 我都没关系 但你们可知道 那个女孩她是谁 我看着那个小胡子问道 不管怎么样 目前我得想办法 先保住秋莎莎 管她是谁 跟我们赶世派作对 都没有好下场 那个小胡子 看着我阴冷地说道 我一笑 她是我们龙虎宗宗主的女儿 秋莎莎 那小胡子听到我的话后 脸色一瞬间变得沙白 那 那又怎么样 我们是奉命行事 即便把你们俩人都杀了 也有人给我们顶着 而且我们主要是针对的你 左师三 那个小胡子换了一会儿后 看着我说道 哼 一个日渐衰败的旁门左派 也想染指天皇地精 和无极真气 自不量力 就在这时 斗笠男那冷冰冰的声音 从我身后转了过来 随着斗笠男的声音传来 我忙朝着身后就看了过去 只见后面一片黑漆漆的阴气 根本就看不到他的影子 谁 谁特么不张眼 来这里找死 那个小胡子 听到斗笠男的声音后 忙朝着我身后的那个方向 骂了过去 虽然他此刻的语气 依旧强硬 但是我已经隐隐从他的声音之中 听到了一丝慌乱 一声冷哼 再次从我身后转了出来 随着我便看见一个黑色头 带着斗笠的人影 穿过了那片黑色的阴气 出现在众人面前 慢慢地朝着我们这边 走了过来 当布阵的那四个 赶诗人看到这一幕后 表情全部都凝固了 其中一个赶诗人 双眼死死地盯着 一步步走近的斗笠男 开口问道 你 你究竟是什么人 为什么能直接穿过 我们锁不下的四阴九邪阵 斗笠男并没有回答他的话 而是慢慢地走到了我的身旁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与那四个赶诗人对视 气氛也在这一刻紧张了起来 朝着四个方向的赶诗人 看了过去 我能明显地 从带头的那个小胡子脸上 看到了胜出的冷汗 高手之间的对决 第一招往往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以强凌弱大多先发制人 以雷霆之势一举摧毁对手 以弱击强则多是后发制人 顾漏破绽诱敌强攻 伺机寻袭反击 所以 那四个赶诗人 明显觉得自己 不如眼前的斗笠男 所以斗笠男没有出手 他们绝对不敢贸然先动手 过了一会儿 那个小胡子终于沉不住气了 看着斗笠男开口问道 这位朋友 你和我们赶诗派有何冤仇 没有 斗笠男看着那个小胡子 把话说得风轻云淡 就好似平常在聊家常一般 小胡子听到斗笠男的话后 微微松了一口气 继续开口问道 那你来这里是为了 为了要你们的命 斗笠男说话的语气 依旧很平淡 但是听到我的耳朵里面 却给了我一种无形的威压 是的 是威压 即便他刚才说话的对象不是我 我也很明显地感觉到了 而那四个赶诗人 听到斗笠男的话后 每个人的脸上的神情都开始变了 接着渐渐地沉了下去 其中那个小胡子 用一双胸光闭露的眼睛 盯着斗笠男说道 朋友 做事情 你可要千万考虑清楚了 我们四个人都是奉赶诗派长老之命 来执行任务 你确定要跟我们整个赶诗派作对 小胡子这番话说得不卑不亢 而且同时把整个赶诗派 给搬了出来 当作靠山 所以说 这个人的脑子并不算笨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 还能说着这么一番话来 难怪赶诗派会派出他带头前来找我 斗笠男听到那个小胡子的话后 却轻声笑了起来 我连整个龙虎宗都敢与之为敌 何况再多你们一个赶诗派 废话少说 受死 斗笠男说到这里 双眼之中寒光一闪 身子一动 朝着对面的那个小胡子 就冲了过去 快用射魂灵 那个小胡子见此 盲大喊了一声 把他手中一直拿着的那个铃铛 微微一摇晃 叮叮当 四个方向同时传来了这种铃铛的脆响声 接着我便感觉眼前头重脚轻 变得昏昏沉沉了起来 用牙齿一咬自己的舌尖 疼痛感顿时让我的脑子清醒了起来 我抬起头朝着斗笠男那边看去 只见他并没有受到一点影响 身子丝毫不减速地朝着那个小胡子 直冲而去 小胡子见此想闪身避开 脚下刚刚一动 斗笠男便已经冲到了他的近前 只听见扑斥 一声 那个小胡子的左肋 便被斗笠男手中的一把断刃给刺了进去 此刻那小胡子也是豁出去了 一咬牙大喝一声 左手死死地抓住斗笠男的胳膊 防止他脱逃 同时右手从身上快速抽出一般弯刀 用力自下而上 反撩斗笠男的下身 生死相搏看中的胜利的结果 谁赢了谁就活下去 而不是光明的过程 虽然小胡子这一刀就很不光明 但是比起活下去 再不光明又算了什么 这把弯刀的刀刃是墨色的 哪怕是我这个门外汉也看得出来 刀刃上面抹了毒 对于小胡子的这一刀 斗笠男并没有再次出招封挡 同样也没有后撤躲闪 而是势如无睹地抬起右手 屈指成拳回避 朝着小胡子的面门之上 就狠狠地打了过去 就此 小胡子他右手中弯刀的刀锋 自下而上 划过了斗笠男的前胸 与此同时 斗笠男那用尽 全力的右拳也砸上了小胡子的左塞之上 随着斗笠男一拳击中 小胡子当即就被砸飞了出去 小胡子刚才的那一刀 也活开了斗笠男身上所穿的黑色衣袍 他衣袍里面暗藏的指幅和阵气散落了出来 里面的内衣未破并没有受伤 而斗笠男的那一拳 虽然击伤了小胡子 却也没 马上令他丧失移动能力 小胡子摔落在地后 马上顺势打了几个滚 便止住了退逝 柔身而起 竖刀右胸 大喝一声 以此发威 接着侧步回冲 只这一个回合 我便看了出来 那个小胡子 根本就不是斗笠男的对手 甚至可以说 他们俩人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面 也就在在同一时刻 身处另外三个方向的赶尸人 全都从身上抽出了弯刀 一起朝着斗笠男的身后 就冲了上去 我见此也紧随其后 朝着其中一个赶尸人 就冲了上去 挥动手中的竹笼九缝 朝着距离我最近的一个 便刺了过去 那个赶尸人 感觉他身后有人追来 身子一顿停了下来 转过头 用手中的弯刀 朝着我就狠狠地劈砍了下来 见此我无法硬上 只得先行避开 再次寻找机会下手 而那赶尸人 看见我闪避之后 抽身再次追了上来 挥一刀便砍 一次比一次来得凶猛 再一次地闪避过一刀后 我终于找到了 那个赶尸人身上的破绽 趁着他还未收刀 猛地跨前一步 身子紧贴于他的面前 用手中的竹笼九缝 朝着那赶尸人的小腹上面 便刺了过去 噗哧 一声 手中的竹笼九缝 直接刺进了 那个赶尸人的小腹之中 随之我便感觉 右手上面一热 一股粘稠的血迹 喷在了我的右手上 那个赶尸人 此时被我刺中 双眼之中血红 张开口大喝一声 便继续用手中的 那把弯刀 朝着我脑袋上面 就狠狠地砍了下来 看到这里 我忙把竹笼九缝 从那个人赶尸人的身上 给抽了出来 同时身子快速后撤 闪开了他这一刀 随之那个赶尸人 双眼眼死死地盯着 我就倒了下去 剑解决了一个 我忙抬头朝着前面 看了过去 只见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另外两个后上的赶尸人 已经倒在了地上的血泊之中 而此时 只剩下了之前那个小胡子 窃窃地站在一旁 盯着斗笼男 说 你们赶尸派 怎么知道他身上有 玄黄地精 和无极真气修炼法门的秘密 是谁告诉你们的 斗笼男看着那个小胡子 冷声问道 小胡子听到斗笼男的话后 沉默了起来 好似在犹豫什么 说出来 我便放你走 斗笼男说着 我自己手中的断刃横在了胸前 像是在给他施加压力 小胡子看了看斗笼男 又朝着我这边看了一眼 突然大笑了起来 想要知道 做梦去吧 随之他 快速从手中拿出了一道符纸 贴在了自己的身上 然后用手中的弯刀 朝着自己的手腕上面 狠狠地砍了下去 随着一道血光渐出 我接着便听到那个 赶尸人开口喊道 银血顿法 随着那个赶尸人话音落下 顿时在他身前 便生出了一盆红色的雾气 他的身形随即隐去 斗笼男见此冷笑一声 没有丝毫的犹豫 身子如鬼魅一般 朝着一个方向就追了过去 他在追出去的时候 还给我留下了一句话 左十三 你若是不想死 就在这里等着我回来 然后跟着我走 听到斗笼男的话之后 我并没有往心里去 而是朝着躺在地上 已经死去的那三个 赶尸人冲了过去 我现在只想 快点从他们身上 搜找出能解开 丘莎莎身上尸毒的解药 搜了半天 除了从他们身上 搜找出一些符纸 和形状各异的暗器 根本就没有找到 任何的解药 看到这里 我当下就明白了 丘莎莎身上尸毒的解药 并不在这三人的手中 而是在那个领头的 小胡子身上 心中不免有些沮丧 却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在原地 等待斗笼男回来 等了大约能有七八分钟后 我便看到远处一个黑影 朝着我这边略行了过来 几个起跳便来到我的镜前 来人正是去而复返的斗笼男 我看到他之后 忙上前开口问道 你追到那个赶湿人了吗 他身上有没有解药 斗笼男看着我没有说话 反而身形快速地移动 朝着我就冲了过来 双手同时出手 上下骑攻 看到这里 我忙退后闪身 同时从随身背包之中 抽出了竹笼酒缝 横在前胸 抬头看去 心中便吃了一惊 斗笼男的身形 并不在我身前 在身后 心念至此 我忙朝着身后 快速踢出了一脚 同时 身子朝着后面看了过去 只见身后 一个黑影一闪 斗笼男便躲避开了我的攻击 冲到了我的镜前 我接着便用右手中的 竹笼酒缝 朝着他的身上 便刺了过去 他没有闪避 伸出手挡住了我的胳膊 同时跨前一步 用他的脑袋 狠狠地撞在了我的脑袋上面 被斗笼男这么一撞 当我顿时就觉得 眼前冒惊心 一个猎且 差点没当场就摔倒在地上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就感觉脑后一疼 被重击了一下 接着眼前一黑 朝着地面倒了下去 迷迷糊糊之中 我感觉自己的身体 好像被人给抗在了肩头 好似朝着一个方向赶去 接着 我便彻底地 失去了所有的知觉 你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竟然在一个黑漆漆 什么都看不清的屋子里 不 不对 这不是屋子 而是一辆大货车的货运箱 因为我感觉到了 车身的晃动和发动机的声音 我怎么会在这个货车的货运箱里面 又是谁送我来的 晃了晃 还有些发胀的脑袋 之前发生的事情 也慢慢地回忆了起来 正是斗笼男把我打昏 然后弄到了 这个货车的后备箱里面 不过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又要把我带去哪里 我试着扶着货箱 慢慢地站了起来 朝着后面的货箱门走了过去 走到货箱门的时候 我试着想打开 却发现后备箱的铁门 已经被人给从外面锁死了 叹了口气 我现在觉得自己 就好似是一只动物 被斗笼男这个猎人给逮住 关在了这里 一种从未有过的屈辱感 随之涌上了我的心头 我自嘲地笑了笑 继续靠着货箱坐了下去 不管怎么样 我现在都没有能力逃出去 只能顺其自然 走一步看一步 我想看看这斗笼男 到底想把我带到哪里去 又要去干什么 就在我心里想着的时候 突然想到了身中适毒的丘莎莎 她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想到这里 我心里不免有些着急了起来 忙站了起身子 走到货运箱的前面 用力砸了起来 没一会儿 我便感觉这辆货车 慢慢停了下来 接着有人打开车门的声音响起 一阵脚步声传来 一个极为陌生的声音 从货运箱的后面响起 安静在里面待着 那个叫丘莎莎的女孩 没事 那个声音的主人 好似知道我心中所想一般 一下子就回答了我的疑问 我估计八成是斗立男嘱咐他 这么对我说道 但不管怎么样 丘莎莎能没事就好 我当下也就放心了 马上便朝着外面喊道 你们准备把我带去哪里 到了你自然就知道了 那个陌生的男人对我说完后 便走了 接着上车关门 启动车子再次上路 见从这个开车的人口中问不出答案 我只得放弃 在货车货运箱里面 等待到达目的地 虽然我不想逆来顺受 但是现在的局面对我来说 并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 再次盘坐在货箱里面 聚精会神地 开始修炼起了无极争气的法门 现在它是我去阴间搭救暗如霜 唯一的底牌了 所以我必须抓紧时间修炼 车子一路上晃晃悠悠行驶了大半天之后 才停了下来 开车的司机下车走了 留下我一个人在货运箱里面 等了能有一个多小时后 才有人走到后面 给我打开货箱的车门 随着车门被打开 极为刺眼的阳光照了进来 一下子让我无法适应 半征着眼好一会儿后 才慢慢地缓了过去 走下车子 我终于看到了那个开车的司机 他是一个高瘦的中年人 而在他的身后 站着的人正是斗立男 我先是环视了一圈 发现这里依旧是一个山脚 前面有一片冒冒欲欲的丛林 车子停在了山脚下的尽头 这是哪儿 我看着那个高瘦司机身后的斗立男 开口问道 斗立男并没有回答我的话 而是把那开货车的司机送走之后 转身朝着我看了过来 冷冷地留下一句话 转身就走 跟在我后面走 虽然心里有疑惑 但是既然来都已经来了 我倒想看看 他要带我去啊 跟在斗立男身后 朝着前面的这座山走了上去 穿过一片密林之后 前面便是看不到头的灌木丛 我俩走近之后 藏在灌木丛之中 无数只飞蛾翻飞抖动 天地顿时成了灰白色 就好似下起了一场大雪一般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怎么会有这么多灰色的飞蛾 穿过这一片满是飞蛾的灌木丛之后 前面便出现了一条蜿蜒的小路 斗立男带着我 朝着这条小路走了上去 我约莫走了 能有半个多小时后 隐隐地在前面看到了一个建筑物 看到这里 我不禁心中暗想 莫非斗立男他带我去的 就是前面那个地方 心中猜想着 便和斗立男一起走到了 那个类似于四合院的屋子旁边 推门走了进去 我环视了一圈 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古典式的庭院 到处都充满了中国古典元素 大约能有十几 二十间屋子大小 就好似来到了一个古代商人的家中 而这个院子里面 只栽种了一种植物 竹子 这是什么地方 我看着斗立男开口问道 你接下来要待的地方 斗立男头也没回的 对我说道 我为什么要待在这里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我继续问道 心中却越来越迷糊了 这个斗立男我根本就猜不透 他心里面到底在想些什么 斗立男听到我的话后 慢慢地转过身子 同时伸出手 把自己头上一直带着的斗立 拿了下来 接着 一张十分清秀的脸庞的 出现在我的面前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斗立男的真面目 也是第一次感觉到 一个男人居然也可以长得如此好看 他的脸庞 透着棱角分明的冷峻 阴挺的鼻梁 乌黑的眉毛 幽暗深邃的冰眸子 显得狂野不拘 五官就好似刀客一般俊美 左十三 无论是否会相信我 但我还是要告诉你 我带你来这里 只有一个目的 让你变强 斗立男终于开口回答了我问题 听到他的话之后 我脑子直接成了江湖了 他之前恕我于敌人 现在为什么却突然要带我来这里 让我变强 你为什么要怎么帮我 我看着斗立男并没有拐弯抹角 直接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你想知道 斗立男看着我问道 我点头 我想让你变强 是让你以后能帮我杀一个 我不能去杀的人 斗立男看着我说道 我并不想杀人 要是对方跟我无冤无仇 我绝对不会动手 我看着斗立男说道 斗立男听到我的话后 嘴角微微一翘 很有自信地说道 你一定会动手的 为什么 我不解 没有那么多为什么 你若是想要活下来 想要自己不被吞噬 就只有变强 左十三 你先试试接受 还是不接受 斗立男看着我冷冷地问道 接受 为什么不接受 我看着斗立男 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不管他有什么目的 只要能让我变强 只要能救回安如霜 就够了 而且 我想着 真的太渴望自己的变强了 好 现在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 便是把你自己已经被吞噬掉的星星给收回来 跟我来 斗立男说着 便转身带着我 朝着其中的一个屋子走了过去 我则是在跟他的身后 抬腿走了过去 走到一个像是书屋的屋子里面 四周满是各种各样的书籍 斗立男抽出了一本书 扔给了我 一个月的时间 把他背下来 做不到就滚 他说着 便转身走出了屋子 带上斗立 身形移动 直接跳出了院子 不见踪影 我站在房屋门前 看着斗立男消失的身影 和手中这边能有 红楼梦 厚度的 清新路 有些欲哭无泪 一个月背下来这么厚的一本书 这不让我这个考试作弊 都倒着数的人撞墙吗 但是抱怨归抱怨 书还是要背的 不管现在怎么样 目前来说 斗立男他是在帮我 虽然我不清楚 他这么做 到底有什么目的 但是他若是想害我 完全不必如此麻烦 直接动手便可 而且 这本清新路 从名字上面判断 多数是帮我清掉心魔的 以免我自己的心性 被那本玄黄地精所吞噬 既然这是为了自己 我又何必抱怨呢 一个字 背 心里有了决定 我便关门回到了屋子里面 在桌子旁坐下 开始翻开自己手中的这本 清新路的第一页 认真地背了起来 我先是把这本六百多页的 清新路分成了三百份 每天必须背过十份 这么算来 一个三十天月 刚好能把这本 清新路给全部背下来 只不过一个月之后 寒一节便到了 也是鬼门大开的时候 想到这里 我心里便开始有些着急了 就在我越来越烦躁 根本就没法安心背书的时候 突然间敲门声响了起来 听到敲门声后 我坐在板凳上 先是一棱 难道是斗立男又回来了 不过他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客气了 想到这里 我忙起身朝着门口走了过去 打开门 我却傻了眼 因为在我们后面所站着的 并不是斗立男 而是一个穿着一身素衣的女孩 站在我的面前 她有着一副较好的面貌和身材 编着一对长长的辫子 此刻她正看着我笑呢 她笑起来 戴着脸颊上 戴着两个浅浅的酒窝 给人一种看到很舒服的感觉 你 你是 我看着眼前这个小女孩 有些狐疑地问道 我是在这里负责您和清幽先生起居的 吃饭的时间到了 我来叫你吃饭 那个小女孩看着我说道 哦 这样 行 我说着转身把房门关上 跟着那个小女孩朝着后面走去 对了 先生您是叫左十三对吗 我叫若柳 你叫我柳就行 以后有什么事情 尽管吩咐我就行 这个叫若柳的女孩笑着对我说道 我点头答应了一声 心思却不在她的名字上面 和她一起走到吃饭的屋子后 我坐了下来 看着桌子上面三个青菜 一个菜汤 也不客气 直接冻筷子吃了起来 嗯 味道不错 对了 清幽她不回来吃饭 我一边吃 一边看着坐在我对面的若柳 开口问道 清幽先生 她很少回来一次 一般都是我一个人在这里吃饭 若柳回答我问话的时候 先是把自己的手中的碗筷 全部都放下 然后才开口回答我的问题 即便我不太懂古代的一些规矩 也从这个小细节看得出来 她这个习惯 好似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年代的女人能有的 有了这种想法之后 我忙聚集自身的杨气于双眼 朝着若柳的身上看了过去 在她的身上只看到了白色的杨气 并没有任何的异常 若柳 我问你 你是我们现在这个年代的人吗 我是个藏不住话的人 心里想着什么 就得马上开口问出来 若柳听到我的话后 一笑道 难道先生 您还以为我是哪个年代的 不是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些 和我们现在女孩不一样的地方 我看着若柳说道 若柳自三岁开始 便没有了父母 也没有上过学 就算是普通话和识字 都清幽先生所教 多数的人情事故 也是若柳自己在书中所知 所以 肯定会跟外面的女孩 有所不同 若柳看着我落落大方地说道 听到若柳的话后 我这才明白了过来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在斗笠南的书房之中 多数都是古代书籍 既然若柳 看的都是古代的书 那么她现在有这种举动 也是正常的 先生 是不是若柳刚才什么地方 做得不好 你可以直接跟我讲 我会改正的 若柳见我一直都没有说话 便接着开口问道 没 没有 挺好 挺好的 对了 你和清幽是什么关系 我承认 我现在的好奇心又上来了 清幽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 要不是没有他 世间上便不会有若柳这个人 若柳看着我回答道 你一直都待在这里 没有出去过 我接着问道 每个月 我都会下山去山脚的镇子 买生活用品 其他的地方倒是没有去过 若柳对我说道 这里好像没有通电吧 那你一个人 一直待在这里不闷吗 我看着若柳问道 不啊 有人想 还有小花陪着我 怎么会闷呢 若柳想都没想 直接脱口而出 有人想 清幽 我下意识地联想到了斗力男 若柳听到我的话后 白皙的翘脸上顿时一红 低下了头 没有再说话 估计我刚才八成是猜对了 气氛接着变得有些尴尬了起来 我干咳了一声 然后对若柳说道 吃饭 先吃饭 我说着再次加菜吃了起来 若柳见我动手 他这才从桌子上面再次拿起碗筷 一小口一小口地吃了起来 看到若柳小心吃饭的样子 我真的怀疑他是不是看了一本 古代丫鬟生存手册了 吃过饭后 我想帮着若柳收拾桌子 却被他给拒绝了 只得自行先回到书房之中 再次背那本清心路 看了好一会儿 因为如霜的事情 我始终都无法静下心来 让自己集中注意力 脑子时不时地就开小差 因为我担心 一个月之后 即便背过了这本清心路 即便是把自己的心性夺了回来 修为却止步不前 没有足够的资本去阴间搭就安如霜 不免有些急躁 心中一着急 哪里还有背书的心情 就在我烦躁不安的时候 轻轻地敲门声再次响起 进来 我把手中的清心路放到了桌子上面 看着门前开口说道 门并没有被打开 而是若柳的声音从外面传了进来 先生 洗澡水已经帮您烧好了 您现在要不要去洗澡 听到是若柳的声音后 我先是答应了一声 便从板凳上面站了起来 朝着屋子外面走了出去 打开门 走到屋子外面 我发现天已经开始微微发暗 便对等在外面的若柳说道 我说若柳 你以后顾得自己就成 不用来伺候我 你告诉我 做饭和烧水的地方在哪 这些事情 我自己也能干 若柳听到我的话后 依旧面带微笑地对我说道 先生 您不用跟我客气 这些事情都是我应该做的 反正我整天也没什么事情 闲着也是闲着 现在有事情 做我求之不得呢 我有些无奈地耸了耸肩 放弃继续劝导他 跟在他的身后 朝着一旁的屋子走了进去 推门走进屋子 在中间的一个大号木盆之中 已经装满了冒着热气的热水 在我身后的若柳 随之替我轻轻地关上了门 我则是走到了木盆旁边 伸出手设施水温 水温刚刚好 既不热 也不凉 当下脱光了衣服 泡在了里面 靠在木盆后面 我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让自己什么都不去想 消除一下今天一天的疲倦 洗好澡穿上衣服后 我便从屋子里面走了出来 回到了书房之中 准备睡觉前 把桌子上面的那本 清新录 今天的任务给背下来 也就在这个时候 房门再次被敲响 我答应了一声 若柳再次走了进来 手中端着还一套茶壶 先生 晚上看书的时候喝点茶 可以减轻一些困意 若柳看着我说道 然后把手中的茶壶 放在了我的书桌上面 谢谢了啊 对了若柳 你以后要是不嫌弃的话 就叫我一声三歌就成 别先生先生的 我听着特别别扭 我对若柳说道 其实我看他并没有我大 最多也就是十六七岁 若柳答应了一声 却没有要离去的意思 反而站在地上 看着我有些欲言又止 若柳 你还有什么事情吗 我倒了一杯茶 看着他开口问道 谢 三哥 我看到你今天一天 都是皱着眉头 闷闷不乐的 你是有什么心事吗 若柳看着我问道 听到若柳的话后 我沉默了一会儿 便把心中一直担忧的事情 告诉了他 其实我倒并不是希望 若柳他能帮上我什么忙 而是我现在需要倾诉 把一直压在心底的话 面对一个人说出来 若柳听到我说完之后 看着我说道 三哥 其实你现在完全不用太过于担心 你那个在阴间的鬼媳妇 因为我曾经听清幽先生 对我说过 阴间一月 阳间一年 所以说 你哪怕在这里安心修炼一年 阴间也不过只过了一个月而已 所以 三哥你目前先专心背书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听到若柳的话后 我精神为止一震 阴间一月 阳间一年 这是真的 嗯 真的 清幽先生便是这么对我讲的 若柳看着我点点头 当我听到若柳这么说之后 当下我一直悬着的心 多少放了下来一些 三哥 你一直都是在为了这件事情 而闷闷不乐 若柳看着我接着问道 我拿起桌子上面的茶杯 喝了一口茶后 才对若柳说道 对 我真的很担心她 我现在完全不知道 她在阴间过得怎么样 有没有阴差阴司难为于她 所以 你要努力 把她给带回来 我相信三哥 你一定可以做得到 若柳开口鼓励我道 我勉强地笑了笑 点头说道 嗯 我会尽百分之二百地努力 若柳从屋子里面走出去后 此时天色也彻底暗了下来 我找到桌子上面的烛台点燃 便抓紧时间 坐在书桌前面 认真地背了起来 因为知道了阴间一月 阳间一年后 我多少没有之前那么着急了 安心背了起来 从第一夜开始 连续读了几十遍之后 我便开始试着闭眼背起来 背到一半忘记 继续读 以此无限循环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等到我把今天的十分之中的六分背下来之后 抬起头伸了的懒腰 准备稍微休息几分钟 然后继续背 眼角的余光一扫 我便看到桌子上面的那一根 比大拇指还要粗的蜡烛 已经燃掉了一半 果然人在专注一件事情的时候 时间会不知不觉过得很快 我站起身子 活动了一会儿 喝了一杯茶 继续开始背剩下的四分 一直等到我把今天的 被读任务全部完成之后 我才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抬头看了一眼窗外 天空已经是微微发亮了 好吗 我这一辈就是一整夜 忙吹灭蜡烛 脱衣上床睡觉 可能是太累了 我躺在床上刚刚合眼 就昏睡了过去 在梦中我好像梦到了一个 穿着白色的衣服的女人 她离着我很远 我看不清她到底是谁 无论我想怎么靠近她 距离始终都无法缩小 渐渐地我放弃了 站在原地喘着粗气 看着那个喘着白色衣服的女人背影 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直觉告诉我 她是安如霜 一定是她 如霜 我知道 是你 你在给我托梦对不对 你在阴间过得好不好 有没有被那些鬼叉给欺负 你知道不知道 我 我真的好想你 我看着安如霜的背影 大声喊道 那个白衣女人 听到我的声音后 身子明显微微一颤 但是她并没有说话 只是在远处静静地坐着 不回头 也不言语 如霜 你等我 我一定会去阴间救你回来 我也知道自己现在的修为 想把你从阴间救出来 比登天都难 可是我一定会 就在这个时候 那个身穿白衣的女人身影 却突然一下子消失了 无影无际 如霜她走了吗 我看着四周灰蒙蒙的一片 心中无比的沮丧 自从安如霜她离开我之后 我曾经在睡觉之前 幻想过很多次她给我托梦 但是一次都没有遇到过 今天这次遇到她给我托梦 却一句话都没有留给我 看着如霜刚才所在的位置 我渐渐地有些担心了起来 她一句话都没有 跟我说便走了 难道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也就在这个时候 我突然听到了一阵敲门声 一下子就从床上给惊醒 坐了起来 三哥 你起来吗 屋子外面传来了若柳的声音 听到是若柳的话后 我先是擦了擦额头上面的冷汗 连忙答应了一声 忙起身穿衣 走下床去给她开门 打开门之后 只见若柳肩头放着一条毛巾 双手端着一个脸盆走了进来 我给你打好水了 三哥你先洗脸吧 若柳把脸盆放在一旁的木架上面 看着我说道 此时此刻 我在屋子之中看着若柳 竟然有了一种穿越到古代的即逝感 这若柳这么做 完全和一个古代的丫鬟一般无二 若柳 我跟你说 你以后千万不用这么对我 这些小事我自己能干 你这么对我 我自己翻来张口 一来伸手 那不成了一个半残废了吗 我看着若柳说道 若柳听到我的话后 不解地问道 三哥 你不喜欢我这么做吗 我看书上写的女人 就应该为男人做这些事情了 我看着她 有些哭笑不得 只得耐心地对她解释道 你看的那些书 那都是描述古代的封建社会 那个时候男尊女卑 但是现在不同了 咱们整个国家都解放了 男女平等了 你以后不用为我做这些事情 会让我觉得亏欠你 若柳听到我的话后 点头应了一声 算是答应了下来 洗过脸之后 我抬头不经意地发现 墙壁上面还挂着一个钟表 看了一眼时间 现在已经是中午十一点多了 和若柳一起吃过午饭 我便再次回到屋子之中 背起了清新路 从此开始 我每天在这里的生活 便是背 这本六百多页的清新路 我也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 把每天的那十份 分成上午背三份 中午背四份 晚上背三份 每天必须都要完成 强迫自己 每天完成任务 背不过就不吃饭 不睡觉 每天我出去睡觉和吃饭的时间 剩下的便是在屋子里面 背清新路 有的时候我也在想 要是把这份刻苦努力 用在了学习上面 什么情话 什么被打 想去就去 咱去的响亮 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 这一个月的时光 我都是在背 清新路之中度过 为了能按时完成任务 不被斗笠男赶走 我每天几乎都达到了 废寝忘食的地步 就连吃饭和洗澡 都在计算着时间 一个月转瞬即逝 我也同样完成了任务 把这一本厚厚的 清新路 全部都给背了下来 有的时候 我自己看到这本书 都吃惊得要命 我实在无法想象我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能通篇背过这么厚的一本书 果然人的潜力是无限的 只要去拼命 只要去逼自己 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 随着我背完这本 清新路后 我也同时 感觉自己的心性和脾气 都有了很大的改变 不再像是以前一样 容易冲动 发怒 动不动就想杀人 而且还目中无人 这些负面的情绪 统统被这个 清新路给压住 然后彻底从我心底 给挤了出去 一个月刚过第一天 斗力男便回来了 他回来之后 先是上下打量我了一番 并没有问我 有没有背过 清新路 反而是二话不说 直接带着我 去了后院的一个屋子里面 无论是和别人倒数对决 还是对付阴邪之物 如果你的眼睛派不上用处 那么靠的就是耳朵 从现在开始 我首先要训练你的听觉 也就是暗夜训练 斗力男说着 便把一个黑色的眼套扔给了我 戴上它 蒙住双眼 然后把鞋袜都脱下来 斗力男对我说道 我还是照做了 就在我刚刚脱下鞋子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地上 传来了几声金属落地的声音 斗力男冷冷的声音 也接着传了过来 我刚才扔在地上的是图钉 你现在所要做的 就是凭听力辨别图钉的 落地的具体位置和方位 从你那边走到我这里 一周之后 若是还是踩到图钉 就给我滚蛋 当我光着脚 听到斗力男的话后 当时就到吸了一口凉气 这哪是什么暗夜训练 这简直是在虐待 注意集中力 把自身的阳气聚集到双耳 仔细听 认真判断 斗力男说完后 便又开始朝着地上 扔起了图钉 我赶紧仔细朝着地面 听了过去 好了 开始走 深吸了一口气 我一抬脚 卧槽 便踩到了一个图钉 让它给扎了一下 虽然我早已做好的准备 落脚的时候很慢 但这些图钉很尖 一下子就刺进 我的脚底的肉里面 这一天的暗夜训练完毕后 我穿上鞋后 是用脚后跟走出来的 因为我的脚底被前前后后 最起码扎了十几次 疼得我都已经发麻了 回到自己的屋子之中 我刚在床上坐下 检查脚底的伤势 没一会儿 敲门声便响了起来 我想都没想 就知道是若柳来了 忙开口让他进来 若柳推开房门走进来后 手里拿着一个药瓶 朝着我走了过来 这个是止痛和愈合伤口的药粉 我帮你擦在伤口上面 听到若柳的话后 我忙摇头说道 你把药给我就行 我自己能擦 我说着 便对着若柳伸出了手 若柳也没有多说 便把手中的小药瓶递给了我 虽然今天被图丁 给扎了十好几次 但是好在 伤口都不大 也容易恢复 涂上药粉之后 我渐渐地感觉到了 伤口上面的刺痛感 减轻了不少 便对若柳谢道 若柳 谢谢你啊 若柳听到我的话后 摇了摇头 便转身走了出去 一夜无事 第二天早上起来后 我依旧被斗笠男 带到我昨天的那个房子 开始第二天的暗夜训练 因为有了昨天的经验之后 我先把自身的阳气 聚集于双耳 仔细地听了起来 图丁落地 我马上试着开始分辨方位 走出了第一步 今天一天同样很快地过去了 一天的训练并没有白训 因为我今天踩到图丁的次数 明显比昨天少多了 一共只有七次 比昨天的一半还要少 回到屋子里后 再次抹药睡觉 就这样 暗夜训练一天一天地过去 一周之后 我已经完全能靠着听觉 分辨出地上每个图丁 所在的具体位置 一整天走下来 地上的图丁 一个都没有踩到 最后一整天的暗夜训练完毕 我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总算是合格了 要不我还真是怕 斗笠男让我滚蛋 训练结束 在晚上吃饭的时候 我终于忍不住 把一直压在心里的 另外一件事情问了出来 清幽先生 我一直在担心一件事情 清幽先生这个称呼 是我从若柳那里学来的 什么事 斗笠男看了我一眼问道 就是之前我在古墓之中 放出去的那具女尸 我怕她从那古墓之中逃出去 会为祸杨坚 害了无辜的人 我看着斗笠男说道 斗笠男听到我的话后 接着说道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那具女尸逃出来的时候 我也感觉到过 她身上的阴气 已经掉了一多半 现在自身都难保 而且杨坚到处高手并不少 一两年之内 她还不敢出去害人 斗笠男的话 顿时让我放下了心 一直牵肠挂肚的一件事 也暂时放了下来 我现在只想尽全力修炼 快点变强 然后去阴间把如霜给救回来 十三 你目前需要练习的东西太多了 首先便是能巧妙地 运用自身的阳气 你现在的阳气修炼 还差得远 修炼到了一定的程度 全身上下便会阳气密布 随着自身的所想而动 伤阴魂鬼怪于无形 而且阳气如果到了脸上 你的听力 视力和嗅觉 都会比平常要敏锐得多 所以 你现在要学的便是 自身的阳气 能够随意地控制 同时能到达耳 鼻 眼 手 脚 前胸 后背 下阴 甚至身体之中的每一个部位 到了那个时候 无论你对付的是倒数高手 还是阴魂鬼怪 对方任何一个小动作 甚至是细微的声音 气味都会清晰地 落到你五官的感觉之中 有了防备 自然任何攻击 都能够有惊无险地躲避过去 这也就是我训练你的第一步 听到斗笠男对我说的这些话后 我点了点头 现在是深有体会 自从暗夜训练之后 我有时候在屋子里 用阳气聚到双耳 隔着老远便能听到弱柳的脚步声 想到这里 我便对斗笠男接着问道 秦佑先生 既然这暗夜训练我已经通过了 那么 咱接下来的训练是什么 斗笠男头也没抬得对说道 水下训练 水下训练 听到这四个字后 我有些不解 难道我接下来需要练习的 是在水底下憋气不成 等到第二天一早 我在斗笠男的带领下 走了出去 跟着他来到了这个深山里面的一个 带有瀑布的河流前 河岸附近 碎石满地 但风景倒也不错 云淡风轻 河水之中 水不闻淋淋 清澈透底 时不时地还能见到 有大小不一的际鱼 在其中游来游去 这里一大片山河风景独立 还保持着一直人际罕至的古老自然气息 看到这里我心里不由地跟着放松了下来 整个人觉得心情愉悦了不少 这个地方 的确是个修炼的好环境 此刻在斗笠男的手中 却提着一个黑色的带子 走到河边 他把手中的带子放在了地上 然后对我说道 这个带子里面有铅块和布条 逼把他们分别捆绑在自己的双腿 双臂和前胸之上 好让你下到水里面的时候 能够借此压住自己的身体 抵消浮力和河水中的暗流 听到斗笠男的话后 我不敢有所耽误 忙走上前 从带子里面翻找出了铅块和布条 开始在自己的身上捆绑了起来 等我把带子里面的铅块 全部绑在身上后 斗笠男便对我说道 现在 你走进河水里面去 听到他的话之后 我照做 朝着身前的河水里面走了下去 秋天的河水 虽然比不过冬天的冷 但是也让我忍不住打了一个冷战 但为了能快速地变强 我只好咬着牙 打着哆嗦 继续朝着河水中间走了过去 随着我一步步走向了河水的中间 冰冷刺骨的河水 先是没过了我小腿 大腿 腰部 最后到了胸口 我忍不住停下了脚步 用询问的目光 回头朝着站在岸边的斗笠男看了过去 在河岸上面的他见了停了下来 语气冷冰 不带丝毫感情地对我说道 继续往前走 听到后 我只要咬着牙 继续朝着河水的深处走去 水位一点点地提高 一直没过了我的脖子 到达我下巴的时候 在河岸之上的斗笠男 才开口叫住了我 站在河水之中 我同时感觉到 这条河流里面水流的力量 马上开始挤压着我的毛孔 尤其是肺部 压力更大 似乎要把我肺里面的空气 都挤出来 多出了一种窒息的感觉 呼吸也同样变得困难了起来 而且水还凉得要命 此时此刻的感觉 让我心里萌生出了一种退意 但是一想到 还在阴间替我顶罪受罚的安如霜 我便咬紧牙关坚持了下去 左十三 你要是个爷们 就绝对不能放弃 死都不能 把自身的阳气 全部都集中在双臂之上 同时用尽全力 在水中积泉两百次 斗笠男的声音 再次从我身后转了过来 我马上把自己的阳气聚集在双手之上 咬紧牙关 然后试着用尽全力打出了一拳 我刚刚的打了一拳 顿时就觉得自己的肺 马上快要炸开 一个没忍住 在河水之中咳嗦了起来 废物 斗笠男的骂声 再次传进了我的耳朵 听到他的话后 我咬紧嘴唇 再次打出了一拳 胳膊上面的铅块 和水中阻力 对我来说 每一次打出一拳 必须得用尽全力 体力和阳气的消耗 都是巨大的 等到我连续打出56拳的时候 我便感觉全身开始发抖 身上的力气和阳气 早已消耗殆尽 就连抬起胳膊 也没了力气 这才仅仅只是 打出了50多拳 我全身上下就开始发软了 这要是200拳打完 我非得累死在这条河里面不成 停下来做什么 继续给我打 你要是想要摘掉废物的帽子 就别停下来 河岸之上 再一次地传来的斗笠男的声音 听到他的话之后 我咬紧牙关 继续抬起胳膊 继续打出了第57拳 等到我打到第86拳的时候 双眼的视线开始模糊了起来 身子有些摇晃 虽然我身上现在绑着铅块 但是依旧感觉全身发飘 一阵水流冲了过来 我再也支撑不住 眼皮一沉 口中吐出了一口气 整个人一下子 便顺着水流倒了下去 等我再次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河岸边上 我先是张开口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顿时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这一口气吸进体内 接着便给我一种 贯穿了五脏六腑的感觉 甚至穿透过了筋骨 血肉和皮肤 从毛孔里面渗透了出来 之前被河水 给一只死死压迫的毛孔 也似乎和肺一样得到了解放 我现在好像觉得 自己全身毛孔 都会自主地呼吸一般 尤其是跟着我自己的一呼一吸 内脏和皮毛 好像被贯穿到了一起 而其中的阳气 也在身体之中不停地游走 让我精神位置一震 全身多出了一种 前所未有的轻松感 就在这几个呼吸之间 我便依旧感觉到了异常 这水底下修炼阳气和体能 的的确确要比岸上强的要多得多 就在我躺在河岸边上 不停地大口喘息的时候 一阵脚步声 从远处传进了我的耳朵里面 我支撑起有些发麻的身子 朝着脚步声那边望了过去 便看到斗力男朝着我走了过来 他走到我身旁 丢给我两个早已凉透的馒头 冷冷地说道 快点吃 吃完了 训练下河继续 吃掉两个馒头之后 我身上也渐渐地恢复了一些体力 见斗力男被没有着急 让我下河 我便接着这个机会 开始盘腿坐在地上 修炼起了无极真气 想借无极真气的修炼法门 帮助我自己快速地恢复自身阳气 就在我打坐 刚刚把无极真人的第一式修炼法门 练完一遍后 斗力男的声音便再次在不远处响起 休息够了没 休息够了 就继续下水去练 听到斗力男的话后 我睁开双眼 忙从地上站了起来 再次朝着前面和河水里面走了下去 又一次地来到之前的那个位置 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接着缓缓地吐了出来 我努力把自己现在的身体状态 给调整得最佳 这一次我下水之后 我先是把自己的阳气 从丹田之中给提了出来 接着我便感觉 这个河水里面的水流的每一个 冲击在我身上 都能让我敏锐地给摸到洞视 我集中全部的精神 慢慢地的自身的阳气 朝着双臂之上聚集了过去 轻贺一声的同时 击打出了第一拳 接着第二拳 第三拳 第四拳 第五拳 久而久之 随着我一次次地用尽全力 在水中积拳后 我渐渐地感觉到了 在自己身体丹田之中的 那颗透明的珠子 慢慢开始冒出了一丝紫色的真气 与我身体之中白色的阳气 快速相互结合了起来 随之 我再一次出拳 便感觉轻松了不少 之前的那种水压感 也渐渐地减轻了 这一次 因为用身体之中紫色的真气相助 我从第一拳 一直连续打到了第163拳 才渐渐地感觉全身无力 手臂发酸发麻 每一次的出拳 必须得用尽全力 咬紧牙关 现在到了这个时候 靠的不是阳气 真气和体能了 而是一个人的意志力 我紧紧用牙咬住下嘴唇 没打出一拳之前 心中便想着 加油 还有最后一拳 加油 还有最后一拳 加油 还有最后一拳 渐渐地 我的双臂从发麻发酸 到直接失去了直觉 就连意识开始变得模糊了起来 我心中只剩下了一个数字 第198拳 第199拳 第200拳 我终于做到了 当我在水中 打出第200拳的时候 身后却传来了 斗笠男 发出惊疑的声音 当我听到他的声音后 眼前一黑 再一次地在河水中昏迷了过去 等我再一次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不知道 已经在什么时候 躺在了屋子之中的木床上 身上还盖着一条毛毯 我先是从床上坐了起来 试着活动了一下全身 双臂 双腿 前胸 马上就传来了一阵 酸痛发麻的感觉 好一会儿才缓解了一些 低头打量 我发现自己身上 之前绑着的那些铅块 早已被拿了下去 我试着左右转头 活动了一个脖子 然后坐在木床上深呼吸 把自己的身体状态 调整到最佳 屋子里面点着蜡烛 烛光在火苗间上跳跃着 透露着橙红的光彩 像一只飞蛾 烛火拼命地往上窜 我好似在烛火之中 看到了一个人的影子 一个身穿着白色衣衫的女人 模模糊糊的 根本就看不清她的容貌 烛火这就这么一闪一闪 悠然消失在沉沉的夜色里 火苗糊地烧落蜡烛上面的烛泪 烛泪顺着蜡烛的身子往下滚落 一直滚落到我的心傲深处 我试着摇了摇脑袋 再次朝着那个烛光上面 看去 哪里还有人影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推门声响起 我抬头一看 正好看到若柳双手 端着一个脸盆走了进来 他看到我坐在床上后 先是一棱 然后开口说道 我 我不知道三哥你醒过来了 要不我就敲门了 听到若柳他这句 带着自责之意的话后 我忙摆了摆手 看着他毫不在意地说道 没事 对了若柳 我昏迷了多久 我抬头看了一眼门外 见天色早已黑了下来 若柳先是走到我身旁 把装满洗脸水的脸盆 放到了木架上 然后才对说道 没有多久 从清幽先生背着你回来 一直到现在你醒过来 最多也就过了三四个小时吧 听到若柳的话后 我点了点头 穿上鞋走下了木床 先是站在地上活动了一会儿身子 然后用若柳给我打来的一脸盆 水洗了一把脸 便对他接着问道 清幽他人去哪了 也回来了吗 若柳看着我 微微一摇头 没有 清幽先生把你送了回来 让我照看之后 便急匆匆地走了 好像是有什么急事要去办 听到若柳的话后 我点了点头 继续问道 对了 清幽他有没有 让你给我传几句话 有 清幽先生让你从明天开始 在水底里面 每天鸡拳二百次 连续一个月 一个月之后 便是踢腿二百次 一天都不能落下 风雨无阻 若柳看着我认真的说道 好 我知道了 我点了点头 开始揉搓起 自己现在还发上酸痛的胳膊 那三哥 你要是没有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出去了 你自己也早点休息 若柳说着 便把洗脸盆端了起来 朝着门外走了出去 随手帮我轻轻地带上了房门 我见若柳走出去后 先是叹了一口气 然后坐回到木床之上 双腿盘起 开始修炼起无极真气的第一式 现在的我已经下定了决心 抓紧任何可以修炼的时间 进行修炼 绝对不能浪费 随着无极真气修炼法门的进一步熟练 每一次修炼的时间和针 阳气有走遍全身穴道的速度 都加快了不少 之前修炼完毕一圈后 大概需要半个多小时 现在至多二十分钟 一圈搞定 修炼了大约持续了两三个钟头之后 我借着烛光朝着墙壁上面的钟表看了过去 发现时间已经到了午夜的十二点半 应该休息了 明天还有极为残酷的训练等着我 要是睡眠不足 根本就无法完成再绑着千块 在水下鸡圈二百次 心念至此 我尝出了一口气 直接脱衣睡觉 因为最近体力和自身阳气双重透支的情况下 我刚刚躺下一闭眼 接着便昏睡了过去 一夜无事 第二天一早 我便早早地起床 一番洗漱过后 和若柳一起吃过早饭 我便带着千块 一个人从院子里面走了出去 朝着昨天斗笠男带着我所去的那条河流走去 清晨 薄薄的蛋白雾气笼照着后山山顶 久久不散 清风吹了过来 忽然带来一阵吹树叶 哗啦啦的清响之声 四周的虫鸣鸟叫 这一切都充满了大自然的活力 让我走在山路之中 感觉一阵惬意 步行不到半个小时 我便走到了这条河流的岸边 先是稍微做了一会儿热身运动 我便开始把带来的千块 往自己的双臂 双腿之上绑了起来 全副武装出之后 我开始走进了冰冷刺骨的河水里面 走到昨天所站立的位置后 我先是站稳了身形 然后聚集自身的阳气 朝着双臂之上涌去 同时嘴中轻贺一声 第一拳 右手同时在水底之上 用力打出了一拳 这在水中连续打到第一百五十七拳之后 已经是下午十分了 咬牙再次打出一拳后 我站在水里面 感觉头脑开始发沉 有些喘不上气了 这一次中间没有停顿 连着打出一百五十八拳之后 我差点又累昏过去 就在我站在水中 不停喘着粗气的时候 突然间听到了身后 传来一阵极为轻小的脚步声 盲转头看了过去 便看到了 若柳手里跨着一个竹篮子 朝着我这边走了过来 走近之后 他站在河岸旁边 先是把手中的竹篮放到了地上 然后起身朝着我这边喊道 三哥 吃午饭的时间到了 你先别练了 先吃饱肚子再继续 没力气 哪能有劲修炼呢 听到若柳的话后 我朝着他那边喊道 若柳 要不你先回去 我这里还差一点就好了 过回我自己上岸吃 若柳听到我的话后 点了点头 又接着对我嘱咐道 对了三哥 在篮子的下面 我还帮你带来了一套换洗的衣服 秋天天了 你从那河水里面走上来的时候 马上换上这套干衣服 小心着凉 若柳说完之后 便转身走了 我看着若柳 这个女孩走远的背影 暗自摇了摇头 这个女孩会照顾人 新演戏 而且还很善良 配斗笠男 绝对是狼才女貌 行了 别乱想了 专心修炼 我自己打断了自己的思绪 深吸了一口气 用尽挥出一拳 同时口中清赫道 第159拳 这一次 一直打完了第200拳 我才从河水里面走了出去 来到岸边 我先是把身上绑着的铅块 拿了下来 然后又把已经湿透的衣服脱掉 换上了若柳 给我带来的这套干净的衣服 干衣服往身上一穿 身子马上便暖和了起来 没有之前那么冷了 打开若柳送来的竹篮夹层 我往里一看 好吗 一大只醉花鸡 一盘红烧肉 和一小碟咸菜 还有四个白白胖胖 还冒着热气的馒头 现在这个时候 经过了的一上午和中午的苦练 我早已就是饿得前心贴后背了 看到竹篮里面的菜肴 再一闻冒出来的香味 口水差点没给流出来 不用筷子 直接用手撕下来 一个鸡腿 抓起一个大白馒头 就大口啃了起来 吃饱喝足之后 我抬头看了一眼太阳所在的位置 大约猜测 现在离着日落天黑 最起码还得有二三个钟头 这段时间可不能白白给浪费了 所以想到这里 我便盘腿坐在河岸边上 修炼起了无极真气 等自己身体之中的阳气和体力 多少恢复了一些之后 我便再次换上了之前那套 被河水湿透的衣服 绑上千块 朝着冰冷的河水之中 第二次走了进去 走到河流里面 我开始了第二次在水中鸡拳训练 第一拳 第二拳 第三拳 等到我打到第86拳的时候 身体就已经累得不行了 一直有了一种虚脱的表现 无论我自己努力 胳膊就是抬不起来 而且 我的脑子就好似去氧过度一样 昏沉恶心地要命 到了现在这个状态 我能明确地感觉自己的身体 无论是从精神上 还是体力上 都已经到达了极限 如果再这么继续强行修炼下去 只会损伤自己的身体 适得其反 想到这里 我只得停了下来 先是在水中深呼吸休息了一会儿后 感觉自己的身子 慢慢恢复了一些 然后慢慢地朝着河岸边走了上去 再次回到河岸之上 我马上把被河水湿透的衣衫给换掉 然后便坐在了地上休息了起来 这一天在河水底下的训练 让我身体乏背不堪 体力和阳气都透支严重 即便是上了岸 头也依旧昏昏沉沉的 甚至我抬头看四周风景的时候 都感觉有些模糊 坐在河岸之上 休息了好一会儿后 我便慢慢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手中拿着着若柳送来的竹篮和铅块 朝着回去的路大步走去 等到我走回去的时候 天色已经开始暗了下来 我推开门走进了院子里 打眼关桥 发现厨房里面正亮着灯 估计是若柳在准备晚饭 我先是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面 把竹篮和铅块放下 然后又拿了一个脸盆 把今天换下来的那套湿透的衣服 放在了里面 朝着院子外面的井口旁走了过去 开始打水洗衣服 衣服刚洗了一半 我便听到若柳的脚步声 朝着我这边走了过来 接着他说话的声音 便自不远处响起 三哥 你下次换下来的衣服 直接放在衣架上面就行 我帮你写 你每天修炼这么累 不用自己洗衣服 听到若柳的话后 我笑着抬起头对他说道 若柳 谢谢你啊 不过这衣服 我自己洗就成 又不是什么累活 我自己能干 若柳和我接触的 也算是相互熟悉了 知道我做出的决定很难改变 便对我说道 行 三哥我饭做好了 你快点洗好衣服就来吃 今天晚上我特意去给你炖的骨头汤 听到若柳的话后 我点了点头 手中加快了速度 用肥皂使劲揉搓了一会儿后 便应付般地用清水快速冲洗了两遍 然后凝干挂在晾衣绳上面 搞定 晚饭吃了两个馒头 又喝了两大碗骨头汤 我这才填饱的肚子 从厨房里面走出来之后 我先是把洗澡水给烧上 然后便院子里走了几圈 让自己放松放松 等到热水烧开之后 我便抓紧时间洗了地走 然后朝着我自己屋子里走了回去 回到屋子里 我没有浪费多余的时间 而是继续开始 盘腿在木床之上 修炼起了无极真气的第一式 在修炼的同时 我渐渐地感觉到 一直在我丹田之中的那颗透明的珠子 竟然一天天地变大了 虽然每一次都是增大一点 但是足以让我兴奋不止 难道是我这几天拼命修炼的缘故 我心里想着 更加坚定了努力的信心 我一定要付出比任何人都多数倍的努力 也只有这样 才能让我尽快变得强大起来 只有我自己强大了 才有去阴间就会安如霜的底牌 否则一切都是空话 即便是我真的去了阴间 也只是拖累他罢了 心念至此 我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收敛了自己的心神 集中所有的注意力 继续按照无极真气的修炼法门 开始修炼 夜已深 我修炼完最后一次后 准备喝点水 就上床睡觉 明天还得继续去河水底下肌泉 就在我刚刚脱衣服 躺在床上的时候 我突然感觉到了 胳膊上面传来了一阵胶着感 就好像胳膊被上面东西个烫了一下 我忙从木床上面坐了起来 朝着自己的右手旁摸了过去 这个位置放着的 正是我的随身背包 摸到它之后 我便把背包拿了过来 然后穿鞋走下床 点燃了桌子上面的蜡烛 把随身背包放在桌子上面后 我借着烛火微弱的灯光 把它给打了开来 里面依旧是我随身所在的东西 我把它们一件件地 从背包之中拿了出来 摆在了桌子上面 青铜剑 竹龙九凤 浮尘 鹰浮 羊浮 紫尘五甲驱鬼浮 六丁六甲驱邪浮 茅山倒树大拳 茅山浮露大拳 玄黄地精 凤黄胆 七窍玲珑果 还有我那一部 早已没电关机的手机 看着背包里面的东西 我仔细地一件件看去 都没有在它们身上 发现有任何异常的地方 就在我准备 把它们全部都放回随身背包里面的时候 背包之中的一个角落里面 亮光一闪 正好让我给看在了眼睛里面 看到那道亮光后 我忙朝着背包里面摸了过去 随着一块墨黑色的骨玉 被我给拿了出来 当我的手碰到这块墨黑色玉佩的时候 我渐渐地感觉 上面时不时地传来一阵阵热气 和胶着的感觉 我紧紧盯着手中的 这块墨黑色的玉佩 心里生出了一丝疑惑 这块玉佩 正是之前遇到的那个神神秘秘的老和尚送给我的 他现在出现这种情况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也就在我想不明白的时候 在我手中的那块墨黑色的玉佩 突然上面的热量一下子全部消失 再次恢复了之前冷冰冰的预知触感 看到这种情况后 我心中的疑惑更胜 拿着手里的这块玉佩 翻来覆去地看都不停 但是依旧没有丝毫地发现 现在这块玉佩给我的感觉 就和普通的玉佩一模一样 把阳气聚集到自己的双眼 再一次看去 我依旧无法从这块墨黑色的玉佩上面 发现异常 但是我心中知道 这块玉佩绝对不普通 普通的玉佩怎么会自己发光 又怎么会自己生出热量 而且 那个老和尚做事让人猜不透摸不着 完全不知道他给我这块玉佩 到底有什么用意 或者说 这块玉佩里面 他藏有什么秘密 不过这些都是我自己的猜想 研究了半天都没有一点进展 我也就放弃了 再次把这块墨黑色的玉佩 放回到我的随身背包之中 然后把桌子上面的东西 都一一收了起来 吹一面蜡烛 继续上床睡觉 第二天一早 我依旧和昨天一样 起了一个大早 吃过早饭 便一个人去了外面的河边 继续一整天的水下修炼 在刺骨的河水之中 鸡拳的同时 我心中也在暗座打算 斗笠男是让我每天在水中 鸡拳200次 连续坚持一个月 而我给自己定下的计划 便是从今天开始 每天在河水之下 鸡拳400次 上午鸡打200拳 下午200拳 修炼的强度是之前的两倍 做不到绝不把修 现在的我 必须要对自己狠一些 只有自己 我对自己越狠 我从阴间把暗如霜 就回来的可能性变越大 一想到这里 我在水底之下 挥拳的双臂 则是更加有力了 心中想要变强的信念 更加坚定 当我完成今天 给自己定下的修炼任务后 身子如同脱了一层皮一般 走回去的时候 都感觉自己的身子发飘 脚都站不住 整个人就好似虚脱了一般 就在我走回去的时候 我猛地感觉到了 自己后脑勺上面 被人给用什么东西 给砸了一下 忙转头朝着身后看了过去 在我身后什么都没有 这一现象 不禁让我心中起了一丝戒备 忙聚集自身的阳气于双眼 再次朝着身后看了过去 但是得到的结果 依旧出乎的意料 因为在我身后 依旧什么都没有 我伸出手摸了摸后脑勺 心中暗香 难道刚才是什么东西 从树上掉下来 刚好打在了我的脑袋上面 想到这里 我忙抬头朝着头顶上面 看了过去 树上同样什么都没有 值得摇了摇头 再次朝着前面走了过去 而我这次 却在心里悄悄地 把自身的阳气聚集到了双耳之上 一边朝前走 一边仔细盯着四周的风吹草动 也就在我刚刚没有走出几步的时候 我突然听到了 在我头顶之上 有一阵响动声传了下来 听到之后 我忙转过身子 朝着头顶之上就看了过去 只见树上面黑影一闪 一个毛茸茸的松鼠 出现在了树梢之上 它在树梢之上蹿来蹿去 几下便跳到我的头顶之上 身子一跃 一下子就从树枝上面 落到了我的肩头 我转头用双眼看着这只全身上下 都是黄黑白三色相间的条纹 无奈地笑了笑 暗叹这个林子里面的动物 胆子还真肥 一点都不怕生人 晃了晃肩头 我试图让这只松鼠 从我的肩膀上面下去 而它却依旧死死地 抓住我的肩膀上面的衣服 双眼看着我 一副赖着我不走的样子 看到这里后 我彻底改变了自己的认知 这松鼠耍无赖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觉得这个小家伙可爱得很 我伸出手在它身上 轻轻地抚摸了一下 便仍由它趴在我的肩头之上 带着它一起朝着回去的路走去 一路上这个小家伙 始终很听话 待在我的肩膀上面 一直没有要离去的意思 直到跟着我回到 斗笠男家中的时候 它才从我肩头上面窜了下去 朝着若柳的房间跑了过去 看着这里 我当下就明白了过来 原来这个小家伙 它是自己人 在之前 若柳曾经跟我讲过 在这里有个叫小花的动物陪着它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一只花猫 没想到却是一只松鼠 摇了摇头 我便朝着自己的屋子里走去 日子也就这么波澜不惊的 一天天过去 我每天也跟自己 制定了一个很严格的修炼计划 上午和下午 去河水下面打出两倍的鸡拳 晚上吃过饭洗过澡 便是盘腿在床上修炼 两个小时的无极蒸气 就这样 我每天的时间都排得满满的 除了吃饭 睡觉 修炼 没有任何的休息和娱乐的时间 一个月的时间 说慢也慢 但说快也很快 就这样在我一天天重复 且不要命的修炼当中 巧然而是 接下来的一个月 我便开始在河水下面 练习踢腿训练 又是一个月过去 我现在已经完全能在手中 带着铅块出拳出腿 攻击自如 想退则退 想进则进 收放自如 而我在这两个月 完命的修炼之后 无论是从身体上 意志上 还是阳气和真气上面 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甚至可以说 比之前翻了数倍 也完全不为过 现在我身上 若是把全部的铅块 都拿掉之后 借用阳气 一个纵身 而且普通的墙壁 我借力纵身一跳 便能轻而易举地翻身跳过 还有就是 我现在出拳和出腿的力度 比之以前要强得多 哪怕击打出空拳 我也能同时听到 阵阵拳风之声 两个月过后的第三天晚上 斗笠男终于回来了 他见到我之后 二话没说 直接便朝着我动手 见此 哥们我也不能站着不动 当靶子挨打 忙动身闪避 谁知道这斗笠男 一招比之一招凶猛快速 全权朝着我的要害打来 根本就不像是在实验我 而是在动真格 下死手 看到这里 我也不敢大意 忙急中全部精神 身子尽量闪开的同时 出手还击 十多个回合下来 我一个没注意 下盘露出了一个破绽 被斗笠男趁机一脚 踹倒了我的大腿上面 我整个人便朝着后面 退了出去 接着脚下一半 一下子就摔倒在地 哼 废如朽木 斗笠男看着蹲坐在地上的我 冷声说道 坐在地上 我并没有把斗笠男 他的话放进心里 因为我并不傻 他之所以一直这么说 完全是为了 激起我修炼的决心 明天早上早起 我带你去下一个地方 也是最后一个训练 斗笠男给我留下这句话后 转身朝着他自己的房间里面 走了回去 最后一个训练 到底是什么 我心里想着 有期待 有忐忑 甚至还有恐惧的心理在其中 第二天一早 为了迎接新的训练 我比平时早起了半个多小时 刚打开门走出去的时候 便发现斗笠男也刚刚 从他的屋子里走出来 他看到我之后 接着开口对我说道 现在就跟我走 不用吃早饭 吃了也没用 听到斗笠男的话后 我忙快步跟了上去 出了大门 走在他身侧 忍不住开口问道 清佑先生 你刚才对我说的那句话 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早饭吃了也没用 我承认 我自己的好奇心 从小就很强 有问题 根本在心里藏不住 斗笠男听到我的话后 头也没回得对手道 你待会儿会吐出来 听到斗笠男这句话后 我不由得觉得 这最后一次的训练 恐怕比 却这前面的 要恐怖得多 我刚想再问的时候 斗笠男却纵身一跃 身形极为快速地窜了出去 见此 我忙聚集自己的洋气鱼双脚 同样纵身朝着前面快速掠去 跟在了斗笠男的身后 一路上 斗笠男掠行的速度都极快 即便是现在的我用全力 也才砍砍跟上 不至于被他给甩得太远 跟在斗笠男的身后 他带着我 来到了山中的一片空地之中 斗笠男停下来站稳身形 用手指着一个地方 转头对我说道 13 脱掉上衣 站在这里 听到斗笠男的话后 我心中虽然有些疑惑 但还是照做了 脱掉了外套和里面的内衣 走了过去 也就在这个时候 斗笠男站在我的身旁 满脸肃然地望着我 然后用拳头隔空朝着我的身上 就打出了一拳 随着斗笠男这隔空的一拳 朝着我打了过来 我能敏锐地感觉到了 空气一种微微的波动 一道蛋白色的阳气机 同时打在我的前胸 死 我倒吸了一口冷气 刚才从斗笠男拳头上面 出来的阳气打在我的身上 就宛如一把刀子 狠狠地刺进了我的皮肉里面一般 疼得我全身一颤 同时我清楚地看到 在我的前胸 接着浮现出了一道红色的印记 但即使是这样还不算完 接着从我前胸 便传来了一阵阵火辣辣的疼痛 直钻入心 在这股剧烈的疼痛之下 我现在站立在地上的双腿 都有些拉开始发软 差点一个坚持不住地栽倒下去 这就受不了了 斗笠男看着我冷冷地问道 再打 我一咬牙 忍住疼喊了出来 好 斗笠男冷哼一声 再次朝着我隔空打出了一拳 自他身上传来的那股极为强烈的阳气 再次打在了我身上 让我忍不住一阵战力 再来 再打 再打 随着我一声声地喊声 我能清楚地看到了 自己身上的红色印记越来越多 我清楚地记得 在我挨到第十二下的时候 好像是到达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 我全身不受自己控制的脱力地 朝着地面摔倒了下去 我躺在地上缓了好一会后 只感觉全身疼痛难忍 哪怕是停下来 也缓解不了这种疼痛 就好似打入我的骨髓里面一般 我咬着牙 转头看着斗笠男问道 我 我还得挨多少下 清幽看着我 双眼之中满是戏血 冷漠地说道 才刚刚开始而已 听到斗笠男的话后 我咬了咬牙 再次从地上站了起来 深吸了一口气 看着他从牙缝里面 挤出了两个字 再来 一直到了中午 这次的训练才停了下来 我趴在地上 全身疼得一动都不敢动 动一动 就是那彻骨的钻心的疼痛 麻木 脚痛 全身冰凉 而且还蹦清着冷汗 而斗笠男冷冷地看了我一眼后 丢下一句 如果没死 明天继续 这话之后 身形一动 几个略形便消失在了树林之中 我看着斗笠男消失的方向 忍住藤伸出胳膊 慢慢地擦了擦就要 流进眼睛里面的汗水 一阵冷风吹过 吹在我身上 让我忍不住打了一个冷战 抬起头 我朝着头顶之上看了看 发现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天空已经阴沉了下来 从刚才那刺骨的寒风之中 我开始意识到冬天到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 天空之上突然出现了无数的白色小点 随着冷风 朝着地面之上 慢慢地飘落了下来 下雪了 看着满天飘舞的雪花 我休息了好一会之后 想试着从地上站起来 却发现自己的身体虽然能动弹了 但是依旧不能站起来 只要全身一用力 便疼得要命 几乎无法忍受 咬着牙试了几次之后 都无法从地上站起来 我只得放弃 心想再等一会试试 今天这一次 我挨得打 哪怕是不死 也脱掉了一层皮 现在我真的很怀疑 明天我别说再来受虐了 还能不能从床上爬起来 都是两码事 就在我趴在地上乱响的时候 突然我听到了 身后传来了一阵很轻微的脚步声 接着若柳那充满吃惊和一恶声音 从我身后响起 三 三哥 这大冷天的你 趴在地上干什么 不怕冻坏了身子吗 我听到后若柳的声音后 也没回头 苦中作乐地对他说道 若柳啊 你这就不懂了 你三哥这叫意境 趴在地上赏雪 别有一番紧致 这可是今年的第一场雪 不好好欣赏 那不可惜了 若柳听到我的话后 走到我身旁 把装满饭菜的竹篮放了下来 蹲在我眼前 抬头看着天空摇了摇头 我感觉不出 你这样赏雪 到底有什么意境 我就是替你感觉到了冷 听到若柳略带着讽刺的话后 我也不想趴在地上 只不过我现在起不来 若柳好奇地上下打量着我 对我问道 三哥 你怎么 为什么起不来 扭到脚了吗 也不对啊 扭到脚你 也不至于和一只板鸭一样 四仰八叉地趴在地上 若柳的话 我一脸黑线 这算什么比喻 哥们怎么会和鸭子扯到了一块 三哥 你怎么不说话 你到底怎么 若柳见我一直都没有回答他的话 便接着对我问道 我摇了摇头 看着他说道 身上受了点伤 不敢动 一动就疼得要命 若柳听到我这么说后 先是仔细地打量我全身一会儿 然后接着面带担忧地对我问道 三哥 你到底哪里受伤了 要不要紧 没什么事 趴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我说道 这哪行啊 地上这么凉 要不我把外套脱下来 垫在你身子下面 若柳说着 就要动手脱自己的衣服 见此我忙开口拦住了他 别 你可千万别脱啊 就你那小身子骨 脱下衣服来 没一会儿就得感冒了 我真没事 过一会儿就好了 要不 要不我先慢慢扶着你 坐起来试试 你总这样 趴着可不行 肚子要是着凉了 你晚上肯定要跑一晚上茅测 若柳依旧有些不放心地对我问道 我点了点头 让若柳扶着我 咬牙忍着身上的脚痛 试着 慢慢地从地上给坐了起来 坐在地上之后 我长出了一口气 身上的痛楚时时刻刻折磨着我 我实在想不通 斗力男这么虐打我 究竟是为了训练什么 难道是抗击打能力 摇了摇头 让自己不再去想 而是慢慢地盘起来腿 开始练习起了 无极真气第一式的修炼法门 想以此试试 能不能让自己的身体 快速自我恢复 若柳 你先回去吧 我待会儿自己回去 修炼无极真气之前 我看着眼前的若柳水说道 而若柳听到我的话后 则是摇了摇头 现在的你 让我根本就不放心 把你自己留在这里 我现在回去也没有事干 而且我也想趁这个机会 在外面看一看这雪景 听到若柳的话之后 我并没有勉强它 半闭起双眼 聚精凝神 开始修炼了起来 随着修炼开始 自身的阳气和真气 刚刚从丹田之中提出 还没来得游走全身 我当下便感觉身体里面 传出来 以一阵极难忍受疼痛感 嘴角一阵抽搐 牙缝之间 同时也吸入了一口冷气 只觉得自己的全身 从里到外 似乎忽然间麻木了下来 一阵阵滚烫的疼痛感 直钻入骨髓 在这种突如其来的 剧烈疼痛感之后 接着我体内的阳气 在疼痛的刺激下 似乎比之前 更加的具有活力 不用我控制的地 自行朝着我全身上下 所有的脉络合学位游走 甚至之前一些 没有游走过的脉络合学位 我体内的阳气和真气 也开始自行游走了过去 这个时候 疼痛感慢慢减轻 直至彻底消失 身体之中的白色阳气 和紫色的真气相互结合 一点一点地 透进了我经脉和肌肉之中 好似在改善 和修复着我的身体 身体之中突然的变故 让我有些始料不及 但这却是一个好的征兆 这证明 斗力男他今天一天的虐待 虽然把我给打了个半死 但是却让我在受虐之中 打通了身体之中 以前不曾打通过的 经脉和学位 随着真气和阳气 快速在我全身 游走了一遍之后 我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吐出了一口浊气 四下一瞧 若柳依旧蹲在我的身旁 看着天空之上的 慢慢漂亮下来的雪花出神 若柳 你很喜欢雪 我看着她开口问道 若柳听到我的话后 像是吓了一跳 然后才看着我回答道 对 从小就喜欢 我喜欢雪的白 喜欢雪的透明 纯洁的透明 它给我们带来了宁静 带来了祥和 掩埋了一切污垢 好似真的能 进化了这世界一样 我看着若柳 那充满憧憬的眼神后 笑着摇了摇头 雪虽然很白 但是它却永远 都无法进化这个世界 我说完后 试着从地上 慢慢地站了起来 好在经过 刚才的恢复后 之前身子之中的疼痛感 减轻了一大半 我也能站了起来 那三哥 你说什么 才能进化这个世界 若柳看着我不解地问道 人性和人心 我抬头看着这不断 从天空之上 飘落下来的雪花 对若柳说道 若柳听我的话后 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然后看着我问道 三哥 吃板鸭吗 我 等我吃完若柳 带来的板鸭后 一起朝着来时的路赶去 等回到院中 却发现斗笠男已经不在 我回到了自己的书房之中 开始利用下午这一段时间 开始修炼起了 无极真气的第一式 一直到了夜色将至 我才从停了下来 慢慢地从屋子里面走了出去 也就在这个时候 若柳从厨房里面跑了出来 叫我过去吃饭 我点头答应了一声 便走了过去 在吃饭的时候 我明显地发觉 若柳脸上有些不对 好像在犹豫着什么一样 时不时地抬头瞄我一眼 看到这里 我就知道 他心里肯定有事 看着若柳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我便直接对看着他问道 若柳 你有什么事吗 有事直接说出来就行 若柳听到我的话后 身子一棱 先是把手中的碗筷 放到饭桌之上 然后才看着我低声说道 三哥 那个你 你明天下午修炼完的时候 能不能陪着我去一趟 山下镇上的集市买点东西 我自己去怕 怕什么 我看着若柳不解地问道 镇上有几个流氓 老是拦着我不让我走 我怕耽误事 这种事情 我又不好意思跟清幽先生讲 只好跟三哥你说了 若柳低着头 对我一口气说出了原因 听到若柳的话后 我当下就明白了过来 看着他点头答应道 行 我明天下午跟你一块去 先吃饭 吃过晚饭之后 我接着烧水洗了个澡 便回到了自己屋子里面 开始继续修炼起了 无极蒸气的第一式 同时我在修炼 无极蒸气的同时 有时候也会拿出 毛山倒数大拳 和毛山浮路大拳 学习基本倒数和画幅 把自己的时间分配到了最大化 一夜过后 清晨的阳光 从窗户的缝隙之中 透射而尽 细细碎碎的光斑 点缀着整洁的房间 天已亮 我坐在床上 试着活动了一下全身和四肢 感觉自己的身体 虽然还是有些疼痛感 但是相比于昨天 这点疼痛感 几乎可以直接忽略 穿好衣服 我走了出去 来到院子里面打水刚洗完脸 斗笠男便从院子外面走了进来 对于他的这种神出鬼没 我早已习惯 他的事情好似很多 也好似永远都忙不完 斗笠男看到院子中的我后 没有说话 而是对我做了个手势 让我跟上 转身便走 再一次地和斗笠男 一起来到昨天所训练的空地之上 斗笠男继续开始挥拳 用他身体之中极为强烈的阳气 朝着我的身上打了过来 一直到了中午 今天的虐打训练才算结束 毫无疑问 我和昨天一样 和一只板鸭一样 趴在了地上 动一动就疼 牵一发则疼全身 因为有了昨天的经验 我并没有着急 想从地上站起来 而是先趴着休息了一会儿后 便试着慢慢坐了起来 然后盘腿开始修炼无极真气 用自身丹田之中的阳气和真气 开始修复自己伤痕累累 满是红痕的身体 随着修炼的深入 我感觉身体里外的那些疼痛感 慢慢减轻了下来 真气和阳气 连续两次游走遍全身后 慢慢睁开双眼 我从地上站了起来 斗笠男早已不在 我一个人朝着他的家中走去 走到一半的时候 正好碰到了前来给我送饭的若柳 忙招呼他一起回去 回到斗笠男的家中 我和若柳一起吃过午饭 便准备和他一起去山下镇上的集市 我倒是想看看 到底是哪里来的不长眼的混混流氓 敢大白天地调戏小姑娘家 准备好东西 锁上门 我和若柳一起朝着山下走去 若柳手中拿着一个很大的手提袋 而且还背着一个书包 我估计他这次下山 肯定要买很多东西 也不知道斗笠男是怎么想的 在这么一个半山腰 建造了一所房子 上下山根本就没有像样的路 必须靠着双腿走 要不弄辆电动三轮车也方便多了 所以若柳这个女孩 每次下山买日用品 都必须靠着自己的双手带上上来 想想我就替她感到累得慌 一路上河俩很少说话 闷头赶路 若柳带着我抄了的近路 一个多小时后 我们俩个便走到下了山 上了一条较为宽阔的土路 朝着前面的小镇走去 不过半个小时 我俩就来到了这个不算是太大的镇子里 若柳带着我走了进去 在镇子的中间有一条街 街上人来人往 好不热闹 街边两旁都是不停叫喊的商贩 卖黄瓜了呀 一块五两斤 买了我的瓜 忘记那个他 要快赶 更要安全 强力灭鼠灭虫计 当天见效 三天杀绝 十块钱一瓶 蟑螂老鼠不死 我死 人可以没有钞票 但不能不穿短裤 十块钱三条了呀 纯棉 弹力 贴身 超薄 店铺转让了呀 今天搬走 所有商品低价处理 亏本吐血大甩卖 今天不搬走 我就不是人 听到这些小贩们 不绝于耳的喊声 我都替他们感觉到嗓子冒烟 真是响应了一句话段子 高手在民间啊 而若柳好似 早已经习惯了 这个阵子上商贩们的高调 根本就没有在意 继续挑选 自己所需要的生活用品 若柳 袋子我帮你提着 我说着没等他回话 便从他手中 把那个大号的手提袋 拿了过来 若柳回头看了我一眼 说了声谢谢 继续朝着前面走去 我跟在若柳身后 在这条人几人的街上逛着 突然之间 好似感觉到了 身后有人在跟踪我们 趁着若柳挑选东西的时候 我故意装作不经意地 回头看了一眼 发现果然有两三个 绑大妖元的汉子 跟在我们的身后 他们见我回头之后 盲心虚地 把目光看向了别处 看到那几个汉子后 我冷笑一声 当下便对他们几个留了心 等若柳全部买好 所需的东西后 天色已经微微发暗了 我提着满满的袋子 和他一起朝着阵子外面走去 走出阵子后 我聚集自身的阳气于双耳 朝着身后仔细听了过去 果然跟在我和若柳的身后 有人跟了上来 从那些人的脚步声 上面判断 好像一共有三个 我故作不知 拿着东西 跟在若柳的身后 继续朝着前面走 走过了这条大路 前面便是一条山路 几乎看不到路人 也就在这个时候 我听到一直跟在我们什么的三个人 朝着快步追了上来 终于忍不住了 前面那两个 站住 一个极为粗狂 充满且亡八之气的声音 从我和若柳的身后转了过来 走在我身旁的若柳听到之后 柔弱的身子微微一颤 一张翘脸上 充满了惊恐地 朝着身后看了过去 我停住了脚步 笑着回头 看着那三个追过来的短发壮汉 心中暗自打算 怎么处置他们 是随便教训一下 还是下点狠手 让他们张长记性 省得他们 以后再去调戏别的独行女孩 就在我心中想着的时候 那三个汉子便追了上来 走到我和若柳的前面 衣服拽得二五八万的样子 中间 估计是带头的那一个壮汉 走到我面前 先点燃了一根烟 然后吸了一口 十分装X的 朝着我的脸上吐了出来 这位朋友 吸烟有害健康 少吸得好 我看着那个壮汉开口说道 呸 少他妈跟老子套近活 谁他妈跟你是朋友 那个壮汉听到我的话后 双眼一蹬 脸上的横肉一甩 的确有那么几分 黑社会混混的气质 估计吓唬个三五年级的小学生 肯定能吓唬住 那你叫住我们俩个干什么 我看着那个带头的混混问道 老子看上你女人了 想借来玩玩 玩够了再还给你 多少钱你说就行 那个带头的混混 看着我话道 听到那个混混这么直白的话后 我当时就有些发愣 这星号十年代黑社会经常做的恶行 这么到了现在这个法治全面的社会还有 果然是天高地远 在这种极为偏僻的地方 还有这种收保护费 抢女人的土皇帝 怪不得我今天右眼皮一直在跳个不停 原来是骆驼哥有好事上头啊 上一次咱们碰到巡逻的条子 让这牛给跑了 没想到这次又给遇到了 这可是老天爷给定下的缘分 其中跟在这个叫骆驼哥身后的一个手下 开口拍马道 这牛儿真特么的嫩 她那脸大 一捏准能捏出水来 是老子我喜欢的类型 骆驼哥说着 就伸出手朝着 站在我身旁的若留脸上 伸出了手 若留见此 忙躲开 藏在了我的身后 看着对面的那三个混混骂道 你们混蛋 流氓 三个混混听到若留的话后 都开始大笑了起来 而那个叫骆驼哥的带头混混 还回头和他的那两个兄弟们说道 你们听到了没有 老子我就说的没错吧 这牛儿铁定是对我有意思 就连我的职业他都调查清楚了 对我挺伤心的呀 对 老子就是流氓 老子今天就是 要扮了你这牛 唉 你们这些人太不讲道理了 我摇着头 看着那个叫骆驼哥的混混说道 我们没有得罪你们 也没有招惹你们 你说 你们怎么就能这么侮辱人呢 对了 还有下次你侮辱人的时候 能不能做好充分的准备 先调查清楚 他不是我女人 是我朋友 我曹你M的 这个时候 还特么的敢跟老子我平嘴 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骆驼哥说着 从腰间掏出了一把匕首 上前两步 用匕首的尖头 顶在了我的前胸 我低头看了一眼 顶在我前胸的匕首之后 又抬头看了看骆驼哥 顿时就发现 他前额的印堂暗暗发黑 双眼虽然有形 但却无神 身带一丝阴气 定然是招惹了什么 不干净的东西 当我看到这个混混的 现在这副样子后 第一个联想到的 就是那具 从古墓之中逃出去的女士 因为我在她身上 看到了一丝阴怨之气 这种阴气很少见 但我却认得出来 正是那具女士身上 特有的阴气 这才仅仅过了几个月 那具女士 便按捺不住 出来害人了 难道站在我眼前的 这个骆驼哥 那具女士缠上他 以此慢慢吸取 他身上的精血不成 想到这里 我看着骆驼哥 他开口问道 你最近有没有 遇到什么怪事 骆驼哥听到我的话之后 明显愣了一下 双眼之中 同时闪过了一个 疑惑的眼神 但马上就被一脸 穷凶极恶的表情所代替 他把手中的匕首 用力在我前胸拍了两下 威胁道 滚米F的 别跟老子扯这些没用的 我就问你 答应还是不答应 听到骆驼哥的话后 我有些无奈了 真的是无奈了 混混混成他现在这个样子 我都替他感觉到 智商余额严重不足了 我说骆驼哥是吧 你说 你都拿着刀子 顶在了我的胸口上面了 我现在答应不答应 有区别吗 骆驼哥听到我的话后 很自以为是的冷哼一声 你要是答应了 就收下我们的钱 我们不算强奸 最多算是信号 我一听 好吗 还想耍小聪明 钻法律的空子 其实他们却不知道 哪怕强迫别人 答应了下来收了钱 依旧还是强却罪 不怕流氓会武术 就怕流氓没文化 这流氓有文化还好 要是没了文化 你看他啥事都敢干 我说骆驼哥 你脑子长屁股上了 我看着骆驼哥笑着说道 那么的 找死 骆驼哥一听到我的话后 脸上马上就沉了下来 挥起手中的匕首 朝着我的大腿 就狠狠地捅了下来 我一看这个骆驼哥出手 马上就判断出了 这个家伙 是一个混迹江湖的老手了 首先他手中的匕首 并不是拿出来吓唬人的 应该动手的时候 果断动手 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再一个他即便是真的动手 也是朝着我身上 不致命的地方下手 即便真的刺中了我 让我失去反抗能力的同时 又闹出不了人命 不过 他们找错人了 见骆驼哥用手中的匕首 朝着我的右腿大腿刺了过来 我忙抽身向后退出 两步躲了过去 同时朝着骆驼哥的下巴 就踢出了一脚 直接把他给踢了一个后空翻 在空中旋转了360度 摔落在地 操 还看什么 给我上 废了他 趴在地上的骆驼哥 吐出了一口鲜血 朝着他身旁的两个小弟吼道 那两个小弟一听 一个人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 一个人从身上抽出一把折叠匕首 一起朝着我就冲了上来 我把自身的体重 慢慢地移到了右腿之上 以右腿为轴心 抬起左腿 朝着那两个混混就踢了过去 我没敢用太大的力气 一脚一个 直接把他们踢到在地 他M的 这崽子 还是个练家子 一块上 下死手 骆驼哥这个时候 也从地上爬了起来 当先朝着 我再次扑了过来 这次他是下狠手了 用手中的匕首 直接朝着我的肚子上面 就狠狠地刺了过来 看到这里 我心中就是一阵火大 他这分明 是想要了我的命 见此我也不再客气 伸出手 先是打在了他握住 匕首的右手上面 把他的匕首夺了过来 同时挥拳 朝着他的面门打了一拳 碰 随着一声闷响 骆驼哥被我这一拳给破了像 鼻鼓打断 同时给他的门牙 也给打了下来 骆驼哥惨叫了一声 盲用手捂着自己的鼻子和嘴巴 不停地往后退 一个猎切 差点没摔倒过去 我则是在把手里夺过来的 这把匕首 朝着地上一扔 集中自身的扬气于双腿 身形一跃 瞬间窜到了骆驼哥的身后 在我施展出这个身法之后 下一刻 骆驼哥和跟着他的那两个小弟 都愣住了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怎么过来的 你是人是鬼 其中一个小弟 回头满脸惊恐地看着我问道 我一笑 并没有回答那个小弟的话 而是看着身前的骆驼哥 开口问道 骆驼哥 我今天晚上想去你家里做客 不知道你欢迎我不欢迎 在我眼前的骆驼哥 听到我的话后 吓得全身打了一个哆嗦 忙转过头 给我跪了下来 大 大哥 我骆驼有眼不识泰山 今天冲了你 是我的错 但是祸不及家人 你要真想出口恶气 就冲着我骆驼自己来 我认灾 我自己都担着 听到骆驼哥的话后 我看着他说道 我说骆驼哥 你想多了 我又不是和你们一样的黑社会 我有正当职业 我是个道士 跟你说实话 我看你硬堂发黑 身带阴气 你跟我说 你最近有没有遇到一个 长得极为漂亮的女人 或者家里发生过什么怪事 骆驼哥听到我的话后 身子先是哆嗦了一下 然后低头想了一会儿 对我说道 没 没有遇到过什么漂亮女人和怪事 我紧紧盯着骆驼哥的双眼 看到他说话的时候 双眼之中眼珠来回闪避 他在撒谎 我接着冷冷地说道 别怪我没有事先提醒你 你要是瞒着我的话 以后出事的不光是你了 就连你的家人也没有好下场 别觉得我是在吓唬你 骆驼哥听到我这句话之后 犹豫了一会儿 好似做了一个决定 这才对我开口说道 最近是 是有那么一个漂亮的女人 跟我玩过一夜情 还给我 给我好处 让我给她办事 骆驼哥抬起头看着我答道 他让你办什么事 我接着问道 果然 我刚刚推断的没有错 那句从古墓逃出来的女尸 开始害人了 那个女人让我帮忙找男人 去他家里打麻将 骆驼哥看着我回答道 听到骆驼哥的话后 我一下子就愣住了 那个不知道死了多少年 一直躺在棺材里面 不出事事的女尸 他怎么会打麻将 这可真是奇了怪了 只不过 那个女尸让骆驼哥 给你找人去打麻将 又是什么个意思 难道说他一个人 在冰冷的底下古墓 待的时间太久了 感觉到了寂寞空虚了 然后想找人陪着他 姐姐们 每天打伤几局 顺带还能吸取人的精血 而且还不容易 被到家中人给发觉 这女尸有够聪明的 一举三得 想到这里 我便接着对骆驼哥问道 那个女人 她现在在哪 骆驼哥听到我的话之后 忙开口对我说道 就 就在我们镇子后面的 一个出租房里 听到这里 我忙转头朝着若柳问道 若柳 你身上带绳子吗 若柳听到我的话后 有些不解 但是带了 怎么了 先给我用一下 我说道 从若柳手中 结果一条不算太长的麻绳后 用竹笼九缝 把他给割断成六段 就朝着骆驼哥绑了过去 骆驼哥见我要动手绑他 哪里还肯 掉头就跑 让我一个纵身追上 一拳打在了他的小腹上面 直接给他打的 蹲在地上吐酸水 另外两个小弟见此 本来打算跑路 当下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这些人都是老皮子了 知道在这种情况下 根本就跑不掉 早晚都得绑起来 还不如老实一点 还少挨歇揍 分别把骆驼哥和他的两个小弟 手脚同时都给绑了起来 三哥 你把他们绑起来干什么 若柳看着问道 待会儿我有用到他们的时候 我得先把送你回去 省得让他们给跑了 绑好之后 我拍了拍手 对若柳解释道 我自己也能回去 三哥 你要是有什么事情 可以先去忙 若柳说道 不用 我先送你回去 我今天晚上办的事 去太早了也没用 我说着 又从背包里翻出了一块布条 分别把他们三个人的嘴巴 死死地堵住 以免他们开口叫人 你们三个听好了 你们先跟着我把他送回去 你们在这里等我 我回来再找你们 对那三人说完之后 我便带着若柳 朝着山中走去 在回去的路上 若柳一直低着头走路 也不说话 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看到这里 我便开口问道 若柳 你有什么心事 若柳抬头看着我说道 三个 得饶人处且饶人 你刚才教训他们一顿也就算了 这么冷的天 把那三个人给绑在外面 万一 若柳说道 这里停了下来 并没有接着说下去 我听到若柳的话后 当下明白了过来 感情 他是在替那三个混混流氓担心 我说若柳 你可赶紧算了吧 收起你那同情心 那三个王八蛋 根本就不值得可怜 今天亏着我陪着你一起出来 要没有我呢 你肯定得让那三个王八蛋 给糟蹋了不成 像他们这种人 要是不给他们常常记性 下次指不定哪个女孩就得倒霉 你一直在山里面 待着不知道 很多强坠 饭被抓在牢里待个七八十几年 出来之后接着饭 江山一改本性难移 我这么对他们还算轻的 我看着若柳说道 若柳听到我的话后 这才点了点头 没有再说什么 我一直奇怪一件事 我说道 什么事 若柳问道 今天晚上 我要去找的那具女士 她都死了不知道多少年了 但是她还会打麻将 你说这是奇怪不奇怪 我看着若柳直接说出了实话 因为若柳从小就跟着斗笠男 鬼怪僵尸之说 自然不会少闻 三哥 这有什么奇怪的 麻将她本来就源于我们中国 之前是皇室和王公贵族的消遣道具 一种文娱游戏 麻将这种游戏 在我们中国最起码得有三四千年的历史了 在长时间的前世改变进程中 麻将才逐步从宫廷中传播到民间 所以那个女士她会玩麻将 也属于正常啊 若柳对我解释道 听到若柳的话后 我这才明白了过来 感情是自己懂得太少了 我之前还以为这麻将是近代的产物 并没有多少年的历史 一路上 我陪着若柳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 没一会儿便回到了斗笠男的住所 把她送回去后 我忙转身折回 抓紧时间 朝着山下赶去 既然找到了那具女士的线索 我就不能不去 不管怎么样 她是我给放出来的 我必须要对这件事情负责 绝对不能让她祸害无辜的老百姓 而且我也想借此想借此机会 试试我这长达三四个月的魔鬼师修炼的成果 心念至此 我把自身的阳气从丹田之中提了出来 聚集到了双脚之上 一个纵身 窜出去树米 加快了略行的速度 本来走路 需要接近两个小时的路程 我一路快速略行 十多分钟便赶了回来 摇摇地 就看到那骆驼哥那三个流氓 再被困在了地上 走到近前 我先是给他们一一松绑 然后便让他们带着我 去那个女士所在的屋子 骆驼哥从地上站了起来 一边揉着自己的手腕 一边看着我对我问道 我说小兄弟 我们搁三个 要是带你到了目的地 咱今天这事 就算两清了不 听到他的话后 我心中冷笑 想得美 但嘴上还是点头答应道 你们先带我过去了再说 顺着前面的路走下去 那骆驼哥先是带我回到了这个镇子里 然后顺着一条小巷子走了进去 估摸着继续走了 能有十多分钟 便来到了一片相对破旧的民房前面 骆驼哥带着我 走到其中一排民房的屋子前面 方面前停放着五六辆自行车 用手指着对我说道 就在这间房子里 下面有个地下室 他一般让我带人来打麻将 都是来这里 听到他的话后 我微微一点头 然后聚集自身的杨气于双眼 朝着眼前的这间屋子里面 就望了过去 果然 我在这间民房之中 发现了阴气的所在 一丝丝的阴气之中 带着一股极为强烈的怨气 时有时无地围绕在这间民房 周围盘旋 那个 那个小兄弟 地方呢 我们已经把你带到了 能走了不 这个时候 骆驼哥见我一直盯着前面的房子 没有说话 诚惶诚恐地看着我问道 我瞅了他一眼 从背包之中 掏出了一瓶止痛药 朝着那个骆驼哥就冲了过去 一拳打在他的小腹上面 他一张嘴 我马上 把手中的止痛药 倒进了他的嘴里 没等剩下那两个人反应过来 我再次朝着他们出手 以同样的方法 强迫他们 把我手中的要吃了下去 你 你给我吃的是什么 那三个人 双眼充满惊恐地看着我 一口同声地问道 没什么 孤独你们听说过吧 我刚刚给你们吃下去的 便是无毒保身散 也就是家喻户小人人 口中俗称的情谷 凡是中了此孤独的人 自服用之后 一辈子之客 与一个女性同房 如果出现了第二个 马上便会全身溃散而亡 只要你们一直忠于自己的老婆 这个情谷 就会安好无事 我冷笑着 对那三个人编道 其实我给他们吃下去的 就是我修炼所 一直服用普通的止痛药而已 骆驼哥三人听到我的话后 吓得脸色惨白 相互对视一番后 丧气地转身走人 看着他们脸色的变化 我知道 刚才的确是唬住他们了 没有人愿意 拿着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比起自身的忧望来 活下来更加重要 把手中的止痛药收起来后 又从随身背包之中 掏出了一张六丁六甲巨蟹服 握在手中 朝着前面那个充满 阴煞之气的屋子里面 走了过去 我走到了门前 试着推了推门 无法打开 里面反锁着 也就在这个时候 里面突然传出来 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 谁啊 那个男人只说了两个字 我便从他说话的声音 判断了出来 此人中气不足 气虚血弱 估计多半是被那句女诗 给吸了精血 是我 来搓两把 今天有点事 给耽误来晚了 我故意学着那些 经常打牌人的强调 开口说道 我话音刚来 门就被里面的人给打开了 一个秃头脑袋 从里面伸出来 丑陋我一眼有 有些好奇和谨慎地问道 你新来的 看起来面生得很啊 听到眼前这个兔子的话后 我忙灵机一动 开口说道 是骆驼哥介绍我来这里的 前段时间来过一次 你可能没留意 兔子听到我口中 说出骆驼哥这三个字后 马上就放松了警惕 笑嘻嘻地看着我说道 哦 我当你是哪来的 原来是老骆驼介绍来的 快进来 快进来 下面早开牌了 走进屋子 一股极为难味的烟味 掺杂着一种浓烈的香水味 飘散在屋子之中 让我感觉一阵恶心 这具女尸 即便是没有腐烂 即使长得如花似玉 但她终归是尸体 只要是尸体 不管是否腐烂 都一定会有怪味 所以我闻到这些香水之后 当下便联想到的就是 那具女尸 为了遮蔽自己身上的怪味 从而喷上了大量的香水 以防被人察觉 顺着兔子的指引 我走到屋子中间 朝着那只通地下室的梯子 看了一眼 然后就准备朝着 下面的地下室走下去 在下去之前 我先是把自己身体之中的洋气 全部内敛 沉于丹田之中 然后运用毛山前夕竹 把自身所有的生命体征 都隐蔽起来 做好这一切 我才慢慢地顺着梯子 一点点地走了下去 我下梯子的时候 走得很慢也很轻 尽量不让自己发出一点响动 地下室里边进得出奇 只有一阵阵麻将碰击桌子的声音 时不时地传来 到了下面 烟味和香水味混合的气味 更大了起来 有些刺鼻 我慢慢地顺着梯子 走到地面之后 往前走了几步 便是一个开阔的地下房间 我探过头 朝着房间里面一瞧 正好看到了中间有一张麻将桌 三个受削枯稿的男人 围坐在一张桌子前面 而剩下的那一个女人 只从背影 我就一眼认了出来 她正是从古墓之中 逃出来的那具女尸 看到那具女尸之后 我并没有着急冲上去 而是站在原地静静地看着她 我想看看她 一直让那骆驼哥 给他往这里带人打麻将 到底是为什么 其中一个男人 脸朝着我这边 两只身线眼窝大而无神的眼睛 紧紧地盯着麻将桌上面的 每一张翻动的牌 苍白的双唇如死人一般 一句话都不说 她那张发白的脸皮浮肿 松垮胯且生满斑枕 在她的身旁 则是坐着一个 满脸皱纹的中年男人 那个男人 生着一对雾鹰一样的眼睛 同样闷头打牌 一句话都不说 我现在看到这个场面之后 甚至感觉连他们打牌的声音 听起来都那么地沉闷而诡异 在这整个地下室的房间里的 鬼诀氛围烘托之下 居然让我从心底 生出了一阵寒意 来这里之前 我想过很多可能出现的场景 但是绝对没有想到过 会是这么一副景象 那三个男人死气沉沉 给我的感觉 就好像死了没埋一样 如果不是我刚才聚集自身的杨气 用双眼关桥 发现这三个男人 是带着杨气的活人的话 就他们现在 这夫人不人 鬼不鬼的样子 我能在对付女士的时候 一起把他们给处理了 时间不多 随着一局麻将打完 我同时听到了那三个男人的叹气声 又叹娘的书了 真邪门了 这娘妈怎么越打运气越好 死一般的沉寂 被各种的咒骂声所打破 一直到现在他们说话 我才感觉到了 这个地下室有活人在 不似刚才一般死气沉沉 如同人间地狱 不过也在这个时候 那具女士从座位上面站了起来 看着那三个男人开口说道 愿赌服输 既然你们身上的钱早已输光 不如把女士刚刚说到这里 语气一顿停了下来 然后转过头 朝着我这边看了过来 糟糕 被发现了 刚才我自己都忘记 在聚集洋气 观察那三个男人的时候 不小心露出了马脚 我当时谁来了 原来是熟人 左十三 既然你来了 有没有兴趣 和我赌上一把 那个女士看着我脸上微微笑着 双眼之中 却充满了恶毒的神色 好 陪你玩就陪你玩 不过 你得先让那三个人走 既然被发现了 我也没必要躲躲藏藏 直接从墙后面走了出来 看着那句女士说道 心中同时在想 不管怎么样 先把那三个毒鬼弄出去再说 省得待会儿打起来 一不小心伤到了他们 那你的意思就答应了 女士看着我 再一次问出口 前提是先放那三个人走 我回答道 没问题 反正需要得到的 我都已经得到了 行了 你们三个今天输的钱不作数 走吧 那个转头女士 看着那三个赌徒说道 他们三人还不没明白 是怎么一回事呢 愣愣地看着我和那女士 有些反应不过来 其中一个好似发现了 气氛不太对劲 拉着那两个人 就赶紧朝着外面走去 见那三个赌徒 顺着梯子爬上去后 我慢慢地把竹龙九凤 从随身背包之中抽了出来 一个月的实现早已过去 而竹龙九凤 现在的封印 随时都能打开 左十三 你这是想登在这里 用龙虎七射印 和那本破书 跟我应对应 那女士看着我 冷笑着问道 我懒得搭理她 直接聚集自身的 杨气鱼双腿 就准备用手中的竹龙九凤 朝着自己手掌上面刺去 可也就在这个时候 我站在原地一下子傻眼了 因为我感觉到 自己身体之中的阳气 居然无法控制 不 不对 是直接感受不到了 这 这到底是怎么一会儿诗 哼 左十三 是不是感受不到 自己身体里面的阳气了 实话告诉你 我在这里布下了一个阴法阵 只要是 进入这个阴法阵的人 并且答应跟我博弈 那就立刻生效 我不能动用阴气 而你不能动用阳气 所以我们两个人 要是想从这个法阵之中 活着出去 那就必须在堵桌上 赢了对方 女士语气之中 充满了自信 就好似她能预看到未来一般 只不过听到她的话后 我心里却是凉了半截 因为我从小到大 根本就没有赌博过 更别说去什么赌场了 她吸刮个兔子的 这一下子 哥们跟头算是栽大了 我们开始吧 女士看着我 冷冷地问道 如果我拒绝跟你赌博呢 我看着女士说道 把如果两个字去了 你可以再重复 刚才所说的话试试 女士说道 听到这里 我即便是傻子 也听得出 她是在激将我 现在我丹田之中的洋气 不能动用 顶多就是一个体质 过于常人的普通人 绝对不能以身视险 我再次暗中 试着聚集自身的洋气 依旧丝毫都感受不到 千房万房 还是中了这句女士的计了 现在给我留下来的路 只有一条 那就是跟她赌 不怕女士凶恶 就怕女士好赌 想到此处 我没了办法 只得抬头盯着她 开口问道 你想跟我赌什么 傻子 女士想都没想 脱口而出 听到女士她的话后 我当下心里 马上就没底了 头子 这玩意怎么玩 哥们儿我 一直没有玩过啊 难道是和电视剧 上面演的一样 猜点数的大小 或者单双 虽然我心里没底 脸上却没有表现出来 看着她点头说道 玩头子就玩头子 其实换不换 别的玩法都一样 我现在整个 就是一堵桌小白 什么都不懂 唯独这摇头子 我还多少明白一些 行 那女士答应了一声 走到堵桌前面 把上面的麻将 给拿了下来 转换成两个六面的头子 和一只黑色的瓷碗 既然咱们开始玩了 那我就得说一说 这摇头子的规则 游戏的规则很简单 就是猜大小 你摇我猜 或者是我摇你猜都行 猜的便是 这两个头子 摇出来的总和 二点到七点之间为小 八点到十二点之间为大 规则你懂了吗 女士看着我问道 我点了点头 心中却在思量对策 要是这么玩下去 绝对不是一个办法 因为那个女士 从一直表现出了一副 胸有成竹的样子 而且 这里也是她的地盘 阵法也是她不下的 如果我就这么 跟她玩下去 必输无疑 所以 我得趁着这个 头子游戏开始之前 思索出一个对策来 还有 这次的赌局为 三局两胜制 但赌博的筹码并不是钱 而是命 女士看着我 语气冰冷地说道 那一双充满艰险的眼睛 死死盯着我 好似再看一个死人一般 好 赌命就赌命 事到如今 我已经是骑虎难下 在这个极为怪异的 阵法之中 不赌是死定了 还不如跟她赌一把试试 我走到赌桌前面 女士接着对我一摆手说道 坐 随着我俩各自坐下之后 女士把手中拿着的头子 和瓷碗 放在了桌子的正中间 然后看着我继续问道 左十三 这第一局 是你咬我猜 还是我咬你猜 你先咬 我准备后发 先看看 她怎么弄在做打算 其中 我虽然脸上看着轻松 心里却是凝成了一团 心跳在这个时候 止不住加快了起来 目前这个时候 我要是说不紧张是假的 但是现在 已经没有任何的退路 可走 我只得硬着头皮接下来 走一步 看一步 今天这一窥 我是吃定了 好 我摇 那女士听到我的话之后 把堵桌上面的瓷碗拿了过去 然后把两个头子放在里面 同时盖上了盖子 拿在手中使劲地摇晃了起来 我坐在位置上 眼睛一眨都不眨地 盯着她的双手 同时凝神俱气 努力让自己在此时平静下来 以免影响了判断能力 装着头子的瓷碗 一直在那女士手中上下摇动 发出一阵清脆的碰撞声 而我听到之后 心中却泛起了一丝烦躁之意 碰 随着女士手中的瓷碗 再次回到了桌子上面 在里面的头子也停了下来 猜吧 瓷碗中的头子 是大点还是小点 女士看着我问道 双眼之中 却时不时地闪过了一丝银滑的神色 看着桌子上面的瓷碗 我甘咽了一口唾沫 觉得自己今天做的事情 越来越离谱了 竟然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堵桌上面 但是我现在阳气全无 还有别的路能走吗 心想于此 我深吸了一口气 案子开始思量了起来 其实我从刚才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既然这句女士她 主动要跟我上堵桌 用头子定生死 那么她一定会有绝对赢我的把握 所以目前对我来说 要是按照她所给我定下的游戏规则来玩的话 我百分之一万的会输 会死 必须得想个办法出来 绝对不能按照她的定下的规则来 但 我现在还能有别的办法吗 盯着堵桌上面的瓷碗 我居然一时间没招法 愣愣的 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左十三 怎么了 婆婆妈妈的 不像是个男人 是大还是小就是一个句话的事情 你这样拖拖拉拉的 是对你自己没有信心吗 这个时候 坐在我对面的女士 开口催促道 我抬眼看了她一眼 从她的脸上 根本就看不出丝毫的金黄之色 很明显 她对这一局胜券在握 冷汗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从我前额之上流了下来 一下子流进了我的眼睛 弄得我左眼生疼 猜啊 难道你想拖延时间等救兵 死了这条心吧 那女士看着我又催促了一遍 我擦了擦前额上面的冷汗 一咬牙开口说道 我猜那里面是小 好 你自己亲手打开 看看到底对还是不对 女士说道 听到她的话后 我深吸了一口气 伸出手慢慢地 把瓷碗上面的盖子打开 里面呆着两个白色的头子 其中一个是三点 另外一个则是五点 加起来正好是八点 大点 我猜错了 她吸刮个兔子的 我把瓷盖放在桌子上面 心中忍不住按骂了一声 唉 看来你今天的运气并不好 出师不利 可不是一个什么好兆头 第一局我赢了 到你了 女士红唇轻气 看着我说道 听到她的话之后 我再次把盖子给盖上 同时把瓷碗拿了起来 不停地上下摇晃了起来 随着我不停快速地摇动 等到我把手中瓷碗 再一次放到桌子上面后 下一秒 那女士便看着我脱口出 瓷碗里面的是大点 她的这句话 让我心中一凉 难道她真的有什么办法 能看到瓷碗之中的头子 点数不成 要是真这样的话 哥们儿我可今天 可就直接去见星号了 我干咳了一声 让自己的情绪稍稍定下来 然后慢慢地 把瓷碗上面的 盖子都打了开来 这一瞬 屋子里面的气氛凝固了起来 我心也跟着跳到了嗓子眼 往瓷碗里面一瞅 当我看到其中头子的点数后 狂跳的心顿时就落了下去 一个是四点 而一个则是二点 加起来刚好是六点 小点 我赢了 运气不错嘛 这局我输了 但这次又轮到我摇头子了 女士说着 伸出手把瓷碗上面的盖子盖上 拿在手中 开始不停地摇晃了起来 而我刚刚落下去的心 在这一瞬间又悬了上来 三局两胜 我和她各赢了一局 接下来是我生还是她死 就看着至关重要的最后一局了 看着她脸上上面 依旧一副轻松的样子 我现在有些怀疑 会不会和上一次她摇头子一样 让我无法猜对 不能再继续冒险了 我必须得想出一个办法来 心中有了这个打算 我便试着再次暗中聚集 自己身体之中的阳气 但是跟我的结果 依旧和上一次一样 我根本就感受不到 它在我体内的存在 碰 一声响动传出 此晚放在桌子上面 随之女士的话音传来 好了 到你猜了 咱俩谁能活着 从这个阵法之中出去 就看着最后一局了 听到她的话音之后 我心中当下就紧张了起来 手心之中 同时也冒出了冷汗 绝对不能直接去猜 这样必输无疑 得想个办法出来 我心中暗自计算 同时慢慢试着 开始感受在 丹田之中的紫色真气 不是不打解 这一事顿时让我心中一喜 因为我 居然在这个时候 感受到了丹田之中 紫色真气所在 我忽略了这一点 这个阵法之中 虽然不能动用阴气和阳气 但是真气却能用 我试着慢慢地 把紫色的真气 从那个透明的珠子之中 调动了出来 快速地朝着自己的 双眼之中聚集而去 等到真气聚于双眼之上 我再次朝着堵桌上面一看 嘴角忍不住 泛起了一丝笑意 随着从丹田之中 涌上来的紫色真气 慢慢聚集于我的双眼之上 渐渐地在那个灰色的瓷碗之上 我发现了 有一片阴气 在瓷碗的外面不停地旋转 随着自身的真气 聚集集中起来 我双眼之中有了一股暖流 随之看一片 挡在瓷碗前面的黑色阴气 便慢慢地 自我双眼之中消散 模模糊糊地 好似看到 瓷碗里面的两个白色的头子 呵呵呵 左十三 你不敢猜了 对面的女尸 看着我不停地冷笑 我再次调动丹田之中的 全部真气 又一次地认真 朝着瓷碗之中看了过去 慢慢地我看到了里面 那两个白色头子上面的点数 两个六点 是大点 我猜是大点 我抬起头 看着那句女尸 直接说了出来 当她听到我的话之后 脸色微微一变 同时我发现 瓷碗之中 多出了一丝阴气 那一小股阴气 围住了其中的一个头子 毫无声音地翻了过来 一下子变成了一点 看到瓷碗里面那一幕后 一股热血 一下子就涌上了我的脑门 她大爷的 这里面果然有猫腻 好了 你把瓷碗打开看看 咱俩谁生谁死 就定在这一局了 那句女尸 面色不改地 看着我笑着说道 我冷哼一声 看着眼前的这句女尸 对她说道 你在暗中动了手脚 调换了头子的大小 所以这种赌局 并不算是赌局 随着我这句话落下 四周的猛地 多出了一层 刺骨冰寒的阴气 同时 我自身的阳气也感觉到了 就在此刻 我感觉到自己 身体之中的阳气后 心中马上就反应了过来 这阵法 被我无意之中给破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阴气吹起 刚才坐在我面前的女尸 突然脸色一沉 尖叫一声 直接朝着就猛扑了过来 见此 我身形快速往后一撤 躲避的同时 快速用右手 截出龙虎七射印的 第二式的手印 同时口中大喝道 魂不破惊气俱宁 瓶中污名二扬命 龙虎七射印 射 随着口诀念完 右手上面 同时一道暗黄色的光芒闪现 我朝着 那具再次追过来的女尸 就狠狠地打了过来 她也十分忌惮 我右手上的龙虎七射印 身影快速一飘 闪了过去 换了一个方向 朝着的左肋 就狠狠地打了过来 看到这里 我不躲反攻 转身抬腿朝着她 快速踢出了一脚 直接把她给踹飞了出去 那具女尸摔落在地 猛地一弹 再次站了起来 看着我双眼之中 满是不可思议的神情 你 你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修为进展如此之快 说到这里 她脸色接着一遍 继续说道 哼 恐怕 你是走了什么邪路净途 你我之间 既然都选择走这条路 又何必相见 我看着她冷笑道 有的时候 让自己变强大的捷径 不止只有邪路 还有什么 女尸看着我马上开口问道 鬼人何拼命 我说完这句话后 身形快速移动 一个纵身就掠到了她的前面 挥动右手 朝着她前胸的命关 就狠狠地打了过去 那具女尸 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 便被我这一下子 刚好给打到了个正着 接着我便看到 她的全身 先是抖个不停 然后便冒出了一阵 黑色的烟雾 随之整具尸身消失的 无影无踪 这 这是怎么一回事 难道说 我刚才那一下子 直接把她给灭了 不对 即便是我现在已经受到 斗笠男的残酷训练 修为突飞猛进 也不可能如此轻而易举地消灭她 想到这里 我忙聚集自身的洋气 于双眼之上 开始朝着这个地下室的房间 仔细地看了起来 随着我观桥 这里面所剩不多的阴气 正在一点点地消洒而去 那女尸的的确确是挂了 我不禁有些愕然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难道那女尸之前 被玄黄地精 给打到了半条命 现在变得不堪了起来 风吹起 我在地上看到了一个黑色的草人 朝着那个奇怪的草人打眼一瞧 在草人的身上 还存有一丝阴煞之气 看到这里后 我顿时心中全部都明白了过来 在这里赌博的这具女尸 并不是她的本尊 只是一个替身而已 看来 那古墓之中的女尸 其狡猾程度 比我想象之中要大得多 暗叹了一口气 我不再逗留 转身回撤 顺着来时的梯子往上爬去 出了地下室 之前守门的那个男人 忙帮我开口门 客气地送我出去 临关门之时 还不忘对我说一句 下次再来 我一笑 心中替她担忧 真不知道她待会儿 看到那地下室里面空无一人的时候 心中会怎么想 从这这间民房里面走出去后 我直接纵身起跳 朝着前面的一间瓦房的房顶 跳了上去 聚集洋气 朝着这个并不算大的镇子里面 四下灌桥了起来 一圈看完之后 我并没有发现这个镇子附近 有任何的阴气存在 看来那具女尸的本尊 并不在这个镇子附近 亦或者是她自己隐蔽掉了身上的阴气 没有办法 我有些丧气地 从屋顶上面跳了下来 找到来时的路 朝着斗立男的住所 便赶了过去 一路上加快脚步 快速略行 我现在得抓紧时间 快点回去休息 明天还得挨揍呢 等我回去之后 发现大门并没有锁上 原来若柳他 一直给我留着门 推门走了进去 接着关门上锁 我便朝着自己的房间走了回去 回到屋子 我点燃蜡烛 什么也没顾得上干 直接脱衣躺在床上 就睡了过去 一夜无事 第二天一早起床后 我再次跟着斗立男 去了外面的深山之中 训练起来 时间过得飞快 不知不觉之中 又是一个多月转瞬而逝 这最后一道训练 也同样被我咬着牙挺了过来 通过了 而今天 便是斗立男 让我下山回去的日子 经过这长达四个多月的训练 不管是从体质 还是倒数修为 或者真气阳气 我都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斗立男 却没有让我来得及说声谢谢 人早已消失不见 其实我在这里待了这么长时间 逐渐地对这里有了感情 真要到了别离的这一天 我心中不免有些伤感和惆怅 斗立男早已走了 家中只剩下了我和弱柳 弱柳帮我收拾好行李后 便递给了我 三哥 这个包你也随身带着 里面有我包的包子 留着路上吃 还有一套我帮你缝的外套 外面天寒 你要是感觉冷就穿上 千万别着凉了 从弱柳手中 接过这个背包之后 我谢道 弱柳点头 三哥 我送送你 今天外面的天空 有些阴沉沉的 还时不时地夹杂着 片片小雪花飘落 我和弱柳一起朝着山下的路走去 都没有说话 即便两个人 一路上也显得有些沉闷 不知不觉中 便走到了山下 而之前送我来的那辆车 也缓缓地朝着这边开了过来 我见车来了 便对身旁的弱柳说道 弱柳 我先回去了 以后要是有机会 咱们再见 对了 喜欢一个人 可千万别藏在心里 一定要让对方知道 你喜欢他 说不定那个人同时也喜欢你呢 我对弱柳留下这句话后 背着包转身上车 车子发动 调转车头 朝着前面的路快速驶去 我坐在车子里面 用反光镜看着 还站在原地的弱柳 心中为他暗自祈祷 希望他喜欢的人 也同时也一样喜欢他 等我被司机送回到 东电市区的时候 天色已经是傍晚 我先找了一家面馆 匆匆吃了一碗面填饱肚子 之后便在附近 找了一家旅店住了下来 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面 我先是从随身背包之中 翻出了早已没电 且关机数月手机的手机打开 然后冲上了电 便去了浴室洗澡去了 洗过澡 换了套衣服 我便把手里打 刚开机 我接二连三的手机短信 就想个不停 还好预存花费够多 并没有停机 也别说一开机 就收到这么多短信提示 我这跟着斗力男 去他的地方训练 这一走就是四个多月 也没有跟任何人打过招呼 就连之前一直跟我在一起的 秋沙沙他都不知道 所以不知道实情的 还以为我失踪了呢 我躺在床上 等到手机不再响了之后 便拿在手里 一条条的短信看了起来 先是我的爸妈的短信 我看到他们的短信之后 马上回了电话过去 这四个多月 一直联系不到我 他们肯定着急坏了 铃声响了没多久 我妈那微微发颤的声音 就从电话里面传了出来 喂 是十三不 听到我妈的 急切到发颤的声音后 我心中就是一紧 忙开口答应道 妈 是我 还真是十三 佩洪 佩洪 你快过来 联系到十三了 他给咱们打电话了 我妈听到我的话后 忙在电话那头 马上告诉了我爸 没一会儿的功夫 我爸喘着粗气的声音 就从电话那头 传进了我的耳朵里面 十三 你小子怎么回事 这几个月 都给老子跑去哪了 电话打不通 短信也不回 我跟你妈怎么联系 都联系不到你 心里一直都是悬着的 你下次有事情的时候 能不能给我 跟你妈提前打个电话 省得让我们天天替你操心 睡觉都睡不安稳 这马上就要过年了 我俩整天提心吊胆地 想的都是你 听到我爸电话那头 一声声接连不断抱怨 和责备的声音后 我连连点头答应了下来 同时反省自己的错误 并且对他们二劳保证 以后这类事情 绝对不会发生 但即使是这样 我又听了他们两人 先后责备和嘱咐了 半个多小时之后 这才算挂断了电话 若不是我爸提醒 我还真忘记了 没多少天便是春节了 时间有的时候 过得真的很快 看着手里面的手机 我坐在床上 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继续翻看起短信 把我爸妈 打来的好几十条 来电短信翻过去后 接着便是我师父 清风道长 给我打过来的 当我看到他的短信后 同样拨通他的号码 给回了个电话过去 电话里面 接着提示打不通 我再次试了一遍 依旧如此 只得暂时放弃 联系清风道长 一切等回到清竹馆再说 继续往下翻 胖子的 雷子的 还有刀疤脸的 方子燕的 甚至还有几个陌生的号码 都在这四个多月之中 给我打过电话 看到这些电话号码后 我按照顺序 先是给胖子打了过去 胖子接听 我的电话之后 同样没什么事 就是担心我前一段时间去哪了 跟胖子在电话里面 聊了一会儿后 我便挂断了电话 又分别给雷子和方子燕 打了过去 他们和胖子一样 都没有什么事 就是一直联系不到我着急 告诉他们 我安好没事后 再一次地挂断了电话 找到刀疤脸的号码 接着拨通了过去 电话那头想了好一会儿 都没有人接听 难道他现在睡着了 就在我正要挂断的时候 电话里面突然传出了 刀疤脸的声音 喂 是十三老弟吗 听到刀疤脸的声音后 我连忙点头答应 对 是我 月队 你之前给我打电话 有什么事吗 我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道 刀疤脸听到我的话后 接着对我说道 十三老弟 有件事 我必须得先告诉你 前几个月 根据我们灵异调查队的暗中调查 无意发现 敢施派这个门派那边 要对你不利 你以后自己千万小心点 同时心理做好准备 听到刀疤脸的话后 我这才记起 之前敢施派追杀的事情 心中暗自做了决定 等我从阴间 把暗如霜救回来的时候 定要动身 直接去找上门 报之前的一件之仇 好 我知道了 谢谢你啊 月队 虽然敢施派他们想要对我不利 同时想夺取我身上所带的 玄黄地精 和无极争气的修炼法门这件事情 我自己也知道 但依旧还是对刀疤脸 道了一声谢 咱不能负了人家的一片好心 刀疤脸听到我的话后 又接着对我说道 对了 十三老弟 还有一件事 我得跟你商量商量 听到刀疤脸的话后 我忙开口问道 什么事 月队你 直接跟我说就行 电话那头的刀疤脸 沉默了一会儿后 才对我说道 要不这样吧 你抽空来我这里一趟 还是上次咱们见面的那个地方 EG的分公司楼里面 因为这件事情关系重大 咱们最好还是见面谈 好 我明天就过去找你 听到之后 我忙答应了下来 心中却在想着 刀疤脸这次叫我去他那里 到底有什么关系重大的事 在电话之中 定下明天见面后 我和刀疤脸 又聊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后 便挂断了电话 我看了一眼手机上面的时间 2月3号 距离中国三个鬼节之中 最近的便是3月1号的清明节了 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面 足以让我做好 充分去阴间就如霜的准备 想到这里 我下定了决心 下个月的清明节便动身前去阴间 这次 我比4个多月以前 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心里对就如霜回来的把握 也多了几分信心 有了打算 我便准备倒头休息 长久以来 都没有好好休息的我 把手机放到一旁 躺下没一会儿 就睡了过去 这一觉 直接睡到了天亮 等到第二天早上 我醒过来的时候 先是找到手机 给胖子打了个电话 让他开车来这里接我 然后把我送到刀疤脸那里 吃过早饭 我在楼下等了一会儿后 胖子便开车来到了 他看到我之后 忙停下车 朝着我招手 让我上车 上车之后 胖子忙看着我问答 我说师兄 这前几个月 到底去拿鬼混去了 我还以为你让哪个妖精 给逮去吸干了精细了呢 听到胖子的话后 我忙对他摆了摆手 让他先发动车子 朝刀疤脸那里开去 一路上 我把之前发生的事情 严谨一概地跟胖子 讲述了一遍 胖子听完我的话后 也全都明白了过来 点上一根烟 看着我接着问道 对了师兄 咱这一次去刀疤脸那里 有什么事情 你这么火急火燎的 乐队他昨天晚上 给我打电话 说有重要的事情 要跟我当面讲 让我抽空过去一趟 我对胖子如实说道 胖子听到之后 也没多问 一路上专心开车 二十分钟后 胖子便带着我把车子 停在了EG分公司的楼下 也就是刀疤脸 他们灵异调查队 所办公的地方 依旧跟上次一样 我和胖子走进大楼里面 爆出了刀疤脸的名字 前台的接待小姐 便把我们领进到 楼上刀疤脸的办公室门前 站在刀疤脸的办公室门前 我把门轻轻地敲响 里面接着便传出来 刀疤脸让我们进去的声音 推门走了进去 进屋之后 我私下一打量 此刻屋子里面的人 却让我当场就吃了一惊 因为此刻在刀疤脸的 这间办公室里面 还有一个人 那就是毛山派龙虎宗的 三真人之一 贵真人 当我看到他那魁梧的身躯 坐在刀疤脸对面沙发上的时候 一时之间 竟然有些愣住了 他 他怎么会在这里 而一直跟在我身后的胖子 发觉了我的异常 他也同样知道贵真人的事情 便对我低声开口问道 我说师兄 他怎么也在这儿 还没等我回答胖子的话 一旁的刀疤脸 便从座位上面站了起来 看着我说道 十三老弟来了 先别站着了 快 进来坐 听到刀疤脸的话后 我答应了一声 便和胖子走了进去 在贵真人对面的位置坐了下去 我并没有主动跟贵真人打招呼 相同 他也没有主动跟我讲话 甚至看都没有看我 和胖子一眼 一直坐在沙发上面 低头不语 屋子里面的气氛 也就在这一刻 开始变得压抑和凝固了起来 刀疤脸似乎也察觉到了气氛不对劲 干咳了一声后 对我和胖子说道 两位 这次我叫你们来这里 的确有件事 需要你们帮忙去办 这也是我们灵异调查队上面领导 给我们安排的任务 我自己无法抽身 所以准备让你们和赵曼一同前往 去把这件事情的真伪和幕后给查证清楚 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话 那么在这件事情的背后 一定会和你们一直寻找的 那个叫向田的日本将军 阴魂有所关联 听到刀疤脸的话后 我心里面有些不太明白 便接着问道 什么任务 既然这件事情跟向田有关 我必须得问个清楚明白 刀疤脸听到我的话之后 从口袋里面拿出了几张 类似于名片大小的黑色卡片 递给了我和胖子 从刀疤脸手中把卡片接了过来 我低头一看 名片的正面 除了一个城堡的图案之后 什么也没有 把手中这张黑色的卡片反过来 反面则是写了树航红色的字迹 英格利皇家古城堡 欢迎各位前来探险的朋友 交流群452452XX 地址 瑰德西南镇南部 看到卡片上面写的这些字迹之后 我抬头看着刀疤脸问道 约队 这个是 刀疤脸走到我的身旁 对我解释道 这个也就是我们突然接到的任务 去查明白 这个叫英格利皇家古城堡的 这次活动背后的真相 上面的高层担忧 在里面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而且我们也配合你们龙虎宗查到 向田的下一部计划 便是定位在英格利皇家古城堡里面 听到刀疤脸对我这么说后 我便多少明白了一些 接着又看着他继续问道 这张名片上面的探险活动 什么时候开始 后天 刀疤脸说道 那行 我知道了 要是约对你 没什么事的话 我和胖子就先回去准备准备 明天就按照地址 动身去那个英格利皇家古城堡里面看看 我点头答应了下来 我现在并不想在这里面多待 因为对面坐着的贵真人 一直给我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让我全身都不自在 刀疤脸似乎早有察觉 点头说道 嗯 我先送你们下楼 说着便当下朝着屋子外面走了出去 我和胖子跟在他的身后 一起出了办公室 朝着电梯里面走去 进入电梯的时候 我终于忍不住 对刀疤脸开口问道 我说约对 那龙虎宗的贵点贵真人 他来这里找你们干什么 刀疤脸听到我的话后 沉默了一会儿 看着我不打反问道 十三 你真的认为你们龙虎宗的贵真人 他一定就是叛徒 我摇头 不一定 但是他很可疑 而且之前我也有证据表明 他和那个畜生校长串通一气 收寻厨子之血 其中的目的自然不言而喻 而这个时候 胖子也开口说道 师兄 我也不知道 你刚才注意了没有 注意什么 我问道 就在你刚刚进屋的时候 那个叫贵点的真人 抬头看了你一眼 眼神里面很复杂 给我的那种感觉 就好像是在看仇人一样 但是那种眼神一闪就过去了 从那之后 他便一直低着头 没再看你 胖子对我说道 我听到胖子的话后 抬头看了刀疤脸一眼 他同时也在看我 我俩在这一刻 竟然有些相顾无言 我一直相信 时间会证明一切 真的永远假不了 同样假的 也永远真不了 事情的真相 总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刀疤脸 把我和胖子 送出1G分公司的大楼后 便急匆匆地走了回去 看着刀疤脸的背影 我有些想不通 之前他也和我一样怀疑 贵真人是龙虎宗叛徒的身份 为什么今天他去转变了 估计多半是因为 今天贵真人在楼上办公室里 跟他说的一些话 让他有所转变 我叹了一口气 心里郁闷烦躁无比 真相有时候看似离着我很近 但有的时候却很远 让我无法捉摸得透 走出1G分公司后 我和胖子直接上车 朝着家里面开了过去 回到家中 我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跑到胖子的房间里面 打开电脑 准备上网去查一查 这个英格利皇家古城堡的历史 随着我打开网页 在千度上面输入了 英格利皇家古城堡 这几个字之后 接着便按下了回车键 网页上面 立即就出现了一堆的页面信息 但是多数都与这个 英格利皇家古城堡 没有丝毫的关系 我一条条信息往下浏览 连续翻了好几页之后 根本就插不到网络上面 任何关于英格利皇家古城堡的描述和记载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难不成这个英格利皇家古城堡 是凭空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不成 想到这里 我再一次地从口袋里面 把那张黑色的卡片拿了出来 登陆上企鹅之后 按照卡片上面所写的群号码输入后 点击一查 果然有一个为名古城堡 探险爱好者的企鹅群的存在 看到这个群后 我没有多想 直接点了申请入群 过来没一会儿后 通过申请的群消息就发了过来 我随之便加入了这个为名古城堡 探险爱好者的企鹅群 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我刚一入群 随之各种的欢迎新人 新人暴照 新人发红包的消息 便从群里响起 同时我在这个时候 收到了群管里的一个私聊信息 打开一看 上面写道 欢迎来到英格利皇家古城堡 探险爱好者群 后天 我们将会组织群内的成员一起 动身前往归德西南镇南部的 英格利皇家古城堡探险 我现在在做人员的具体统计 请问您是否加入我们 一起前往探险解密 当我看到群管里 给我发的这一条信息之后 当下就回了他两个字 加入 同时 我再次打开那个探险群一看 好吗 规模还不小 足足有一百多号人 欢迎加入我们这次探险的队伍 请您把自身的身份信息 以及详细的出生年约日发给我 我好帮您统计 看着群管里 又发给我的这条信息后 我当下就觉得 这个群里面绝对有蹊跷 既然一起去探险 要个人粗略的身份信息 这个还说得过去 但是要一个人详细的出生年约日 这点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难道说 探个险 还得知道别人的生日不成 所以 他们要群里成员的出生年约日 其中的目的只可能有一个 那就是 推算出每个人的生辰八字 从而筛选出 适合他们此次目的的人选 而他们的目的 就算用脚趾头 想我也能猜出来 绝对是害人未及 想到这里 我越来越觉得 这个群里面的管理可疑了 当下随便伪造了一个人的信息 和出生年约日 便给他发了过去 没一会儿 我便再次收到了群中管理给我回的信息 当我看到那条信息之后 心中更加确定了 他们这一次组织的活动 根本就不是冒险 其中的目的 恐怕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这条信息里面写道 好的 先生您的信息已经备注 这个是后天出发时的 集合时间和地点 还有本次组织的活动 吃住路费全包 全部免费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提前祝您玩的愉快 消费全包 免费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恐怕他们想要的并不是钱 只不过有一点 我却一直都没有想通 中国很少会有欧洲日本那样 为领主建造的古城堡住宅 这个名为英格利皇家的古城堡 若是真的存在的话 一定会非常出名 为什么我却一直都是没有听说过 而且 网上也查找不到任何关于记载 它的资料 把聊天窗口关闭 我再次在网页上面查询了起来 随着我一页页地往下翻 终于找到了一个标题为 英格利皇家古城堡 三百年前被封禁 的标题出现 当我看到这里标题之后 心中一动 盲点机打开 网页缓冲了好一会儿 才反映了过来 之间网页上面 是一张巨大的古城堡照片 照片里面的城堡 虽然有些破旧 但是依旧带着一种 极为压迫人的气势 城堡上面有圆形的塔楼 狭小的窗户 半圆形的拱门 还有低矮的圆屋顶 古堡的前面 便是一片茂密的丛林 因为它们的衬托 使得整个城堡看起来光线暗淡 近身即身 古城堡的来历 以及建造年代 时间 以及城堡主人的身份信息 顺着这些信息 我接着一点点地往下看 下面的一段文字 马上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英格利皇家古城堡 建于三百多年以前 本名并非为英格利皇家城堡 城堡的主人为 清朝著名外官 阿尔高燕人 高燕人本人 并非清朝中人 源即为欧洲 高燕人的一生生性残绕 且喜食人肉 特别是水煮少女的心脏 他在位的时候 建造了这个英格利皇家古城堡 每个月在此地 最少都要吃掉四五个妙龄少女 也就在英格利皇家古城堡 建立的第九年 高燕人突然头断身亡 死于城堡之中的后花园里面 场面惨不忍睹 血腥恐人 其高燕人死因不明 但是就在高燕人 他死后的三百多年里 只要每逢中国的鬼节之夜 城堡里 就会传出一阵阵怨恨的痛哭 彷彷万魂哀鸣 一直到清晨鸡鸣 整夜不止 那鬼哭嚎叫的声音之大 传播之远 甚至连树里之外的居民 都能清楚地听见 最后 附近的居民受不了 这种难听诡异的鬼叫声 便众人筹集钱款 请来了道家高人 以及寺庙里面的老和尚 甚至连国外出名的术士 也请了过来 但是结果都一样 无论请来多少大师们 做多少次法 都无能为力 到了鬼节那天晚上 城堡里面的鬼叫 鬼哭鬼嚎之声 依旧不断 最后 四周的居民实属无奈 只能一同搬走 所以 城堡附近的荒村也极多 当时的政府也是无奈 只得将这块地方列为禁地 禁止任何人的出入 一直到今天 在那幢英格利皇家古城堡 并附近 依然有一块巨大的石头 上面雕刻着八个显眼的大字 活人物尽 后果自负 看到这里之后 整个页面 已经被我给翻到了最下面 我叹了口气 把页面关闭 靠着座椅上 思索起刚才所看到的 那些记载的真实性 也就在这个时候 胖子推门走了进来 递给我一盒水煎包 师兄 你先吃点东西 我刚才下楼去买的包子 闻到包子的香味后 我的确感觉到有些饿了 肚子也忍不住 开始自己咕噜咕噜地叫了起来 从胖子手中接过包子 我打开盖子 拿起来就吃 胖子一边吃包子 一边凑了过来 看着电脑屏幕对我问道 师兄 你这是在查什么呢 听到胖子问的话后 我便把我刚才查找到的页面 重新打开 让胖子他自己看 没一会儿 胖子看完后 便回过头看着我问道 我说师兄 网络上面的东西可信度不高 你也甭查了 到时候 咱自己去了那个古城堡里面 什么也都清楚了 我听到胖子的话后 点了点头 继续吃包子 吃完包子 刚洗完手的时候 我口袋里的手机 却突然响了起来 拿出来一看 是一个陌生的手机号码 接听之后 里面却传出来我熟悉的声音 13 咱后天一起动身 去归德西南镇南部的 英格利皇家 古城堡的事情 乐队应该都跟你讲过了吧 赵曼的声音 从电话里面传了出来 对 乐队都跟我讲过了 我说道 好 那你先准备准备 然后把你现在所在的位置发给我 我后天一早就开车去接你 赵曼在电话那头说道 行 我答应了一声 便挂断了通话 然后接着把胖子家的位置 用短信给赵曼发了过去 也就在我刚刚发完 手机短信的时候 手机却接着又响了起来 我一看 又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接听之后 里面传出来的声音 差点没把我的耳膜给震破 左13 你个乌龟王八黑憋蛋 你前几个月 到底跑哪去了 我天天都在 找你你知不知道 邱莎莎的喊声 猛地就从手机里面传了出来 震得 我马上把手机拿开 离耳十公分 邱莎莎 你先听我说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接下来的 便我自己前几个月 所发生的事情 告诉了邱莎莎 但同时 我也自行凭空编造了一个人 把斗莎男比喻成了一个 我不知道其身份的神秘人 我之所以没有把斗莎男给说出来 那是因为 他在下山之前 曾经嘱咐过我 关于我在这段时间 见过他这个人 绝对要保密 就连我自己的父母 都不能告诉 我既然答应了斗莎男 那就不能把他给说出来 邱莎莎听到我的话后 半信半疑地问道 13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话 真话 都是真的 我现在发现 自己这撒谎的能力 提升了不少 现在说谎话 都不带脸红眨眼的 行 我相信你 不管怎么样 只要你们没事就行 对了13 你现在在哪 邱莎莎在电话那头问我道 在我朋友家住着 怎么了 我问道 你告诉我 你现在在哪 我过去找你 邱莎莎说道 听到这里后 我忙说道 我现在在朋友家里 你一个女孩子还不方便 这邱莎莎的大小姐 脾气要是来了 我可伺候不了她 而且后天我 还得和赵曼一起去那 英格利皇家古城堡调查 根本就抽不出时间 借口 佐世三 你要是不想见我就直说 何必找这么一个理由 本小姐还不稀罕去找你呢 邱莎莎说着 便马上挂断了电话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再次把手机装回了口袋之中 在接下来两天的等待时间 我不敢荒废一点 除了吃饭和睡觉 一有空就开始修炼 无极真气以及体质训练 因为倒数修炼 就如同逆水行舟 不进则对 绝对不能偷懒待缓 同时我也做好了 去那股城堡的准备 只等赵曼前来 接下来的这一天半的时间 我一直待在胖子的家里 修炼无极真气 这一天半的时间 我除去吃饭睡觉外 几乎都在修炼 而且 我在修炼无极真气的同时 脑海之中 一直在想着几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抓紧时间努力修炼 让自己变得更强 第二件事 便是去阴间 就会安如霜 并且找到落河神水 帮她重生为人 第三件事情 就是找打那具 从古墓下面逃出来的女尸 把她给处理掉 以免她害及无辜 同时寻找到向田 以及藏在她背后的那个 拥有数千年道行的阴魂 第四件事 便是查找出龙虎宗真正的叛徒 还有那个神秘老和尚的真实身份 第五件事情 便是等我眼下的事情 处理完毕后 我一定得去赶失派 找找他们 算算账 还有最后便是弄清楚 之前那个一直想占有 我的身体的神秘声音的主人 他到底是个什么 是鬼 还是妖 这个结 一直藏在我的心里 始终都放不下 在当天晚上 我便接到了赵曼的电话 他在电话里面 让我做好充分的准备 明天一早七点之前 来胖子这个小区接我 我忙答应了下来 刚把手机放下 一旁的胖子便凑了过来 看着我问道 我说师兄 明天一早 那个赵大长腿来这里接你 对 早上七点 我点了点头 那啥 我明天也跟着你们一起去呗 胖子看着我问道 听到胖子这个要求之后 我忙摇头对他说道 不行 我们明天是去那个 英格力皇家古城堡 又不是去游玩探险 而是去调查背后的真相 说不定向田那个老王八蛋 就在那里面 你要是去了 真发生意外了 那个时候 我可顾不上你 胖子听到我的话后 先是点燃了一根烟 吸了一口 接着对我说道 我说师兄 我胡胖子怎么说 这是咱们毛山派 龙虎宗的一员对不 明天这件事情 关乎到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 和阴间两界的平和 我身为除恶扬善的龙虎宗中人 岂有不去的道理 你这说不过去 而且我去了 自个能照看自个 我跟着你一起出生入死 又不是一次两次了 胖有我哪次不是全身而退 死里逃生 听到胖子 在我前面胡吹了这么一大通后 我看着他鄙夷的问道 我说胖子 你这么少跟我吹两句 能憋死你不 你说老实话 你这次要去 是不是因为赵曼 你是不是看上他了 其实我早就从胖子的眼睛 看了出来 他每次看赵曼的时候 那两眼就跟狼一样放光 就差直接掉下来了 这事我一直都没有跟他给挑明 今天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 我便直接问了出来 胖子听到我这么说后 胖脸上微微一红 死不承认道 师兄 你可赶紧拉倒吧 我那是纯粹对美女的欣赏 再说了 就算我真看上人家了 人家能看上我吗 又胖又没钱 而且还是个二婚 胖子他话说到最后 自己间接地承认了 我看着胖子叹了口气 对他说道 行了 咱先不说赵曼了 但是明天 你真不能跟着我们去 我收起跟胖子开玩笑的心思 认真地对他说道 随着我自己一点点的成长 我便越发害怕 自己身边的人出事 没有任何事情 比生离死别 更加让人心中难受和悲痛 胖子则不以为然 看着我继续说道 师兄 是不是我学了道术 你就肯带着我去了 我没脚一动 看着胖子问道 你想学道术了 胖子把手中吸进的烟 丢进了烟灰缸里 看着我认真地说道 对 我想跟你一样 学习道术 成为毛山龙虎宗 一个真正的道士 脚踏阴魂 拳打僵尸 肩扛正义 你就不怕道家的五壁三缺之祸 我看着胖子有些狐疑地问道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他之前特别害怕 这五壁三缺 怎么今天突然转性 要开始学习 道术了呢 胖子听到我的话后 把嘴一撇 看着我说道 你可赶紧拉倒吧 师兄 不是我说你 你少拿着那什么五壁三缺 来吓唬我 你这整天缺的人 我还真没看出你缺啥来 你是不管遇到什么 僵尸恶鬼都死不了 你卡里的钱也花不完 身边的女人 那就更不用我说了 你自己算算你前前后后有多少女人追你 听到胖子这些话后 我顿感无语 看着胖子说道 胖子 我实话告诉你 你知道我还有多少年可活吗 我看着胖子问道 胖子听到我这句话后 忙一摆手 行了 你就别吓唬我了 你的话我现在不能相信了 你这五壁三缺的人都缺成这样了 要是不缺 那还了得 整个东电式的女人都是你的了 不行 我也得缺 胖子语气十分坚决地对我说道 眼神之中无比倔强 跟我一种我今天晚上要是不教他的话 明天就走不出他家门的感觉 胖子 你真想好了 这五壁三缺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可千万得考虑清楚了 到时候想后悔 你都没机会后悔 我看着胖子说道 胖子一点头 肯定必须绝对想好了 胖也我这次是 铁了心要学 这维护阴间两界的重担 我胡胖子也得来挑上一挑 对了师兄 我一直都没告诉你 你知不知道 你在我心里像一个人 像谁 我看着胖子有些好奇地问道 射雕英雄传里面的张无忌 特别像 简直就跟他一模一样 身边都围着那么多女人 先是你那鬼媳妇安如霜 又是那个叫方子燕的笑花 还有那 停 停 胖子你举例子的时候 能不能认真一点 谁告诉你 张无忌是射雕英雄传里面的 听到这里 我实在忍不住打断了胖子的话 这小子串西串的都找不着东了 你先甭管那张无忌他是哪的 他身边是不是有很多女人 哪怕他去了天龙八部里面 他也是会有很多女人 胖子对我说道 胖子 你脑子里整天想的都是什么 是不是除了女人这两个字 你脑袋里面就没货了是不 我有些无奈地看着胖子说道 错 师兄 你这就不太了解我了 我还背负着 维护阴间两界和平的使命 保护人民百姓安全的职责 听胖子现在没个正行 我懒得继续搭理他 一摇头 直接走回到了卧室里面 而胖子紧随其后 不停地在我耳边嚷嚷 非得跟着我学毛山道术不成 最后 我被他给烦得实在是受不了 便直接让他去楼下 去买一捆符纸和珠纱上来 今天晚上 我便开始教他最简单的画符之法 和道术的入门心法 练几数 胖子见我点头答应了下来 脸上一洗 穿上外套 自己兴冲冲地就窜下了楼 等到他再次回来的时候 我便开始先教他学习 用毛笔画道家的阳符和阴符 这两种符的画法最简单 也最容易学 所以我一开始便让胖子画这两种符 之所以我先教他画符 没有教他道家的修炼心法练几数 那是因为我怕他中途反悔 若是先学会练几数 那个时候 后悔也来不及 因为已经学习了道家的心法 五必三缺的命理 就会被同时打开 而画符则不然 在没有完全学会之前 他的命理依旧不会改变 这画符 可是一件耐心和心细的事 本来我估计以胖子他那急躁性子 肯定画不了三分钟 他就得放弃 可事实却出乎了我的意料之外 胖子在学习画基础的阴阳之符的时候 极为的认真和用功 一次不行 接着一次 再一次 没有表现出一点不耐烦的心态 看到这里 我不禁觉得 胖子好似在心中下了很大的决心 他这次想跟着我学习倒数 绝对不是开玩笑 或者三分钟的热血 而是真如他所言 铁了心想要学了 既然他真的想学 那我就认真地教 我一边 让胖子学习基本的卧笔 沾墨 下笔 一边把之前我刚开始学画符的时候 清风道长对我说的那段话 对胖子说了出来 这阴符和阳符 是我们修道之人 首要学的最基本的画符之术 从上下笔 先画天蕴 后画紫笑 再画正魂 最后画公逢和前句 到此一笔直下 不可有断 画符时 心要成 意要宁 身要正 此符变成 胖子伸出手擦了擦前额上面的冷汗 继续认真的 按照我所说画了起来 时间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不过胖子虽然努力想画好 但是画符之术 并非一朝一夕并能学会 所以画了一晚上 依旧没有画成一张出来 我见胖子 离着画出阳符 还需要磨练 便先去浴室洗了个澡 便在客厅的沙发上面 盘腿修炼起 无极真气起来 一直等到我运转自身的真气 阳气 围绕身子之中的静脉穴道 游走四圈之后 盲听到了屋子里面 传来一阵响动 接着胖子的声音 就在屋子里面响了起来 师兄 师兄 你快来看 我画出来了 听到胖子的话后 我当时就吃了一惊 我万万都没有想到 胖子竟然能这这么短的时间 内画出了阳符 如果这是真的画 那么他学会画符的时间 可比我要少太多了 这不合常理 也不太可能 我在心里想着 同时从沙发上面走了下来 直接朝着胖子的屋子里面 走了进去 在胖子练习画符的 那张桌子上面 一张已经画成的阳符 正放在中间 看到胖子画好的那张阳符后 我忙走过去 从桌子上面 把那张阳符拿了起来 仔细观桥 天运对 紫笑对 最重要的阵魂 也同样画对了 一笔而成 中间无断 阳气游动 这张阳符竟然成了 胖 胖子 这张阳符真的是你画出来的 我回头有些不太相信的 看着胖子问道 胖子听到我带有 质疑的问话后 马上有些不满地对我说道 我说师兄 咱这屋子里 除了你就是我 不是我画的 难道还是鬼画的 听到胖子这句话后 我当时就傻眼了 胖子要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学会了画阳符 要么他是天生的画符高手 要么就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 胖子 你 你现在再去画一张试试 我看着胖子说道 胖子听到我的画后 点头答应 再次朝着前面的桌子前走了过去 我则跟在胖子的身后 一声不出地看着他 胖子先是拿起毛笔 沾上墨水 然后深吸了一口气 开始在空白的黄色符纸上面画了下去 先画天韵 后画紫笑 再画正魂 最后收笔 一气呵成 行云流水 当我看到胖子 就在我眼皮底下 把阳符画出来后 之前心中的质疑 全部都转变成了迷惑 看着他问道 我说胖子 你这怎么学得这么快 胖子听到我的画后 先是一棱 然后把手中的毛笔 放在桌子上面 看着我说道 快吗 师兄 你别逗我娃 我还觉得自己够拙劣了 一张符画了这么久才学会 胖子说着 用手挠了挠自己的后脑勺 我听到胖子这句话后 差点没吐血 你这何止是快 简直是快的离谱 比之前我学画符的时候 要快多了 真的假的 别说 其实我自己也这么认为的 我这智商 不是你们能比的 怎么样师兄 胖爷 我有学到数的天赋吧 夸了几句 胖子又开始找不着北了 他这一类人就不能夸他 不夸他的时候 他自己都感觉良好 这一夸他更不得了了 胖子 你在学着画紫辰无假驱鬼符试试 我说着 拿起桌子上面的毛笔 画了一张紫辰无假驱鬼符 然后递给了胖子 胖子接过去看了一会儿后 盲点头开始 自己照着认真的画了起来 看到胖子这副认真的样子 和之前有些判若两人 看来我以前还真的是小瞧他了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 和擅长的领域 只要去挖掘和发现 而胖子的天赋 多半便是画符 这紫辰无假驱鬼符胖子 一直在桌子前面画到了深夜 我修炼完无极真气后 见胖子依旧趴在桌子前面画个不停 便开口叫住了他 胖子 你先别画了 早点睡觉 明天早上还得早起呢 胖子听到我说的话后 忙放下手中的毛笔 转过头看着我问道 师兄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明天我能跟着你和大长腿 一起去那什么古城堡 看到胖子这副期待的眼神 我实在是不忍心拒绝他 而且现在 他既然已经开始和我一样 踏入了道家之门 让他跟着野无后非 顺便还能锻炼锻炼 便点头道 行 明天你跟我和赵曼 一起去那英格利皇家古城堡 我说着 走回到了自己的卧室里面 脱衣上床 然后拿出手机 登陆企鹅 点开那个英格利皇家古城堡探险群 看起了群里面的消息 虽然现在 已经是半夜十二点多了 但是群里面依旧很活跃 大家都在里面讨论 明天在集合地一起去哪吃饭 等到了英格利皇家古城堡 去哪探险 关于那古城堡里面 各种恐怕的传闻 等等等等 看了一会儿 发现群里并没有什么 值得注意的地方 我便把手机放下 关灯睡了过去 一夜无事 第二天早上六点半 我和胖子刚刚起床吃过早饭 手机便响了起来 我拿出了一看 正是赵曼打过来的 他在电话里面告诉我 已经驱车到了小区的大门口 让我快点下去 等我和胖子跑出小区后 老远便在门口对面 看到了赵曼的越野车 也不知道这妞儿家里 是干什么的 光我知道的 他就换了两辆车了 上车之后 赵曼看了我眼问道 胖子他也跟着我们一起去 我还没说话呢 在后座的胖子 自己倒先开口说道 赵小姐 不是我胡胖子吹 你们这次去那个 英格利皇家古城堡 实行任务 要是没有胖爷我 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 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 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 赵曼没等胖子把牛吹完 直接拧开了车子上面的音乐 打断了他的话 同时车子发动 朝着西面急行而去 赵曼姐 那啥 出了市区 你车开慢点 我说着 把安全带插上 放心 就后面那位的蹲位 我想开快也开不快 赵曼破天荒地 开了一次玩笑 车子一路行驶 直接出了东电市 朝着西面的归德西南镇开去 我们三个并没有选择 跟群里所爆出的 那个地点集合 而是直接朝着 目的地驶去 这德西南镇虽然是在山东 但是却和东电市相距 最起码三四百公里 而且 那个地方十分偏远 不易寻找 也亏着是赵曼开车 当天中午 我们三个便赶到了 归德西南镇 一路打听 终于从附近的村民口中 问清楚了 英格利皇家古城堡的具体位置 我们再次上路 朝着西南面的 一条小路便驶去 车子朝着西南方向 再次行驶了四五十分钟后 前面的土路便变得极窄 刚好能让一辆车子 从中通过 而且 这条路看起来极新 甚至在路的两旁还堆满了 就好似刚刚修出来 没有多久一样 看到这里 我心中暗自猜测 以前这里估计都被堵死了 根本就没有通往前面 那个英格利皇家古城堡的路 而为了这一次的探险活动 组织这次活动探险的人员 临时修出了一条 供车子行驶的土路 赵曼开车 带着我和胖子 顺着这条土路 继续朝着前面行驶了 大约能有两个多钟头 穿过了一片密林之后 我终于从车子前面 看到了一幢巨大的古堡建筑 毫无疑问 它就是我们一直寻找的 那个英格利皇家古城堡 车子继续向前行驶 一直在古堡的附近 才停了下来 下车之后 我们三个顺着一条小路 朝着前面的古城堡 走了过去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这个古城堡外面 已经三三两两地 停着几辆车子 车子附近 还有几个帐篷扎在地上 看来是那个企鹅群里的人 比我们更早一步来到了这里 安盈扎寨再次等待 我抬起头 朝着面前的那个巨大的古城堡 看了过去 古堡的顶上草木丛生 墙壁虽然是用当地风产的 结实的片岩石块铸成的 然而却有无数裂缝 使藤万队在上面挂钩 数座房屋连成直角 当中夹着一个高高的塔楼 门窗因腐烂而松脱 栏杆全生了锈 窗户破烂不堪 似乎风暴一来 就要一一脱落 顶端适不适的 还有几只黑色的乌鸦 怪叫着飞来飞来飞去 这就是整个古堡 他透出几分阴森 给我一种很不好的感觉 我说赵曼小姐 咱这是来早了吧 人家还没开门呢 就在这个时候 胖子看着古堡前面 紧紧关闭的铁门 开口说道 赵曼听到胖子的话后 并没有回答他 而是自顾自地 朝着前面的古堡走了过去 我和胖子见此 连忙跟了上去 随着靠着这个古城堡 一种压抑感 马上如同狂风一张 朝着我的全身涌来 让我一阵不舒服 抬头再次看了一眼 这个规模庞大的古堡 我聚集自身的洋气与双眼 认真地观察了起来 眼前的这个古堡 看起来阴森得很 但是我并没有发觉 里面有丝毫阴气的存在 只不过 它始终都透露着一种 极为阴森的感觉 十三 你能看到这个古城堡里面 有阴气吗 走在前面的赵曼 突然停住了脚步 回过头看着我开口问道 听到赵曼的话后 我忙摇头说道 没有看到 至少现在这个古城堡里面 没有一丝一毫的阴气 我估计多半是被隐蔽了起来 这个古城堡看起来很可疑 赵曼点了点头 抬头看着眼中的这个古堡 许久都没有说话 等我们再次会到场车子里的时候 赵曼便从后备箱里翻出了帐篷 让我和胖子也在附近找一个地方 把帐篷给搭起来 今天晚上 我们也同样得在这个古城堡外面过夜了 因为这个探险 组织的一百多号人 来自全国各地 因为路程远近的关系 必须要等人到齐之后 才能一起进入这个 英格利皇家古城堡里面探险 自我们三个来此 一直到了第二天的下午 报名来英格利皇家古城堡探险的人 总算是到齐了 齐在门前 我大约看了一眼 群里一百多号人 真正来的也就三四十个人 人群中 又以二三十岁的年轻男性占多数 也有七八个女孩 赵曼的出现 顿时吸引了绝大多数男性的目光 想她这种长得好看 身材又好的女人 走到哪儿 永远都是异性关注的焦点 而赵曼似乎早已习惯 被异性这么照顾了 丝毫没有在意 继续眼睛眨都不眨地 看着手中的手机 好似在查找着什么 也就在这个时候 人群前面 古堡的大门慢慢地打开了 人群之中 接着就是一阵骚动 我随之看了过去 发现在那铁门的后面 突然走出了一个 身穿职业套装 身材修长的女人 她的出现 顿时就把多数男人的目光 从赵曼的身上 转移到了她的身上 当我看到那个女人的第一眼 就给我留下一种印象 魅惑 这个女人长得实在是太魅了 一双漆黑的桃花眼 钉在谁身上看 就好似能把那个人的活 给勾走一般 这种女人 天生就生了一双 勾引男人的眼 至少 在我身旁 已经开始目不转睛的胖子 证明了我的话 各位 欢迎你们从各地聚集在 英格利皇家古城堡 我是各位的领路人 也是组织这次探险活动的 发起人之人 你们可以叫我高雅 现在报名的人全都已经到齐 那么接下来 就由我带着各位 先到英格利皇家古城堡大厅里面 不过有些话 还是要提前说的 各位在跟着我进入城堡之后 千万不能跑到 古堡最后的后花园里面 因为那里经常出现怪事 进入古堡后 各位的手机必须关机 不能拍照 还有里面的任何东西 都不可以随身带出去 如果不听相告 后果自负 好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这次的次节 而又新奇的探险之旅吧 高雅把话说完之后 转身带着众人 朝着这个古老神秘 而又阴森可步的 英格利皇家古城堡里面 走了进去 铁门之后 便是一条有些阴暗的通道 我和胖子走在人群中间 看着四周来此的探险者 他们自从走进这个古城堡之后 各个脸上充满了兴奋的神色 还有的相互讨论着 这次探险的计划 很显然 他们真的把这次探险 当做成了普通的探险 我们这群来此探险的人 一直跟在高雅的身后 走过了这条幽暗的通道 来到了前面的大厅之中 这古城堡里面并没有通电 偌大的大厅之中 点满了火把和油灯 但即使是这样 整个大厅里 依旧有一种阴沉的感觉 好了 我来介绍下我们这次的探险活动 这个古城堡的面积 大到出乎各位的想象 接下来的时间 我便带着你们 一点点地走进这个古城堡的深处 一点点解开它那神秘的面纱 高雅她说着 便转身带着我们 继续朝着前面的一个通道 走了进去 众人见此 赶忙全都跟了过去 没有说话的赵曼却一把拉住了我的胳膊 赵曼姐 怎么了 我回头看着赵曼问道 赵曼没有说话 而是对我伸出手指了指身侧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了过去 顿时就看到了一个极为诡异的景象 因为我借着火光 看到了左边的一个角落下砖墙附近 看到了好几尊没有脑袋和手臂的佛像 当我看到这些没有脑袋的佛像后 心中就生起了一阵疑惑 这是怎么一会儿事 为什么在这个古城堡里面 有这么多没有脑袋和手臂的佛像 师兄 赵小姐 你俩在那看什么 这个时候 走在我们前面的胖子 发现我和赵曼没有跟上去 便回过头来 看着我俩问道 听到胖子话后 我忙答应了一声 和赵曼一起追了上去 走在众人身后 我忍不住再次回头看了一眼 角落里面的那些无头无臂的佛像 却冷不方给吓了一跳 让我一阵不寒而栗 因为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那些佛像附近的地面上 出现了几个黑色的人影 那些凭空出现在地面上的影子 就像人的身影 当我聚集杨其余双眼 再次仔细看过去后 那些在地上的黑色人影 却如同消失了一般 隐没在这个古城堡 冰冷幽暗的地面之中 刚才地面所出现的 那几道怪异黑色的人影 顿时让我的戒备心一下就生了起了 因为我知道 那些绝对不是我眼花看到的幻觉 而是真真实实存在的 因为我看到那些黑色人影的时候 同时在附近察觉到了一丝 极为微弱的阴气 不过 那些阴气 好像被刻意地隐蔽了起来 一闪而逝 无论我 接着怎么去寻找 都找不出丝毫的破绽 若不是刚才我无意看到地上的那些黑影 根本就察觉不到 这个英格丽皇家古城堡里面 果然有蹊跷 这里面很不干净 跟在队伍的最后面 我放缓脚步 开始处处留意了起来 众人一起走进前面的那个阴暗通道 前面便出现了一个极为黑暗的房间内 在这个房间里面 没有丝毫的光亮 走在前面的探险队伍里面 不由地骚乱了起来 我跟在队伍后面 走进了这个房间里 在这种黑暗的环境这种 即便是我使劲睁着眼睛 可是结果徒劳 除了黑还是黑 即使我将双手摊在眼前 也看不到任何隐隐绰绰的迹象 那种黑 似乎浓到了极点 直接渗透到骨子深处 让我感觉浑身上下 透不出一丝寻找光明的力气 也就在这个时候 前面一道亮光闪起 墙壁上面的一个火把 被领露得高雅点燃 接着随着一个个火把的点燃 这个屋子里面 变得亮堂了起来 虽然四周不在黑暗 但是我却觉得不对劲 因为在刚才那种漆黑的环境之中 正常人根本什么都看不到 而那个叫高雅的女人 却能马上准确地找到 这间屋子里面的火把所在 莫非她 能在没有一丝光亮的黑暗中 看清事物不成 能夜市 这个叫高雅带路的女人 绝对有问题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她还能是人吗 想到这里 我忙聚集自身的杨器鱼双眼 朝着走在前面的高雅看了过去 只见在她的身上 围绕着白色的阳气 没有任何阴气的存在 这种迹象表明 她是人 但她能夜市 这又怎么解释 也就在我思索的时候 猛地感觉到了 身旁有人轻轻推了我一下 我转头一看 推我的正是赵曼 十三 你皱着个眉头 在那想什么 赵曼看着我不解地问道 我感觉 那个叫高雅的女人不对劲 我看着赵曼 把刚才心中所想 低声对她说出来 赵曼听到我的话后 微微一翘嘴 看着我说道 自从我们进来这里 这个古城堡 就一直给我一种 很不好的预感 先耐住性子 跟着上他们看看再说 听到赵曼这么说 我只得点了点头 目前对我们来说 只能先走一步看一步 着急不得 随着房间里面的光线 亮了起来 众人跟着高雅 穿过这个阴暗的房间 继续朝着前面走了过去 而前面的设计 却不免让众人都吃了一惊 因为前面是一个 类似于古墓的圆形涌道 在这一片涌道之中 上面画满了彩色的壁画 借着微弱的火光 我朝着涌道 壁上彩色壁画看了过去 在这个壁画上面 画满了各种各样 惨烈的酷刑之法 我大致一看 其中有 包皮 腰斩 车裂 巨舞形 灵池 一手 烹煮 弓形 月形 插针 活埋 阵毒 棍形 巨鸽 断锥 罐签 弹琵琶 抽长 奇木驴 各种各样的酷刑 这 这墙壁上面的壁画 都是什么 这是不是满清十大酷刑 难道说 这个古城堡 在清朝的时候 是关押死刑犯的地方 这个时候 前面探险的人群之中 发出了各种各样的疑问 和猜测之声 胖子也从一旁凑了谷过来 看着墙壁上面 那些彩色的壁画 对我问道 我说师兄 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我怎么感觉 咱这不是 来了一个什么古城堡 而是到了清代的 刑部大牢里面了 怎么 怕了 我看着胖子 故意问道 胖子哼了一声鼠道 师兄 你少跟我扯 在胖爷 我的字典里面 就没有怕这个字 管他这里有什么牛鬼蛇神 他们不出来也就算了 要是出来的话 胖爷 我甩给他们一张六丁六 我忙拦住了胖子 没让他继续往下说出来 而走在最前面 一直领路的高雅 却在这个时候停了下来 转过头 看着众人大声说道 现在是傍晚十八点半 我相信 既然各位来到这里 便已经做足的充分的准备 那么 此次的探险之路 就从前面开始 城堡很大 甚至还有很多地方 至今都没有被人发掘 那么各位 接下来的时间 便是你们的自由时间 这座古城堡 现在属于你们在此的各位了 随着高雅这句话落下后 众人一阵欢呼 一个个脸上 就充满了激动 和一探究竟的兴奋 随着高雅的话音落下 前面探险的队伍 顿时朝着涌道的尽头涌去 我和胖子还有赵曼 则是跟在了队伍的最后面 走出了这个涌道 前面便是又是一个 类似于大厅一样的房间 只不过这个房间里面 前前后后 左左右又居然有着十多个通道 每个黑漆漆的通道 都是朝着不同的方向 这也就表明了 接下来我们这群三十多人 临时组成探险队伍 即将分成是个小队 各自分散选择探险的通道 众人马上自行三三两两 组成了一个个探险小队 准备出发 也就在这个时候 有两个穿着军队迷彩服的中年汉子 朝着我们这边走了过来 那两个汉子 走到我们三人近前 直接忽略了我和胖子 俩人同时走到赵曼的面前 看着他笑嘻嘻地问道 美女 自己来的 赵曼听到那两个汉子的话后 只是微微地摇了摇头 并没有说话 而一旁的胖子 却在这个时候不干了 看着那两个 穿着迷彩服的中年汉子说道 你说 你俩怎么回事 是没戴眼镜 还是眼珠子里面 只能看到女人 没看到我们俩是和他一起的吗 那两个中年汉子 听到胖子话后 脸上马上沉了下去 其中一个刚要发作 却被另外一个人给拦住了 那个汉子 看着胖子笑呵呵地说道 兄弟 抱歉啊 我们刚才的确没看到 既然你们和那位美女是一起的 不如我们五个人 临时组成一个探险小队怎么样 我们弟兄两个 可去过不上地方 你们跟着我俩准没错 也就在那两个人 跟胖子说话的时候 我朝着这间都是通道的屋子 仔细地观察了起来 屋子里面很干净 没有丝毫的阴煞之气 接着我便观察起 这个房间里面的风水布局 这不看还好 一看 我就倒吸了一口凉气 再次看了一遍 确定自己没有看错 当下便什么都顾不得了 忙跑到了这个大厅的中间 朝着准备 走进那些通道里面的 探险小队的人 大声喊道 大家都等一下 现在就待着这个大厅里面 哪都别去 谁要是走了 谁死 我这句话刚刚落下 本来有些吵闹的大厅之中 马上就安静了下来 但是这种安静 仅仅是持续了不到二三秒 马上就有人朝着我开口起哄道 兄弟 你喝多了吧 那小哥出门 忘记吃药了吧 傻X 能别特么这么吓唬人不 这里还有女人 卧槽 那小子是不是神经病 咱继续 别管那神经病 当我听到那些人的话后 心中顿时一阵无语 不知道应该怎么告诉他们 并且让他们相信 这里有一个绝杀的风水凶局 其实这个风水凶局 在茅山道书道书大全中 有详细的介绍 名为中阳学的未出煞局 这个阴暗多通道门的大厅之中 坐离巷砍 左水道右出鬼方 当面有云水大岸哀经俭学 截学多成火自行 离龙大败 雇主贵 必要云水压学心 离为矣 外民而内岸 居南方为得位矣 顶龙如葬 以左边净神水上堂 出大凶 煞谢则必有人亡 所以绝对不能有人从这里走出去 不然的话 今天来这里探险的三十多号人 恐怕永远都出不去了 通俗点说 在这个风水凶杀局之中 如果洋人一旦误入进来 那么 如果不找出对应之策 乱走出去 下场通常只有一个 就是死 这绝对不是开玩笑 大家先等一等 先听我把话讲完 再做决定 也不迟 我一边上前拦住了一队 马上就要走出这个大厅的探险队 一边大声喊道 很明显 众人对我的话嗤之以鼻 根本就没有人相信 直接把我当成了空气 各自选定通道口 朝着里面就走了过去 看到这里 我心里甘着急 却没有办法 难道现在要拦住他们 只能动用武力了 这是我现在最不想发生的事情 只要一旦动用武力 把众人给强行拦住 马上就会暴露了我们的真实身份 接下来的发展 我们就会变得处处被动了起来 谁知道 在这附近的暗中 有没有藏着一双眼睛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 无论我说什么 他们都听不进去 如果不强行武力阻拦 他们一旦 从这里走出去 中阳学的未出煞局 就会自行打开 出煞则人亡 不行 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动手 也就在我准备 动手到时候 开始找赵曼 但搭讪的那两个中年汉子 朝着我这边走了过来 其中一个笑着对我讽刺道 我说哥们 你这是怎么回事 脑袋让驴给踢了吧 还谁走谁死 你当这是在拍电影呢 真把自己当成主角了 我们这是出来探险 不是听你在这里瞎掰的 你要是害怕了 就自个儿回去 门就在后面 这样吧 你们三个跟着我们俩走 保障没事 另外一个也看着我笑着说道 听到那两个的话后 我心中顿时就有了主意 当下抓住其中一个人的伊林喊道 你干什么 以为这里 黑我就看不到了 偷我钱包干什么 随着我喊声落下 本来已经 走到通道口的人都停了下来 转过头 朝着我们这边看了过来 很多人都有一个优点 那就是喜欢凑热闹 一见有热闹看 众人各个停住了脚步 都回头看了起来 而被我抓住伊林的这个中年汉子 先是一愣 然后看着我说道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什么时候偷你钱包了 你个王八犊子 血口喷人 被我抓住伊林的这个中年汉子 估计也是个暴脾气 话还没说完 直接朝着我动起了收 挥拳就往我脑袋上面 狠狠地打了过来 看到这里 我脖子快速一后仰 闪避了过去 没有还手 但依旧死死地 抓住他的伊林喊道 快来人抓小偷了 这个人偷钱包 曹你M的 欠揍 另外一个中年汉子 见同伴被我抓住挣脱不得 忙上前帮忙 朝着我的左肋 就狠狠地踢出了一脚 我身子一扭 闪了过去 胖子和赵曼 也在这个时候赶了过来 也就在同时时间 在我们身后 突然传出了一阵 咔嚓咔嚓的金属碰撞声 众人听到身后 响起的那一阵 咔嚓咔嚓的声响后 全部都转头看了过去 只见在我们刚刚进来的 那个涌到的入口 慢慢地落下来的 一个铁栏门 随着一声响动 一下子封死了 我们来时的路 这 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么大 领着咱俩进来的 那个女人呢 随着那扇铁栏的落下 封住了我们的退路 同时大厅之中一阵骚动 人就是这样 天生就缺乏一种安全感 一旦没了退路 便会感觉自己 没了安全感 而且同时也会自主地 把事情往最坏的方向去想 我见众人都走了回来 聚集在一起 朝着来时的那个涌到走去 便松开了那个中年汉子的衣领 他用手狠狠地指了指我 留下一句 小子 老子我记住你了 便带着自己的兄弟 一同朝着铁门走了过去 在铁门前面 有人不停地朝着外面大喊 有的则是叫高雅来解释解释 把他们锁在这里面 到底是什么意思 而有的急性子 则是忍不住开口大骂了起来 甚至有胆子小的女生 喊话的时候 已经带着微微的哭腔 随着后路断掉 整个大厅里面 变得极为嘈杂了起来 气氛也在这一刻 变得有些诡异了起来 师兄 他们这是想干什么 关门打狗 这么快就忍不住要动手了 胖子这个时候 走过来对我问道 就在我刚要回答胖子话的时候 在这个大厅的上方 想起了之前的那个叫高雅 女人说话的声音 各位 再一次欢迎你们 来到英格利皇家古城堡 接下来 我们精心为各位准备了探险的游戏 我奉劝各位放弃回头 不妨就此开始探险之旅 是生是死 听天由命 最后高雅祝各位探险愉快 能晚死一点 再见 随着那个高雅的声音停止 大厅之中一片叫骂之声 有的人甚至开始用脚狂踹铁门 看到这里 一直在我身旁的赵曼走了过去 朝着围在铁门前面的人群喊道 各位 都现在这个时候了 抱怨骂人都解决不了问题 既然咱们都进来了 只有想办法找出幕后真相 一起从这里逃出去 别白白浪费了自己的力气 赵曼的话 多少起了一点作用 躁动的人群 渐渐地平静了下来 终于有人开始附和赵曼的话 开口对他问道 小姐 你说这是组织人员 跟我们开玩笑 故意吓唬人 还是来真的 赵曼听到那个人的话后 看着他冷冰冰地说道 他们若是想跟我们开玩笑的话 人命的风水凶局 这个局只要是活人踏进来 若是不破 只有死路一条 众人听到赵曼这句话后 多数的人根本就不相信 顿时 质疑和鄙夷的声音 从四处响起 以那之前两个 穿着军装迷彩服的汉子 喊声最大 听到那些人的质疑后 赵曼一时之间 根本就无法辩解 当下急得脸都红了 就在我和胖子 想上前帮赵曼说话的时候 突然之前 人群之中 有一个女孩尖叫了一声 然后后 收指着我们头顶上面 颤声喊道 大 大家快看 上面那是什么 众人听到那个女孩的话后 忙抬起头 朝着屋顶上面 就看了过去 偷着微弱的火把光线 我看到在目光所及之处 正有一大团 极为浓厚的黑色毒气 朝着我们自大厅顶端 慢慢地向着我们飘了下来 那 你团黑色的浓烟 是什么东西 毒 是毒气 快跑 人群之中 不知道是那个傻瓜鸡 喊了一声 顿时吓得众人大叫窜 慌不择路地 朝着前面那十多个通道口 跑了进去 看到这里 我当下心中就是一警 因为这要是有人 从这中阳学德 未出煞局里面跑出去的话 便会漏煞 到了那个时候 再想破解这个绝煞的风水凶局 几乎是不可能了 眼见有人就要从这个大厅里面跑出去 我当下顾不得多想 忙聚集自身的杨气鱼双腿 一个略行 便朝着那些窜出去的人追了过去 但是即便是这样 我依旧无法改变 这中阳学德未出煞局 被漏煞的结果 当我刚刚拦住一堆人的同时 另外一堆人眼看 马上就从别人的通道跑了出去 看到这里 我只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 根本就来不及再次追赶 碰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 一声巨大的枪声 在这个大厅之中 带着阵阵回声响起 听到这声枪响之后 着急往大厅外面跑的众人 吓得一哆嗦 全部都停了下来 转身回头 双眼里面后怕 和充满巨异地 朝着枪声响起的方向看了过去 此刻的赵曼站在大厅的中间 右手握着一把黑色的手枪 看着大厅里面的 想往外跑的众人 开口语气冷酷地说道 都给我站在原地别动 谁要是敢第一个 从这里跑出去 我绝对会马上一枪送他上落 赵曼手里的枪 倒还真把众人给吓唬住了 不过那些人虽然停了下来 但是个个都是面带忐忑地 抬头朝着大厅的顶端看去 随着那一大股浓厚的毒气 慢慢下落 我同时感觉到了 现在给我们锁留下来 破掉这个中阳学得未出煞局的 时间并不多了 因为只要在我们头顶上面的 那股毒气 落到距离众人头顶不远处的地方 即便是赵曼手中有枪 依旧也吓唬不住他们 到那个时候 那些人定然会不管不顾地 夺路而逃 看了一眼上面的那一大股毒气 我心中暗自算计 若是按照那股毒气下落的速度 和相隔地面的距离来推算 我估计最多也就是 再过二三分钟 毒气便会全部涌下来 到那个时候 场面将会无法控制 所以 现在给我们留下来的 破解掉这个绝命风水凶局时间 只有这短短的二三分钟 心念至此 我便不再犹豫 盲争分秒的地 从口袋之中 拿出了毛山倒数大权 翻找了起来 当我找到书中记载 中央学得未出煞局的那一部分后 盲认真的看了起来 寻找书中有没有记载 破解这个风水局的办法 如果在毛山倒数大权 里面找不到的话 我便只有强行破局 当然那需要我承担非常大的风险 搞不好自己连命都得搭进去 赵曼见我开始想办法 破解风水凶局 便也在这个时候 朝着众人开口喊道 各位先等一等 给我们几分钟的时间 要是那股毒气下来之前 我们没有把这里的风水凶局给破掉 你们完全可以 从眼前的那些通道口里面逃走 但是我要提前提醒一句 在没有破掉这个风水凶局之前 你们即便是真的 从这里逃出去 没有煤毒气毒死 也绝对活不了 信与不信 都有你们 赵曼的话音落下 大厅之中满是低声的议论声 甚至还有女孩的抽气声 我 我还没有结婚 还没有老婆孩子 我家里救我自己 我不想死在这里 我不想死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戴着黑色眼镜框的男人 抱着自己的脑袋大声喊道 他的话语之中 带着悔恨 恐惧 甚至绝望 大家先不要乱 保持住镇静 要想活命的话 就给胖友安静点 胖子在这个时候 朝着又要开始骚动的人群喊道 我现在则是 不敢多耽误一秒钟的时间 在 茅山道书大全 之中 仔细查找了一会儿后 果然找到了破解着中阳学的 未出煞局的办法 书中所续 遇到中阳学得未出煞局 局内凶者破局之期 应是 冲成局三摇之时可破局 局外寄者成局之期 应是 补局内众破绽之时可成局 漏煞缺一者 可在补缺成局之时 应是 如似有缺丑 逢丑期成出煞局之时 应是日令月令 也可以与动变 加之养血 诛杀 女厨子终止鲜血 组成三粒 而破局之时 中阳学得未出煞局便可破 看到这里 我当下就明白了过来 先是找石称 接着找到组成三粒的三个方位 最后再用羊血 朱砂 女厨子下阴之血 放于那三个方位 煞气便会自散 这中阳学得未出煞局也就破了 这羊血是鸡血 黑狗血 楚男血 都可代替羊血 朱砂我身上也带着 只不过 这女厨子终止鞋我上哪弄去 抬头看了一人群里面七八个女孩 我心中便有了决定 暗自祈祷 在他们中间 可千万得有一个啊 我从地上站了起来 先是抬头看了一眼 那股距离我们越来越近的毒气 然后伸出手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看着眼前的那一众人开口问道 跟你们说件正事 你们里面谁是厨女 我这句话一出 整个大厅之中 马上一片寂静 没有如何人说话 最终 其中窜出来一个男人 指着我的鼻子 就骂 你他妈是傻X变态吧 这他M的都什么时候了 你个犊子 还在这里瞎扯蛋 正是你MB 看到那个男人的话后 我聚集自身的洋气 身形快速移动 朝着那个男人就冲了过去 只一瞬间 我就掠到了他的前面 没等他反应过来 我对着他的小腹 就打出一拳 直接把他给打倒在地 现在时间紧迫 我根本就没空 跟他们一一解释 只得动用武力 一来将其快速压制 二来则是在展示我 快速移动身法的同时 让众人相信 我们不是在这里开玩笑 有真本事在身 这个时候 性命攸关 没必要藏着掖着 果然 我刚才那极快的身法一动 把剩下的那些人 都给吓了一跳 每个人都是充满惊恐地 看着我不再低声言语 我不是变态 而是在破这里的风水凶局 要是破不了 咱们今天有一个算一个 都得死在这里 我再问一遍 你们里面谁是处女 我问话的同时 把目光定格在了人群中间的 那七八个女孩身上 但是随着我话音落下 没有一个女孩答应 只是让你们帮个小忙 到底有没有 要是没有的话 咱们今天谁都别想活着出去 我再次开口问了一遍 难道他们都不是 这运气可真够背的 这个时候 人群再次骚动 我抬头看了一眼 上面的黑色毒气 依旧离着我们头顶 不足三四米 当下心中更加急躁了起来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只能强行破制凶局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直在我身后 没有说话的赵曼 却走了过来 靠在我耳边低声问道 十三 你找处女 是不是为了破这个局 听到赵曼这么问我 我心中当下就生出了一股希望 忙回头说道 对 就是为了 破这个风水凶局 赵曼深吸了一口气 继续对我问道 那 那个 我 我就是 你现在需要我干什么 赵曼的回答 的确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根本就没有想到 像她这么漂亮身材 又极好的女人 第一次居然还在 当下便对她说道 你终止的鲜血 我一边说着 快速从随身背包里面 拿出了朱砂盒 赵曼听到我的话后 没有丝毫的犹豫 直接从大腿上面 抽出一把匕首 就准备 朝着自己中指上面 划去 见此 我忙拦住了她 赵曼姐 等等 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说完这句话后 然后开始按照 毛山道书大全 上面所记载的方法 接着朝着这个大厅 里面关桥了起来 寻找破这个凶局的三立位 随着我的推算 马上确定了第一个位置 我忙快步跑了过去 在那个位置 倒上了半盒猪砂粉 接着便是第二个位置 走进之后 我忙咬破自己的中指 血滴下去 第三个位置接着找到 则是让赵曼自己 割破中指 把血滴了下去 随着三立位 全部被我找出 并且分别把羊血 朱砂 女厨子中指血 弄好之后 我再次朝着整个大厅 四下看去 果然大厅里面的煞气 开始慢慢地散去 之前那种阴冷刺骨的感觉 慢慢减轻了 但也就在同时 人群之中 有人惊呼了一声 有鬼 随着那个人的惊呼之后 人群之中 接着就是一阵骚乱 见此 我快速地聚集 自身的阳气于双眼 转身朝着这个大厅之中 看了过去 我这一看 心中就吃了一惊 在这附近 果然有阴气出现 一股黑色的浓厚阴气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翘无声息地 进入到了我们 所在的这个大厅里面 而我却没有丝毫地察觉 想到这里 我忙仔细四下看去 在大厅的东南角 有一个红色的影子 一飘而过 瞬间消失在阴暗之处 是阴魂恶鬼 那个穿着红衣的阴魂 在这个时候 直接现身让我们看到 也就说明一个问题 他这事 就是冲着我们来的 心中想定 我在抬头看了一眼 离着我们越来越近的 那些毒气 忙对着前面的众人喊道 大家快跑 这里的风水凶局已破 快走 这大厅不安全 随着我这声话落下 前面的那些人 顿时一哄而散 各自选定一个通道口 就跑了进去 而我和赵曼 还有胖子 同样选定了一个通道口 朝着那边跑去 就在我们刚刚动身的时候 我猛地感觉 后背传来了一股凉意 忙回头看了过去 只见刚才那个红色的影子 卷着一股刺骨的冷风 朝着我们这边就扑了上来 我脚下一顿 身子朝后一转 聚集自身阳气挥起 右拳直接朝着 那个红色的影子 就狠狠地打出了一拳 拳头打在那个红色的影子身上 顿时就把它给击飞了出去 我同时也趁着这个机会 直接抽出了竹笼酒缝 朝着自己手心上面 就划开一道小口 鲜血落上 红光顿起 封印同时被解开 也就在这个时候 之前那个红色的影子 本来已经朝着再一次地扑了过来 但他好似感觉到 我手中竹笼酒缝上面 散发出的强烈阳气之后 忙快速隐退了回去 红色的身影 再次引入大厅之中的黑暗里 看到这里 我当下没有再管那个阴魂 转身和胖子 还有赵曼朝着前面的通道口里面 跑了进去 现在给我们留下的时间并不多了 头顶之上的那一股毒气 已经近在咫尺 就在我们刚刚进入这个 黑漆漆通道的时候 我猛地听到了 身后传来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我忙握紧手中的竹笼酒缝 回头看了过去 只见最起码有五六个人 跟在了我的身后跑了进来 我粗略一看 二男三女 像是一直在一起 认识的人 看到那几个人后 我也没说时候 直接掉头走人 赵曼也在这个时候 从背包之中 掏出了强光手电 打开四下照了一会儿 朝着前面快步走了过去 而一直跟着我们身后的那几个人 也跟在我们身后 同时打开了手电筒 我们走在前面 被他们这么一照 完全看不清路 我忙回头看着他们说道 我说朋友 跟你们商量个事 咱能不能走到一块来 你们在后面用手电筒一照 我们在前面都看不到路了 那两个拿着手电筒的男人 听到我的话后 忙把手电关上 看着我说道 不好意思啊 咱们走一起 这样谁也影响不到谁 说着 他们几人快步跟了上来 这个黑漆漆的通道并不算宽 最多能让四五人同时走过 所以我们这行人走在一起 分成了前后两队 前面的人用手电筒照明带路 而后面的人 则紧紧跟上 我 我说你们知道 不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到现在都没弄清楚 现在这是一场吓唬人的游戏 还是全都是真的 其中跟在后面的一个男人 看着我们语气之中 带着慌乱的问道 胖子听到那个男人问的话后 便对他说道 吓唬人的游戏 哥马 胖爷我劝你 还是早点醒醒吧 这副样子 到时候 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我说句难听的 今天你们亏着碰上我们了 要不刚才在那个风水局里 早就够你死一百次了 那个男人听到胖子的话后 竟然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哑口无言 你们别跟我们瞎扯吓唬人 这是不是在拍电影 我放弃 我想回去 你们把我放出去 要不 要不我就报警了 其中一个女孩 把我们三人 当成这次探险活动的组织人之人 她说着 就从口袋里面 把手机给掏了出来 姑娘 你现在可以打打试试 要是能电话打出去才怪 赵曼看着那个女孩说道 那女孩听到赵曼的话后 先是一棱 然后不信邪地拨通了报警电话 没有打通 继续重播 再次打过去了 过了一会儿 那女孩终于把手机放了下来 看着我们双眼之中绝望地问道 你们快告诉我 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你们一定 是在拍戏是不是 是不是 你们告诉我呀 她说着最后 声音有些歇斯底里 看到眼前这个女孩的样子 我不禁想到了之前的自己 若是我没有经历过这么多事情的话 跟她们一样 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进来 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会不会也有如此的反应 不知为何 看着一直跟着我们的这几个人 我心中竟然生出了一种 难以言表的情绪 想把她们一起活着带出去 尽我最大的能力 你想死还是想活 我看着那女孩问道 她听到我的话后 脸上一僵 随之开口说道 我想活 那就一句话都别说 紧紧地跟着我们 我留下这句话后 转身朝着通道的深处 继续走了过去 而赵曼也在同时 把手电筒的光量 调整到了最远 带路加了行径的步伐 我心中明白 她是在担心 身后大厅之中的毒气追过来 这条漆黑潮湿的通道 好似没有尽头一般 我们一直快步走了二三十分钟 依旧没有看到尽头 而且随着越来越往前走 我心里面慢慢涌上来 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突然间 我在这个通道的前面 看到了一丝亮光 随着我们的靠近 那一丝亮光 也同时朝着 我们这边飘了过来 那一丝绿色的光芒 透露着一种极为诡异的光线 摇摇荡荡地 在这个通道之中 走在我身旁的胖子和赵曼 同时也看到了 那一丝离着我们 越来越近的亮光 胖子先开口对我问道 师兄 前面那是什么玩意 鬼火 不是 前面有阴气 小心 我看到了 在那一丝绿色光芒附近 有阴气的存在 忙开口 对胖子和赵曼提醒道 胖子听到我的话之后 先是给自己前胸 贴上了一张洋服 然后接着又从口袋里面 掏出了一张 六丁六甲驱鞋服 握在了手中 赵曼也在这个时候 把手枪拿了出来 十分干脆利落地 换上了驱鞋弹 同时在手枪的枪口 装上了消声器 就在我们准备好的同时 随着距离拉近 我渐渐地看清楚了 来的那一丝绿光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一个白纸糊成的灯笼 这个灯笼 漂浮在通道之中 里面亮着一丝 时影时现的淡绿色的光芒 带着一股黑色的阴气 朝着我们这边就飘了过来 赵曼从来都是一个果断 且喜欢先发制人的主 所以他看到之后 没有等到那个白色的纸灯笼 完全靠近 直接朝着那个灯笼 就开了一枪 随着一道亮光 一声轻微的破空声响起 驱鞋弹从赵曼手枪之中 打了出去 直接穿透了那个白色的纸灯笼 纸灯笼重弹之中 在空中一顿 停了下来 我能清楚地看到 在他附近围绕着的阴气 被赵曼那一枪给打掉了不少 但也就在那个纸灯笼 停下来的时候 我清楚地看来 从那灯笼里面 慢慢浮现出了一张诡异的人脸 仔细一看 那张人脸带着一股邪气 双眼之中 满是恶毒的身上 看面孔 竟然像是一个日本人 向田 果然 刀疤脸之前猜得没错 这次的古城堡探险 幕后操控黑手 便是这个 我一直想要寻找的日本将军 阴魂向田 信走的小子 别来无恙啊 还记得我吗 在那个白纸灯笼里面的向田 那张被绿光印的绿悠悠的脸 看向我冷笑着说道 当我看到灯笼里面是他之后 心中当下就联想到了 他们幕后的阴谋 定然这用这些被骗来此地人的惊险 以此加快解开那个 被封印数千年的阴魂 化成灰我都记得你 我看着向田冷声说道 啊啊 就在这个时候 在我们身后 猛然响起一阵 奸细而有大声的女人惨叫声 一个吓得面色苍白的女孩 转头就跑 虽然之前那大厅之中的 中阳学德魏初煞局 已经被我给破开 但是后面 还可能有毒气尾随而来 他现在这个时候往后跑 就只有死路一条 当我回头看到这一幕后 忙想开口叫住他 但是已经来不及 不知道他往回跑的时候 踩到了什么机关 只听见咔嚓一声 一根铁毛从地面之下窜了出来 直接把他自下而上 穿体而出 红色的血迹 四下蹦践 整件事情发生得太快 太过突然 一直到那个女孩 惨死在铁毛之下 我没有反应过来 为什么我们来的时候 刚刚走过的路 回去的时候 就突然有了机关 这就在同时 四周响起了各种惨叫哭喊声 剩下的那些人 虽然心里害怕得要命 但是更不敢乱跑 有的女孩 甚至直接蹲在了地上 抱着颤抖的身躯 哭了起来 而那个被铁毛刺穿的女孩 身躯里面流出来的鲜血 同时被一股神秘的阴气 身躯就变成了一具皮包骨头的干尸 此时 那个女孩的阴魂 也从她的尸身之中出窍而出 但同样 接着就被那股神秘的阴气所吸走 落得一个魂飞魄散的结果 这股神秘的阴气 我虽然能感受得到 但是却看不到它在哪 难道说 这股阴气 就是那个数千年阴魂身上呢 虽然我的注意力 一直被刚才那股神秘的阴气所吸引 但是看到 那个女孩在我面前瞬间惨死 我心里面好像被什么东西 给狠狠地撞击了一下 这种难以言表的感觉 一点都不压于我自己面对死亡 嗯 这血腥味的确好闻得很 特别是你们年轻人的 精力旺盛 充满活力 游戏到现在 才刚刚开始 在前面的向田口中 阴冷怪异的声音 再次传了过来 当我听到向田说的那些话之后 当下就火了 直接右手 截出龙虎七射印的第二式的手印 还没来得及念出口诀 在我身旁的胖子 却掀我一步 大喊一声 打倒你个黑社会性质的 日本二战分子侵略者 同时拿着手里 我给他的六丁六甲驱鞋符 朝着那个纸灯笼就冲了过去 随着胖子手中的 六丁六甲驱鞋符 贴在了那个 发着绿光白色的纸灯笼上面 接着蹦出了一道黄色的火光 那个纸灯笼 瞬间被胖子手中的符纸给打碎 里面向田那张让人恶心的脸庞 也随之变得四分五裂 虽然那纸灯笼 被胖子个打碎 但我依旧清楚地在附近看到 那股黑色的阴气 依旧在附近徘徊 并没有被彻底灭掉 咯咯咯咯 一阵轻笑声从我身后响起 我猛地回头一看 在我身后不远处 有一股黑色的阴气 顿时引入通道里的黑暗之中 无影无踪 十三 你小心点 我感觉这条通道里面 好像不止只有向田 孔令有阴魂 这个时候 紧握手枪的赵曼 开口对我提醒道 我听到赵曼的话后 微微一点头 聚集阳气于双眼 朝着这个通道里面 仔细地查看了起来 突然间 我感觉自己脖子后面 多了一种很粘稠 而且又冷冰冰的感觉 不好 后面有东西 心念至此 我快速回头 同时从随身背包里面 掏出了一张六丁六甲驱邪符 朝着身后就打了过去 我这一下子 直接打在了一个 黏乎乎的物体上面 符纸贴上面的同时 发出叱叱叱的响声 同时冒出了一层白烟 那个粘稠的物体 顿时被六丁六甲驱邪符给打退 赵曼这个时候 也把强光手电给照了过来 我借着赵曼的手电筒 光线看了过去 只见我刚才打到的 那个粘稠的物体 竟然是一条流满口水的 红色巨型舌头 仔细一看 我当下就放了心 只不过是一个 倒横没多久的阴魂 在这条舌头上面 依旧贴着那张 六丁六甲驱邪符 符纸的附近 还在不断地冒着白烟 卧槽 那是什么玩意 胖子这这个时候 跑到我的身旁 看着那条宛如一条 蟒蛇的巨大舌头 惊呼出声 赵曼 你用手电筒帮我照着 我说完之后 快速截出龙虎七射印的手印 然后轻声喝道 气不散 西神起昏 镜中无响一扬声 龙虎七射印 射 随着口诀念出 在我右手之上 黄光顿起 当下我便朝着前面的那条舌头 就冲了过去 随着我靠近 那条巨大的舌头不退反镜 朝着我就冲了过来 见此 我嘴角泛起一丝冷笑 直接朝着那条舌头 就迎了过去 近身 快速出手 龙虎七射印 打在了那条巨大的舌头上面 那个阴魂 甚至都没有来得及 发出惨叫 一下子就消失在 这个黑漆漆的通道之中 与此同时 四周的阴气 也如尘雾一般 快速散去 我把手印收起来 以节约自己身体中的阳气 同时回头 朝着赵曼胖子那边 走了过去 此刻赵曼看着我 脸上满是一副 难以置信的神情 他看着我开口问道 十三 你之前消失的那半年 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训练 怎么现在的修为 和之前判若两人 简直是突飞猛进 听到赵曼的话后 我笑了笑搪塞了过去 然后在这个通道里面 四处查看了起来 见周围没有了阴气 这才暂时 把心放回了肚子里 朝着之前 跟着我们的那几个人 看了过去 发现其中有两个女孩 全都都倒在了地上 昏迷了过去 而剩下的那两个男人 也瑟瑟发抖地蹲在地上 双眼发直 且充满恐惧地 他们现在这副样子 我开始担心了起来 要是以这样的心理素质 别说是接下来遇到什么意外 恐怕吓都能活活地 把他们给吓死 十三 那他怎么办 赵曼走了过来 看着我问道 我明白赵曼口中的那个他 就是刚刚被铁毛刺穿王的那个 变成干尸的女孩 把他留在这吧 咱现在的处境太过于被动了 能不能带着那几个人出去 都还两说着 死人肯定是顾不上了 我压低声音 对赵曼说道 赵曼听到我的话后 也点了点头 女孩失身走了过去 赵曼姐 别过去 小心有机关 我见赵曼往回走 忙开口拦住了他 赵曼回头看了我一眼 有些无奈地说道 总不能一直让他这样留在这里吧 听到赵曼的话后 我忙快步走了过去 对他说道 我来 我说着 调动丹田之中的真气 真气顺着命关出体 快速聚集到右手 我猛地快速出手 紫色的真气 瞬间朝着那根穿透女士的铁毛 飞了过去 真气击打在铁毛上面后 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 硬声而断 那具女尸也马上摔倒在地 看到躺在地上的那具女尸 我重重地叹了口气 心中泛起了一种极为难过的情绪 同时开始担心起 其他跟我们一同进来的那些人 恐怕他们 现在已经凶多吉少了 师兄 咱接下来是继续往前走 还是怎么样 胖子在这个 走到我身后 对我问道 先把那两个人叫醒再说 我说着 便朝着躺在地上的昏迷过去的那两个女孩走去 等把那两个女孩叫醒之后 我和胖子还有赵曼 轮流给他们 让他们收起恐惧心理 要是想在这里活下去 就必须得鼓起勇气往前走 留在原地 只有等死 因为后面的毒气 随时都有可能追上来 给那四个人 做了好一会儿的思想工作之后 他们才渐渐地缓过进来 擦干眼泪 从地上站起来 跟在我们三人的身后 继续朝着这条通道的前面走了过去 再次朝着前面走了 大约能有十多分钟 通道便走到了头 下了一个台阶之后 在我们前面便是一个开阔的房间 这个房间并不算大 而且 中间还立着一个大家伙 刚刚进来 我还看不清 待强光手电照过去后 我这才看清 屋子的中间立着一个巨大的佛像 一个没有没有双臂和脑袋的佛像 又是这种没有双臂和脑袋的佛像 这到底代表着什么 难道说 那个一直藏在向田后面的那个阴魂 跟佛教有什么不共戴天之仇 所以才会在这里 把佛像的脑袋都给弄了下来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得继续往下走 既然来到这里 就必须得找到向田 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仇恨 我爷爷奶奶虽然不是他们亲手所杀 但是却跟他们脱不了关系 若是没有他们的命令 我爷爷奶奶也不会死 操 这里是什么地方 怎么古城堡里面有佛像 胖子在这个时候 看着眼前的那个巨大的佛像 开口问道 这个佛像不对劲 赵曼却在这个时候 看着眼前的佛像说道 我本来打算绕过这尊巨佛 继续朝着前面走 但听到赵曼这句话后 忙停住了脚步 打量着这尊巨型佛像问道 怎么了 赵曼姐 这佛像哪里不对劲了 赵曼接着对我说道 你看这个佛像的最下面 我朝着佛像的下面看去 接着看到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小孔 很多 而且很密集 也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之间一股股黑色的浓烟 从那些小孔里面冒了出来 毒气 看到那些从小孔里面 往外涌出来的黑色毒气 我忙带着众人绕过了这尊佛像 同时寻找这个房间里面的出口 就在绕过这尊巨佛后 走了没几步 我便在前面看到了一个黑洞洞的通道出口 看到它之后 我想都没想 直接快步朝着 那个出口就走了过去 众人也同时紧随其后 就在我们刚要踏进这个出口的时候 我不经意间看到了出口的上面 有一个大字 死 当我看到这个死字之后 盲开口喊停了众人 胖子停住脚步 回过头看着我不解的问道 师兄 怎么了 等一下 这个出口有蹊跷 我说着 快速朝着后面推开几步 同时用手中的强光手电 朝着附近照了过去 果然不出我所料 在这个死门的旁边 还有别的出口 而且 每个出口的上面 都写了一个字 分别是 圣 杀 修 杜 井 井 开在加上我们面前的这个死字 刚好是八个字 难道这 这是诸葛亮八卦阵 想到这里 我心里面就起了一阵寒意 若这里是八卦阵的话 那么只有一个能走出去的通道是活路 而剩下的那七个通道 则全部为死路 这个是八卦阵 赵曼同时也看到了 另外的那另外几个出口上面的刻字 开口问道 对 咱们现在要是想从这里逃出去 必须得把这八卦阵给破了 然后才能逃出去 我看着赵曼说道 你懂 赵曼看着我问道 奇门遁甲之术二 和我们茅山术有所区别 但是大体还是相辅相成 懂一点 我尽量试试破阵 我说着 直接从背包里面翻出了茅山倒数大全 翻到了八卦图的那一页 按照八卦之法 开始推算了起来 其实这八阵图学名为九宫八卦阵 九为数之极 取六一三三衍生之术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又有所谓太极生两仪 两仪生四相 四相生八卦 八卦而变六十四摇 从此周而复始 变化无穷 困人之朕 同时也存在物 己 更 心 人 鬼之六一在其中 十天干与十二地之相配 形成六十甲子 则十天干每个都会用六次 这样就形成了六甲 六乙 六饼 六丁 六物 六己 六根 六心 六人 六鬼 八阵图案修 生 伤 度 警 死 经 开八门 按照八卦六一的推算 从正东的修门进入 此阵可破 推算出来之后 我忙招呼众人 换了一个方向 一起朝着修门走了进去 随着我们走进修门之后 里面于是一个看不到头的通道 随着我们快步走出来后 便是一个朝下的十字的阶梯 随着我们一步步地走下去 我渐渐地感觉空气的温度同时也在下降 走下阶梯之后 前面便是一个十分开阔的大厅 里面散发着一种极为奇怪的气味 随着我们几人步入这里 大厅里面的火把同时亮了起来 接着 向田的声音便从四面八方传了过来 你们几个还真是有胆子 既然来到了这里 那就准备等死吧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一个黑色的身影慢慢地从前面的一个通道口里面走了出来 我定睛一看来的正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阴魂向田 看到他之后 我当下拿出了一张阳符贴于前胸 同时聚集自身的阳气于双腿 朝着他直接就快步冲了过去 此时此刻 我不想跟这个王八蛋浪费任何时间 直接动手 随着我靠近 在我前面的向田身躯一阵 同时阴气四涌 在他身旁快速涌出了一大股的黑色阴气 我同时感觉到了这股阴气的强大 在我的预料之外 向田依旧站在原地 一动都没动 全身都有着一副非常镇定的样子 没有一丝慌张 好似眼前的情况 他都早已料到了一般 随着我快要跑到他的镜前 他的双手同时接出一个手印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阴魂也能结印 一看见他结出了这么一个奇怪的手绝 我心里顿时一沉 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虽然我心里对向田这个手印有些忌惮 但是我对自己现在的修为 有了极强的信心 这份信心绝不是自打 但足以让我对他无所畏惧 一个纵身后 我便冲到了向田的前面 聚集阳气 对着他的面门便狠狠地打出了一拳 随着我这一拳出手 他身形一闪 躲避了过去 同时大喊了一声 向田这声大喊之后 我顿时就感觉身旁的阴气大增 一个巨大的黑色影子 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朝着我就恶扑了过来 见此我直接身形往后一跳 躲了过去 同时单手掐出龙虎七射印第二的手绝 口中快速喊道 魂不破惊气巨宁 瓶中污名二扬命 龙虎七射印 射 我直接挥起右手就朝着紧追而来的那个巨大的黑影 就打了过去 但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熟悉的枪声响了 但是让我万万都没有想到的是 我自己的后背之上传来了一股火辣辣的剧痛 就好像中弹一般 但现在的情况十分危机 根本就由不得我回头去看 因为眼前的那个巨大黑影已经冲到另外的境前 我只得忍住痛 一咬牙就朝着那个黑影狠狠地打了过去 龙虎七射印打在那个黑影身上的同时 我只感觉右手上面好像打到了一个软绵绵的棉花团上面 瞬间就被那股黑色的影子就包裹在了其中 动弹不得 龙虎七射印 这个就是我专门为了对付你所不下的阵法 此阵专刻龙虎七射印这门倒数 香田那没有丝毫感情且极为声音的声音再次传来 听到香田的话之后 我冷笑一声 哼 这个阵能克制龙虎七射印的阳气 那真气呢 我收到这里快速聚集丹田之中的真气与右手 同时那个黑色的影子瞬间就被真气给打飞了出去 我挣脱束缚之后顾不得追上去 而是往自己后背上面一摸都是血迹 忙回头看了过去 发现赵曼此刻正用手枪瞄准了我 赵曼姐 你怎么了 我看到赵曼这个样子后 盲朝着他大喊道 赵曼好似听不到我的声音一样 双眼直直地盯着我 同时右手的食指慢慢扣动手枪的扳机 碰 赵曼又朝着我开了一枪 我马上下意识地朝着前面往地下一扑躲闪 好在子弹并没有打在我的身上 看着赵曼现在的样子 我心中马上就有数了 赵曼他现在的神智 多半是被向田那个老王八蛋给控制了 就在我刚想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 一个黑影就朝着我扑了过来 我趴在地上顺势一滚 闪了过去 抬头一看 刚才那个朝着我扑过来的黑影 竟然是胖子 胖子 我曹你大爷的 你刚才想干什么 就你那吨位 刚才要是真扑在我身上 我特么还活不活了 我看着胖子张口骂道 而胖子似乎和赵曼一样 根本就听不到我说话 双眼发直地 就朝着我再次扑了过来 而在他的身后 之前一直跟在我们身后的那二男二女 那四个人也同时一起 朝着我这边跑了过来 见此 我忙聚集洋气 朝着他们几人的身上 同时看了过去 只见他们每个人的身上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都多出了一股黑色的阴气 看到这里 我一下子全都明白了 他们恐怕都是着了 向田那王八蛋的道了 见他们 离我越来越近 我便顺势从地上站了起来 朝着赵曼那边就跑了过去 其他人还好 但是赵曼的手里有枪 随时都有可能要了的命 所以我决定 先把赵曼手里的手枪夺过来再说 随着我朝着赵曼那边跑去 他马上举枪 再次瞄准了我 我当下纵身一跃 跳到一旁 赵曼接着再次瞄准 就这样我来回跳跃纵身 成一个S型路线 朝着赵曼靠近 跑到赵曼身旁的时候 我直接出手 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 用力一拽 手枪便被我夺了过来 而赵曼却在这个时候 朝着的下面 快速踢出了一脚 看到赵曼这一脚攻击的位置 我当下就觉得一阵弹疼 忙快不退开 闪了过去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直跟在我身后的胖子等人 也追了上来 面目猙獰 张牙舞爪的 就朝着我扑了上来 不行 这样下去绝对不是办法 我得想个主意出来 我一边躲避 一边在脑海之中快速计算着 对了 用六丁六甲驱邪符 想到这里 我忙从随身背包里面 掏出了一张六丁六甲驱邪符 朝着胖子的身上 就当先拍了过去 但是结果 却是大出我的意料之外 那张六丁六甲驱邪符 刚刚贴在胖子的身上不到一秒 瞬间点燃烧着 而胖子则是身形一缓 再一次地扑了过来 我只得抽身闪开 再想办法 但想来想去 除了把胖子他们暂时打晕之后 好像并没有其他的办法 不对 还有别的办法 如果六丁六甲驱邪符上面的阳气 不足以把他们身体里面的阴气逼走 那用我自己身体里面的呢 不管这个能不能成 我都得试试 总不能真的把他们都给打晕 到时候 万一力道一个控制不好 很可能打伤他们 想到这里 我当下不再犹豫 聚集自身的阳气与双手 先朝着胖子迎了过去 闪开他一拳后 我同时把自己的右手 放在了他前额之上的命关处 没一会儿的功夫 胖子就一番白眼 瘫坐在了地上 同时喘着粗气茫然地看着四周 有用 我心中一喜 同时朝着颈椎而来的赵曼等人跑了过去 就在我刚刚把众人身上的阴气驱散开的时候 猛然感觉 后背有一阵刺骨的冷风吹了过来 当下顾不得回头去看 身子先朝着右面一窜 躲避了过去 闪开的同时 我回头看了过去 只见一道黑色的阴气出现在我的身后 正是向田偷袭我 西瓜的兔子打 我骂了一声 转身直接朝着向田就冲了过去 同时运转自身的蒸气于右手 挥手打出一掌 蒸气瞬间出体 如一道紫色的流星一般 快速地就朝着向田打了过去 向田看到从我右手上面打出来的紫色蒸气之后 双眼之中多出了一丝惊慌 身子快速朝着一旁窜去 侃侃躲避而过 蒸气随之打空 你 你这是什么道数 向田看着我话语之中带着吃惊 在你临死的时候 我一定会告诉你 我说完之后 脚下快速一动 再次朝着向田就冲了过去 跑到向田的境前 我先是用自身的阳气 朝着他前胸的命官打了过去 想先试探一下这个 到底是他的本尊还是分魂 如果是本尊的话 这一次 无论怎么样 我都不能让他再一次地逃走了 因为他的一次次逃走 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若是这一次再让他跑了 我很难保证自己的父母 朋友 会不会被他的报复而死 随着我靠近向田一阵猛攻后 他开始渐渐地自顾不暇 一个没注意 小夫被我狠狠地打了一拳 顿时被我那一拳给打得连连后退 向田一边捂着自己的小腹 一边吃惊看着我问道 你 你的修为为何进步这么快 你在戒阳 我并不知道向田口中的戒阳是什么意思 也懒得搭理他 但是通过刚刚那一拳我能确定 在我眼前的这个向田就是本尊 绝对不是分魂 因为若是向田分魂的话 刚才我那充满阳气的一拳 就算不能直接灭了他 也能重创于他 但是现在向田中了我刚才的那一拳 很显然没有受到多大的伤害 当下我不再留守 快速截出龙虎七射印第三世的首印之后 口中同时大声念出了口诀 魂不破惊气俱宁 平中污名二阳命 龙虎七射印 射 随着我口诀念完 马上就感觉到自身阳气 快速朝着右手聚集 瞬间右手之上暗红色的光芒顿起 而在我对面的向田 看到我右手之上暗红色的淡光之后 接着发出了一声极为难听的尖叫 随着我便感觉从四面八方 涌来了数不清的阴气 先不管那么多了 解决了他再说 想到这里 我当下便朝着向田 就快步冲了上去 一个略形 跑到他身前后 我忙挥动起自己的右手 狠狠地朝着向田的前胸打了过去 他想抽身躲避 我忙一挥左手 真气出体 瞬间封死了他的退路 向田无奈 只得用一双满是黑色阴气的手 与我应接 碰 我的右手打在向田的双手上面后 一股强大的反力 把我给震得 连着后退了四五步 而向田则是直接倒飞了出去 急不可施 我再次快步追了上去 把他从地上拽起来后 朝着他前胸的命官之处 再次打了过去 这一下子 我右手上的龙虎七射印 狠狠地打在了向田的命官之上 同时我也明显看到了 他身上的阴气迅速减少 就在我准备扯着这个机会 一举灭掉向田的时候 一个极其威严的声音 自我头顶之上响起 而等着死 我抬头一看 一个黑色的身影 慢慢地自上而降 那黑色的影子身上的阴气极重 压得我有一种窒息感 就连我之前对付的 那个男鬼灵犀身上 都不曾有这么浓烈的阴气 我深吸了一口气 知道这次来的是谁了 此时来的黑色的身影 正是那个一直藏在向田身后的 一直被封印起来的阴魂 只不过 他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出现 难道说 他之前的封印已经被解开了 也或许又是他的一个分魂 就在我头顶之上 那个强大阴魂出现的时候 在我面前的向田 趁着我这一愣神的时候 身子猛地快速往后一退 从我手中脱逃了出去 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完全都顾不上 那个向田老老王八蛋了 看着头顶之上的那个阴魂 我身形快速往后一掠 与它保持开了距离 左姓小子 你可记得孤王 一个极为威严 而又熟悉的声音 从那个阴魂身上发出 我听到之后 全身为之一颤 看着那个漂浮在半空之上的 黑色阴魂 心跳一瞬间加快了起来 这个声音 就是之前一直在我脑海里面 挑拨我和暗如霜之间关系的声音 这一切的一切 幕后捣鬼的都是它 师兄 那个黑影 就是一直想重长这天地的阴魂 它 它现在解开封印了 胖子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跑到了我的身后 看着那个阴魂对我问道 听到胖子的话后 我没有说话 而是深吸了一口气 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面对这种强大的阴魂 绝对不能紧张和大意 不管现在来的是 它的本尊还是分魂 我都得拿出120%的精力对付它 只不过 有几点让我想不通的是 第一次遇到眼前这个阴魂的时候 它自称自己为镇 这一次却改口称自己为孤王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难 难不成说 它给自己换了一个称呼 还是说有两个存活数千年 被封印起来的阴魂 若是前者还好说 后者的话 那么我现在所面对的 只不过是其中一个而已 想起来 我后背上面 就生出了一股寒意 还有就是 它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 这个归德西南镇南部的 英格力皇家古城堡里面 莫非这个存活于世间数千年的阴魂 一直被封印在此地 王 就是他左十三 他身怀至宝 又是天生道体 且身上还带着 专刻制你的那本古籍 玄黄地精 此人绝对留不得 这时 之前从我手中逃出去的向田 抬头看着半空上面的 那个黑色的阴魂说道 当那个阴魂 从向田的口中听到 玄黄地精 这四个字的时候 一股阴气 猛地就从他身上散发了出来 同时 一双巨大且血红的眼睛浮现出来 死死地盯着我 这双血红色的眼睛我见过 之前我和邱莎莎 萧然等人一起前往昆仑山 死亡之谷的时候 就曾多次看到过 但是这一次 我终于在这里见到了他 终于能和他面对面地交手 这个一直在幕后 操控着我命运的阴魂 终于出现了 一种前所未有想报仇的心理 瞬间就从心底涌上了我的头顶 现在在我心里 只有一个念头 动手灭了他 替我爷爷奶奶报仇血恨 替那些因他而死去的人报仇 左姓的小子 把那本《玄黄地经》给孤王交出来 孤王今天便给你个痛快 那个阴魂看着我语气冰冷地说道 不带一丝余地 听到那个阴魂的话后 我看着他冷哼一声 开口说道 想要 自己来拿 那个阴魂听到我的话之后 一双红色的巨眼 猛地泛起一层血红色的光芒 同时 一股黑色的阴气 带着刺骨的冷风 朝着我就席卷而来 速度极快 那一股浓厚黑气的阴气 还没有靠近我 我便远远地感受到了 里面偷着一股让人心机的刺骨寒气 感觉到到之后 我先是大喊一声 提醒胖子和赵曼小心那股阴气 然后身形快速往后一闪 躲避了过去 那股阴气随之打在了地面之上 我跳开躲避后 顺势抬头朝着那个阴魂看了过去 发现他身上的阴气 竟然还在一点点的增多 一种无形的压力 充满了整个大厅之中 我当下一咬牙 直接掐出了龙虎七射应诀第三诗首诀 口中一并喊道 宫中四绝神圆兆 念以无存三明开 龙虎七射应 射 随着龙虎七射应第三诗用出 强烈的阳气 顿时从我右手之上散发了出来 经过斗力男对我长达半年的魔鬼训练 龙虎七射应用出所产生出来的阳气 可比半年之前要强的太多 在我头顶之上的那个阴魂 他感受到我右手上面的阳气后 只是微微一愣 然后不屑地冷哼了一声 慢慢地从半空之上落了下来 站在了整个大厅的中间 那个阴魂的面貌 他在此时现在并没有现出身形 目前在我们的面前 只不过是一个漆黑色的影子 但是我竟然在那个黑色影子身上 看到了一股气势 一股平常人身上 永远都不会存在的 君临天下之气势 难道 难道现在 我面对的这个强大的阴魂 数千年之前 他还真的如自己称呼一般 是一个一国之主不成 不识时务 既然你不打算自己交出来 那么本孤王就亲自动手去取 那个阴魂说着 同时朝着我这边踏出了一步 指着一步 一股看不到的冷风 就以他为中心散发而开 卧槽 师兄 你 你能行不 实在打不过 咱赶紧撤 留得青山在 不愁没柴烧啊 这个时候 远处的胖子看着我开口喊道 听到胖子的话后 我顿时就一脸黑线 这小子 想得倒是听天真的 现在我们要是能跑得掉才管 斗力男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 那就是 对面比自己强的对手 千万不能试图逃跑 否则只会死得更快 除非你有百分百一百的把握 真的能逃得掉 而我现在面对眼前 这个不知道道横有多深的阴魂 能逃走的把握 别说是百分之一百了 就连百分之十 百分之五都没有 那个阴魂一步步地 朝着我走了过去 随着他的靠近 我渐渐地紧张和仓促了起来 这种感觉 让我甚至有了一种害怕 和畏缩之意 不行 绝不能害怕 哪怕今天我真的死在这里 也得像个爷们一样 就算是脑袋掉下来 也不过只是个烧饼大的疤 我怕他西瓜兔子瞧 想到这里 我便准备先下手围墙 口中大喝一声 急急如律令 同时运转自身全部的阳气 与右手朝着前面 正向我走过的阴魂 就冲了上去 随着我冲到他近前 他不闪不躲 而是站在原地 用一双血红色的眼睛 冷冷地看着我 眼前之中 带着无尽的藐视 就好似他看的时候 再看一只对他造不成 任何威胁的蝼蚁一般 自尊心受挫 我火气更大 直接用尽全力 朝着他的前胸的命官之上 就狠狠地打了过去 那个阴魂 却在我出手的时候 同时反击 一股强大的阴气 聚集于他的右手 迎着我的右手 快速打了过来 下一秒 龙虎七射印上面的阳气 和那个阴魂手中的阴气 撞击在了一起 发出一声 极为沉闷的声响之后 我被一股巨大的反力 给打得连连后退 等我停住脚步的时候 发现自己右手上面的 红色暗光瞬间消失 再抬头去看那个阴魂 他同样站在原地 看着自己 那被龙虎七射印 打散阴气的右手 一双血红色的眼睛里面 满是吃惊和质疑 他在之前眼神中的 轻视和不屑 早已被现在的精仪给代替 虽然那个阴魂的 红色的双眼之中 充满了吃惊的神色 但是这种眼前 并没有持续多久 没一会儿的功夫 他那眼神的深处的吃惊 便快速转换成了 恶毒与凶辣 他慢慢地抬起头 一双血红的眼睛 看着我冷冷地说道 左姓小子 今天你伤了孤王 孤王我便让你用命来偿还 你的身体从今天开始 便是孤王的 那个阴魂说着黑色的身影 快速移动 朝着我这边就冲了过去 速度快到 几乎我用肉眼看不真切 见此当下 我什么都顾不得了 快速聚集自身的阳气与双脚 同时借力在地上 往后移动身 想闪避过去 可是我却太低估 那个阴魂的移动速度 就在我身形 刚刚从地面上掠起的时候 他就已经追到了近前 朝着我的身下 就狠狠地打出了一掌 速度快到 我根本就来不及躲避 而且现在我的身体 又是在半空之中 想扭转身躯 但却心有余力不足 我只感觉小腹上面 猛地传来了一阵脚痛感 同时 身子整个被打飞了出去 摔落在地后 我顿时就感觉 五脏六腑里面 一阵翻江倒海 嘴角处也流出了一丝鲜血 我强忍着剧痛 想从地上爬起来 但也就在这个关头 那个阴魂又追到了我身旁 快速出手 朝着我的身上 就狠狠地踢出了一脚 一股巨大的力道 带着我整个人 在地上打着滚滑出去老远 一直到我身子 狠狠地撞在了 后面的石壁之上 再才算停了下来 我还没从地上爬起来 却听到了一旁 胖子的骂声 和赵曼的开枪声 一并响起 师兄 你有事没事 胖子隔着大老远 就朝着我这边喊道 听到胖子的话后 我忍着疼 从地上站了起来 刚要开口说话 一口鲜血 却先从我的嘴中 先喷了出来 抬头一看 发现那个阴魂 此刻并没有再次追过来 而是朝着胖子 和赵曼那边窜了过去 看到这一幕后 我当下心中就是一景 绝对不能让他 进赵曼和胖子身 想到这里 我接着聚集丹田之中的真气 于右手之上 用全力朝着那个阴魂 打出了一掌 紫色的真气 瞬间破体而出 朝着那个阴魂隔空 就飞了过去 那阴魂同时在这一刻 好似感觉到了危险一般 盲停住了身形 猛地一转头 朝着我这边看了过来 当他发现 那道朝着他 快速打过去的紫色真气之后 快速朝着一旁躲了过去 但即便是这样 紫色的真气 依旧擦着他的胳膊 滑了过去 随着真气滑过 那阴魂整个黑色的身躯 位置一颤 身上的阴气 瞬间便减少了一分 看到这里 我当下就看了出来 果然 用真气对付他 要比用阳气管用得多 想到这里 我便再次聚集真气与右手 同时又一次地挥出一掌 紫色的真气再次破体而出 快速地朝着那个阴魂 就飞了过去 阴魂看到之后 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没有停顿 直接快速闪身 躲避了过去 就当我准备趁那个阴魂 还没有站稳身形的时候 再次聚集真气出手 却发现自己丹田之中的真气 竟然无法聚集了 好似全部都用光了一样 这么关键的时候 真气却没有了 我心中大叫可惜 十三 当心后面 碰 也就在同一时间 赵曼提醒我的喊音和枪声同时响起 我清楚地看到 赵曼他朝着我这边开了一枪 子弹擦着我的肩膀一飞而过 在我身后 顿时传来了一声闷响 我忙回头看了过去 发现向田那个老王八蛋 趁着我在专心对付那个阴魂的时候 悄悄地摸到了我的身后 准备在我背后 暗中捅刀子 刚才若不是赵曼提醒我 还有他刚刚那至关重要的一枪 我估计这个时候 已经就遭到他的毒手了 顿时一股火就窜了上来 你大爷的 凑出了竹龙九凤朝着自己的手心上面就割了下去 红光一闪 风印解开 我马上挥起竹龙九凤 朝着向田老王八蛋 就快步冲了过去 向田看到我朝着他不要命般地扑了过来 脸上闪过一丝巨异 甚至都不敢接手 直接掉头就跑 我加快身形 连着快速纵身跃跳 追到了向田的身后 朝着他后背上面 就狠狠地刺了下去 竹龙九凤刺入向田的后背之后 发出一阵痴痴痴的响声 猛地冒出了一股白烟 向田的身躯颤抖了几下 整个倒在了地上 还没等我来得及查看此时的向田 是否魂飞魄散 当下就感觉身后有一股恶心袭来 回头一看 正是之前那个阴魂尾随而至 过不上向田了 我脚下一动 快速扭转身形 对着那阴魂 就用手中的竹龙九凤刺了过去 当下 阴魂他那黑色的身形诡异地一躲 我一击刺空 他却趁着我刺空的这个空隙 朝着我的面门 一拳就打了过去 我忙抽身往后闪去 但那阴魂的拳头 还是擦着打在了我的下巴上面 这一拳 整个把我从地上给打飞了出去 再一次地摔落在地之后 我咬着牙 努力想从地上爬起来 却发现自己的身躯 就好像散了架一样 根本就站不起来 我躺在冰冷的地面上 转过头朝着那阴魂看了过去 只见他一步步地地 朝着我走了过来 一双血红色的眼睛里面 充满了恶毒和贪婪的神色 姓左的小子 把玄黄地精交给本孤王 便给你个痛快 如若不然 定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就算是死 我也会把你的魂魄 永远禁锢在此地 永世不得轮回转胜 阴魂看着我 语气冷酷地说道 呸 做你特么的白日梦去吧 真正到了面临死亡的时候 我居然没有一丝巨异 心中有的只是不甘和怒火 不答应是吗 那本孤王便先从你的朋友身上 开始下手 那个阴魂说着 转头朝着赵曼和胖子那边 就走了过去 他刚刚的那句话 就好似一把带着钩的坚韧 一下子就狠狠地刺进了我的胸口 让我有些喘不上气来 此刻 胖子和赵曼两个人 便是我的软肋 胖子 赵曼 你们快跑 我躺在地上 朝着赵曼和胖子那边开口喊道 他们非但没有听我的话 反而朝着我这边 快步跑了过来 想绕过那个阴魂 同一时刻 阴魂动手了 他身形一窜 先是追到了赵曼的身旁 赵曼反应也是极快 见此忙 躲了过去 再次起身 朝着我这边跑来 但是那个阴魂速度更快 但见他身影一闪 追了上去 同时快速伸出手一把 就掐住了赵曼脖子 而在赵曼身旁的胖子见此 忙想上去帮忙 却被阴魂一脚给踹飞 摔倒在地 一动不动 昏死了过去 本孤王最后问你一次 那本玄黄地精 你是教出来 还是不教 阴魂看着我冷冷地问道 此刻我心里突然有了一种 想再次动用玄黄地精 上面那股神秘力量的冲动 不管我再次动用之后的结果 会不会被他把星星给吞噬 但现在这种情况 用它 是我们能唯一能活着出去的出路 不如先把玄黄地精 从随身背包里面拿出来 假装给他 然后等到他把赵曼放开的时候 我便动用书中的力量 一举灭了他 不管怎么样 这本能克制阴魂的 玄黄地精 绝度不能落入他的手中 心中下了决定之后 我忙用手臂支撑起身子 慢慢地从地上坐了起来 看着那个阴魂开口说道 停手 只要你现在放开我朋友 我就把玄黄地精交给你 我说着 伸出手从随身背包里面 掏出了那本玄黄地精 当那个阴魂 看到我手中那本 玄黄地精的时候 血红色的双眼之中 猛地发出了一道亮光 同时脸上 闪过了一丝争鸣之色 一股强大的无形杀气 疏忽从他那黑色的身影上面 散发了出来 我感受到 那个阴魂身上散发出来的 强大杀气之后 脑海里面 就好像被什么东西 给狠狠地敲打了一下 顿时反应了过来 不好 中计了 他吸刮个兔子的 刚才是我大意了 那阴魂他之所以 一直在让我把 玄黄地精给交出来 不是他想要 而是想故意试探 我有没有把 玄黄地精 给带在了身上 只要我带在了身上 我们的死活对他而言 根本就不重要了 哪怕现在 我现在把这本 玄黄地精 拿出来之后 也依旧就不了兆满 相反却能直接害死他 因为那阴魂 他根本就是想毁掉 这本古籍 就足够了 到了现在这个时候 把我们都给杀了 然后再毁掉 玄黄地精 他的目的同样能达到 哼哼哼 你带在身上就好 那个阴魂说着 接着血红色的双眼中 寒光一闪 就准备要动手 杀死赵曼 不能再等了 必须得用 玄黄地精了 想到这里 我忙要开口 念出古籍上面的 第一个字 却在这种紧要的关头 突然发现 那个阴魂的整个身躯 都停了下来 没有朝着赵曼下手 反而再一次地转头 慢慢朝着我这边 看了过来 看到那阴魂 这个奇怪的举动之后 我忙把刚刚 要念出口的那个 赵字又验了回去 此刻时刻 我站在距离不远处的 那个阴魂对视着 隐约能从她的 那双眼睛里面 看到了一丝孔切 而且我也能明确地发现 她双眼之中的 那一丝孔切 并不是因为我 而是因为看到了 我身后的东西 发现后 我心中疑惑顿声 当下就转头看了过去 这一看我心中就是一惊 因为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一块乒乓球大小的 抹黑色古域 漂浮在了我的身后 发着淡淡的光芒 我能从这块 漂浮在半空之上的 古域里面 感受到一股极为强烈 而且精纯的阳气 不过再一看 我便发现 这块抹黑色的古域 正是之前那个 神秘老和尚高僧 送给我的那块 这 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古域里面 到底存在什么东西 为什么它能散发出来 如此强烈的阳气 我看着漂浮在 我身后的古域 心里想不明白 嗤嗤嗤 那个古域里面 发出了一种 很怪异的声响 随之上面的光芒一剩 慢慢地开始在半空之中 有规律地旋转了起来 四周变得静悄悄的 空气好似 也在这一刻凝固了起来 只有古域里面 发出的 嗤嗤嗤 的声响 随着那块古域 一圈圈地转动之后 我渐渐地感觉到了 在它上面 所散发出来的阳气 越来越强 接着 古域停止了转动 微微一动 朝着我对面的那个阴魂 慢慢地飘了过去 当那个阴魂 看到这块古域 朝着它自己 飘过去的时候 黑气的身躯 居然开始往后退去 同时也松开了 掐住赵曼脖子的手 眼前发生的这一幕 让我直接愣在了原地 完全梦了 一来是因为 不知道这块玉佩的来历 和为何突然 从我背包里面出来 二来是因为 在我面对的 那个强大的阴魂 居然会惧怕 这块 只有一个乒乓球 大小的古域 掏死用思虚 阴明飞不欲 铁阳之气 悠然轻 龙尾吊针 奏离鹤 那个阴魂 看着朝着它 慢慢飘过去的 墨黑色古域 说出了这么四句话后 接着它的身形 快速一闪 化为一道黑光 不管不顾地 朝着上空狼狈逃去 速度之快 犹若闪电 看着那个阴魂 转眼消失之后 我聚集阳气 在这个大厅里面 四处看去 附近已经完全 感受不到它的阴气了 看来已经逃远了 到这里 我更是猛了 完全不知道 刚才到底是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这块古域 刚刚一出现 就能活生生地 把那个阴魂给吓跑 这块玉佩的来历 到底是什么 又或者说 在它的里面 难道还藏着一起 别那个阴魂 现在还强大的存在不成 想到这里 我再次朝着那块 还漂浮在半空中的古域 仔细地看了过去 古域上面的阳气 依旧存在 只不过随着 那个阴魂的逃走 越来越弱 渐渐地全部消失 同时 古域上面的弹光 光芒彻底退去的那一刻 那块墨黑色的古域 马上就朝着 结实的地面上 衰落了下去 看到这里 我心里马上咯噔了一下 想冲过去接住它 但是根本就来不及 只听到 砰了 一声脆响 古域结结实实地 摔落在地上 当我听到这声脆响之后 就好似自己的心脏 摔落在地一样 心随之疼了起来 要是这个救命的宝贝 就这样摔碎的话 我真的得心疼死 心里着急 我忙朝着那块 古域落在地上的位置 跑了过去 跑到近前 我低头一看 发现那块古域 依旧完好无损地躺在地上 一点都没有破损 或者是碎裂 当下松了一口气 伸出手 把那块古域 从地上捡了起来 我慢慢地放在手里面 仔细观桥了起来 却发现 这块玉佩光芒隐去之后 里面看不到 一丝一毫的洋气 这 这又是怎么回事 看着手中的这块古域 我完全想不通 只得先把它放回 随身背包里面 当下之急 不是研究这块古域 而是去看看胖子 赵曼他们等人伤得怎么样 心念至此 我忙抬头 朝着赵曼和胖子那边 看了过去 发现赵曼一个人 蹲坐在地上 一直捂着自己的脖子 轻声咳嗦 脸色苍白 全无血色 而一旁的胖子 则是依旧 爬在地上一动不动 看到胖子这个样子后 我心一沉 接着聚集洋气 看了过去 发现胖子他的身上的 依旧还有蛋白色的洋气后 顿时就吐出了一口气 只是昏迷了过去 并没大事 再顺着胖子的身后 看去 我便看到了 晕倒在地的那二男二女 他们和胖子一样 都只是暂时昏迷了过去 见此 我当先朝着胖子那边 走了过去 先把他给叫醒再说 走到胖子身旁 我先是用力 把他那野猪一般的身躯 翻了过来 然后用右手的大拇指 狠狠地掐住了 他的人中穴 过了没一会儿 躺在地上的胖子 就张开口 连着喘了好几口粗气 睁开了双眼 胖子醒过来后 猛地就从地上坐了起来 双眼警惕地 看着四周问我道 师兄 那个阴魂呢 看到胖子这个 一惊一乍的样子 我忙开口对他说道 逃走了 胖子听到我的话后 转过头 看着我冷了一会儿后 才开口接着问道 师兄 你说啥 那个阴魂他 他逃走了 胖子问我这句话的时候 双眼里面 满是不相信的神色 行了呀 你没事就快起来 我去看看 照瞒他伤得怎么样 我并没有跟胖子多说 从地上站起来后 便转身朝着 赵曼那边走了过去 赵曼姐 你没事吧 我走到赵曼镜前 蹲下身子看着他问道 赵曼听到我的话后 摇了摇头 许久才开口说道 我没事 十三 刚才从你背包里面 飞出来的那块 发着光的黑欲 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一切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赵曼坐在地上 看着我不解的问道 就在我准备回答 赵曼话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一阵 很细微的响动声 在我身后响起 声音虽然不大 但是在这个 静悄悄的大厅之中 我却听得真切 我在这个大厅之中 听到身后的声响 盲转头看了过去 正好看到了 没有死透彻的向田 从地上爬了起来 当他从地上站起来 看到我之后 先是一棱神 然后身形 马上就化为一道 黑色的阴魂 快速转身 朝着前面的 一个通道口域要逃走 看到这一幕后 我哪能再次让他给逃了 当下聚集杨气于双腿 纵身一跃 就追了过去 追到向田进前 我直接挥出一拳 把他从半空之中 打了下来 阳气接触阴气 向田马上就显出了鬼体 看到向田显出鬼体后 我接着顺势 从随身背包里面 抽出了一张 六丁六甲驱邪符 同时咬破自己的舌尖 吐了一口阳血 在符纸之上 朝着向田的身上 就贴了上去 带有吉阳之血的 六丁六甲驱邪符 贴在向田胸口的命关上之后 本来他身上 所剩不多的阴气 顿时变得更为薄弱了起来 慢慢地开始 从他的身上似撒开 向田也在这个时候 躺在地上 身子不断地颤抖 一会儿明 一会儿暗 看得出他现在 随时都有可能魂飞魄散 姓左的小子 不要得意嚣张得太早 我告诉你 我们大日本帝国 早晚有一天 还会再来的 到那个时候 你们的国家将会再次沦陷 一直到不复存在 向田躺在地上 整个鬼体颤抖地 看着我说道 在他的眼中 似乎还带着 二战侵略时的狂妄和杀戮 扬扬滑下 赫赫闻名 勇始浮宣 何仇不兴 二战的时候 能把你们打回去 现在 以后依旧也能 你这个早就该死的老王八蛋 就别做白人梦了 如果真有再次侵略我们的那一天 相信我 定会踏平你东京 我说着 不再准备跟他废话 直接右手掐出 龙虎七射印第三世的手印 同时开口喝道 宫中四绝神元兆 念以无存三明开 龙虎七射印 射 口诀念出之后 我快速朝着 向田前额之上的命官 就打了过去 随着充满阳气的龙虎七射印 打在了向田前额之上的命官 他身上的阴气 顿时四散开 鬼体同时慢慢消散 没一会儿的功夫 四周的阴气 便全部烟消 至此 这个从二战时期 一直祸害 中国日本将军侵略者的阴魂 在今天魂飞魄散 我又仔细查看一番之后 确定整个大厅之中 再无一丝一毫的的阴气后 这才松开掐绝的右手 手上暗红色的弹光 瞬间隐去 师兄 胖子这个时候从后面跑到我身后 看着四周问道 我一点头对胖子说道 挂了 魂飞魄散 永世不得轮回 草他大爷的 今儿个总算是宰了他了 对了师兄 刚才我昏过去的时候 到底发生了什么 胖子在这个时候 看着我问道 听到胖子的话后 我转头又看照漫一眼 他也是用一双 充满疑问的眼睛看着我 看到他们这副样子 我只得想跟胖子 粗略地讲了一遍 他昏迷过去的发生的事情 然后又把那块墨黑色的骨玉 从随身背包里面拿了出来 胖子和赵曼 拿过去看了许久 都没看出个所以然来 赵曼把那块骨玉还给我后 看着我跟胖子说道 咱现在就先不研究这块骨玉了 这个大厅里 虽然暂时看起来没什么事 但是终究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咱先去找那些 和我们一同进来的人 然后抓紧时间 从这个古城堡里面出去 听到赵曼的建议后 我和胖子都点头赞同 忙一起收拾好 又把那昏迷过去的 那两男两女私人叫醒 让他们跟在我们身后 继续朝着前面的通道口走了进去 这次进入这个通道口后 心里虽然阴暗潮湿 但是以前那种冰冷的寒气 已经没有了 也就是说 这个古城堡里面 不管是不是隐蔽的阴气 都已没了 走过了这个不算长的通道之后 前面便是一个朝上的石阶 我们顺着这个石阶爬上去后 来到了上面的一个宽阔的大厅里面 这里面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刑具 刀 针 刺 铁链 砍刀 手铐 铁链 等等等等 石壁上面 顶上 黑漆漆的地面上 全部都是生锈的刑具 有我认识的 有不认识的 数量多到 让我们这一行人都瞠目结舌 我 我说各位 这里还真探娘的是 古时候关押犯人的地方啊 这么多刑具 这里面得活活打死了多少人 师兄 你赶紧用你的阴阳眼四下看看 说不定这里死后的鬼魂 都能组团完三国杀了 剩下的还能凑一桌麻将 胖子在这个时候 看着这个满是刑具的大厅 开口说道 其实胖子的担心完全是多余 这里不但没有一个阴魂 就连一点阴气都不存在 只是阴暗的环境 和这里的刑具 看起来有些甚人罢了 这里面并没有阴魂 我站在原地看了一圈后 才确定下来 开口对众人说道 一起走进了这个大厅里面 走过这些刑具 前面又是一个向上的石阶 而这个石阶 和我们之前所走的有些不一样 它在每一个石阶的两次 都插有一根根黑色的铁钉 只有中间能走人 我们一行人 又顺着这个石阶的中间 小心翼翼地走上去后 却意外地发现 前面没路了 看着石阶尽头的那一面 漆黑的石壁后 我马上带着众人 舌身往回走 再次回到那个刑具大厅后 我们开始分头寻找出路 过了没多久 胖子那大嗓门 就在这个大厅里面响了起来 找到了 你们都过来看看 这里还有一个通道 听到胖子的话后 我们忙朝着他那边 就快步走了过去 借着强光手电的光束 果然看到了 在角落里 有一个黑漆漆的暗门 我先是 朝着那个暗门聚集洋气 看了一会儿后 发现暗门里面并没有阴气 当下便带着众人 一起走进了那个暗门 走进这个暗门后 我和胖子还有赵曼 便开始加快脚步 朝着深处走去 姑墨走了 能有五六分钟 便走了出去 而我们意外地发现 刚才我们走出来的 那个暗门的后面 竟然是一个洁净出口 而我们现在 也走到了之前 刚刚进来这个古城堡里面的 大厅之中 在几个小时之前 这个大厅里面人挤人 声音嘈杂 但是几个小时之后 从那个古城堡里面出来的 就只有我们七个人 其他的人 全都生死不明 整个大厅里面空荡荡 静悄悄 就好似一个 从未有人进过来的死城一般 之前那个叫高雅的女人 还有这里的工作人员 早已不翼而飞 赵曼姐 你打算怎么办 我们要不要现在再折回去 找一找之前进去的那些人 我转头看着一旁的赵曼问道 赵曼听到我的话后 摆了摆手说道 这个古城堡 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大 我们几个人 即便是现在分头去寻找 在短时间内 也不易找到他们 所以我打算先出了这个古城堡 然后打电话叫灵异调查队 和当地的派出所前来 把这个古城堡彻底封锁后 再进行搜寻 听到赵曼的话后 我和胖子都点头赞同 他这个办法 目前来说是一个上策 的确若是就我们几个人 在这个偌大如迷宫一样的 古城堡里面寻找 等找到之前进去探险的那些人 还不知道得什么时候了 有了决定 我们一行人 就朝着这个古城堡的前大门 走了过去 准备先出去再说 就在我们一行七人 刚从那个古城堡里面走出来 一直跟在我们身后的那四个人 顿时一起 就朝着前面跑了过去 在他们前面 便是一个停车的地方 只见他们慌慌张张地 一起跑回自己的车子里面后 接着就发动起车子 卷起一阵尘土 朝着远处的小路急行而去 看到那四个人走后 我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 胖子也在我身旁 愤愤地说道 那四个白眼狼可以啊 走的时候连声谢谢都不跟咱们说 白他妈救他们了 出力不讨好 我一笑 对胖子说道 行了呀胖子 你别要求太多了 他们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没下风就不错了 你还指望让他们记得 跟咱们说声谢谢 你想得倒是挺好 而赵曼也在这个时候 从随身背包里面翻出了手机 开始打电话联系人过来 等到赵曼挂断电话后 我便对他问道 赵曼姐 怎么样 赵曼看着我点了点头 当地的派出所 已经开始往这边赶了 要不了多久就能到了 听到赵曼这句话后 我松了口气 心中暗在祈祷 之前进去的那些人 可千万别出什么事 不要我自己心里 便多出了一道跨不过去的坎 我和胖子还有赵曼 在这个古城堡前面 一直等到当地的派出所来 而且还有当地的联防队员 我估计是所长 怕派出所的人手不够用 所以联系了当地联防队 一起前来 看着他们在这个古城堡 前前后后都不下警戒线 安排好站岗人员 把这个古城堡 彻底封锁起来之后 便开始派人进入这个古堡 开始搜救之前 在里面探险的那些人 见这里已经没什么事了 赵曼便对我和胖子 说回去有急事 招呼我俩就准备走人 上了赵曼的车 他马上发动车子 朝着来时的路开去 等到我们再一次地 回到东电市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了 赵曼先是开车 把我和胖子 送回到小区门口 刚要开车走人 胖子凑到车窗前 看着车子里的赵曼 开口说道 我说赵小姐 绝对地道 赵曼听到胖子的话后 在车子里对胖子 做了一个有急事的手势之后 马上又开车 朝着南边驶去 看到赵曼走远走 我走到胖子身旁 拍了拍他的肩头说道 胖子 你还真看上赵曼了 胖子听到我的话后 抬起头看着夜空叹了一口气 十分文清地背了几句古诗 爱 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花随水走 水在花流 天若有情 天亦老 人若有情 死得早 落花有意随流水 流水无心练落花 我看着胖子笑着接道 师兄 你可拉倒吧 就别逗我了 我自己什么料 自己心里有数 要是赵曼他真的能看上我的话 那赖蛤蟆都能吃上天鹅肉了 胖子垂头丧气地说道 既然你知道人家看不上你 为什么还要请他火锅 我看着胖子问道 胖子摇了摇头 想多看他几眼呗 胖子接着又说道 其实现在这个社会 爱情早就变味了 从前车马很慢 输信很远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而如今交通便捷 微信便地 每一晚都能爱不同人 胖子 你今天是怎么了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文艺了 真把自己失胜还是情胜了 我有些诧异地看着胖子问道 完全搞不懂 他这个大老粗 到底是从哪儿学来这一套套的词 关于爱情 你不懂 胖子用一双鼻的眼神 看着我说道 我去你大爷的 就你懂 我去你二大爷的 胖爷 我年轻的时候 怎么说也是情场浪子 谈过的恋爱 没有一百 也得八十 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 什么话 好汉不提当年勇 而且 你这当年勇还是吹出来的 胖爷我吹 师兄 你信不信我现在 打个电话 马上就有女人过来 你打 马上打 那 那啥我手机呢 我手机呢 等我和胖子一起回到他家中之后 我看了一眼墙上的钟表 发现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了 便先把随身背包放下 然后和胖子前后都洗了的澡 换了套衣服 便一起下楼去准备吃些东西 填饱肚子 刚刚下楼 我意外地发现 外面已经下起了鹅毛大雪 不知不觉之中 深冬到了 年也快到了 时间有时候 过得真快 一想到快过年了 我就想到 又老了一岁的父母 心中一阵难过 忙拿出了手机 找到我妈的手机号码 打了过去 等我跟我爸妈 聊完挂断电话 胖子也带着我 朝着一家名叫好吃 不过嫂子家的水饺店里 走了进去 在店里的一个小包厢里 我和胖子俩人 叫了三斤水饺 我吃八两 他吃两斤多 我饭桌上 等水饺上桌的时候 我看着胖子开口说道 我说胖子 待会儿吃完了饺子 你开车带我去趟受益店 胖子听到我的话后 先是一棱 然后马上就反应了过来 点燃了一根烟 看着我问道 师兄 你准备去阴间救你媳妇 他同样知道 这洋人要是去阴间 其中的一条要求 就是必须身穿兽衣 兽帽和兽鞋 我点头回道 对 这马上就要过年了 等年一过 就是清明节 也就是鬼节 我准备 在那一天晚上 去阴间救如霜 所以现在 咱先提前准备准备 也没多少天了 胖子看着我接着问道 等到那天 我能一起去阴间看看不 也不知道 那里面有没有汽车飞机 火锅烤肉 咱也去尝尝它一尝 看看这阴间的菜 和咱们阳间的味道 有啥不同 你可赶紧算了吧 我这一次去阴间 自己能不能再回来 还两说着 我见胖子 又开始满嘴跑火车 忙开口打断了他的话 不过我说真的 师兄 这次去 你到底有多大的把握 能把你媳妇给救回来 胖子吸了一口烟问我道 我也不知道 主要是这阴间 咱从来都没有去过 这俗话说 吃几只笔才能百战不待 我这完全对阴间一点都不了解 甚至连个鬼差什么样子 都没见过 多少把握 还真的没法预测 我对胖子 如实说道 胖子听到我这么说后 叹了一口气 刚要开口说话 服务员端着两盘 冒着热气腾腾的饺子 就走了进来 胖子忙把话又咽了回去 等那送水饺的服务员 走出去后 胖子看着桌上的 热乎乎的水饺 拿起筷子 蘸着醋就吃了起来 一边吃一边对我说道 听到胖子对我这么说 我怎么就感觉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骂人呢 我和胖子在 好吃不过嫂子家水饺店 填饱肚子 结账走人 出门上车 胖子直接驱车 带着我 朝着距离最近的一家 兽医店就赶了过去 这家兽医店里面 勘店的是一个 五六十岁的老头 他见店里面来了客人 忙放下手里的暖水袋 朝着我和胖子这边走了过来 笑呵呵地看着我和胖子问道 两位带 买 点啥 是买花圈 还是受福 谁知道 胖子听到那个老头的话后 两眼一睁 用手指着我大声说道 老板 他穿的兽医型号 你给来一套 那开兽医店的老板 听到胖子的话 再一看我 脸上的表情 马上就凝固了 胖子 我曹你大爷的 你特么会不会说话 听到胖子刚才那句话后 我差点没直接让他 给气出心脏病来 胖子被我骂了一句 也觉得自己刚才说错了话 忙改口看着那个 兽医店的老板说道 我家一亲戚走了 身材跟我这位哥们儿差不多 兽医店老板 听到胖子这么说后 这才明白了过来 看着胖子答应道 好嘞 没问题 你们来看看选个颜色 是要黑色 蓝色 还是褐色 还有这图片 你们要绣五幅捧兽 还是蝙蝠纹 莲花纹 先看看再说 我说着 便和胖子 一起朝着这家兽医店里面的隔间 走了进去 这是我人生中 第一次自己给自己买兽医 因为晦气得很 我也没认真看 胡乱挑选了一件兽医之后 就准备直接付钱走人 胖子却在这个时候 凑到我跟前笑嘻嘻地说道 师兄 你现在不穿身上试试大小 我是你大爷 我一看到胖子 今天气儿就不打一出来 这小子绝对是故意的 从这个兽医店 买了一整套的兽医 兽帽和兽鞋之后 我便和胖子一起走了出来 开车朝着家中赶去 不过在车上的时候 胖子看着一拍自己的大腿 好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 看着我说道 对了师兄 咱俩今天白花钱了 我听到胖子这句话后 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忙开口问道 什么白花钱了 什么意思 师兄 你记得之前咱俩去帮一个大姐 他丈夫看鬼上身 你不是问那个大姐要了一块钱 和一件兽医吗 咱今儿个又买了一件 不是白花钱吗 胖子看着我说道 听到胖子的话后 我这才恍然 一拍自己的脑袋说道 你别说 我还真忘记这事了 最近遇到的事情太多 倒是把这件事给忘记了 算了 买都买了 这套也比较合身 就穿它吧 等我和胖子开车回去之后 把兽医放好 我没有浪费多余的时候 接着在屋子里面 开始修炼起了无极真气 而胖子 则是在他的屋子里面 研究起了画幅 很显然 胖子他现在对画幅很感兴趣 就这样 在年前的这几天 我一直都待在胖子的家里 修炼无极真气 以及学习 毛山道书大全 上面的那些道家术法 胖子也在按照 毛山福禄大全的那本书上面 开始不断地学习画幅 我师父清风道长 最近好像也有很多事 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让我近期先不要回庆祝馆之后 再了无音讯 期间 方子燕 雷子 夏林轩等人来找我和胖子 一起聚了聚 吃了顿饭 聊了聊天 便各自散去 这一段时间里面 看似很平静 而我的心里 却一点都感觉不到平静 反而一直有一种 暴风雨来临时的 前兆一般的平静 这种感觉 一直让我心里很不安 我心里一直在打算 去阴间搭救安如霜的事情 同时也在想 到底白若彤跟古墓里面的 那具女诗 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白若彤所画的 那颗白色珠子 被那女诗吸走之后 她身上的封印就解开了 还有那个古墓 青铜光果之中的 阴魂生前又是什么人 那个自称自己为孤王的阴魂 到底是历史之中的 哪位皇帝 斗力男她的身上 到底隐藏了多少的秘密 那个神秘的老和尚 到底是什么身份 她送过我的那块古域里面 究竟藏着什么 贵点她是不是 真正龙虎宗的叛徒 之前藏在手镯里面 一直要交换我身体的 声音的主人 又是什么 还有这本《玄黄地经》 什么时候 我才能掌控于它 最后 那把神秘 且又带着强大阳气的浮沉 又是什么来历 这一切一切的问题 都是时时刻刻的 在我脑海之中 来回徘徊盘旋 让我心里始终都是旋转 而且 压力也感觉越来越大 俗话说得好 这压力越大 动力也就越足 所以我修炼起 无极争气起来 几乎到达了一个 废寝忘食的地步 这让每天都帮我做饭的胖子 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和抗议 但是他的这种不满 在我给他5000块钱的 改善伙食费后 不复存在 时间也就这么一天天的过去 一直到了前三十除夕夜的 一天中午 我先是接到了我妈的电话 她在电话里跟我讲 今天晚上回家吃顿团圆饭 饺子都已经包好了 听到我妈的话后 我马上就答应了下来 挂了电话 我心中却泛起了一种 极为难过的苦涩情绪 因为我的命里 从小到大我和我爸妈 待在一起过的天数 都能数过来 我这种客人的命里 在我没有成家之前 到底都什么时候 才能算是个头 就在这个时候 砰砰砰 一阵敲门声响起 我听到之后 忙走了过去 把门打开 一看来的人 正是刀疤脸和赵曼等人 刀疤脸见我开门后 笑着对我说道 十三老弟 年底了和我们 灵异调查队一起聚聚呗 我这头还没说话的呢 胖子不知道什么时候 来到了我的身后 喊道 行 去哪吃 酒馆够不 刀疤脸一笑 就在前面的一个小酒店里 酒精馆敞开喝 就此 中午我便和胖子 跟着刀疤脸和赵曼等人 一起去了附近 已经定做的那个酒店 吃了一顿午饭 也算是提前先过了一次年 从酒店里出来后 胖子早就喝得 找不着东西南北 上下了 我也没拦住他 因为过年了 一年也就这么一次 他今天想痛痛快快地喝一顿 我怎么说 也得让他喝个痛苦不是 回去的时候 刀疤脸和我一起 扶着胖子上楼 之后也都告辞而去 屋子里面 顿时就剩下了我自己 和躺在床上半死的胖子 这个时候 手机铃声不断地响起 多数都是同学 朋友之间的拜年短信 我一一回复后 便把手机扔到沙发上面 靠着沙发 看着窗外出神 不知道在上面时候 窗户外面又飘起了白色的雪花 我一个人坐在屋子里 看着外面不断往下飘落的雪花 还有那时不时响起的鞭炮声 我的思绪 好似又回到了小时候 那个时候 我媳妇如霜 还陪着我的身旁 那个时候 我无忧无虑 没有任何心事 最盼望的就是过年 因为过年可以到处去玩 可以放鞭炮 可以穿新衣服 可以吃好吃的 最重要的是 还有压碎钱 如果今年我的爷爷奶奶还在的话 今天他们是最忙活的一天 我爷爷一定在集市上面购置年货 而我奶奶也会和我妈一起 准备做一顿丰盛的年夜饭 包饺子 但是这一切 从今年之后 便不再有了 这这一刻 我突然很想念我过去的爷爷和奶奶 也同样很想念如霜 而现在所给我留下的 却只有回忆而已 渐行渐远的回忆 与现在一直隔着一层捅不破的窗户纸 永远也不可能划上等号 因为回忆永远只能是回忆 只能储存过去 而现在永远是现在 过不去 回不来 躺在床上睡觉 胖子也和我一样 他自小父母双亡 到现在已是单身一人 估计今天喝这么多酒 也是因为害怕过年这种孤单 和小时候的回忆吧 随着我们年龄的不断增长 快乐似乎离着我们 越行越远了 当天晚上六点多 我把胖子从床上叫醒 准备叫着他 一起到我家里吃年夜饭的时候 手机却突然响了起来 我拿出来一看 给我打这个电话的正是雷子 我接电话一听 给我打来这个电话的正是雷子 雷子 你有什么事 我关上门和胖子 一起朝着楼梯走去 三哥 我先给你拜个年 还有就是 今天晚上有空步 咱们一起聚聚 雷子在电话里问道 今天晚上年三十 你不在家里吃年夜饭啊 我问道 雷子黑黑的笑了笑 对我说道 我今天跟我爸妈说了 晚上和夏凌轩一起在外面吃 晚一点回去 还有方子宴吧 我问道 对 三哥你过来 跟我们一起吃个饭呗 我请客 雷子并没有隐瞒我 听到雷子的话后 我微微一叹气 对他说道 雷子 等你以后工作能赚钱了你 不请我我也得让你请 今天就算了吧 我得回家吃饭 我爸妈 给我包好饺子 在家里等我呢 你们赶紧吃完了早点回去 别让家里人等急了 我说着就挂断了电话 和胖子走下楼后 他直接带着我 发动车子开出小区 路上 他收到了一条短信 当胖子看到手机里面的 那条短信息之后 差点没带着我 一头干到路旁的电线杆上去 车前头在离着电线杆 几公分的地方 杀住了车 我擦了擦额头上面的冷汗 看着胖子开口骂道 胖子 你特么开车的时候 能不能专心点 你怎么回事 胖子却一脸兴奋地回过头 看着我喊道 师兄 那啥 那个云燕给我发信息拜年了 看到胖子这副兴奋的模样 我一下子就有没反应过来 心中默念了一遍云燕这个名字后 这才想了起来 那个云燕 就是之前我和胖子在昆仑山 从那群专吃人肉的畜生里面 救出来的那个漂亮女人 在我们临分别的时候 胖子把他的企鹅号码 留给了那个叫云燕的女人 没想多时隔半年 他还一直保存着胖子的企鹅号码 而且过年还不忘记给胖子拜个年 看来那个长相不错的女人很记恩情 师兄 你看 你看看 胖子说着把他的手机递给了我 我接过来一看 上面是一条给胖子拜年的信息 下面则是一个署名 云燕 师兄 你说 他过了这么长时间还记得我 我要是追他的话 能有戏不 胖子看着我问道 我摇了摇头 看着他直接果断地说道 没戏 至少短时间里面 你肯定没戏 为什么 万一人家不是外貌协会呢 胖子不解地看着我问道 我摆手 让胖子先把车子开到路边上来 这才跟他说道 凡是遇到那种事情的女人 绝后余生肯定会留下阴影 同时会对男人 从心底有了一种恐惧和抵触感 甚至可以说 他以后都会害怕跟任何男人交往 那我应该怎么办 胖子看着我问道 不能着急 慢慢来 先和他用企鹅的方式聊着 千万别打电话 等你们熟悉了 他又对你放下戒心之后 再进行下一步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同样追女孩也是一个道理 我看着胖子 把从网上学来的那一套 说给他听 胖子听到我的话后 点了点头 行 听你的 就这么办 我先给他回一条信息 等胖子发完短信后 便驱车朝着我家中开去 等我和胖子回到我家里的时候 我爸妈早就把年夜饭给准备好了 我妈正在厨房里面下饺子 而我爸则是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面 在打电话 我妈见我和胖子进屋之后 忙招呼我俩 先在饭桌上面坐下 等下好了饺子 就准备吃饭 闲言少叙 和我爸妈还有胖子 一起在家中吃过年夜饭之后 胖子来了兴致 在客厅和我爸摆镇下起了象棋 而我则是 帮着我妈收拾桌子 大年三十是一个团圆的日子 可是我家里却显然有些冷清 这种冷清 不光是家里 而且还有我心上 不知不觉当中 我又开始思念起我的爷爷奶奶 这是我从小长大 第一次过年 他们没有在我身边 现在不会有 以后 永远都不会 带着这种低落的情绪 帮我妈收拾完桌子后 我刚想去围观胖子 跟我爸的战局 手机却在这个时候 再一次地响了起来 我拿出手机一看 上面的号码的 正是方子燕 喂 方子燕 我问道 嗯 是我 左十三 我今天想见见你 方子燕在电话那头 直接开门见山地 对我说道 听到方子燕的话后 我先是一棱 然后开口说道 方子燕 你之前自己 不都跟我说了吗 你会忘记我 何必一直这样折磨自己 电话那头的方子燕 听到我的话后 接着说道 左十三 你别多想 我就是单纯的 想跟你见一面 你陪着我走走 看到外面的雪景 认识你这么久 也喜欢你这么久 难道这么一点要求 你都不答应我 听到方子燕的话 我有些犹豫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我妈走了过来 看着我问道 十三 谁的电话 啊 那 那个一个同学的 我说道 女的吧 我妈看着我问道 估计她是听到电话里面 方子燕说话的声音了 我只得点了点头 我妈瞪了我一眼 虽然没有说话 但是却用手指了 指客厅里面的一个方向 然后就转身走了 顺着我妈刚才 手指的方向看了过去 发现那里正是我 那个鬼媳妇 安如霜的灵卫 我知道 我妈是在提醒我 不要忘记她的存在 不要忘记 她对我家的恩情 更不能做出复兴的事 即便安如霜是个鬼 我妈也一直是她为儿媳 从心底里面认可她 灵卫的前面相主点燃 冒着缕缕白烟 我看到灵卫之后 好似回到了九岁那年 第一次遇到如霜的时候 不知道为何 当我在看到灵卫上 安如霜这三个字的时候 鼻子一酸 眼泪不受控制地 突然流了下来 我 真的真的是太想念她了 十三 你怎么不说话了 电话里面 再次传出来方子燕的声音 我深吸了一口气说道 没 没什么 方子燕 我还在家里吃年夜饭 不方便出去 方子燕听到我的话后 沉默了一会儿 情绪有些低落地说道 嗯 既然你不方便 那就算了 天冷了 本来我打算把亲手 给你织的一条围巾送给你 我让雷子以后给你送过去吧 方子燕说着 便挂断了电话 等到方子燕挂断电话后 我心里就是一阵不舒服 我不喜欢亏欠别人 无论是物质上面 还是感情上面 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 一个无心之举 救了方子燕的命之后 她会喜欢我这么久 就在我刚刚准备 把手机放回口袋里面的时候 却听到手机短信声音响起 我以为是拜年短信 方子燕给她发过来的 上面只写了两句话 青山本不老 为雪白头 绿水本无忧 阴风骤面 不愿任何人 只愿亲自太伤人 看到手机短信里面 这条方子燕发给我的信息 我叹了口气 没有回复 直接关掉手机 放回了口袋里面 我虽然没有太多的感情经历 但是也明白一个道理 若是在这种时候 不肯下心来 以后伤害的人会更多 当天晚上 我和胖子一直在我家里 陪着我爸妈一起聊天 看春节晚会 一直到晚上11点多 才准备离开 因为我 并不能跟我父母在一起多待 更不可能留在家里过夜 因为我的命里刻着他们 如果在一起的时间长了 他们的时运 都会被我给刻下来 在临走的时候 我爸妈一起下楼送我俩 我妈红着眼睛对我说道 13 要不今天你就在我们这里住一晚上 你爸妈不怕你刻 就怕你不在身边 听到我妈这句话后 我当时心里就急不适滋味 但依旧还是强迫自己 笑着开口对他们说道 爸 妈 我保证经常回来看你们 回去之后 第一时间给你们打电话 我妈听到我的话后 点了点头 和我爸没有再说什么 胖子也在这个时候 一踩油门 车子窜了出去 朝着小区外面驶去 车子驶去小区之后 我坐在副驾驶上 重重地叹了口气 胖子感觉到情绪低落 也跟着我叹了一口气 同时打开了车上的音乐 一首刘德华的老哥 男人哭吧 哭吧 不是罪 熟悉的旋律和歌词 在车子里面响了起来 心在生命线上不断地轮回 人在日日夜夜撑着面具睡 心碎 做人何必撑得那么狼狈 听着刘德华的这首 男人哭吧 哭吧 不是罪 我心里竟然渐渐地 平静了下来 我开始思考 思考接下来要去做的事情 去阴间救回 一直代替我定罪受罚的安如霜 和胖子回到他家里的时候 已是接近午夜十二点 而在这个点 在我们老家正式吃晚上 第二顿年夜饭的时候 全家都要起来再吃一顿饺子 饺子里面包着钱币和红枣 吃饺子之前 还要烧纸放鞭炮 我和胖子前后洗了个澡 等到这一阵鞭炮放完后 就直接在床上躺下睡了过去 一夜无事 第二天一早 我便早早地起来 吃过早饭 开始了一天的修炼 自此 我在清明节之前 一直抓紧修炼 因为我的修为美进步一点 便会让自己 再去阴间的时候 多一分救出安如霜的把握 我已经在心底暗自下了决心 这次清明节去阴间 绝对要把安如霜给救回来 不成功 变成人 不给自己留任何的退路 时间 也就在我夜以继日 天天的过去 一直到清明节的前一天 我才打算 今天好好地休息一天 然后和胖子一起出去 买齐齐阴间的所需之物 只等明天晚上鬼门关一开 我便动身前往阴间 和胖子一起开车 去附近的一个寿衣店 买了一些纸钱和元宝后 胖子直接又带着我 去了附近一个养蛇厂 在那里即使是冬天 也一样能买到蛇 我俩从养蛇厂里 买了一条活蛇后 没有逗留 直接驱车赶了回去 在这一路上 胖子一个劲地跟我说 他也想去阴间看看 长长见识 我一直都没答应他 因为这次去阴间 可不是闹着玩的 搞不好我这一去 就再也回不来了 怎么可能让他 跟着我一起冒这个险 所以我拒绝他的时候 态度十分果断和坚决 想让他彻底死了这条心 胖子再多次苦求无果后 也就把这事放下了 一路上也没再问 等车子开回家里后 我又在胖子家里 翻出一根红绳 随身带上 这样去阴间 所要准备的兽衣 之前 活蛇 红绳都准备好了 就差锅底上的黑灰了 当天下午 我又和胖子 去了附近一个村子 在一个农民家中的 大锅下面 刮了半袋子 黑乎乎的锅底 灰带了回来 在回来的路上 我们又顺道去一个屠宰场 买了一些黑狗血和鸡血 已被去阴间的时候 不时之需 这次 我去阴间就如霜 必须要准备充分 绝对不能马虎 只要带得过来 阳间所有能克制阴邪之物的东西 能带上多少 就带上多少 只有好处 绝无坏处 就此 这去阴间的准备一切就绪 只等明天晚 上清明节的鬼门关打开 我便直接孤身前往阴间 或许是因为明天 就得出发了 我竟然开始紧张了起来 毕竟 这是我有生之年 第一次去阴间 那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里面有着数不尽的阴魂恶鬼 只要稍有不慎 我便可能万劫不复 永不超生 今天这一天 就在我各种紧张担忧的情绪中度过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我醒过来 依旧是在打算如阴间就会安如霜的事情 今天晚上便是鬼门关打开的日子 同样也是我在 也在这一天前去阴间 吃过早饭后 为了让自己紧张的情绪对已缓解 我一个人走出小区 在附近的一个公园里溜达了起来 想出来透透气 顺便让自己一直紧绷的神经 暂时先放下 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就在我一个人顺着河边慢走的时候 我感觉身后好像有人朝着我这边走了过来 回头一看 当下就吃了一惊 因为在我身后来的人竟然是斗笠男 他 我站在原地 回头看着那个朝着我一步步走近的斗笠男 心中起了一丝疑惑 斗笠男一句话都没说 走到我身前后 从身上拿出了一个红色的小包递给了我 同时看着我冷冷地说道 不要打开它 在你快死的时候用 或许他能救你一命 从斗笠男手中 接过这个红色的小包后 还没等我开口问他 他身子一纵 一个起跳 窜到一辆开过来的黑色轿车里面 上车走人 看到手里的这个红色的小包 还有那辆渐渐远去的轿车 斗笠男这次给我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难道说 他已经知道 我今天晚上打算前往阴间 拒救暗如霜 然后来找我送我这个红色的小包 站在原地我有些想不通 为什么斗笠男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帮我 难道就真如他自己所说的 他对我所有的帮助 都是为了让我代替他去杀一个人 斗笠男这个神秘莫测的男人 在他的那个黑色的斗笠后面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想不通 猜不透 只得先小心地 把这个小红包放进了裤子口袋里面 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 发现自己出来溜达了 已经快两个小时了 该回去了 等到我回到胖子家里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回来得刚刚好 因为他已经把午饭做好了 刚准备给我打电话 叫我回来 吃过午饭后 我便开始再一次地检查了一遍 自己的随身物品 确定没有一件一落以后 我便开始盘坐在床上 修炼起了无极真气 静等今天晚上到来 时间剩下的越少 他便走得越快 不知不觉中等我再次睁开双眼 天色早已暗了下来 看了一眼墙上面的钟表 已经是深夜十点半了 距离午夜十二点 鬼门关开的时候 还差一个半小时 应该最后准备一下了 我想到这里 就从床上站了起来 把玩游戏的胖子给叫出来 然后把衣服脱掉 让胖子帮着我在全身上下 就涂满了黑色的锅底灰 最后再穿上了兽衣 兽鞋 戴上了兽帽 同时在左手上面 系上了红色的绳子 全部弄好之后 就剩下最后一件事情了 也是最难的一件事情 生吃活舌 当我看到那条 被胖子放在笼子里面 不断游走的水蛇后 心里就是一阵发怵 让我把这么个东西 活活地给生吃下去 简直是要了我的命 哥们儿 我又不是背眼 师兄 我去帮你 把这条蛇宰了包皮 然后你闭着眼 咬着牙啃几口 胖子说着 直接戴上手套 把那条蛇 从笼子里面给拽出来 带着它 就去了后面的厨房 等胖子再一次 带着血淋淋的 没有皮和脑袋 但却依旧 还在扭动的蛇身 我就觉得一阵恶性 怎么看 怎么都吃不下去 胖子看着我 那一脸难胃的样子 便开口劝我道 我说师兄 趁着这条蛇 现在还没死透 你赶紧把咬几口咽下去得了 要不到时候 等这条蛇彻底挂了 有没有效果就不一定了 这就跟那喝姜汤一样 眼睛一闭 几口完事 听到胖子的话后 我看着他说道 得了吧 胖子 你就是站着说话 不嫌腰疼 我说着 从胖子手上 把这条包了皮的蛇 拿了过来 把心一横 眼睛一闭 朝着他身上就咬了下去 当我一口咬到 那条蛇身上的时候 一股急心难闻的气味 就涌进了我的嘴里面 让我一阵干呕 差点没吐出来 他大爷的 豁出去了 我一狠心 用力一咬 整个把蛇肉 连着筋带肉咬下来一块 嚼都没嚼 直接吞进了我的肚子里 口里面顿时就传来了 一阵血腥和吐腥气 胃里面也是一阵翻涌 恶心得我差点 没马上吐出来 也就在这个时候 胖子马上递给了我 一个瓶子说道 醋 师兄喝点醋 去去味儿 听到胖子的话后 我连忙就从胖子的手里 那把醋瓶子拿了过来 拧开盖子 就喝了一口气 顿时 口中的之前的那股 让我恶心的血腥味 马上就被强烈的醋味 还有酸味给代替 当下就觉得好受多了 好点没 胖子看着我问道 我点头 没有说话 又接着喝了一口 手里面的醋 那再来一口 等我一口蛇肉 一口醋地 吃掉小半条蛇后 终于忍不住了 把剩下的那半条蛇 扔给了胖子 一个人跑到洗手间里面 竖起了口 好不容易挨过这吃活蛇 这一关后 总算是过去了 我抬头看了看时间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 鬼门关 还有不到半个小时便打开了 是时候出去了 就此 我便让胖子下楼开车 直接带着我出了小区 朝着东电市区外的郊区开去 我可没打算穿着兽衣 在市里的大街上乱逛 估计碰到一个 就能吓跑一个 用不了多久 派出所和精神病医院的车子 就得把我给带走 出了市区 胖子在一个郊区的小路旁边 把车子停下 下车之后 我便让胖子 他自己赶紧开车回去 鬼节当晚 不宜在外面多待 胖子见我下车 坐在车子里面 看着我想开口说话 却又咽了回去 我看到他 这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忙问对他道 胖子 你还有什么事 胖子看着我咽了口唾沐 有些担心地问我道 我说师兄 有件事 我一直都没有告诉你 现在想说 但是又不知道应不应该说 什么事 你直接说就行 别婆婆妈妈的 跟个娘们似的 痛快点 我说道 胖子看着我 长出了一口气 接着开口说道 师兄 之前我一直都没有跟你说 在你这次去阴间的前几天 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老是做同一个梦 就是梦到你 你这次挂在了阴间 再也没有回来 听到胖子这句话后 我先是一棱 然后对他说道 胖子 你大爷的 到了这个时候 你特么还损我 我这认识你这猪队友 真是倒八辈子没了 师兄 我说的都是真的 胖子坐在车子里 认真地看着我说道 听到胖子这句话后 我看着黑漆漆的四周 叹了口气 心中也知道 我这一次去阴间 凶多吉少 胖子 即使这次我去了阴间 真的回不来 我也得去 我绝对不能让如双他自己 在下面替我顶罪受罚 错事是我做到 挨打也得站直了 而且 我想见他 想救他回来 想和他一直都在一起 这个信念 绝对不会因为死亡的恐惧 就畏缩一步 我说完后 转头看着胖子说道 胖子 我的银行卡 放在你的枕头下面了 我要是这次走了 真的回不来 我的钱就是你的钱 还有你得答应我 我爸妈也就是你爸妈 胖子听到我对他说的话后 眼圈开始发红 没有说话 却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胖子 这次去了 我要是真的回不来 你得记得多给哥们儿 捎点纸钱啊 让我在下面做土豪也过瘾 走了 都回来 我说着 不再去看胖子 转头就走 许久 我才听到身后 响起了车子发动的声音 胖子开着车回去了 转头看着胖子走远了之后 我这才收拾起情绪来 开始聚集阳气于双眼 在这个空旁的胖外 四处查看起来 可是让我感到意外的是 在这附近没有阴气和阴魂的存在 难道现在还没有到十二点 鬼门关还没打开 心中想到这里 我忙把手机拿了出来 打开一看 发现已经是十二点十五了 鬼门关应该早就打开十多分钟了 既然鬼门关已经开了 为什么我在附近 看不到任何的阴魂 难道说 他们并不在此地 想先到这里 我忙聚集自身的阳气于双腿 朝着北面的一个方向 快速略行而去 一路狂奔 大约跑了能有二十多分钟之后 我猛地感觉到 在我身子在左侧的一个位置 有一大股极为强烈的阴气 当我感受到 那股一大股强烈的阴气后 忙在原地停住了身形 转头朝着左边看了过去 果然 目击之处 有一大股看不到头尾的阴气 在不远处 慢慢地朝着我这边靠了过来 难道那里就是鬼门关 先过去看看再说 一念至此 我忙快速朝着那边就略行了而去 这一段距离并不算远 不到一二分钟 我就赶到了那股阴气存在的附近 为了保险起见 我把自己的阳气退回丹田之中 然后又运转毛山前西竹 把自身的生命体征降低到最低 慢慢地朝着那一大股阴气走了过去 随着我一步步地靠近之后 渐渐地看清楚了 在前面的那一大股阴气之中 有着数不清的阴魂 那些阴魂绝大大部分都身穿兽衣 双手脸面漆黑 低着头晃晃悠悠 以四个为一排 长短根本就看不到尽头 他们此刻正朝着前面走着 四周并没有鬼差把守 但是那些数不清的阴魂 却走得很规矩 没有人从中逃离 看到这里 我当下心中就有数了 这些阴魂 定是在鬼鬼节的今天 从鬼门关里面放出来的 只要我顺着他们的队伍 朝后走去 就一定能顺藤摸瓜 找到他们出来时候 都鬼门关 从而趁着鬼门大开的时候 混进阴间 想到这里 我便不准备再浪费时间 顺着这条阴魂大队伍 朝着他们与之相反的方向 快步赶去 顺着阴魂队伍 走了没多一会儿 我便在前面的镜头 摇摇地看到了一个 巨大的黑色石门 凭空出现在前面的 一个土坡上面 那个黑色的石门同时打开 里面黑漆漆的一片 正有着数不清的阴魂 走那个石门 后面走出 那个鬼门关样子 就好像是一座 超大号的古式楼庭 四角飞檐 漆黑的山门空阔如雨 古艺苍茫 门前时不时地滚过 一圈圈黑色的阴气 血袖般的横扁上 捐着骇人的鬼门关 三个大字字迹苍境 却都带着一股姑娘之感 终于让我找到了 这里就是鬼门关 阳间唯一一个 能直接通往阴间的大门 而我也在这个时候 同时看到 在这个鬼门关前两旁 站着十多个手里 拿着满是尖刺的狼牙棒 那些拿着狼牙棒的凶鬼 一个个青面獠牙 面目猙獰 青色的身躯高大 张牙舞爪 我只看了一眼 那些凶鬼 就给我一种阴森恐怖之感 看到这里 我仔细一数那些凶鬼的数量 刚好是十八个 难道他们 就是镇守这鬼门关十八大型鬼 他吸刮个兔子的 这是八个鬼身上的阴气 极为浓厚 千万不能跟他们真面交锋 葫芦娃 黑猫警长 舒克贝塔 你们保佑我 这次千万能门混过关 想到这里 我一咬牙 便朝着前面的鬼门关 抬腿走了过去 相距前面那个鬼门关 越来越近 我的心跳就越加快了起来 随着我一步步地靠近 我渐渐地感觉到了 前面一股股强烈的阴气 朝着我扑面而来 冰冷刺骨阴气 吹在了我的身上 让我忍不住打了一个冷战 我抬起头 看了一眼前面前面 那个巨大的鬼门关 再往前走几十米就到了 那里就是阳间和阴间的交界处 也同样是生与死的分界线 停下脚步 我站在原地深吸了一口气 看着那个静在咫尺的鬼门关 不知为何 我脑海之中 突然传出来一声声话语音 十三,不要来,快回去 十三,不要来,快回去 安如霜的声音一直在我脑海里面响起 重复着同一句话 我知道这是安如霜通过某一种方式提醒我 让我不要以身涉险去阴间救他 可当相隔半年之后 我再一次听到安如霜他那熟悉的声音后 情绪竟然无法控制 忙开口说道 如霜,你能听到我的说话吗 我这句话落下 在我脑海之中依旧重复着 如霜刚才的那句话 很显然他根本就无法听到我的说的话 如霜,等我 你一定要等我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哪怕是地狱,我也去 我说着更加坚定了心中的那份信念 同时抬腿大步再次朝着鬼门关走了过去 脑海之中 安如霜的声音也随之消失 走了没多远 在我脚下便出现了一个黄色的条子 我看了一眼这个黄色条子的镜头 它直通前面的鬼门关 难道这个就是阴魂去鬼门关的时候 必须锁走的露影 我没有多想 直接踩在了地上的那条黄色的露影上面 露影长大约三尺 宽大约两尺 是用黄色的软纸映作的 上书丰都天语严罗大地露影 与天下背词影 方能渡过鬼门之关 同时 露影上面还盖有殷丝城隍 丰都献府 鬼门之关 三个印章 我顺着这条黄色的露影 朝着鬼门关快步走去 看着与自己擦身而过的一个个阴魂 还有那些离我越来越近的十八大型鬼 我心里就开始一阵发慌 这种感觉 就好似考试的时候作弊一样 时时刻刻都在担惊受怕 害怕自己那一秒 就会被那镇守鬼门关的十八大型鬼 给发觉并非已故阴魂 近了 近了 越来越近了 我低着头 顺着这条黄色的露影 朝着鬼门关走去 当我走到第一个行鬼的身旁 我用眼睛的余光 朝着他看了过去 那个行鬼此刻 同样也用他那一双凶狠的眼睛盯着我看 别紧张 千万别紧张 保证镇静 千万别露线 我心里默念着 同时硬着头皮 继续朝着前面的鬼门关走了过去 从第一个和第二个行鬼身前走过 接着就是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 当我走到第十五和十六个行鬼身旁的时候 眼看再往前走几步 马上就能直接踏入前面鬼门关的时候 疏忽之间 一个威严的声音自我身后响起 前面的那个阴魂 给本鬼使站住 听到最后那两个字后 我全身一震 按道一声 完了 虽然心里有一百个不愿意 但是现在 这种情况 没有别的办法 我只能慢慢地回过身子 朝着身后看了过去 只见一个全身青涩 凶神恶煞的行鬼 正瞪着一双 像是要吃人的绿眼看着我 我细心地发现 在那个行鬼的前胸 还挂着一个黑色的牌子 上面写着一个另字 很显然 它就是这一种行鬼的头 你头上的隐魂灯呢 听到那个行鬼问我这句话后 我当时站在原地就傻眼了 这 这隐魂灯又是什么东西 就在此时 自我身后又走过来几个 和同样身穿兽衣的隐魂 我朝着他们的头顶一看 就发现在他们的头顶之上 都有一盏发着黄光的小灯 我在抬头 朝着自己的头顶 上面看去 什么都没有 大爷的 这什么隐魂灯 之前那本书里面也没提到过啊 这下子算是大意了 马上就到踏进鬼门关的时候 出了这么一个出岔子 不过这岔子 既然已经出了 我必须得想个办法解决 大不了强行闯入这鬼门关 反正我这次来 也做好最坏的打算了 想到这里 我心中烧定 看着那个问我话的行鬼 笑着地说道 鬼使大人 我这头上的隐魂灯 为什么没有 我自己也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我这一路上 走得太急了 那什么隐魂灯没有跟上来 而那个行鬼听到我的话后 忙一瞪眼 无隐魂灯 定是非尽死之阴魂 留在阳间时日 身上必悲邪气 不可入阴轮回 就此灭之 那个行鬼说着 挥动了一下手中的 那个狼牙棒 朝着我这边 一步步地走了过来 同时 他身上那股强烈浓厚的阴气 也跟着席卷而来 瞬间就给我一种 威压之感 行鬼一起朝着我这边走了过来 没办法了 只得拳头对拳头 硬碰硬 硬闯着鬼门关了 心念至此 我刚刚要收起毛山前夕竹 准备跟眼前这些 行鬼拼命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 自己随身所带的背包 当下就有了一个办法 在我这背包里面 可是装着很多纸钱和金元宝 不知道若是 把他们拿出来后 那个行鬼的头头 能不能前开一面 放我一马呢 不管行不行 这个时候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先试试再说 想到这里 我忙把自己的随身背包 从背后拿了出来 快速打开 从里面抓出了一把纸钱 朝着那个走过来的行鬼递了过去 鬼使大人 您看看 我一个小鬼也不容易 您能不能通融通融 让我过去 当那个行鬼看到我手中的 那一大把纸钱后 两眼放光 两个胯部就窜到了我的身前 伸出手一把 就抢了过去 顺势丢进自己的口袋里面 你这小子 倒是很会来世 不过 那个行鬼说到这里 没有再说下去 但是他的眼睛 却朝着我的背包里面看了过去 他意思很明显 你想要过这鬼门关可以 但是钱给的还不够 我没有犹豫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就不是问题 忙再次从随身背包里面 拿出了一把金元宝递了过去 那行鬼头马上收下 然后对着我大手一挥 一句话没说 转身带着重鬼走了 看着那些 行鬼走掉之后 我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有钱能使鬼推没 这句俗语说的还真没错 转身朝着鬼门关走了进去 走到大门之前 我看着前面一片漆黑 一咬牙 抬腿直接走了进去 也就在我刚刚踏入鬼门关的时候 眼前一黑 什么都看不见了 接着猛的就感觉自己身子一清 脚底下也好似踩在了一层棉花上面似的 软绵绵的 过了好一会儿 挡住我双眼的黑气 才慢慢散去 在我前面出现了一个 完全属于黑灰色的事件 天空灰蒙蒙的 四周都一直围绕着一股 灰色如雾气一般的东西 打眼朝着前面望去 映入眼帘的 便是一条看不到镜头的大路 这条路看起来颤颤巍巍 就像是用一个特大号的卷纸平铺在地上 路的上面 还有些正在行走的阴魂 他们多数都穿着 和我身上差不多款式的黑灰兽衣 此刻那些阴魂们 正低着头 顺着街道往同一个方向走着 四周完全没有一点声音 安静的渗人 这里就是阴间 怪异的灰色雾气 和那些穿着兽衣阴魂的身影 交叉在了一起 在这个地方 一切的一切看上去 都是那么的不同寻常 我现在就好似 走进了一个 星号十年代的 黑白电视机里面的场景一样 前面那条通往远处的道路 弯弯曲曲 阴森可步 一阵冷风吹了过来 灰色的雾气来回飘动 发出一阵阵庞然缓慢细小的沙沙声 像是头顶移动着沙漠般的树海 衬托着这整个阴间的神秘和诡异 风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阴气的存在 而且空气之中的那些灰色的雾气之中 还有数不清的黑色小点 它们全都悬浮在空气里 是什么我说不清楚 只感觉那些黑色的小点 碰到我身上裸露在外皮肤上的时候 便会传来一阵寒意 甚至都会激起鸡皮疙瘩 这阴间的一切的一切 对我来说太多陌生 看着前面那条路上面 低头赶路数不清的阴魂 我当下便打算朝着那条小路走过去 跟在那群阴魂身后 朝着这条路的尽头走 因为现在对我来说 根本就没有第二条路供我选择 当我走进这条如指 一般路上的时候 发现在这条路口的前面 有一块巨大的石头 在那个石头上面刻着三个大字 黄泉路 这一条看不到头的路 就是传说中的黄泉路 它吸刮个兔子的 这阴间还真有这么一条路 我看了一眼 这条满是阴魂走在上面的黄泉路 直接跟在他们身后走了上去 随着我走到黄泉路上面 之前那种踩在棉花上面的感觉 更加强烈了 每走一步都是软绵绵的 走起路来十分吃力 低头看了看脚下 只见这条路上面 就像是一张灰色的纸 没有丝毫的尘土 再抬起头来看 头顶之上没有日月星辰 只有灰蒙蒙的一片 什么都看不真切 继续顺着脚下的这条黄泉路 往前走 前面的路变得宽阔和笔直了起来 而且同时在这条路的两边 多出了一种 带着红黑相间颜色的花朵 这是我踏入阴间以来 除了黑灰白三色之外 第一次看到别的颜色 路两旁那些盛开的花朵 极其艳丽 在一片灰蒙蒙的雾气之中 更给那些花朵 蒙上了一种神秘的色彩 远远看上去 就像是斜索铺成的地毯 只不过这种花长的极怪 只见花开和织金 却不见绿叶 难道这些花朵 就是彼岸花 传说 在黄泉路的两旁 开着无数红色的彼岸花 开一千年 落一千年 花叶永不相见 生生相挫 情不为因果 原注定生死 我跟着前面的阴魂 走在这条 被那些数不清的 红色彼岸花给印红 我看着它们 从它们的身上 发响了一种 无与伦比的残艳 与独猎般的唯美 很凄凉 它们和昙花很相似 都是不曾受到祝福的花 正如某些感情 不受祝福一样 尽管也很美 花荷叶的永不相见 就像命中 注定错过的缘分 那一团团看似妖艳的火红 却让人感受到 死亡的气息 完美的外表 却无法掩饰惨淡淡的灵魂 它守护的 永远只是一次又一次的错过 彼此相守 彼此相知 却彼此两不相见 纵然悲哀 也是见证了 不公平的指责 缺少太多真心的祝福 其实 因素能制毒 那是人心在作怪 和它们花朵的本身 又有什么关系 不知为何 因为这些彼岸花的出现 让我看到之后 心中会涌起莫名的悲凉 同时也想到了 我和安如霜 我们两个在一起后 也很少被人祝福 多得永远是质疑 看到这彼岸花彼岸花 我突然想起 自己在小时候 听到的一个故事 故事里面说 很多年以前 有一个奇丑无比的鬼 爱上了一个杨坚美丽的姑娘 正因她丑姑娘并不爱她 出于爱恋 那个鬼将那个姑娘 囚禁了起来 后来 一个道士就出了那个姑娘 并与她相爱 道士灭了鬼 鬼的阴气 四散在乱草丛中 一种红黑相间的花 从此便在那里绚丽绽放 它的名字就叫彼岸花 从那以后 彼岸花便开在了阴间中 叫黄泉路的地方 爱情大概也是如此 只因彼此爱的不同 就要葬送很多很多 也要忘却很多很多 我叹了口气 不再去想 继续跟着前面的那些阴魂 朝着那看不到尽头的 黄泉路走去 这一路走着 我完全是 没了时间观念 只知道自己 在这条黄泉路上面 走了很久很久 但是始终都看不到尽头 渐渐地 我开始怀疑 自己是不是走错路了 又或者是这条黄泉路 它根本就没有尽头 越往下走 我的心就越发慌 想开口问问身旁的阴魂 见都没有阴魂开口说话 怕自己的身份暴露 只得一直忍着 心里却急得 就跟热锅上的蚂蚁 快走 都给老子我跟上 掉队的 全部打下十八层地狱 突然间 在我身后传来了 这么一声沙哑 又粗狂的喊声 我顺着声音 回头看了过去 便看到 两个身穿着西装革履 头发抹得油光正亮 脸蛋发黑的阴叉 漂浮在空中 手里握着鞭子飞了过来 之所以我能判断出 那两个穿着西装的黑脸 但是阴叉 那是因为 我从他们腰间 看到了一个黑色的令牌 上面各自写着一个叉字 只不过 当我看到那两个 阴叉西装上面的标志后 整个人就不好了 在他们的左胸上面 绣着一个小兔子 正是当下的名牌西装 草草公子 我当时就愣住了 我万万都没有想到 这阴间的阴叉 也这么敢潮流 若不是我亲眼所见 我宁愿相信 这个世界上有葫芦娃 奥特曼 蜡渣 黑猫警长 也不相信阴间的阴叉 穿着西装革履 而且还是草草公子品牌的 随着那两个阴叉的出现 路上行走赶路的阴魂 明显快了起来 我也加快脚步 紧随跟上 啪 一声皮鞭抽打的声音 在这个寂静的黄泉路 上面响了起来 听到这声响声后 我忙回头看了过去 发现其中一个阴叉 正手握着皮鞭 朝着后面的一个阴魂身上 不断地抽打着 啪啪啪啪 的声音 还有那个阴魂的惨叫声 不绝于耳 仔细一听 从那个阴魂惨叫的声音里面 我听得出 是一个女孩 而且年龄并不大 到了阴间 就他M的得听老子的 老子看上了你 是你的造化 再次投胎的时候 你都不一定能投了人道 你还不给老子识抬卷 那个阴叉骂着 同时手上又狠狠地抽下去一鞭子 看什么看 都特么快走 要是你们这一批子时 给我倒不了黄泉河 全都打下地狱 另外一个阴叉 朝着我们这边大声吼道 路上本来停下的众阴魂听到后 忙转头朝着前面就走 看到这一幕后 我心里震惊无比 这 这怎么在阴间 也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但是转念一想 我也就马上想通了 不论是鬼还是人 都保留着一丝人性 但存有人性 里面就有善与恶 阳间有的事情 阴间也有 便不足为奇 只不过 这件事情 我管还是不管 如果我现在动手 去救那个阴魂的话 我马上就会暴露身份 一个处理不好 就会给自己在阴间 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 甚至能让我这次前来 就安如双的计划 直接成为泡影 但若是不管的话 我心里又过不去 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 那个躺在地上的女鬼 开口喊道 我 我不答应 死都不答应 就算下地狱 也不答应 苍天有眼 你们这群 没有人性的阴差 绝对不会有好报应 报应 哈哈 你跟我们说报应 你们阳间用来骗人的话 还特么敢拿到阴间里面说叫 找打 不答应是吧 我打到你答应为止 那个阴差说着 挥动手里的皮鞭 再一次狠狠地朝着卷缩在地上的那个女鬼 就抽了下去 而另外一个阴差 也同样手里拿着皮鞭走了过去 与之前那个一起抽打那个躺在地上的阴魂 皮鞭每次抽在那个女鬼的鬼体之上 她身上的阴气 同时就会减少一分 其中距离那女鬼 较近的一个男鬼 估计看不下去了 上前阻拦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 让我镇静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其中一个阴差二话没说 冲到那个男鬼的身旁 伸出手抓住了一个男鬼的脖子 张开嘴就吸 男鬼身上一股黑色的阴气 慢慢地被吸进了阴差的口中 没一会儿的功夫 那个男鬼的身上的阴气 便被阴差所吸干 魂飞魄散 看到这里 我当下就做了决定 不再忍了 再这么下去 这一路上 还指不定有多少阴魂 会被那两个阴差给折磨死 随即我便收起毛山前夕树 接着快速聚集自身的阳气与双脚 朝着那两个阴差就冲了过去 有阳气 其中一个阴差 好像察觉到了我身上的阳气 盲转头朝着我这边看了过来 我没有给他们准备的机会 直接右手掐绝 同时口中喊道 气不散西神起婚 镜中无响一扬声 龙虎七射印 射 口诀念完 我已经略行到了 其中一个鬼差的身旁 朝着他前胸的命关之处 就狠狠地打出了一掌 这一掌打在了那个阴差身上 直接把他给打飞了出去 我同时转身 朝着刚才那个动手 抽地上女鬼的阴差走了过去 当那个阴差看到我之后 绿色的双眼之中满是震惊 当即开口说道 你 你身上怎么会有如此强烈的阳气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看着那个阴差说道 我是什么人 你就不用管了 我来这里 就是想告诉你一件事 报应这两个字 并不是骗人的 我说着 脚下快速一动 当即就朝着那个阴差冲了过去 挥起右手 就朝着他前额上面的命关 狠狠地打了过去 那个阴差见此 身子猛地快速后撤 闪了过去 我则踏前两步追上 再次朝着他的前胸打了过去 那阴差根本避无可避 只得撑起双臂 挡在了自己的前胸 我一掌打在那鬼差的双臂之上 他的身子猛地往后飞了出去 一下子摔落在了黄泉路的边缘 那阴差被我打倒在地后 接着就从地上站了起来 看着不断冒着白烟的双臂 脸色大变 口中颤声道 这 这是毛山谷竹 龙虎七射印 他说着 猛地抬起头 看向了我这边接着说道 你 你是龙虎宗唐燕兰的后人 唐燕兰 这是我第一次 听到这个再熟悉的名字了 我摇头说道 不是 我叫左十三 两个阴差听到我的名字后 同时在口中默念了一遍 马上对我说道 既然你是洋人 又吸得龙虎宗古术龙虎七射印 想必定然是龙虎宗的人 你们龙虎宗擅自闯入阴间 你可知道闯了多大的祸 而你现在又对我们阴差动手 这些后果 你单待得起吗 其中一个阴差 看着我语气冰冷地说道 我摇头 单待不起 所以我准备把让你们俩个 再也开不了口 其中一个阴差 看向我的眼神中 寒光一闪 对我说道 你是直接想灭了我们 恭喜你 学会抢答了 我看着那两个阴差 果断地说道 其实 在我准备救那个女鬼的时候 心中就已经下了决心 一旦动手 不留活口 绝对不能给自己留下祸根 而且 这两个阴差所作所为 死有余辜 狂妄 其中一个阴差冷哼一声 同时从身上拿出了一面黑色的旗子 那面旗子 在他的手中 见风变长 只一瞬间 便比之前大了能四五倍 那阴差接着把手中的黑色旗子 用力一挥 一股强烈的阴气 就在四周涌动 而另外一股阴差 则是抽出了一条黑色的铁链 站在手持黑旗的阴差前面 帮他护法 他们这是在布阵 绝对不能让他们 把阵法不出来 心念至此 我脚下一动 身形快速朝着那两个 阴差就冲了过去 同时 右手上面的口诀快速改变 掐出了龙虎七射印第二式的手诀 然后口中大喊道 魂不破 惊气俱宁 瓶中 污名二阳命 龙虎七射印 射 右手之上 暗光在起 与此同时 我也冲到了前面那个阴差的面前 挥起右手手掌 朝着他前胸的命官之上 就狠狠地打了过去 一并聚集自身的阳气于右脚 朝着他的下盘 快速踢出 那个阴差 阴差很显然非常激荡我 右手之上的龙虎七射印 见我出手 马上闪身避开 但正因为他多数的注意力 都在我的右手之上 所以当他避开了 龙虎七射印攻击的时候 却被我充满阳气的右脚 狠狠地踹在了裤裆之上 我这一脚踹过去后 那阴差当时一张黑脸就绿了下来 眼珠子差点没直接瞪出来 惨叫一声 双手捂着自己的胯下 躺在了地上 正是小手的好机会 看到这里 我盲进身过去 朝着地上那个阴差的前额命关 就狠狠地打了下去 碰 随着一声响声 我右手的手掌 结结实实地打在了 那个阴差前额命关之上 接着 他身上的阴气 开始快速扩散 身体也跟着忽明忽暗 只一会儿的功夫 便化为了一道黑气 彻底消散在这阴间 你 你一介洋人 竟然敢擅闯阴间 是杀阴差 在这个时候 一直在用手中 黑色大气布阵的 那个阴差看着我喊道 听到他的话后 我转头看着他冷冷地说道 你们既然能杀害无辜阴魂 灭了他们的魂魄 那么我又为什么不能灭了你们 姓左的 我告诉你 你一定会今天做出的事情 付出惨烈的代价 你们的家人 朋友 甚至阳间无辜的人 都会因为你今天的所作所为 而魂聚阴间 那个阴差看着我 恶狠狠地说道 听到他这充满威胁的话后 我没有理会 直接冲上去 对着他连续出手 趁着一个机会 连续两掌打在了那鬼差的命关之上 接着他便摔倒在地 阴气散去 看着慢慢消失在灰色地面之上的阴差 我深吸了一口气 虽然我把这两个阴差灭了 但是心里依旧不放心 我无法想象 如果这件事情暴露出去的话 会有怎么的结果等待着我 请问 你 你是叫左十三队吗 谢谢你刚才救了我 这个时候 在我身后 有一个女鬼的声音传了过来 听到他的话后 我转头一看 正是刚才那个躺在地上 被阴差用皮鞭抽打的女鬼 此时 他正用一双黑漆漆的大眼睛盯着我看 不用谢 我只是 见不得他们 直接动手灭了那个男鬼而已 我说着 便朝四周看去 发现除了我身旁站着的这个女鬼后 整条黄泉路附近 一个阴魂都没了 网路前看去 我便发现了 走在前面的阴魂队尾 看来这一批阴魂 已经走过去了 这不免让我松了一口气 刚才的事情 知道的阴魂越少越好 见四周没事 我便把自身的阳气脸入丹田 同时运起毛山前西树 再一次地把自己变成一个已死的阴魂 我和你们一样 都是鬼 说着 便转身朝着前面的大队伍追了过去 现在这个时候 不能再节外生枝了 我来阴间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就安如双回去 就在我刚刚朝着前面的那群阴魂追过去的时候 身后的那个女鬼 同样跟在我身后 朝着前面追去 再一次回到阴魂大队伍里 我跟在队伍的最后面 朝着前面快速赶去 一路上让我好奇的是 每一个阴魂 都是低着头 默默地朝着前面走 没有一个说话 或者是把目光移到别处 难道是 他们头顶上的那盏隐魂灯的缘故 想到这里 我忙朝着那个一直跟在我身后的 女鬼头顶上面看了过去 果然 在她的头顶之上 同样没有隐魂灯 你头像没有隐魂灯 怎么过得鬼门关 我看着那个女鬼问道 她听到我的话后 明显一棱 不解地看着我问道 隐魂灯 什么是隐魂灯 算了 问你也白问 我说着 转头继续朝着这条黄泉路的前面走去 心中却在打算着 杀死那两个阴叉的事情 会不会被阴间发现 对了十三 你刚才动手杀了阴叉 难道就不怕整个阴间 对你的通缉和报复吗 那个女鬼快步走到了我的身旁 看着我问道 听到她的话后 我摇了摇头 杀都已经杀了 担心也没有用 传到桥头自然直 总会过去的 我感觉 你不像是和我们一样 你好像根本就不是鬼 那个女鬼 看着我继续说道 我笑着摇了摇头 没有再说话 现在这个时候 我的心思完全在安如霜的身上 自从我第一步踏入阴间的这一刻 我心里面想着 一直都是她 你不说话 是默认了吗 你既然不是鬼 那你来阴间干什么 你又是怎么来阴间的 那个女鬼 就好像一个好奇宝宝一样 问题一个接着一个 我此刻正因为 杀了阴叉的事情而担忧 心里烦着呢 被那个女鬼的问题 问得我头大 当下就不耐烦地 看着她说道 我说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 那个女孩听到我的话后 轻声地嗚了一声 然后闭上嘴 一路上再没说话 就这样 我跟着前面阴魂的队伍里 继续朝着前面走去 而这条黄泉路 就好似永远都没有尽头一般 甚至我都不知道走了多久 依旧看不到尽头 脚下这条如纸一般的路 无穷无尽 路两旁的红色彼岸花 也无边无际 越往下走 我心里就越着急 早知道这样的话 我应该在进入阴间之前 多去调查一下关于阴间的资料 目前来看 我只能硬着头皮 继续往前走 继续朝着这条黄泉路 走了能有半个多小时后 我渐渐地听到 在前面传出来一阵阵轻微的水泡 不停地咕噜声 听到这一声声水声之后 我精神未知一阵 难道前面就是黄泉河 这条黄泉路 总算是走到头了 跟着前面那群阴魂 继续走了一会儿后 我便能隔着灰色的雾气 看着到 在前面不远处 有一座用铁链连成了大桥 顺着阴魂队伍 走上这座铁链大桥之后 脚刚刚踏上去 一股热气猛地就从我脚下窜了上来 迎面扑了过来 当我感受到那股热气之后 盲低头看了下去 只见在我脚下的铁链桥下面 满是冒着热气的火红色的岩浆 一股股热风正从那下面吹了上来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惨叫声从我身前响起 我抬头看去 只看到铁桥前面 有一个男鬼 不知为何 直接从这个铁链桥上面摔了下去 整具鬼体 顿时就落入了下面的溶浆之中 转眼间被烧得魂飞魄散 看到这里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大爷的 这阴间的桥 还真不好走 郑玉接着往前走的时候 突然间我感觉到了 自我身后 有一股股强烈的阴气 快速追了上来 不好 有追过来的阴差 我当下脑海中跳出来的 便是这个想法 忙回头看了过去 果然在我身后 有七八个阴差 手持刑具铁链 朝着我们这边 快速飞了过来 难道我之前杀掉那两个阴差 被他们阴间给发掘了 既然被他们都发现了 没别的办法了 只能放手一搏 可就在我准备收起 茅山前夕树 跟那些阴差动手的时候 其中一个漂浮在半空之中 低头俯视着我们开口说道 阴间第三关 黄泉河 凡事生前有 杀生 偷盗 邪淫 不易 两舌 不盗 不孝 贪欲 称慧 邪剑十恶者 均无法过桥 落入河中 永世不得轮回 正姓鹰 不为不行邪剑 更能行其正姓 过桥 随着那个阴差的话音落下 阴魂们开始继续朝着前面的那条铁链桥走去 至始至终 那些阴差都没有朝着我这边看一眼 也就是说 他们目前并不知道 有两个阴差被我杀死 我松了一口气 心跳也慢慢缓了下来 转头朝着前面的铁链桥上 走了过去 在这条数十丈长的铁链桥上面 时不时的 就有人从上面直接摔下去 弄得附近的阴魂各个自威 走起来的速度 自然也变得极为缓缓 啪 一声脆响 从我的脑后传了过来 同时我感觉自己后背上面 一阵火辣辣的疼痛 没等我回头 就听到我身后头顶之上 传来一个阴差的吼声 都快点走 要是耽误的时辰 让你们全都投不了胎 快走 看着那个黑脸阴差 我忍了下来 加快脚步跟了上去 这个时候能忍则忍 小不忍则乱大谋 挨几下打算不得什么 好不容易一步步地走过 这条铁链路的时候 刚刚踩在软绵绵地面上的时候 在我前面 突然又多出了一块褐色的石头 那块石头 上面刻着三个大字 三生石 这块褐色的石头上面 没走过一个阴魂 在他的那镜子一般的石面上面 马上就显出了三个不同的人 男鬼走过 闪过的是三个女人的面孔 而女鬼走过 则是刚好反之 闪过的是三个男人的面孔 难不成那三个人 都是他们每个人前三世的情人 心里想着 便轮到了我 当我走过这块三生石的时候 他那石面之上光芒一闪 顿时就显出了 三个不同衣着的女孩 但是他们三人的面孔 却是一模一样的 全都是安如霜 当我再一次看到 安如霜那张既熟悉 又有点陌生的脸庞后 全身一震 双脚好似生了根一般 立在原地 一步都走不了 啪 我背上再次传来了一阵 被皮鞭抽打 在身上的刺痛感 快走 别他妈给老子摸摸蹭蹭的 阴叉的吼骂声 再次从我身后响起 听到那个阴叉的骂声后 我一咬牙 忍着痛抬腿 朝着前面继续走去 过了三生石 前面变得一条大路 突然之间 便分成了六条小路 在每一条小路前面 都有六个阴叉把手 中间则是站着三个身材高大 凶神恶煞的大鬼 他们三个 到底是鬼司还是判官 看到那三个大鬼之后 我心里面不由地猜测了起来 随着靠近 我渐渐地在他们手机 看到了一杆毛笔 和一本黑白色的书籍 由此猜测 眼前的这三个大鬼 便是阳间人民口耳相传的判官 而前面那六条路 便是六道轮回 看到这里 我心里就有了决定 不能再继续往前走了 因为再继续往前走 哪怕我不会被那三个判官 察觉出我的身份 也会被那三个判官 直接送入六道 再次投胎 但是 我现在又应该去哪 或者是又应该去哪 寻找安如霜 安如霜她现在到底被关在哪 就在我贫眉促恶的时候 突然之间 我脑海里面灵光一闪 当下就想到了 寻找到林安如霜所在的办法 既然安如霜她之前 是代替我来阴间顶罪 那么 她一定会被阴间带去关押之所 如果我在这里犯了事 那么同样 也会带罪被阴间的阴差抓起来 关押到同处 到了那个时候 我在寻找安如霜 也就简单多了 心念至此 我也豁出去了 忙把收起毛山前西树 身上的阳气 顿时就显了出来 同一时间 附近的阴差和那三个判官 全部都朝着我这边看了过来 这里怎么会有阳气 恐有阳人入阴间 就是那小子 他身上的阳气很重 怕是阳间修炼之人 好大的胆子 来 阴差听令 给我把那小子先抓起来 其中一个判官 看着我用手中的毛笔一指 与其恶狠狠地下了抓捕命令 一旁的那些阴差看到之后 快速分成了两对 其中一对管理前去投胎的阴魂 另外一对 则是朝着我边 直接腾空而起 飞了过来 十三个 他们来了 你快跑吧 就在这个时候 之前一直跟在我身后的那个女鬼 朝着我大声喊道 有同谋 一并抓起来 是个傻女鬼 我看着那个女鬼 直接一把抓住了她的衣领 拽着她 就快速朝着前面的那六道 快速跑了过去 我想直接硬闯过去 把她先送入这六道之中的 人道 让她先去轮回转世 我并不想因为我自己 而连累的其他不相干的鬼 随着我朝六道那边跑去 那些阴差全部都跟 在我身后追了上来 我只得加快脚步 跑到六道之前后 我一一看去 天道 阿修罗道 畜生道 恶鬼道 地狱道 人道 最后一个 当我看到人道那条道路后 快速一转身 就朝着那边跑了过去 就在我带着那个女鬼 马上就要窜见人道 这个条道路的时候 突然间一个黑影 从我头顶之上压了下来 同时 一个巨大的身躯 突然出站在我的面前 挡住了我的去路 擅闯阴间 触犯阴阳两界之铁龟 简直胆大包天 一个十分威严的声音 自我身前响起 我抬起头一看 拦住我的 正是之前那三个判官里面 其中一个 此刻他正横眉立目地 盯着我看 我同时 也从他身上 感觉到了一股 极为强大的阴气 甚至让我心生不敌之感 束手就擒 本判官免你酷刑 那个判官看着我冷声说道 听到他的话后 我没有犹豫 身形快速往后退去 想换一个方向 再次朝着人到那边跑去 可就在我身子 刚刚往后退的同时 七八个阴差便围了上来 见此 我灵机一动 盲身出手 朝着自己的随身背包里面 掏出了一大把纸钱和金元宝 朝着灰蒙蒙的天空上面就扔去 随着满天漂亮的纸钱和金元宝 刚刚围住我们的那几个阴差注意力 瞬间就被那满天飘落的纸钱 和金元宝所吸引 我见此时正是机会 盲聚集自身的杨气于双腿 快速闪身 窜出包围圈 再次朝着前面不远处的人 到那边略行而去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 眼见还有几步之遥 我就要带着女鬼 冲到了人到这条道的路口 却猛地感觉 身后袭来了一股 阴冷强大的阴气 打在我后背之上 瞬间就把我给打倒在地 我趴在地上 单手抓着那个女鬼的鬼体 用尽全身的力量 把她狠狠地给甩进了人道里面 直接送她再次轮回投胎 看着她投入人道之后 我趴在地上松了口气 大胆 扰乱阴间秩序 扰你不得 一声怒吼 从我身后响起 接着一股进风 带着冰冷刺骨的阴气 朝着我就席卷而来 我此刻没了顾虑 整个人也都放开了 身子一借力 快速从地上上翻身跳起来 同时在半空之中 掐出了龙虎七射印第一式的首诀 口中大声念叨 气不散西神起昏 镜中无响一扬声 龙虎七射印 射 口诀念出 右手之上黄色暗光 马上显现而出 我挥动右手 直接朝着其中一个 离我最近的阴差身上 就狠狠地打了过去 啪 的一声 我掐觉得右手 打在那个阴差的身上 瞬间就把它给打飞了出去 龙虎七射印 小子 你跟龙虎宗唐燕兰 有何关系 其中一个判官 看着我开口问道 听到他的话之后 唐燕兰 这个熟悉的名字 再一次地传进我的耳朵里面 陆真人他之前也跟我讲过 这龙虎七射印 便是由龙虎宗的 第一高手唐燕兰所创 既然这些阴差和判官口中 老是提到他 那我何不 接着他的名气 来唬他们一唬 想到这里 我忙站直了身板 干咳一声 看着站在我对面的 那三个判官 还有一对阴差大声说道 我就是唐燕兰的 第十一代青传弟子 佐十三 那些阴差听到我的话后 眼神之中 明显多出了一丝畏惧 看着我这边相互说道 那 那小子居然是唐燕兰的 青传弟子 应该是 要不他怎么会用 唐燕兰的龙虎七射印 果然是有其师父 必有其徒弟 听到那些阴差的话后 我更不解了 这唐燕兰在世的时候 难道也和我一样 来到过阴间 而且他的名字 好像在阴间传得很开 上到判官 下到阴差 无鬼不小 难不成他在世的时候 和孙悟空一样 来阴间大闹了一场 既然你是唐燕兰的弟子 那就更应该知道 这擅闯阴间 擅自放走阴魂 乃是重罪 施法犯法 罪加一等 给我把他抓起来 其中一个判官 看着我喊道 话音刚指 附近围着我的阴差 便同时朝着我靠近了过来 我见此忙 用右手拿出了竹龙九缝 划开一道口子 燃血解封 右手持龙虎七射印 左手握竹龙九缝 站在一杆阴差的中间 等待动手的最佳时机 其中本来我想不做抵抗 直接被那些阴差给抓起来 但是我现在想试一试 这阴间判官的实力 到底如何 只有摸清楚他们的实力 我才有可能 转被动为主动 不过眼下这些阴差 我根本不想在他们身上浪费阳气 当下学着秋莎莎 曾经对付那些感事人的话 看着围着我的阴差说道 我手上的龙虎七射印 你们也都知道 这倒数专克阴气 所以我绝对有把握 把第一个朝着我动手的 打到魂飞魄散 你们谁讲义气 谁不怕死 谁想先走一步 不妨站出来 让我瞧瞧 我这声落下后 那些朝着我慢慢靠近的阴差 同时停住了脚步 你看我 我看他 没有一个再走过来 哼 一群废物 待我处理完这件事情 有你们好受 给我让开 一个判官的声音 自一旁响起 那些围着我的阴差听到之后 忙如同大射一般 都快步闪到了一旁 擅闯阴间的大胆狂徒 受死 随着一声怒吼 一个巨大的身影 朝着我就猛扑了过去 同一时刻 空气之中飘散的阴气 快速变动凝结 甚至我都感觉 这软绵绵的灰黑色地面之上 就微微地颤抖了起来 So 一声破空之响传来 转瞬之间 那个判官就冲到了我的近前 一挥手中的毛笔 朝着我的左肋下面 就打了过来 见此我盲用竹龙九凤挡了过去 浪 发生一声金属的碰撞声后 我只感觉左手上面 传来一股巨大的力量 虎口一疼 身子快速往后退去 竹龙九凤差点没脱手落 好强 这是刚一交手 那个判官给我的第一印象 我低头朝着自己的 左手上面看了过去 发现握住竹龙九凤的 左手上面 虎口已经开裂 鲜红的血迹 一点点地从裂开里面流了出来 哼 不知死活 那个判官说着 抬腿朝着我这边缓缓逼来 地面一阵颤动 周围灰色的雾气翻涌 那判官走路的时候 看似很粗壮笨拙 但时机走动起来 如雷霆出击 迅疾而凌厉 朝着我直接扑杀而来 我见此 聚集阴气于双脚 转身就退 这个判官绝非龙虎七射 应第一势 所能够对抗的 就在我刚刚闪身躲过的时候 那个判官紧追而至 朝着我的前胸 就狠狠地打下来一拳 他这一拳之中 带着一股拳风 速度快到我根本就无法闪避 只得咬牙用左手上的 竹龙九凤刺了过去 强行接招 碰 一声巨响传出 那个判官满是阴气的拳头 与竹龙九凤相接 居然如同一个铁锤一般 伤不到他分毫 我自己反而被他那一股 巨大的拳力 给打得倒飞了出去 身子摔落在地 好在这地面 一直都是软绵绵的 我摔下去的时候 也没感觉到疼 接着就从地上站了起来 顺势把竹龙九凤横 在前胸做防御状 嗯 崔判官 这小子居然硬接你一拳 而且还能不受伤 他的体魄 并不像是普通的阳间凡人 另外两个 一直站在一旁看着的判官 对那跟我动手 姓崔的判官开口说道 崔判官听到 另外两个判官的话后 上下打亮了我一眼 语气之中略带吃惊地说道 难道他和那个唐燕兰 同样都是天生道铁 崔判官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另外一个判官 看着我冷笑着说道 好 崔判官话音刚落 巨大的身形一闪 再次卷起一大股灰色的雾气 朝着我快速冲了过来 看到崔判官逼近后 我忙快速结出 龙虎七射印第三世的首诀 口中同时快速喊道 宫中四绝神元兆 念以无存三明开 龙虎七射印 是 随着口诀念完 在我右手之上 暗红色淡光顿时显现而出 与此同时 那个崔判官已经跃到了我的身前 大吼一声 再次朝着我的面门之上 打出一拳 看到那个崔判官的拳头后 我一咬牙 聚集自身全部的杨气 与掐绝的右手 猛地挥出 迎着他那围绕着 阴气的巨大拳头接了上去 砰 巨声响动 我只感觉眼前一黑 被一股阴气挡住视线 同时 整个右臂一麻 身躯就被右臂上面传来的距离 给震飞了出去 但是我这一次 虽然被震飞出去 身形却在空中扭转 落下的时候 双脚踩地 并没有摔倒 连着往后退了好几步 才停了下来 举目在看那个崔判官 我只见眼前一黑 一道身形快速一闪 朝着我的头顶 直上飞去 我忙抬头 朝着灰蒙蒙的天空之上 看了过去 但见那个崔判官 一步登上高空 而后一脚向下朝着我踏来 一股强烈的阴气 在这一刻 瞬间就从他的身上爆发了出来 就连天空中的灰色雾气 一阵摇动 崔判官的身躯本来就巨大 他这一脚犹如千金之势 朝着我就重重地跺了下来 我看到之后 心中吃惊 快步闪闪 躲向一旁 而崔判官那只大脚 连同身躯 碰 得一声 就踩在地上 出一声巨响 四周的阴气和雾气 也在这一刻剧烈冲击 我被这股气流吹得睁不开双眼 只得快速往后退去 以防那个崔判官 趁机再次出手 退开之后 我抬头一看 马上就看到崔判官那个巨大的身影 阴魂不散般 再次跟着我颈椎而来 他吸刮的兔子的 不动真格不行了 心念至此 我先是后撤躲避 同时快速把自身丹田里面的真气 提了出来 让它破体而出 与右手上面的阳气相互结合 紫色的真气 和右手变为红光的阳气 相互结合在一起后 两道光芒大圣 右手上面也传来了一股热流 感受到这一股热流之后 我心中就是一喜 成功了 这一招 是我在跟着斗力男修炼的时候 自己抽空领悟出来的 真气和阳气相互在体外结合 会爆发出比之前更为强大的力量 看着离着我越来越近的崔判官 我大喝一声 急急如律令 然后停下身形 站稳之后 挥起右手就朝着他的面门之上打了过去 那崔判官先是一愣 然后冷笑一声 挥出一拳 与我的右手打了在了一起 阳气 真气 阴气 三气同时相撞 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气流 我险些直接被那股气流给先飞 无疾真气 那个崔判官双目之中满是震惊之色 看着我惊呼出口 我则是趁着他吃惊愣神的这个机会 把自身的阳气和真气 快速聚集于右手之上 再次出手 这一下子 我直接把那崔判官庞大如巨人的身躯 给打倒在地 随着崔判官被我打倒在地后 四周一片寂静 剩下的那两个判官双眼之中也都是诧异 他 他一介凡人 竟然能把判官大人给打倒了 其中不知道是哪个阴差开口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小子 你身上刚才用的可是无极真切 其中一个判官看着我开口问道 听到那个判官的话后 我立在原地与他对视 是又如何 现在这个时候 我完全是豁出去了 没有任何的顾虑 若是实在打不过 大不了我便动用那本《玄黄地经》 再不行的话 至多烂命一条留在这里 既然你能吸得无极真气 定然与那碧秋燕有渊源 那本判官问你 因故擅闯阴间 终于他们在看到我施展无极真气的时候 问出了这一句 他们早就应该问的话 只不过 他们口中所提的那个碧秋燕又是谁 现在不是想别人的时候 来叫我媳妇 我说出这句话的同时 刚才被我打倒在地的崔判官 慢慢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他双眼充满暴力地盯着我 看那样子 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冲上来 跟我玩命 你媳妇 他叫何明 刚才那个判官看着再次问道 安如霜 我一字一字地看着他说了出来 什么 当他们听到我的话后 语气中都充满了惊骇 看向我的眼神也接着变了 我从他们的脸上明显看得出来 他们三判官都知道安如霜 你可是在开玩笑 安如霜她翠于唐代贞观二十年 怎么可能是你的媳妇 那个判官看着我问道 我没有开玩笑 她就是我媳妇 只不过 我在一千多年之后 与她结了因婚 我说道 因婚 那个判官听到我的话后 转头看向了她身旁的另外一个 很明显 他们好似知道一些什么 在这个时候 突然附近的一个 阴差小声议论的声音 传进了我的耳朵里 那个千年灵鬼安如霜她 她不之前要嫁给殷司马 无言大人吗 怎么又成了这个 矛头小子的殷婚媳妇了 当我听到那个阴差 刚刚说出来的这句话后 大脑一片空白 仿佛整个世界 全部都凝固了一般 心中如被万箭而穿 我心中完全不相信 安如霜会嫁给 那什么殷司马无言 因为我足够信任她 你 你刚才说什么 我猛地转过头 朝着刚才说话的 那个阴差问去 那个阴差 似乎并不想回答我的话 站在原地 一句话都不说地看着我 就在我准备冲过去 找那个阴差 问个清楚明白的时候 突然之前的判官再次开口 对我说道 小子 你叫左十三 安如霜那个灵鬼 触犯我们阴间的条例 自行前来领罪 你带不走 也见不得 念本判官之前 跟碧秋燕有些交情 你现在就束手就擒 我能保证 不会让你受到刑罚 这阴间可不是 你能硬闯的地方 莫说是你 就算是 碧秋燕她自己来了也一样 安如霜是替我来阴间 顶罪受罚的 触犯你们阴间条例的是我 不是她 如果之前我触犯了 你们阴间所定下的条例 我自己承担 指望你们能放她走 让她重回阳间 我看着那个判官说道 我自己犯下的错误 没有任何理由 让安如霜她 代替我去承担 荒唐 明明九优店 慢慢鬼门关 这偌大的阴间 岂非是你这个小子说的算 站在我前面的崔判官 对我大吼了一声 打断了我的话 如果我们不能如你所愿呢 另外一个判官也开口说道 那我就以我的血肉之躯 拼死也得试一试 即便下那十八层地狱 即便永世不得超生 我也不会后退一步 既然老子 我今天来了 那就万死不回 万死不回 好 好一个万死不回 那本判官 今天就成全了你小子 崔判官听到我话后 大吼一声 身子一转 朝着我前胸 直接挥出了一拳 拳位置 拳上的阴风 却先朝着 我就席卷来 看到崔判官突然出手 我忙快速往后撤身 闪了过去 同时 右手上面再一次地聚集 真气和阳气 身子一顿 停住后撤的身形 朝着那个崔判官 就冲了过去 崔判官见此 冷哼一声 大声喝道 狂妄 你还真以为 能力敌于我的 躺臂当车 找死 崔判官说完后 围在他身子周围的阴气 快速凝结在了一起 一股前所未有的 强烈阴气 突然从他的身上 迸发而出 猛地挥出一拳 朝着的面门 就打了过去 我现在收招闪避 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强行 应接崔判官那一拳 咬紧牙关 我用尽全身的 真气和阳气 朝着崔判官的拳头 迎了过去 碰 我右手的手掌 与崔判官的拳头 接在了一起 一股无形距离 顿时就把 我给从原地先飞 身子摔落在地后 我刚想从地上爬起来 却感觉胸口一堵 接着一疼 随之一口血 就从我嘴里吐了出来 这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那崔判官身上的阴气 突然在一瞬间变强了 而且在她的身上 还围绕着一股 似鹰非鹰的黑色气体 我捂着胸口 蹲在地上 抬头朝着崔判官那边 看了过去 发现她此刻 并没有接着追上来 而是站在原地 一个劲吸气 随着她每次张口 空气之中 都有一大股灰色的雾气 被她给吸进嘴里 慢慢地 她本来一双 绿油油的眼睛 变成了一双 淡金色的毛子 她转头再次看向我 双眼之中 异常冷漠 煞气极重 此时 整片灰色的空气中 一片朦胧 我敏感地察觉到了 还有有一种强大的杀机 难道那崔判官此刻 是对我动了杀心 崔判官现在的样子 光看一看 就让我觉得全身发毛 脊背深寒 庞大身躯 强烈的阴气 无论从哪里比 我都不是人家的狗 她大爷的 果然这阴间的判官不好惹 小子 受死 那个崔判官吸气完毕后 脚下一动 身形快速地 朝着这边冲了上来 现在的崔判官的样子 像是杀过千万生灵 随着他靠近我 有一股惨烈的血腥气息迎面扑来 一瞬间 竟有湿山血海般的景象 在我脑海中浮现 诡异而恐怖 龙虎七射印 射 随着口诀再次念出 龙虎七射印第三世的阳气 瞬间与出体的真气 再次结合于一起 我脚下戒力 同时挥动右手 朝着崔判官的前胸之上的命关 就打了过去 再次交手于一起 崔判官 见我朝着他前胸的命关之上 打了过去 没有闪避 直接用粗大的手臂一横 挡在了前胸 被那崔判官手臂这么一荡 我右手直接打在了他的胳膊上面 只是把他胳膊上面的阴气打散 并没有给他 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 呼 一声风声传来 崔判官的拳头 接着就从我的头顶上面 狠狠地砸了下来 我见这一拳来势凶猛 忙快速朝后退去 崔判官那一拳打空 却没有追过来 而是快速地从他身上 抽出了一杆毛笔 朝着我直接就扔了过来 尖刺的毛笔 在空中急速朝着我就飞了过来 看到这里 我心中就是一颈 这一旦被那杆毛笔给击中 绝对会被瞬间击穿 来个透心凉 哄 随着我跳开后 那杆毛笔 直接刺在了我身旁的地面上 与此同时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刚刺在地上的毛笔 再次自己从地面上抽了出来 转过头再一次地朝着我刺了过来 这一次速度更快 而且距离更紧 直接给我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快速扭转身形朝着一旁闪避 毛笔刺过 我在肩布容发间躲过 但是我之前锁利身的那一片灰色的武器崩开了 灰色的武器朝着我扑面来 直接将我给冲击地飞了起来 武器里面也掺杂着阴气 我根本就无法避开 阴气就这一瞬间侵入体内 让我感觉全身一凉 一股剧烈的疼痛感 从全身上下蔓延而开 这种剧痛让我难以忍受 身子一个没站稳 摔倒在了地上 嘴角里也同时有鲜血一出 哼 虽你阳寿未尽 但因违背阴间条例规法 擅闯阴间 亦与本判官动手 擅自放阴魂投入人道 无视两界的条例和规法 扰乱着阴阳两界的秩序与平和 本判官今天就在这里 直接勾出你的魂魄 送你去畜生道轮回转世 哼 要杀直接杀好了 何必找那么多的帽子给我戴上 我说着 伸出手擦了一把嘴角的血迹 慢慢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虽然我打不过眼前的这个判官 但是我的战役却从来都没有一点减弱 死到临头 还嘴硬 那崔判官说完后 直接朝着我就窜了来 伸出手臂 猛地挥出一拳 看到崔判官这一拳打出 我知道自己此刻根本就无法闪避 只得聚集自身全部的杨气于双臂 交叉挡在身前 想防住他这一拳头 崔判官同时来到我的镜前 挥拳朝着我就打来 下一秒 我只感觉双臂上面传来一股剧痛 接着整个身子 就被崔判官那一拳给打飞了出去 啪 摔落在地 我又一次地吐出了一口血 咬着牙刚想从地上站起来 胸口一疼 嗓子眼一甜 又是一口鲜血 接着吐了出来 两条胳膊上面也是发麻 就好似断掉了一半 鲜红色的血迹落在地上 没过多久 便被这空气之后的那些灰色的雾气 给一点点的吞噬 只一会儿的功夫 刚刚还在我身下的血迹 转眼便消失 看到这里 我心中一冷 随之便马上反应了过来 这阴间空气中 漂浮着的那些灰色的雾气 它有吸收阳气的功能 难怪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越来越感觉 龙虎七射印 对那崔判官造成的威胁和伤害越来越小 原来都是因为这些灰色雾气 在其中作怪 崔判官 手下留人 就在这个时候 刚才那个说跟碧秋燕有交际的判官 开口拦住了他 崔判官听到那个判官的话后 停下了朝着我这边走来的脚步 转头不悦地看着他说道 陆判官 怎么 难道你要念旧情 为这个小子出头 别说我没有提醒过你 他可是触犯了我们阴间的多处条例 陆判官听到崔判官的话后 摇头说道 我怎么可能给他出头 我就是觉得你直接杀了他 也一样 会触犯了咱们阴阳两界的条例 你可不要忘记了 他现在虽然身处我们阴间 但是人却是阳间的人 只要是阳人未死 那么我们就没有权利剥夺掉他的生命 他若是触犯了条例 便按照阎罗王所定下的规法 抓他去往死城便可 崔判官 你有何必为了一个阳间的矛头小子 自己以身是法呢 你我都知道 那阎罗王老人家 可是认法不认人 陆判官的这一席话 顿时让那崔判官沉默了 他用一双恶狠狠的眼睛 盯着我看了许久 这才转头不解气地 朝着附近那些 一直在看热闹的阴差吼道 来 快给我把这小子捆起来 带到王死城里受罚 看着那些阴差一步步地 朝着我这边走了过来 我直接放弃了抵抗 因为我要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而那崔判官口中所说 要把我关过去的王死城 说不定安如霜也在那里 只要我能找到安如霜 哪怕是再一次地动用 那被随时都有可能 吞噬我心性的玄黄地精 或者是那把随时 能要了我命的神秘浮沉 也在所不惜 我现在并不怕死 真的不怕 我只怕 只怕自己在临死之前 都看不到安如霜一面 被那些阴差 用铁链捆起来之后 其中一个直接再用一条铁链 绑在了我的脖子上面 用力一拉 直接把我个带到了半空之中 身子腾空而起 朝着溪面快速飞去 就在我刚刚被银差 压到半空的时候 崔判官那粗广的声音 再次从下面传来过来 你们等一下 听到崔判官的话后 那两个正准备 押送我去王死城的鬼叉盲 在半空之中停了下来 回头看着崔判官问道 判官大人 您还有什么吩咐 崔判官用一双阴冷的眼睛 看着我哼了一声 然后开口说道 你们身上可带着锁魂钩 其中一个银差听话 崔判官大人的话 锁魂钩小的正好戴在身上 把锁魂钩给我 这个小子天生倒体 而且深吸无极真气之秘术 大意不得 我先把他的琵琶骨 用锁魂钩给穿过去 勾死锁住 让他身上的阳气 真气全部散尽 同时废了他的身子 省得让他途中跑了 崔判官看着那个阴差说道 他刚才说的这几句话 让我心里一下子就凉了半截 这琵琶骨也就是肩胛骨 位于双臂和脖梗之间的 肩头下面的两块骨头 这穿琵琶骨是古代官府 专用对付江阳大道 有武功的死刑犯专用的刑法 被穿透琵琶骨之后 可以封住人的武功 使其有力使不上 人同时废掉 一身武功无法施展 若一个人的琵琶骨被穿透 那么他不仅武功会净废 而且将因无法接续 而无法再练武功 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匪人 这一点 对于修炼道术的我 同样有效 他吸刮个兔子的 那姓翠的王八蛋判官 我就完完全全地成了一个废人了 别说去救安如霜 就连我自保都难 崔判官 对付一个杨坚来的杨人 何必动用这么重的刑法 这个时候 之前帮我说过话的陆判官 又站了出来 看着崔判官问道 崔判官听到陆判官的话后 冷笑一声说道 陆判官 请问用杨人未经阴间允许 擅自闯入阴间 我崔某人有没有权利处罚于他 这 陆判官 你现在是在袒护这个 触犯阴间两界条例的阳人 帮他说话 崔判官看着陆判官嘟嘟逼人地 接着问道 陆判官脸色一变 欲要说话 却被另外一个 一直都没有说话的判官拦了下来 拽到了一旁 崔判官看到后 冷哼一声 转身朝着压住我的两个阴差喊道 把锁魂勾给本判官拿过来 把那擅闯阴间的混蛋小子 给我按在地上死死压住 那两个阴差 听到崔判官的话后 忙拉着我 朝着地面上落了下去 我见此忙用尽全力开始挣脱 可任凭我如何挣脱都没有用 这所在我身上的黑色铁链 随着我的挣脱越来越紧 勒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不像被勒死就老实点 其中一个阴差看着我喊道 完了完了 这次算是失算了 我万万都没有想到 那崔判官会突然给我来这一趟 玄黄地精和那把浮尘 都放在我身后的随身背包之中 我现在手脚背负 根本就拿他们不出来 落地之后 一个阴差当下就把我一脚踹倒在地 用脚死死踩住我的身子 另外一个 则是从他的身上拿出了一对 如镰刀一般的黑铁钩子 递给了崔判官 那就是锁魂钩 崔判官接过鹰差手里的锁魂钩后 拿着它朝着我慢慢地走了过来 这就是对你擅闯阴间 蔑视本判官的惩罚 崔判官说着 走到我的面前 慢慢地把手中的两个黑色的铁钩分开 而我则是躺在地上 快速地把真气从丹田之中提了出来 破体而出 聚集到了双手之上 然后再次用力挣脱 绑在我身上的铁链 碎裂之声同时断掉了一根 操 还是不行 我看着绑在我身上五六道铁链 这一挣脱 只挣脱断了一道 根本就来不及 还想脱身 给本判官老老实实地做个废物 崔判官说着 双手朝着 我就狠狠地用手中的那两个锁魂钩 狠狠地就朝着我的后背之上 狠狠地刺了下来 啊 一股剧痛从从背后传来 我清楚地感觉到了两根弯弯的铁钩 狠狠地刺进了我的骨肉里面 随着剧痛直接穿透而出 铁钩的尖头从我的前胸上面穿过露出 姓 姓崔的王八蛋 我曹你大爷的 身上的剧烈的疼痛感让我站立不止 甚至说话的时候 因为剧痛都差点咬到自己的舌头 此刻 我只要一低头 就能明显地看到自己伤口之处 有大量鲜血流出 阴差听令 你们现在把这个废物给本判官带走 送去往死城受罚 崔判官冷冷地看着那两个阴差吩咐道 那两个阴差听到崔判官的命令后 忙把趴在地上不住颤抖的 我给拽了起来 再次用粗大的铁链圈住我的脖子 拽着我拖到了灰蒙蒙的天空之上 也就在这个时候 我隐隐地听到了身下那崔判官的骂声 哼 敢和本判官动手 活得不耐烦了 算那小子今天走运 只是废了他的身子 要是再让我逮到他 定然生抽他的魂 活炼他的魄 听到崔判官的恶语之后 我咬着牙暗自记下了 别人对我有恩情 我会记下 他日涌全相报 别人若想是要了我的命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 同样也会要了他的命 在我接触阴间两戒 经历过这么多之后 生命信条里面 不再有以得报得这三个字 更不会被别人打了我左脸一巴掌 我再笑着 把右脸伸过去 让人家继续打 那不是隐忍大气 那是傻X250 嗯 就是恩 得戒 仇就是仇 得报 就此之后 一路上 我被那两个阴差死死压着 快速朝着西面的往死城飞去 这一路上 我忍着身上的剧痛 看着这个阴间灰蒙蒙的一片 似乎他们就是 我现在的真实写照 就和我的生命一样 从此变得灰蒙蒙 再无色彩 因为 从这一刻往后起 我将是一个连手臂都抬不起来的废物 哈哈 想到这里 我忍不住自嘲一般地笑了起来 这小子 莫非是疯了 这个时候 还能笑得出来 其中一个阴差 听到我的笑声后 对另外一个问道 另外那个阴差开口说道 你心还真够宽的 管那么多干嘛 这判官大人 和碧秋燕 都不是咱们能得罪起的 赶紧把这小子送到王死城 别掺和这件事了 到时候搞不好惹了一身骚 能把咱俩的命都给赔进去 真特么倒霉 两个阴差说着 加快的飞行的速度 压着我朝着 王死城飞去 时间不多 我估计也就是过了能有十几二十分钟 我抬头一看 已经能模模糊糊地 在前面看到 一座古代大城的轮廓 有巨大的城门 有高大的砖石城墙 而且好像在城墙的 上面还有阴魂在 这段距离看起来不近 但是没一会儿 那两个阴差 便带着我直接飞到了 王死城的城门之下 落地后 压着我一同朝着 大开的城门走了进去 城门很大 在城门之上 有一个石牌 上书王死城 三个大字 而在城门的两旁 则是有一副十字对联 上联写 人与鬼 鬼与人 人鬼殊途 下联写 阴与阳 阳与阴 阴阳永阁 在我们的前面 还有数不清的阴魂 排着队往里面走 因为我有两个阴差相压 所以直接插队 朝着里面走去 走到城门前面的时候 则是有四个阴差守门 压着我的阴差 出示身上所带令牌之后 便直接压着我 走进了这个王死城 这王死城 我之前也曾经 听清风道长 多次跟我讲过 我以前还一直以为 他又是在跟我吹牛 没想到阴间还真的有 据清风道长所说 这王死城 是于阴间的 汴城王所创建 用来收容 王死之人的 魂魄的阴间城市 其性质 类似于阳间关押罪犯的监狱 所谓的王死 即不是寿终正寝 而是由于自杀 灾害 战乱 意外 谋杀 被害等 含于而死身亡的 都被称之为王死 王死之人死后 都会集中到王死城关押 直至原有 命数注定的寿命终结为止 例如 某人命数注定90岁寿命终结 却在40岁自杀 或者被人谋害而亡 因而死后 就会被集中至王死城关押 直至90岁 才得以自王死城释放 在此期间 王死城中关押的王魂 能够像杨氏之人一样生活 并且能够登城观望 查看谋害他的人 是否收到应有报应 但其人身自由 会受到严厉的控管 既无法收到杨氏亲友 烧给王魂的名纸 及纸扎祭品 也无法在中原节 像其他王魂一样 返回杨氏 接受杨氏亲人的供养 一切烧给这些王魂的金钱物品 都会暂时存放在变城王之处 一集到这些王魂 在王死城的关押期满之后 才能转交 然后再根据其生前善恶 获奖获罚 转世投胎 随着我进入这个王死城之后 外面那一股股灰色的雾气 变淡了许多 路也宽敞了起来 时不时地有一对 对阴差和阴魂走过 他们看向我的眼神 都充满了吃惊和惊讶 我估计 像能有我这么被如此 带欲压来的 还真不多见 再往里走 前面的大路便是了数条小路 小路上面铺满了白纸 踩在上面咯吱 咯吱 直响 这条纸前路上面 虽然阴魂不多 但是也有三三两两 在我们前后低头不语地走着 整个王死城 虽然阴魂阴差众多 但是给我的印象 就只有一个 死气沉沉 没有一丝的火气 不过转念又一想 这里便是阴间的王死城 关押阴魂的地方 要是这里有火气的话 那才真就怪了 被这两个阴差压着 顺着这条白色的纸前路 走到尽头之后 前面便是出现了一个黑色的大门 再次出示令牌后 那两个阴差便压着我 直接走进了这个铁门的后面 走进去后 昏暗的光线让我看不清路 只能被这两个阴差压着走 抹黑走了一段路后 又穿过了一道门后 黑暗散去 前面渐渐地亮了起来 只见一个朝下的石阶 出现在我面前 那两个阴差没有犹豫 压着我继续朝着前面的石阶 走了下去 走下这条狭窄的石阶路后 前面便是一个阴暗的空间 我打眼四处一瞧 发现这里竟然是一个 这两个阴差一直压着 我往这里走去 我被他们带着 朝一个东拐直角弯的 一个独立牢房走了过去 他们带我到这个牢房前面后 直接打开牢门 把我推了进去 然后锁上门 一句话也没说 转身就走 看着那两个阴差走后 我站在这个昏暗的牢房里 四处打量 发现这个牢房的墙壁上面 画满了各种各样奇怪的符文 不想用我也知道 这些符文 定然是阴差用来困住阴魂 以防他们逃脱之用 我还发现 在这个牢房里面的其中 其中一面墙壁上 用暗色的字写了这么一段话 成论名武无见 一 去果无见 舍身生报故 二 受苦无见 终无乐故 三 实无见 定义结故 四 命无见 终不绝故 五 行无见 如亡死成 纵广八万犹巡 一人多人皆便满故 此武无见 乃造无逆业者报之 上面写的这些句子 我是一句都看不懂 索性也不去看了 开始收敛心神 朝着自己琵琶鼓出的伤口上面 看去 发现我双肩下面 被这两个黑漆漆的大铁钩子刺穿之后 血一直都没有止住 而且 我的手臂根本就动不了 这么下去 我早晚 被失血过多而亡 现在的当务之急 便是先止血 止血过后 我再快点想个办法 把这两个大铁钩子 从我身上下来 心念至此 我马上在这个牢房的中间盘腿坐下 开始聚集自身丹田之中阳气 先是让它顺着我全身的静脉 游走了一圈后 然后慢慢地聚集 它们与尖头下面的两个伤口之间 用阳气止住 还在往外流的鲜血 随着阳气止住血后 我盘坐在地上 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不管怎么样 我的命暂时算是保住了 而接下来 我要做的就是 把这两个黑色的大铁钩 从我身上的琵琶鼓里面抽出来 想到这里 我便开始努力 让自己的双手试着抬起来 但是我无论怎么努力 都无济于事 我现在的这两条手臂 就好像废了一般 完全失去了知觉 先把这两个铁钩子 弄出来再试试 我心里想着 慢慢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朝着四周看了过去 发现在前面的牢门上面 整好有一个空隙 足够我把这个铁钩 插进去挂住 从而自己把这两根铁钩 从我身体里面抽出来 看到这里 我忙朝着那个牢门走了过去 点起双脚 慢慢地把我身上的铁钩 朝着牢门的缝隙里面 插了进去 同时利用这个牢门的缝隙 把这两个铁钩给卡住 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之后 我把心一横 牙一咬 用尽全力 朝着前面就走去 牢门的缝隙 牢牢地卡住我背后的铁钩 随着我这往前这一走 一股剧痛 再次从我身上传了过来 我死死地咬着牙 忍着剧痛 再次往前走去 穿透在我身上的铁钩 就好似生在了骨头里面 任凭我怎么用力往前走 就是无法从我身体里面拽出来 他大爷的 我大骂了一声 同时聚集自身所剩的全部阳气 都集中于双脚之上 同时一用力朝着前面 忍受的剧痛传来 让我直接喊出了声 身子也随之一下子 就朝着前面的地上摔了过去 与此同时 穿透我琵琶骨的那两铁钩 也被我从琵琶骨里面给拽了出来 我摔倒在地 身上的两处伤口 在这个时候 疼得我全身静攒 差点没直接昏死过去 躺在地上 好不容易挨过去 等身上的伤口好一些后 我慢慢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坐在原地喘着粗气 接着快速调动自身阳气 再次止血 伤口出的血 再次被止住 我开始是着想动一动手臂 但依旧和之前一样 我根本就动不了 坐在地上 我倔强地一次次想 抬起手臂来 却一次次地失望 终于 我在敌人失败之后 我终于不再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接受了自己 已经成为一个废人的事实 可也就在我颓败灰心 甚至绝望无比的时候 一阵轻微的脚步声 朝着我所在的这间牢房走了过来 我听到后 抬起头从牢门中缝隙往外看去 这一看 我心里就是咯噔一下 当时就愣在了当场 因为刚才那阵脚步声的主人 正是我朝思暮想的鬼媳妇 安如霜 当我看到如霜 她那熟悉的窈窕身影 走到我这间牢房的牢门之后的时候 不知何故 我却突然泪流满面 她离我咫尺之遥 我却突然很想念她 安如霜她依旧一身白衣 面孔还是倾国倾城 一双丹凤眼里面 永远都散发出一种独特的美 我看着她 根本无法用任何的语言 描述自己此刻此时的情绪 都在她出现的一瞬间 全部都涌上了我的心头 呆立在原地 我张开口 想叫她的名字 一时之间竟然说不出话来 脑海之中只剩下了一句话 终于 终于见到你 十三 你真傻 你为什么要 你 你身上怎么了 站在门外面的安如霜 看到全身是血的我后 脸上神情一紧 盲改口看着我问道 她的双眼之中 满是担忧和顾虑 没 没怎么 就是受了一点皮肉伤 此时听到安如霜的问话后 我看着她结结巴巴地说道 你骗我 安如霜说着 身子快速一闪 顺时化为一道白光 朝着牢门之中的空隙里面 飞了进来 与此同时 整个牢房上面 所画的那些奇怪的符文 同时闪出一道刺眼的亮光 顿时就把那化为白光的安如霜弹开 被弹开之后 安如霜她并没有放弃 再次朝着牢门之上飞了过去 结果 再一次地被牢房之上的符文弹飞 如霜 这里布置着防止阴魂逃走的阵法和符文 你根本就进不来 别伤着自己 看着安如霜这个样子后 我忙跑到牢房的牢门前 冲她喊道 听到我的话后 安如霜显出鬼体 再次站到牢门之外 走近看着我问道 那你跟我说实话 你身上的伤的伤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安如霜此刻看向我的双眼发红 眼神深处 满是心疼急切之色 我 我不想说 在自己最爱的女人面前 我根本就张不开口说出自己 已经变成一个废物的话 虽然废物这两个字 对现在的我来说 已然名副其实 你不想说是吗 那好 安如霜说着 把她的双手 从牢门之间的空隙中伸了进来 看着我接着说道 把你的手伸给我 我想握住她 看着安如霜伸到我身前的双手 一种极为难过的心情 涌上了心头 我做不到 我现在就连握紧自己媳妇的手 都无法做到 十三 你是不是被 被穿了琵琶骨 安如霜见我的双手 一直都没有动 结合我双肩之下的伤口 踩出了我之前的遭遇 看着安如霜那越来越急切的眼神 我不忍心继续瞒着她 点了点头 安如霜听到我说的话后 身子一震 这我接着开口问道 这阴间 哪个判官如此狠心 对你这么做的 你 你现在伤口还疼吗 听到安如霜问我的话后 我摇了摇 语气中充满沮丧地对她说道 不疼了 鞋也止住了 我没什么事 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内心无比痛楚煎熬 所有的自尊 因为这两条残废掉的手臂 被我自己一扫而光 安如霜听到我说话的话后 双眼之中流下了泪水 十三 你 你真的好傻 你这样以后怎么办 如霜 能够再见到你一次 我就知足了 真的 别无他求 我看着安如霜 说出了一直藏在心里面的话 我又何曾不想见你 安如霜红着眼对我说道 当我听到安如霜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只感觉喜从心来 甚至就连伤口上面的疼痛感也减轻 她的这一句话 让我觉得所做的一切都值得 但也就在这个时刻 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 便看着安如霜接着问道 如霜 你 你怎么知道 我被关在这里 又是怎么进来的 之前见看她那份狂喜的心情过后 我隐隐地觉得 安如霜她既然能来这里 那就表示她现在在阴间是自由的 也或者是说 她很可能因为来看我 从而答应了那个叫什么马无言音思的某个条件 这是我最不想问 但是却不得不开口去问的一个问题 在等待安如霜回答我的同时 我的心不知不觉地自个儿悬了起来 是一个叫马无言的音思 告诉我你因为强闯阴间 被判官抓住 送入王死城的地牢 也是他把我送到这里来的 安如霜听到我的话后 沉默了一会儿 还是说了出来 听到安如霜对我说的这句话后 我感觉自己的胸口 好似被一团无形的棉花 给死死地堵住了一般 它没有任何的重量 却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 没来由的就难受了起来 如霜 你 你那个叫马无言的音思 是什么关系 我看着安如霜问道 就在我问出安如霜这句话的时候 我突然害怕她的答案 诚惶诚恐了起来 安如霜看着我问道 十三 你是不是来到这阴间之后 听到过什么 我如实说道 对 我在之前听到一些阴差 在私底下议论你和马无言 他们在议论些什么 安如霜问道 他们说 说你准备嫁给那个叫马无言的音思 我深吸了一口气 看着安如霜 把之前所听到的说了出来 安如霜听到我的话后 先是一棱 然后接着对我问道 十三 那你相信他们说的话吗 我摇头 我当然不相信 可是我听到那些话后 可是你听到他们说的那些话后 心里还是不好说对吗 安如霜打断了我的话 看着我接着问道 十三 我们先不要管那个音思 你从小带到大的那块玉佩 你现在带在身上吗 我忙点头 带着 一直挂在我脖子上面 我说着 就想动手把安如霜之前 一直待在里面的那块玉佩 从我脖子上面拿下来 但我突然感觉 自己的手臂毫无知觉 我才接着反应过来 一种悲凉之感 从我心头升起 我现在已经是一个 什么事情都不能做的废人了 安如霜好似看出了 我刚才想要动手 去拿脖子上面的玉佩 双手却不能动弹丝毫 马上对我说道 十三 你往前走 我帮你把那块玉佩 从脖子上面拿下来 听到安如霜这么说 我只得朝着她走了过去 安如霜伸出手 慢慢地从我脖子上面 把那块玉佩摘了下来 拿在手中 她先是看了手中的那块玉佩一眼 然后对我说道 十三 把你的脚 从这个劳门的门缝里面伸出来 我虽然不知道 安如霜她接下来要干什么 但是我依旧还是听她的话 把左脚 从劳门下面缝隙之中伸了出来 也就在这个时候 安如霜的身影一闪 化为一道白光 朝着玉佩里面飞了过去 随着安如霜所化的那道白光 彻底引入玉佩里面 在半空之中的玉佩 猛地朝着地上掉了下去 啪 得一声轻响 落下去的玉佩刚好掉在了我伸出去的脚背上面 当我看到这一幕后 当下明白了安如霜她的用意 忙把伸出去的脚 连同掉落在脚背上面的玉佩 收回到了牢房之后 就在我刚刚把脚收回来的时候 玉佩上面的白光一闪 安如霜的身影瞬间显出在了我的身前 她出现在这牢房之中后 二话没说 伸出双手 一下子抱住了我 左十三 我好想你 这一瞬间 安如霜所说的一句话 让我鼻子一酸 眼泪同时不受控制地落了下来 她的身躯虽然冰冷 但是我的心却在这一刻 春暖花开 身上的痛楚不再痛 心中的担忧不再忧 此刻此时 在我的世界里面 她便是一切 感情不是一个的全部 但是当她真正来临时 她可以瞬间成为一个人的全部 就这样 安如霜她抱着我 我也沉浸在她的怀抱之中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我早已没了时间上面的观念 可能是一分钟 也可能是十分钟 安如霜慢慢地松开了 抱着我的双手 看着我心疼地说道 十三 你身上的伤口真的不疼了吗 我看着安如霜笑着说道 不疼的 真的不疼了 安如霜看着我 慢慢地伸出手 擦掉了我脸颊上面的眼泪 看着我认真地说道 十三 我跟那个马无颜因斯虽认识 但却不熟 我之前是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因为担心你 所以才开口 让马无颜帮忙带我来此看你 但我跟她之间真的没有关系 我也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嫁给她 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 我相信 我心里也只有你自己 不过 那个叫马无颜的因斯 她是不是喜欢你 我看着安如霜问道 安如霜听到我的话后 微微一笑 接着对我说道 她喜欢我是她的事情 我喜欢的是你 对了十三 你为了救我 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值得吗 听到安如霜的话后 我看着她的双眼 目不转睛地问道 如霜 如果换作 是我在阴间代替你来顶罪受法 我相信 你也一定会来救我 安如霜听到我这么说后 看向我的双眼之中 充满了感激和柔情 她靠近我 在我的脸颊上面 轻轻地吻了一下 突然被安如霜这么一吻 我只感觉左脸颊上面 一阵冰凉柔软的触感传来 我整个人就如同是触电了一般 呆立在原地 这是我在娶了安如霜为媳妇后 十年以来 她第一次吻我 我那心情 当时就激动 澎湃 兴奋 飘飘然地 找不着北了 十三 安如霜看着我问道 嗯 我想听你的说 我爱你 我爱你 带上我的名信 安如霜 我爱你 如霜 嗯 我 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你 安如霜没有等我把话说话 她便伸出了手 轻轻地挡在了我的嘴唇上面 没有让我继续说下去 十三 阴阳两见 人鬼百万 唯你一人在我心 放不下 舍不得 离不开 如我血 如我肉 如我心 如我魂欲破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 我都会一直爱你 你若是少了两条胳膊 别人在我眼中 就多出了两条胳膊 你若是少了两条腿 别人在我眼中 就多出了两条腿 安如霜看着我微笑着说道 听到她说话的话后 从未有过的满足感 充斥着我的全身 我左十三 到底有何得何能 娶了安如霜这样的媳妇 如霜 我好爱你 此刻我出了这句话 不知道应该对她说些什么 安如霜 去看着我说道 十三 我曾经也想也答应过你 今生重生 为人能与你一直在一起 可是这个承诺 恐怕是做不到了 安如霜看着我笑着说道 但是她的眼睛却在流泪 我站在原地 听到安如霜对我说出这句话后 心里面瞬间冻住 我甚至从她那含着泪花的双眼之中 看到了一种不舍和难过的神色 为什么 我问道 可是当我刚刚问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自己马上也就想通了 我们现在这个处境 别说我带着安如霜重回阴间 就连我能不能 或者从这牢房里面出去 都是个问题 十三 不管用什么办法 我都会想办法 把你先从这牢房里面带出去 安如霜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而是看着我 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就我在听到安如霜这句话的时候 突然一下子就明白了 安如霜刚才所说的意思 她莫非是要自己去答应 嫁给殷司马无言 以此来换回我自由 重回阳间 这本来是我来阴间救她 现在反而成了安如霜救我 讽刺 真的很讽刺 这种讽刺甚至让我有些抓狂 为什么无论我如何努力 无论我怎样拼命 都不能和安如霜她在一起 或许我和安如霜她在一起 永远只能连累她 更别谈什么保护她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 是因为我命里还是道家的舞弊三圈 亦或者是 真如曾经贵典贵真人所说 人鬼殊途 阴阳相隔 活人禁忌 要是我现在就动用 玄黄地精的话 我这两条废掉的胳膊 会不会在短时间里面恢复 如果可以恢复的话 只要动用了这本 玄黄地精 我就有把握 带着安如霜 从这些鬼差判官中 逃回阳间 但转念一想 我便放弃了这个办法 因为即便是这样 也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就算我和安如霜 现在从阴间逃回到阳间 阴间也同样会派人前来追捕 再次把我和安如霜抓回来 现在回想 是我之前把救安如霜这件事 想得太过于简单了 如霜 对不起 我来这里根本就不是救你 而是拖累你 我看着安如霜说道 十三 你千万不要这么想 我很感动 你能生死不顾地来阴间救我 真的很感动 说真话 我之前在阴间法尔斯里面待着的时候 心里也一直在期待 我期待你来救我 同时心里又很矛盾地 希望你永远不要来 可是你终究还是来了 所以 无论你来阴间能不能救我回去 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你来了 安如霜听到我的话后 双眼盯着我认真地说道 就在我刚要开口说话的声音 在牢房的外面 突然传进了一阵脚步声 我朝着安如霜身后的牢门那边一看 只见一个身穿黑袍的人走了进来 站在牢门 朝着我和安如霜这边看了过来 透过牢门的缝隙 我看到了那个黑袍人的双眼虽然秀气 但是看向我的眼神里面 明显带着一股杀气和怨气 难道这个黑袍人就是因司马无言 如霜 这牢房里面你是怎么进去的 那个黑袍人 看着牢房里面的安如霜 语气平静地问道 从他的语气之中 听不出任何的情绪波动 回马大人的话 是我相公他从小 随身带着的那块玉佩 我之前一直待在这块玉佩里面 陪着我相公 所以今天就接着这块玉佩 进来看他了 安如霜回头看着那个黑袍人解释道 我从安如霜的话语中 知道了这样 黑袍人就是因司马无言 而且安如霜刚才跟马无言说话的时候 对我称呼突然从十三改为相公 他这是在给马无言打预防针 马无言听到安如霜的话后 脸上没有丝毫不悦 而是轻声一笑说道 哦 原来是这样 不过如霜 虽然我也想让你们在一起多待一会儿 但是现在已经到了 我全线的尽头了 你要是再在这里待下去 我也压不住了 咱们应该走了 马无言说着 便让跟在他身后的阴差 把牢门给打了开来 安如霜看着打开的牢门 又看了看我 接着对我说道 十三 我先走了 你自己待在这里 千万不要乱想 如霜说着低下身子 把地上的那块玉佩捡了起来 帮我挂在了脖子上面 然后转身朝着牢门外走了出去 安心在这里养伤 我会嘱咐这里的阴差 让他们不难为你 想办法给你带来一些 洋人所需的饭菜来 马无言在这个时候 看着我笑着说道 语气之中满是关心和照顾 安如霜走出去后 牢门接着被阴差给锁死 我站在牢房里面 从门缝中看着安如霜 和那个叫马无言的阴丝走远 心里涌上来一种苦涩和自责 我就这样了 认命吗 不行 我得振作起来 只要没死 我就有希望 能自己从这里面逃出去 绝对不能拖累的安如霜 想到这里 我忙鼓励自己振作起精神来 不能失去信心 同时盘腿坐在地上 认真的开始修炼起了 无极蒸气的修炼法门 既然阳气之前试过没用 我想试着用无极蒸气看看 能不能慢慢修复 自己那被铁钩穿透的琵琶骨 就在我刚刚开始运转丹田之中 蒸气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一阵脚步声 朝着我这边一步步地走了过来 当我听到那一声声脚步声后 忙抬起头 朝着前面的牢门看了过去 只看到了一个身穿黑袍的人 朝着我这件牢房里面 慢慢地走了过来 在他的身后 还跟着一个阴叉 还有一个和他同穿黑袍的小胡子 这里的光线很暗 我看不真切 心中猜想 难道是之前那个去而复返的殷司马 无言又回来来 他又来找我干什么 待那黑袍人走进牢门之后 我顺着门缝往外看了一眼 正好看到了黑袍人那双 看着我充满敌视和怨恨的双目 这双眼睛我之前刚刚接触过 并不陌生 它就是马无言 把牢门快给我打开 马无言那没有丝毫感情的声音 在牢门外面响起 跟在他身后的那个 阴叉厅后忙 快步上前 打开了牢门 随着牢门的打开 一身黑袍的马无言 带着身后 两个阴气走了进来 我盘坐在地上 就这么抬头看着他 一句话也没说 当我看到马无言那 看向我的眼神的时候 隐隐地觉得他这一次 马上折回来找我 恐怕是善者不来 你就叫左十三 马无言走到我的前面 居高临时地看着我问道 语气之中满是傲气和娇精 对 我叫左十三 我看着马无言回道 是你在九岁的时候 和如双结了阴婚 马无言看着我接着问道 听到他问我这句话后 我当下就明白了过来 他现在回来找我 是因为安如双 是 他是我媳妇 我说道 他是你媳妇 马无言看着我接着问道 对 我点头 马无言听到我的话后 慢慢地在我身前蹲下了身子 用一双带着怨恨的眼睛 盯着我冷冷地说道 错了 以前是 以后便不是了 马大人 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双眼与马无言的双眼对视 看着他开口问道 马无言冷笑一声 人鬼殊途 人和鬼在不同的世道 人属羊 鬼属鹰 就像正负两极一样 互相排斥 所以永远不可能在一起 即使勉强在一起了 也不可能有好结果 小子 我的话你懂了吗 听到马无言这句话后 我一笑看着他说道 这一点就不劳烦 因司马大人您操心了 我们自己的事情 自己会有决定 自己会有决定 你难道还真的以为 如双他会一直跟着你吗 你难道真的以为你 还能从这里活着出去吗 实话告诉你 别的地方 我马无言不敢说 但是在这往死城 就是老子说的算 马无言看着我越往后 语气越是阴冷 那又如何 即便安如霜 他不会跟着我 即便我自己 不能从这里活着出去 依旧是我左十三 自己的事情 马大人操心 好像操得太宽了吧 若是你来这里 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些 是我不理会 我看着马无言冷言说道 我这个人就是这种性子 别人敬我一尺 我还一丈 别人不拿我当回事 我同样也不会拿着他 当成一回事 马无言听到我的话后 牙根咬得咯吱 咯吱吱吱吱吱吱 看着我恶狠狠地说道 左十三 别说我没有警告过你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抱歉 我不会喝酒 我看着马无言说道 你这是找死 马无言听到我这句话后 我猛地感觉他一直内敛起来的阴气 瞬间就从他的身上爆发了出来 他接着举手 朝着我的左肩膀上面 就狠狠地打过来一掌 他这一掌来得太多 而且太过于突然 我盘腿坐在地上 没有丝毫的防备 根本就来不及躲闪 只得硬生生地挨了他这一掌 随着马无言 一掌打在了我的左肩之上 我整个身子被他给打倒在地 本来已经开始愈合的伤口 再次崩裂 鲜血接着就从崩裂开的伤口处 流了下来 难以忍受的疼痛感也随之而来 我躺在地上 竟然疼得无法站起来 你这个人前一套 人后又一套的卑鄙小人 我此刻躺在地上 看着慢慢站起来的马无言 开口骂道 卑鄙 小人 无独不丈夫 既然我看上了如霜 那么你就必须得死 本来我是想给你活命的机会 但是你这小子 并不想领本因斯的情 那么我只得对你下杀手了 虽然在这里直接杀了你 以后会麻烦一些 但是为了抱得美人归 再麻烦也是值得的 马无言看着我 冷笑着说道 他说完之后 朝着我走了过去 一脚猛地就踩在了我的前胸之上 一股距离从胸口上面传来 我忍不住张开口壳缩了起来 他大爷的 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难道说真的在这个时候 命丧于此了吗 我躺在地上 大脑开始快速地思索了起来 绝对不能死在这里 就算是死 也不能死在马无言这种卑鄙的小人手里 突然间 我脑海中一闪 想到了斗笠男之前送给我的一个小红包 他在给我之前亲口告诉我 在我命将不保的时候 才能用此小红包保命 现在正是时候 不过虽然我想到了这个保命的小红包 但是我现在依旧犯难 因为小红包被我给放到了随身背包里面 而我现在双手经费 根本就拿它不出 就是这块玉佩 这是你和如双的定情信物 就在我思索 如何把随身背包里面的小红包拿出来的时候 突然听到马无言说出了这句话 当下一惊 忙朝着他的手上就看了过去 此刻他手上正握着挂在我脖子上 衣服外面的那块玉佩 放下他 不知为何 当我看马无言手里 拿着安如霜一直所带的那块玉佩的时候 一股活猛地就从心底窜到我全身 几乎让我失去理智 这块玉佩 是我现在最在乎的一样东西 它不只是因为安如霜之前一直在里面陪着我 还因为这块玉佩 是我那已经过世的爷爷送给我的 放下他 你算什么 让本因斯放下就放下 马无言说着握住玉佩的手一用力 直接把玉佩上面的红色给拽断 拿了过去 我此刻双目里面满是怒火 激进暴走 这块玉佩我绝对不容许被人给夺走 我想挣扎着从地上站起来 却再一次地被马无言狠狠地踹在了胸口一脚 他这一脚用力极足 踹在我胸口上面后 我只感觉自己胸口里面一阵翻江倒海 血气倒流 忍不住张嘴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今天如霜就是用借用他 才得以进入这个牢房里吧 哼 该摔碎 马无言说着 把手中的那块玉佩 猛地就朝着地上狠狠地摔了下去 啪 摔落在地后发出的脆响声 被马无言摔落在地的玉佩 瞬间变得四分五裂 当我看到眼前这一幕后 心好似跟着那块玉佩一样 碎了开来 这块玉佩 是同安如双一起从小到大陪在我身旁 从未离开过 它在我的眼中 早已不是一块没有生命的玉佩 而是我的朋友 我躺在地上 看着那块被摔得四分五裂的玉佩 心里好似被挖掉了一块肉 哈哈 来人 季奇 我要把这小子给抽了魂 练了魄 今天我就让他在这里魂飞魄散 马无言那阴毒的声音 再一次地传进了我的耳朵里 马大人 请恕我多言 这小子虽然触犯咱阴间的条例 但是阳寿未尽 而且他的身份不明 现在动手直接对他抽魂练魄 实属下下之策 这个时候 一直跟在马无言身后的小胡子 开口劝道 我说 让你记齐 今天我就是要把这小子给抽魂练魄 任何后果 我自己来承担 马无言看着那个小胡子怒吼道 那小胡子听到马无言的怒吼后 吓得全身一哆嗦 忙伸出手从自身的身上 拿出了一把黑白两色相间的旗子 那把旗子 一碰到空气之中的灰色雾气 就开始快速变大 直到长了能有一米多高 才停了下来 当这面黑白色相间的旗子 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即使我躺在地上 也能从那面旗子上面 感受到了一股股强烈的怨气 是怨气 那一股股怨气 就好似一个个冤魂悲悯一般 不断地围绕着那面旗子 看得出这面旗子里面 定然困住了数不清的阴魂 才会有这么多的怨念和怨气 马大人 现在就即期抽魂 那个黑衣小胡子 双手紧紧握住黑白旗 看着马无言开口问道 马无言听到小胡子的话后 冷笑着摇了摇头 不着急 先不着急 我在这里的时候不宜杀他 这抽魂练破你也会 等我走了半个时辰之后 你再动手 错开我在牢房里面的时间 以免被如双怀疑这废物是我杀的 小胡子听到马无言的话后 微微一愣 脸上抽搐地问道 马 马大人 如果是小人动手的话 那 那什么 你不敢 出了事 有我给你顶着 你怕什么 马无言看着小胡子 冷冷地说道 笑 小人听令 小胡子看着马无言那杀人般的目光 只得点头妥协 好 很好 那我就先回去了 等你好消息 马无言说完后 又低下头朝着 躺在地上的看了过来 不识抬举的废物 我定让你灰飞烟灭 我躺在地上 心中纵然有无数的怒火和愤痕 却无从发现 我想从地上站起来 跟那姓马的畜生拼命 但是我的身子根本就动不了 感觉自己全身就好似散开了一般 想开口骂那畜生马无言 却忍不住 又是一口血喷了出来 哼哼 都残废成这样了 这么一个一点用都没有的废物 我真的想不通 如霜 究竟看上他啊 给我坐视干净点 别留下马脚 我先回去了 马无言临走之时 再次朝着我前胸上面 狠狠地踹了一脚 才骂骂咧咧地转身走了 马无言走了之后 这间牢房里面 便只剩下那个 一身黑衣的小胡子 和看守着牢房的阴差 小胡子见音司马无言走远 先是转头看了那个阴差一眼 对他说道 你先去牢外等我 看着点 没有令牌的 一律不许进 那个阴间点头答应了一声 忙朝着牢房外面走了出去 等那阴差也走掉后 小胡子这才回过头 盯着躺在地上的我 看着了好一会儿 才对我开口问道 左十三是吗 接下来我要对你做的事情 你自己刚才也都听到了 我是迫不得已 别怪我 要怪就怪你的命不好 还有你娶了一个 你不应该娶的鬼媳妇 我躺在地上 伸出舌头 舔了舔嘴角 便伤得血迹 缓了好一会儿后 才喘着粗气 看着那个小胡子说道 我不怪你 虽然有的时候 我的脾气的确是冲动了一些 但恩怨 是非我还是分得清 小胡子听到我的话后 朝着我这边走了过来 慢慢地蹲在我身前 先是谨慎地四下一看 然后才小声地看着我问道 对了 有件事我得问问你 你到底和那个碧秋燕 是什么关系 听到那个小胡子的话后 我自嘲地笑了笑 然后看着她说道 实话跟你说 我并不认识什么碧秋燕 你不认识她 小胡子听到我的话之后 脸上明显地多出了一丝惊讶 看着我接着问道 你没有糊弄我吧 你不认识碧秋燕 为何身怀她的不传之术 无极争气 我摇头 我真的不认识她 这无极争气 也是我无意中所学 哦 原来是这样 这无极争气 非天生道体不可学 既然你是天生道体 又吸得无极争气 难怪有底气敢擅长阴间 只不过 也太小看 我们这阴间了 明明久悠 不是你一介凡人 能硬闯和抗衡的 莫说是你 即便是碧秋燕和唐燕兰 也硬闯不得 小胡子看着我说道 听到小胡子的话后 我咳嗽了一声 暗中调转自身的阳气 这半个时辰 也就是一个小时 我能不能活下去 就看在这一个小时里面 能不能用真气 治好琵琶鼓上面的伤 如果不行 那么我就只有死路一条 想到这里 我必须在此刻 多拖延一些时间 然后便看着小胡子 接着问道 碧秋燕她到底 是一个什么人 她是一个女人 小胡子看着我 说出了这句 差点又让我吐出一口血的话 只不过这个女人很特别 怎么特别 我深吸了一口气 加快了体内洋气的运转 她很漂亮 我 当然了 她的特别不光 只有她的面貌 她还是一个道术的高手 你现在身上所吸的无极真气 便是她所创而出 与唐燕兰所创的龙虎七射印 同为道门三大道术 只不过 她早在百年之前便死了 若是碧秋燕和唐燕兰 现在有一个人还活着 你之前与判官交手的时候 他们就算把你抓起来 也绝对不敢如此待你 但是现在 小胡子说到这里摇了摇头 脸上满是惆怅地看着我 接着说道 我说到这里 你自己也都懂了吧 还有就是 你可知道 那因司马无言 为什么要这么着急杀你吗 这小胡子 好像就是一个自来熟 跟胖子差不多 话一旦开始说起来 就难停下来 什么都往外说 听后 我忙追问道 为什么 实话告诉你 你那鬼媳妇安如双十一方面 最重要的还是因为 她害怕你 小胡子看着我说道 害怕我 对 害怕你 因为你的身上不止 学会了唐燕兰的龙虎七射印 同时也学会了碧秋燕的无极争气 对她来说 你绝对是一个隐患 对于隐患 马无言那个小人的做法 从来都是斩草除根 小胡子看着我谨慎地说道 当我听到这小胡子口中 称呼她的上司马无言 是个小人的时候 我心中便有数了 这个小胡子 定然是对她的上司马无言 心生不满许久 一直压藏在心 到了今天 对我这个将死之人 全部都说了出来 而且从今天的这件事情 便能看得出来 那个马无言 始终把她当成一颗棋子而已 让她自己留在这里杀我 以后若真是出了事情 马无言完全可以瞬间 就把整件事情的责任 都推在小胡子的身上 自己脱开关系 当然了 这小胡子 之所以现在敢对着我说出 她一直藏在心底的那些话 是因为她已经把我 当成了一个 马上就要死的人来看待 我死之后 接着就会被她抽魂练魂 到时候魂飞魄散 定然能永远无法开口 我躺在地上 慢慢地用阳气 止住伤口出的血 然后开始掉转 丹田中的真气 朝着琵琶鼓聚集而去 同时我看着那个小胡子 再次开口胡扯 想多拖延一些时间 随着时间一点点地过去 我估摸了 最起码过去了 能有一个多小时 一条胳膊始终一点知觉都没有 看来这琵琶鼓被穿 就算是用真气 也无法修复 唉 我得有多少年 没跟旁人说过这么多心底的话了 谢谢你啊 不过这时间也差不多到了 我应该动手了 左兄弟啊 对不住了 小胡子这个时候 说着便从地上站了起来 慢慢地把一直插在地上的 黑白两色的旗子 给拔了出来 握在了手中 听到小胡子刚才对我说的话之后 我心一下子就沉了下去 难道我今天注定命丧于此了吗 也就在同时 小胡子从身上 拿出了一个黑色的盒子 打开盒子之后 里面都是一些黑色的栗状粉末 他拿着手里面的盒子 朝着我走了过来 然后把盒子里面的那些黑色粉末 慢慢地围着我身子的四周 撒了下去 看到这里 我心里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 忙开口朝着小胡子说道 等一下 你能不能在我临死之前 帮我最后一个忙 小胡子听到我这句话后 停了下来 看着我不解地问道 帮你的忙 算了 看在我和你聊的还算投机的份上 你有什么医院跟我说说看 兄弟我能帮你就帮 得了 这才刚刚认识 这小胡子 却跟我开始称兄道弟起来了 我说道 你能不能帮我 把背包里面的一个红色的小包拿出来 小胡子有些狐疑地看着我问道 小红包 什么小红包 他嘴上问着 双眼却朝着我的随身背包里面看了过去 在那个小红包里面 有我跟我媳妇的回忆 我想在临死之前再看一眼 而且我背包里面 还带来了一些纸钱 跟金元宝 便一并送给你了 我说着一咬牙 慢慢地从地上坐了起来 当小胡子听到我口中所说的 纸钱和金元宝的时候 双眼里面亮光一闪 盲笑着点头说道 好说 好说 这都好说 我就这帮左兄弟 把那小红包给拿出来 他说着 便朝着我身后走了过去 把手朝着我的背包里面伸了出去 就在小胡子的收刚刚 伸进我那随身背包里面的时候 我只听到他怪叫了一声 接着整个身子便被击飞 一下子狠狠地撞在了身后的牢壁之上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小胡子从地上站了起来 看着我立声问道 当我看到小胡子 被我的随身背包打飞出去的时候 当下才反应了过来 在我的背包之中 不光是有羊符 六丁六甲驱邪符等刻音符指 而且还有玄黄地精 以及那边神秘的浮沉 所以里面多数的东西 都是克制阴气之物 所以当这小胡子 把手伸进我背包里面的时候 才会被打飞了出去 是我背包里面的道家法器 你这样 先把我的背包 从我后背上面拿下来 慢慢打开 然后再从里面找到那个小红包 单独拿给我的就行 我忙回头看着小胡子解释道 小胡子听到我的话后 将信将疑地看着我问道 左兄弟 你不会是再给我下套吧 我连忙摇头解释道 我一个将死的废人 怎么会给你下套 我现在就剩下这么一点念想了 想在临死的时候 最后看一眼我媳妇 送给我的定情物 别无他求 小胡子一直都没有说话 他站在原地看着我 沉默了一会儿 最终输给了纸钱 和金元宝的诱惑上面 点着头 再一次地朝着我背后走了过来 好 我就信你一次 说着小胡子便走到我的后背 伸出手慢慢地 把我背上的随身背包解开 拿了下来 他先是把我的随身背包 给放在了地上 然后才满脸谨慎地小心打开 随着小胡子 把我的随身背包打开 里面的物品 全部都显现了出来 当他看到在背包里面的 那些纸钱和金元宝之后 马上就咧开了嘴 笑呵呵地 把那些纸钱和金元宝 全都收进了自己的囊中 我坐在原地 一直等到那小胡子 把随身背包里面 全部的纸钱和金元宝都拿走之后 才开口看着他问道 现在 你能把我把那个小红包拿过来了吗 小胡子听到我的话后 转过头严肃地看了我一会儿 接着奸诈地黑黑一笑 呵呵 左兄弟啊 左兄弟 你是不是真的 把我当成傻子了 当我听到小胡子这句话的时候 我心里面当时就一翻个 马上就意识不好 怕是被他给察觉了 心里虽忧 但我脸上 还是面不改色地看着他问道 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们倒是身上随身带着的东西 不乏保命脱身之物 你在临死之前 让我给你拿过去的东西 绝对能护住你的性命 我可不是一个傻子 虽然我也不想害你个魂飞魄散 但是今天 你若不魂飞魄散 那么魂飞魄散的一定是我 小胡子看着我 慢慢地从地上再次站了起来 朝着我一步步地走了过来 听到小胡子刚才说的话后 我心里算是凉了半截 这最后一个保命的办法 被他识破 我现在已经是到了断岗绝黄的地步了 我坐在原地叹了口气 没有再说话 看着小胡子 继续在我身旁 撒下一层层之前的那些黑色的粉末 等到那个小胡子 一点点地 把盒子里面的黑色粉末都撒完后 只见他站直了身子 双脚分开 一脸严肃地单手握住黑白大旗 另外一只手 则是快速结出了一个极为奇怪的手印 同时口中念叨 赤赤扬扬 阴气为敏 朴扫不详 明脉之火 门射之光 蹄怪便天逢立势 破温用碎壁生成 随着小胡子口中的口诀 一句句地念出 我能清楚地感受到 这间牢房里面的阴气 越来越浓厚 而且 它们从四面朝着我这边慢慢靠近 空气之中 那些灰色的雾气 也一点点地 被牢房里面的阴气给逼走 等那小胡子口诀念完之后 我猛地感觉到自己的整具身躯 同时被四周那股强烈的阴气给束缚住 全身上下一动都不能动 心跳 思维同时在这一刻变慢 左兄弟 我再好心地提醒你一句 这抽魂炼破开始的时候会异常地痛苦 你做好心理准备 小胡子话音一落 猛地挥动手中的那面黑白色大旗 随着它的挥动 四周阴气顺起 而刚刚它撒在我身旁的那些黑色粉末 也同时围在我前后左右飘浮了起来 紧接着 一股强烈阴冷的阴气 慢慢地朝着我逼劲来 当我看到眼下这一幕后 心中一灵 脑海之中开始飞速转动 我还不想死 只要我还活着 只要我还有意识 我就永远不会放弃求生的 星号 也就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候 我左耳突然听到了 不远处有书液给阴气给吹过的声音 听到那个声音后 我心中一动 盲转头朝着左边看了过去 只见之前被小胡子 放在地面上背包里的那本 玄黄地精 书液被阴风吹得翻页而起 当我看向它的时候 正好第一页同时也被阴气吹起 天助我眼 这正是一个机会 一个能让我死中得活的机会 当下 我不再去管使用之后 那本玄黄地精 是不是能吞噬掉的我心性 没有丝毫的犹豫 直接果断地开口大声喊道 赵 随着我这个字喊出之后 那本在地上的玄黄地精 突然之间黄光一闪 一股强烈的阴气 自它的身上散发而去 接着 玄黄地精 马上就从地面上 直接漂浮到半空 朝着我头顶上面 慢慢地飘来了过来 在 玄黄地精 飘浮在我头顶上后 它便朝着我的身上 就照射下来一道黄光 被黄光照下来的那一瞬间 我只感受身子一暖 围绕在我身旁的那些阴冷刺骨的阴气 瞬间消散 接着一股无穷无尽的强大力量 瞬间便涌上我的全身 我全身燥热地坐在地上 感受到那股强大的力量后 赶忙先试着活动的一下左臂 心中一喜 能动 再试着动了一下左臂 依旧能动 玄黄地精的出现 让它们在这个时候 同时都恢复了知觉 你 这 这是什么东西 正在不断挥起的小胡子 看到眼前我头顶上面的这一幕后 脸色大变 看着我语气颤抖地问道 我慢慢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并没有理会站在我面前 那个小胡子 而是弯腰 把之前被马无言 给摔碎在地上的玉佩 一块一块地捡了起来 虽然它已经被摔碎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会把它留在这 这块玉佩 在我的眼中 并不只是一块玉佩 它早已有了生命 从灰色的地面上 把破碎的玉佩捡起来后 我拿在手中 朝着不远处的随身背包那边 走了过去 小心地 把玉佩碎片 都放在背包里面后 我把背包合上 再次拿起来 背在了自己身上 你 你被穿透了琵琶鼓 双臂被吠 怎么现在还能动 这个时候 那还站在原地 握着旗子的小胡子 看着我双目圆瞪 满脸吃惊地问道 我转过身子 双眼紧紧地盯着小胡子 没有回答他的话 而是直接开口问道 告诉我 马无言那个畜生 现在在哪 小胡子听到我的话后 先是一愣神 然后开口看着我问道 你 你想干什么 我看着小胡子 一字一顿地对他说道 在 乐 他 你要杀了因斯马无言 你知道你现在 我没等他把话给说完 直接身形快速一闪 朝着他的就冲了过去 小胡子还没反应过来 我已经窜到了他的身前 直接伸出手 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 我最后问你一次 马无言他现在在哪 虽然这个小胡子 之前骗过我 但是我也没有 对他动杀心 他这也是被马无言所逼迫 小胡子被我的右手 死死地掐住脖子 身上的阴气随之易弱 看着我开口说道 咪 星号店 星号店 怎么走 我问道 同时把手上 掐住小胡子脖子的右手 微微松开 小胡子伸手一指 身后其中的一个方向 对我说道 出了这往死城 一指朝着西面走 经过恶狗领便是星号店 那马无言便在那里面 听到小胡子的话后 我马上松开了 掐住他脖子的右手 身形快速朝着牢房外面 略行而去 当我直接放倒两个看门的阴叉 从牢房下面跑出来的时候 整个往死城外面游荡的阴魂和阴叉 都同时感受到了 我身上和头顶那本 玄黄地精 所散发出来的阳气 都转头朝着我们这边看了过来 其中在不远处 有四五个阴间 看到我是从牢房下面逃出来的时候 身子马上浮空而起 朝着我这边 就慢慢地包围了过来 有的阴叉手持黑色铁链 有的则是手握铁齿 虽然他们在靠近 但是看向我的双眼之中 依旧带着一种忌惮之意 不想死 就给我滚开 我此刻只感觉心中的那股 积压许久的怒火 一下子被 玄黄地精 里面的那股力量勾了出来 同时杀意猛增 不好 玄黄地精 又开始吞噬我的心性了 心中的怒火以及杀气 而那些围着我的阴叉 显然被我刚才的那一句给激怒了 骂骂咧咧地 就朝着我靠近了过来 他们是什么 阴差 在这阴间就好比阳间的城管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阴差骂阴魂 打阴魂 甚至是杀阴魂 都是理所应该 因为他们的头顶上面 都戴着一个执法者的帽子 无论是阴间还是阳间 这个帽子可以让人祸鬼 都变得自大狂妄 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法 所以 一旦有阴魂 或者我这个阶下球反抗 甚至是言语还击 那就是挑战了他们的底线 大胆 其中一个阴叉 朝着我这边吼了一声 我没等他把话说完 脚下戒力一动 瞬间就冲到了那个阴叉的面前 朝着他的前胸命关 就打出了一掌 因为我害怕他承受不住 玄黄地精 所给我带来的强大力量 怕那阴叉直接被打得魂飞破散 所以这一掌打出 力道并没有多用 但即使是这样 我这一掌打在那个阴魂前胸上面的时候 依旧把他给打飞了出去 那个阴魂摔落在地 神色阴气的促剪 哀嚎不断 还有谁 我看着剩下那几个 围在我身旁四周的阴叉 冷冷地问道 那些阴叉听到我的话后 都没有说话 其中有的甚至被我看到后 身子往后退了几步 见那些阴叉 没有要冲上来的意思 我冷哼一声 身形快速窜动 朝着往死城前面的城门 就略行而去 等我略到城门后 守城门的阴叉 马上就发现了我 各带武器朝着我就冲了上来 想拦住我出城 看到那几个冲上来的阴叉之后 我二话没说 直接动手 一一把他们打趴 接着便从城门之中跑了出去 朝着西面的星号店 就略行而去 一路上 我加快脚步 以最快的速度 前往星号店 找那个摔碎我玉佩 一心想置我于死地 要我魂飞魄散的畜声 马无言 身形窜动 只一会儿 我便在眼前灰色的雾气后面 看到了一个个土坡 也就在这个时候 我忽听见前面传来一阵阵的狗吠声 随着我的靠近 那狗吠声越来越大 而且狗吠声之中 还夹杂着人的惨叫声 那些声音越听越 让我觉得毛骨悚然 我继续朝着前面赶路 在穿过一片灰色的雾气之后 突然看到 前面有一片低洼之地 在那里面 只见一群群的恶狗 目光凶横 满嘴刚牙 皮毛刚丝一般坚硬 向里面的阴魂猛扑风咬过去 不撕扯掉腿脚 是不肯松口的 这群恶狗 并没有把我们单纯地 当作一群可口猎物 而是带着某种愤怒和敌意 那些被咬的阴魂惨叫着 使劲浑身解数 也难逃着恶狗的铁嘴钢牙 有的被咬断了腿 有的被扯断了脚 有的成了毒臂 有的成了断手 整个场面惨不忍睹 让我看到之后 触目惊心 忘 忘 就在这个时候 我猛地听到 在我身侧冲上来一条恶狗 朝着我就扑了过来 看到这里 没等我动手 那条恶狗却绕过了我 朝着离我不远的一个阴魂 就扑了上去 听到那个阴魂被恶狗 扑倒在地撕咬的惨叫声后 我并没有打算多管闲事 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曾经听我爷爷跟我讲过 这阴间的恶狗岭 里面恶狗 专门咬在阳间恶贯满盈 作恶不断制备 所以这些阴魂被恶狗撕咬 是他们最有应得 这阴间可没有狂犬疫苗 我在这恶狗岭附近 并没有多搭 直接绕行而过这个恶狗岭 再次朝着西面 快速略行而去 继续略行 大约能有半个多小时后 我隐隐地在灰色的雾气后面 看到了一个类似于 古代建筑物的房屋 难道那里 就是马无言所在的新号店 如双它现在会不会也在那里 想到这里 我深吸了一口气 快速朝着前面的建筑物 便略了过去 带我来到这房屋 前大门的时候 抬头一看 只看到这个大门之上挂着一个横点 上面用黑色的字体 写着三个大字 新号店 找打了 正是这里 新年至此 我直接掠到门前 用力一脚 把新号店的大门踹开 身形一跃 窜了进去 跨过门槛 随着我冲进新号店里面后 站在院中 放眼四下望去 便能够看见 有几个音叉正在院中 他们看到我冲进来之后 马上各持手中的武器 一个个面目猙獰地 朝着我就冲了上来 瞬间就把我给围在中间 但是那些阴叉 他们很显然都从我的身上 感受到了强烈的阳气 十分忌惮 没有一个敢靠前 大胆阳间人 竟敢擅闯阴间的新号店 难道是想被打入第十八层地狱 勇士受苦 不得轮回吗 其中一个阴叉 看着我大声质问道 他从我身上的阳气 判断出了 我并非阴魂 听到他的话 我冷笑着说道 打入十八层地狱 算得了什么 勇士受苦 不得轮回 又算得了什么 在此之前 我差点就被抽魂炼破 魂飞魄散 那个阴叉听到我的话后 眼神之中闪过一丝异样 相互对视之后 再无鬼说话 见此 我便接着 对这些围住我的阴叉开口问道 我来这里 并不是找你们麻烦的 告诉我 马无言那个畜生他在哪 围住我的那些阴叉 听到我的这句话后 一下子全部都躁动了起来 甚至有的阴叉忙 转身快速朝着院子后面的礼物跑去 多半是去通风报信 就在这时 我忽然感觉到 院子周围里的空气猛得一沉 就好像是快要下暴雨的那种感觉 四周变得极为沉闷 那种压抑的空气 使得我呼吸都有些不顺畅起来 同时一股股浓厚的黑色阴气 也慢慢地把整个院子包围了起来 是马无言那畜生来了 当我看到四周这一股股阴气之后 心里面想到的 首先便是那阴丝马无言 与此同时 在那黑色的阴气之中 马无言的声音突然传了出来 左十三 本阴丝你无冤无仇 毫无瓜葛 之前甚至还曾帮助过你和如双见面 你却来此大闹我的新号店 岂非是想要恩将仇报 我听到马无言这句话后 顿时就觉得 那畜生的脸皮都能赶上地皮了 说起这瞎话来 简直信手捏来 这人前人后变脸的功夫 还真的是登峰造极 出神入化了 马无言 你大爷的 别特么说那么多废话 我今天找来了 就是想找你算账 没想跟你说这些废话 我也懒得解释 看着马无言声音 传出来的那股阴气说道 空气中一阵阴气翻涌 随之在黑色阴气的阴气后面 出现了马无言的身影 在他的身旁 还跟着一个女鬼 我仔细一看 正是安如霜 十三 你 你的胳膊好了 你怎么突然找到这里来了 安如霜看到我之后 忙对我开口问道 同时身子朝着我这边走了过来 他并不知道 马无言之前在牢房里面 对我做到那些事情 看到如霜朝着我这边走来后 我忙叫住了他 如霜 你别过来 我之所以在这个时候 叫住了安如霜 是因为我害怕在我头顶上面 一直漂浮着的那本 玄黄地精 会伤到他 我虽然能认人 但是那本书可不会 安如霜听到我的喊声后 忙站在了原地 看着我不解地问道 十三 怎么了 我怕他会伤到你 我对安如霜说着 抬手一直我头顶上的那本 玄黄地精 而站在我对面的马无言 在这个时候 同样也看到了我头顶之上 那本发着黄色弹光的 玄黄地精 当他看到之后 脸上一惊 接着开口问道 你 你头上的那本书是 玄黄地精 他 他不是 被英帅白无常给收走了吗 怎么会出现在你的身上 听到马无言的话后 我冷笑一声 没有回答他的话 直接身形一闪 朝着他就冲了过去 马无言见此 快速后退 双手同时左右一挥 四周一股股黑色的阴气 顿时翻涌了起来 好似有了生命一般 像是一条条的黑色巨蟒 一同朝着 我就冲了过来 看到这里 我不退反镜 朝着其中的一股黑色的阴气 就狠狠地挥出了一拳 就在我挥拳的同时 在我双臂之上的那些奇怪符文 再次发出暗光 随着这一拳打在了那股阴气上面 阳气压过 瞬间就把它给打散 马上下一股阴气 接着朝我袭来 我抽身闪开 同时再次挥出一拳 把那一股阴气再次给打散在灰色的雾气之中 同在这个时候 我身前 身后 左右两侧 各有树道黑色的阴气紧追而至 没有任何的躲避死角 让我避无可避 看到这里 我大喝一声 身子猛地朝着其中一股阴气 快速迎了上去 便手围攻 快速出拳 一拳 二拳 三拳 随着我一次次地出手 围在我四周的那些阴气 一点点地变少 碰 随着我又一拳打出 围在我身旁的最后一道黑色的阴气 也被我给打散 我抬头朝着马无言那边看了过去 只见他在这个时候 看向我的双眼之中满是细血之意 就好像是阴谋得逞之后的神色 当我看到马无言这副样子的时候 心里马上就觉得不对劲 还没等我多想 如霜的声音突然从我身后转了过来 十三 小心 快闪开 听到如霜的提醒后 我看都顾不上看 双脚借力一跳 朝着身侧便跳了过去 就在我刚闪开的时候 一条条黑色如同蚯蚓一般的黑色虫子 在我刚才所站的地面之下窜了出来 那一条条黑色的蚯蚓 身上散发着一股股浓烈的黑气 每一条身上 就长满了让人恶心的白色绒毛 那些在地上不断扭动的 蚯蚓头一抬起来 便是一股股墨黑色的枝叶 从口中喷了出来 落在灰色的地面上 冒起了阵阵白烟 只一眼我就看得出来 那些墨黑色的枝叶里面 带有剧毒 看到那些虫子之后 我快速调转自身的蒸汽 一挥手 紫色的蒸汽出体 打在那些虫堆里面 瞬间抹杀 马大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 虽然十三他强闯你的信号店 但是你也不至于对他 动用御主私虫吧 你这是想让他魂飞魄散 如霜在这个时候 站在了我身旁 看着那个马无言开口问道 听到如霜的话后 我忙转头对他说道 如霜 你太相信这个狗面兽心的畜生了 他之前在牢房里面 想把我给抽魂炼破 就连我脖子上面的那块玉佩 也让他给摔碎了 如霜听到我说的话后 脸色一变 一双丹缝眼中满是寒气 马无言却在这个时候 看着如霜说道 如霜 你别听那小子说胡话 你也知道我从牢房出来之后 便直接回到了信号店 何曾再去找过他 安如霜听到马无言的话后 看着他冷冷地说道 马大人 十三是我的相公 我不信他信谁 既然你们处处都对他下了杀心 那么今天 他要闹翻你这信号店 我如霜陪着 他要闹翻这明明九悠 我如霜也一样陪着 就算下那十八层地狱 我和他也是一起去 听到安如霜的话后 我心中一暖 看着站在我身旁的他 似乎在这一刻 只要我身旁有他陪着我 什么都变得不可怕了 好好好 好一个一起下地狱 既然这样的话 那本音思就成全你们 马无言听到安如霜的话后 双目之中满是急火和怒意 卸掉伪装 面目猙獰的大吼一声 身上的阴气猛地加重 双手化为两个黑色的巨爪 朝着我俩这边就冲了上来 看到这里 我身形一动 快速挡在了如霜的身前 十三 如霜刚要讲话 我却开口打断了他 如霜 以前都是你挡在我身前保护我 这一次 换我来 保护他 就凭你这个废物 先顾好自解 这个时候 马无言已经冲到我的镜前 骂了一句 然后伸出黑色的爪子 狠狠地朝着我的前胸就抓了过来 我见此后 脚下后一撤 身形微微侧开 闪了过去 马无言刚才那一击打空 身子往前一扑 我趁着他这一扑之势 伸出右腿 朝着他的前胸 就狠狠地踹了过去 随着砰 的一声 我刚才那一脚结结实实地 踹在了阴丝马无言的前胸命官之上 直接把他给踹飞了出去 马无言发出一声惨叫 他整个摔在了地上 哼 要是我是一个废物的话 那么刚才 被我一脚踹飞的你 岂不是连一个废物都不如 我看着摔在地上的马无言 冷冷地说道 同时朝着他那边走了过去 马无言躺在地上 捂着自己从胸口站了起来 看向我的双眼之中 满是吃惊和巨蚁 你 你身上的力量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 这根本就不是玄黄地精 听到马无言的话后 我并没有理会他 直接一个纵身跃到他身前 运进全力 朝着他就狠狠地打出了一拳 马无言看到我这一拳后 脸上同时多出了一丝慌乱之色 身子同时快速往后退去 侃侃地躲开了我这一拳 我这一拳擦着马无言的一脚而过 见他躲避 我忙接着追上前两步 再快速刺挥拳 朝着他的小腹就狠狠地打了过去 我这一次的出手 要比第一次快得多 马无言身子刚想继续后退躲避 我这一拳就打在了他的小腹上面 一拳击中 只听到马无言发出一声惨叫后 身子再一次地被我给打飞了出去 蹦 的一声 马无言面朝下摔到地上 没等他从地上爬起来 我再次脚下一动 追了上去 因为玄黄地精 带给我的力量 虽然足够强大 但是毕竟时间有限 所以想趁着现在这个时候 一举直接废了他 就在我刚追到马无言身前的时候 他趴在地上猛地抬起头 朝着我身后喊道 你们一群废物 还在那里看什么热闹 给你上 废了这小子 本因思重重有 我没有等马无言把话说话 伸出腿 直接就朝着地上的他 前额之上的命官 就狠狠地踢了过去 马无言伸出双臂一挡面门 我这一脚便踢在了他的双臂之上 但即使是这样 马无言的身子 一脚打着圈 从地上被我踢出去好几米 随着马无言刚才的命令落下 那些一直围着的阴差相互对视 并没有一个赶上前 虽说重伤之下必有勇夫 但是这勇夫的前提是 自己也得有本事 见没有阴差上前 我便再次朝着那马无言冲了过去 来到近前 伸出手直接一把 把他从地上拽了起来 看着他冷冷地说道 我这个人既然 同样也记仇 你之前如何对待我的那块玉佩 如何对待我 我现在就会如何对待你 马无言听到我的话后 慢慢地抬起头 双目之中满是不服气地 看着我开口说道 左十三 你 你可知道 你要是杀了我 会有怎么样的后果吗 我可是这阴间的官吏因斯 若真杀了我 你们俩个绝对会没有好结果 这幽幽阴界之中的 下至百万阴差十大阴帅 四大判官 上至三大成王 乃至阎罗王 都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你这是在威胁我 我强行压制住自己的怒火和杀意 看着马无言问道 马无言笑着摇了摇头头 语气之中带着一股嘲讽 呵呵呵 我这不是在威胁你 而是再说一个事实 事实便是你强闯我的 星号店 强行对我出手 若是杀了我的话 这阴阳两界 再无你和安如霜的容身之地 我听到马无言的话后 心里面的杀意 也越来越一下子 全部都给压了下去 这马无言虽然畜生 但是他说的话并没有错 不管他之前怎么样 但是他毕竟是这阴间的阴差 他是阴间的官 我要是直接杀了他 虽然能出了自己的一口恶气 但是接下来 我和如霜将会面对 整个阴间的追杀 到那个时候 可真就如果所言 阴阳两界 再无我和安如霜的容身之所 想到这里 我心里就一阵憋气 无论是在阴间还是阳间 永远都没有公平可言 马无言他若是杀死我 无需承担任何后果 但是我若是在这里 直接杀了他 所带来的后果 我真的承担不起 我自己倒是不怕 我就怕 因为我的冲动 把这个畜生给宰了 会连累如霜 嘿 就在这个时候 我猛地听到了 马无言发生一声 狡诈的冷笑 接着我便看到 他从手上拿出了 一把黑色的长针 朝着我的小腹 就狠狠地刺了过来 看到这里 我心中按道一声大意 忙快速朝后闪去 同时 右手朝着马无言 再次打出一掌 马无言刚才的偷袭 太过突然 虽然我躲避开了致命的位置 但依旧还是被他手中的 那根黑色的钢针 刺中的左肋 而我刚才的那一掌 同时也打在了 那马无言的脑袋上面 他发出一声闷哼 整个被我打飞 一股带着阴冷之气的剧痛 顿时就从我左肋处 传遍了全身 接着就是一股 麻麻的感觉传来 他吸刮个兔子的 刚才那根黑针上面有毒 我把衣服直接撕开 低头朝着左肋看了过去 只见在那里有一个黑色 如同阵眼一般的小孔 正在往外 留着暗红色的血迹 见此 我忙调动身体之中的阳气 朝着伤口所在的位置 聚集而去 想用自身的阳气 以此来克制那根黑色上面的毒 十三 你没事吧 就在此时 安如霜从我身后跑了过来 可就在他刚刚要接近 我的时候 在我头顶上面的那本 玄黄地精 猛地发出一道暗黄色的光芒 朝着如霜 他就袭了过去 一下子打在了他的身上 顿时就把他给打飞了出去 如霜 你别过来 我没事 真的没事 我回头朝着如霜那边 喊了一句 没事 小子我告诉你 中了我的夺魂鬼针上面的剧毒 无论你是人还是鬼 绝对撑不过一刻钟 马无言这个时候 从地上站了起来 看着我冷冷地说道 一刻钟足够我杀了你 我此时此刻杀心顿起 再也压制不住 只想先把眼前的那个畜生 马无言杀之而后快 杀我 别做梦了 随着马无言的声音落下 我猛地 就从身后感觉到了 一股股极为强烈的阴气 速度极快地朝着我们这边来 十三 怕是这阴间的十大阴帅 和判官同时追你来了 如霜在这个时候 站在我不远处 朝着灰蒙蒙的天空上面 看着对我说道 听到如霜的话后 我心里咯噔一声 沉了下去 马上转头 顺着他所看的方向 望了过去 随之灰色的天空之上 顿时出现了 如同黑云一般的黑色阴气 只一瞬间 就从远处到了 这个星号殿的上空 大胆狂脱 擅闯阴间在先 精进感自往死城中逃出 再闯星号殿 使阴差 打阴丝 最无可恕 还不快快束手就擒 在此刻 那一团巨大的黑色阴气之中 催盼观那粗广的声音 传了下来 当我听到后 转头看向了 站在我身后不远处的如霜 如霜此刻同样也在看我 十三 你现在害怕吗 如霜在此刻看着我 突然开口问道 我点头说道 怕 怕什么 如霜接着问道 我怕自己保护不了你 我说道 不用怕 你已经做到了 保护一个人 不一定要真的救他走 而是你站在我身旁 我便什么都不怕了 我便什么都不怕了 我不怕了 我说道 我不是想到 你并不是队